这五年 宋长玲就教给你这么劣质的技术吗 你要是嫌你小舅舅 教的技术不好 你可以亲自教我 取到林一浅后 顾念生一直刻意与她保持距离 外人都笑林一浅 得到了顾少的人 却得不到她的心 直到突然冒出来的小包子 抱着顾念生的大腿 直喊 叔叔 你当我爹地吧 林一浅 你怎么解释 这是个意外 威阳原著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沈念如 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一集 终于嫁给她了 迎着一片海域的落地窗 让关了灯的房间 有了一丝光线 顾念生 带着酒味的气息 慢慢地接近 侧躺在床上的女孩 终于感受到了 她饱满的脸颊 散发出的一点点 弱有似无的温度 顾念生的眼神 不住柔和 一抹温柔 在她的嘴角亮开 忽然 女孩睁开了眼睛 不等顾念生反应 她默然转头 一双眼眸 像是月光映照的湖面 眸光亮眼 昏暗的光线 让她的小脸和五官 更加妩媚动人 顾念生吼姐一紧 但脸色 却呼得冷若冰霜 低头狠狠地 稳住了女孩的唇 顾念生身上的白色衬衣 只扣了中间一粒 分明的锁骨和金状的胸膛 半遮半眼下 分外的性感 一双眼睛特别好看 眼尾微微上挑 像是斜了两半桃花 腰也勾人 她一只手 从女孩的背后穿过去 像夹锁一样 牢牢地禁锢住 她娇小的身体 女神 林依寝微微张着嘴 总算是喊出了 这个久别的名字了 沙哑的嗓音 恐惧地颤抖着 八岁认识顾念生到现在 她都是冷酷傲娇 距自己于千里之外的 所以 她们结婚到现在 都已经一个星期了 她还恍恍惚惚地 觉得这一切 似梦非梦 这一个星期 控制身消失得 无影无踪 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 无形的提醒和警告 她这个顾太太的身份 只是个空壳 而这一点 早在她决定回国 答应婚礼的时候 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今天晚上 她是怎么了 突然跑回来 男人退去了 林依寝身上的束缚 可即使这般粗鲁 林依寝的心中 还是喜悦的 哪怕卑微到尘埃里 她还是满怀期待的 她双手无处安放 紧紧地攥着床单 一阵阵海风 从远处吹过来 吹拂着窗帘 卧室里 风光已泥 正当林依寝疲惫地 要睡着时 身边的男人 身子忽然抽离 紧接着 她的上方 传来她冷冷地嘲讽 这五年 宋长林 就交给你 这么劣质的接受吗 顾念身盯着她 身下洁白无瑕的床单 双眼里 忽然多了几道红血丝 她的手 紧紧地攥着拳头 收到腿后 林依寝转头 看到顾念身 那厌恶嘲讽的表情 她心猛地一抽 一口气憋了好一会儿 才控制住了情绪 林依寝勾唇 嘴角绽放一抹冷笑 你要是嫌你小舅舅 教的技术不好 你可以亲自教我 顾念身脸一沉 高大的身影 呼得逼近林依浅 林依浅刚意识到危险 就被她捏住了下巴 林依浅我警告你 从你回国那天起 你就没有退路了 记住 你是我顾念身的女人 打炮我永远不会碰 顾念身狠狠地警告完 推开林依浅 然后转身 大不留心地离开 林依浅无力地趴在床上 看着顾念身高大的身影 渐行渐远 她弯唇 紧紧地抱着枕头 她真的 嫁给顾念身了吗 林依浅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感觉没睡一会儿 就被手机铃声给吵醒了 她在床头柜抽屉里 摸到了手机 来电显示白色 她眼里闪过一抹愧疚 接起电话 那边白色重重地松了口气 亲爱的 我总算联系到你了 sorry 没通知你就回国了 林依浅抱着被子坐了起来 目光朝窗户看了一眼 天空已经泛着余度白了 白色在那边道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回去的刚刚好 Live发布会邀请你去参加 这是他们第三次 跟我们发出邀请了 不过去不去还是要看你自己 林依浅犹豫了一下 才点头道 嗯 我会去的 回答完 她低头自嘲地勾了勾唇 她就知道 一回来 一触碰到 就插翅难飞了 这些您所受的煎熬和痛 统统都变得不值得一提 说完了公事 白色开始八卦私事了 喂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一生不想回国 是有什么重要事了吗 我结婚了 黎一浅云淡风轻地回答 嘴角不自禁地 扬起了一抹笑意 那边白色 却像是炸弹被引爆了 结婚 我的天 惊叫声刺耳 黎一浅笑了笑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从接到电话 到回国举办婚礼 总共不到两天的时间 就跟一场梦一样 她什么东西都没带 这个房间里 一件属于她的用品都没有 就简单的几件衣服 是邻家给她的 所谓的嫁妆 没得穿 也只能穿上了 她挑了件 黑色带梳腰的裙子 身微领 很老气的风格 站在镜子前 她拉着裙摆 用力地向上一抛 嘴角绽放着一道 冷酷的弧度 纵然这个世界 对她充满着恶意 她临一浅 还是会漂亮地活下去的 五年不在海市 和曾经的同学朋友 也没有联系过 很难得 还有人约她 是曾经在学校 算是玩得比较不错的同桌 同欢 正好 她也要去买点 她在这个家需要的东西 所以就答应了 也不知道我爷爷跟我哥 有什么丑 临终前还要坑我哥一把 让他娶这个女人 李一浅出了房门 正好 隔壁房间的门也开了 出来的人 毫无顾忌地议论着她 她敌亲小姑子顾念家 和顾念生的二婶 看到林一浅 作为长辈的二婶 脸上露出了尴尬 顾念家 倒还是刚才那样的 愤愤不平 直接看着林一浅 讽刺道 林一浅 一个人独守空房的滋味 不好受吧 这个顾念家 以前就跟她合不来 和她哥一样 从小到大 莫名地讨厌她 后来 又因为宋长林 跟她走得近 她就更讨厌自己了 本来她就觉得 是自己 勾引了她的小舅舅 后来大家都说 宋长林出国 是因为林一浅 跟她一起出国的 想必这位顾小姐 现在对她的恨 又更上一层楼了吧 但林一浅了解她 是一个完全没有心机的女孩子 看着姑娘家那一副 恨不得把她错骨杨辉的愤恨模样 林一浅很淡定地 怂怂尖道 哼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能毫无顾忌地 看未成年不能看的片子 怎么 你要看吗 她坏坏地扯了扯唇角 对姑娘家挑眉道 你 纵然现在的人早熟 可当着长辈的面 也还是很尴尬的 姑娘家气急败坏地 瞪着林一浅 我知道 你是打肿脸要充胖子的 你们家早就破产了 现在 要靠卖了你这个女儿 来救你们那极岌可畏的家 可惜我三哥的女人多的是 并不喜欢你 她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手机 把微博和各种贴吧热搜 都打开 给林一浅看了一眼 第一名都被姑娘生 新婚夜气郊期 跟名模苏苗 共度春宵的新闻 给霸占了 林一浅瞥了一眼 面无波澜地 对姑娘家道 替我感谢你外面那些嫂子 帮我分担了满足老公的工作 古代义夫多妻的正事 都没有她这么豁达吧 姑娘家一时无语 哪有这样的女人 自己老公在外面有了小三 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换做别人 妆都撞不下去好吗 姑娘家一时半会儿 说不出话来 林一浅笑着 对她眨眨眼 你还有什么事 没事的话 我要出去了 她边转身边道 回国匆忙 没给你带礼物 今天去给你挑一个 谁要你的礼物啊 姑娘家咬牙切齿地 瞪着林一浅那 淡定从容的身影 当你看那人横竖不顺眼 甚至想跟她打一架的时候 那个人根本就没把你当成敌人 甚至把你当空气 怎么办 太令人抓狂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啊 下午彷徨 值得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海市刚建两年的奢侈品商场 全国只有两家 一家在海市 还有一家在首都 格调什么的 虽然是不用说的 你个没良心的 总算是回来了 她和童欢 算是发小 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在一起 一直到高中毕业 是个很热情的女孩子 五年没见 她还是那么热情 一点点生疏感 都没有 对童欢的热情 她不痛不痒的 一个字回应了 童欢皱眉道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她看着林一浅的脸 语气里多了一丝感慨 还是这么漂亮 当年学校里的女神 谈到过去 林一浅一笑置之 然后不着痕迹地 越过了这个话题 想吃什么 童欢摇摇头说道 我从家里来 刚吃过的 还不饿 我们去五楼转转 我想看看包 说着 她静止挽着林一浅的胳膊 把她拖上了扶梯 五楼都是世界顶尖品牌 下了电梯 童欢脚步静止地 奔向正面对着 他们的LIF专柜 好像就是 奔着他们家来的 LIF 是当下最受年轻人喜欢的 顶尖奢侈品品牌 他们家 没有地域五位数的商品 童欢看着展示柜里 一款墨绿色 即丝巾的手提包 激动不已地道 LIF 这款限定终于出了 连以前想买的 只是一些生活用品 和长串的衣服 对包并没有什么兴趣 她掏出手机 准备看看有没有消息 童欢忽然转身 拉着她的手 另一只手 指着橱窗里的包说道 想要一只换包 你拿着肯定好看 林依浅微笑着摇摇头 你看吧 忽然 她的身后 传来一个 娇柔的女人的声音 给我拿一个这个 身材高挑的女人 走到林依浅身旁停下来 手指着展示柜里的那个包 对出来准备 为林依浅他们服务的 营业源道 说完 直接就递出一张黑卡 给营业员 三十几万的包 考虑都不考虑一下 就买了下来 林依浅下意识地转头 看向身旁的女人 女人穿着白色衬衣 黑色阔腿裤 身高比她高了有半个头 林依浅笑了笑 准备收回目光的 女人忽然也转头朝她看 五官不算是很漂亮 但结合在一起 那么自然的一个微笑 有着一般人模仿不来的气质 这大概就是人家能当模特的原因吧 林依浅嘴角微微扬起一抹 击不可见地笑 然后转身走人 营业员很快把刷卡单和包 一起拿了出来 苏小姐已经好了 苏苗只伸手接过了卡 没有去接包 她手指着 已经走了几步的林依浅 对营业员道 送给这位小姐 三十几万的包 说送人就送人 营业员害怕自己 是不是听错了 呃 林依浅停下脚步 不等她转身 童欢挺身而出 看着苏苗 质问她什么意思 苏苗没有理会童欢 迈开长腿 往林依浅跟前走 身上带着一股 不容小觑的气场 利用身高的优势 居高临下地 看着林依浅道 你不用跟我客气 这个钱是念身给我的 营业员双手拿着包 跟在她身边 小三用自己老公的钱 买包送给自己 这换做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能忍吧 肯定就是扑倒就干啊 就在大家觉得 一场正事与小三的恶战 要开始的时候 林依浅脸上 忽然露出了个 很有礼貌的微笑 谢谢了 她对苏苗道了声谢 然后伸手 去接营业员手里的包 这是 接受了 正是接受了丈夫小三 用自己丈夫的钱买的包 这个正是 得多没骨气 多憋屈啊 这也太会三观了吧 林依浅没有理会大家的目光 举起手中的包 看了看 越看越喜欢 嗯 正好 我先现在用的这个包太小了 档次也不够 她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把自己包里的东西 往新包里倒腾 等东西都挪完了 她把自己原来的包 霸气地递给营业员 帮我扔了 然后转身 正面对着苏苗 眉眼弯弯地问她 苏小姐 你看我这样 是不是有几分 他们代言人的气质 她引导大家看了看海报上 拎着这款包的女代言人 带着闪闪发光的猫面具 M国歌坛新晋小天后猫妖 被称为四千年难得一遇的 好嗓音 但从来没有在观众和粉丝的面前 露过脸 神秘地让世界各地无数大佬 对她好奇 曾经有人想出千万 想要看她的脸 都被婉拒了 听林依浅自己跟猫妖比 不止苏苗 Live的营业员也都笑了 猫妖是她们的女神 别侮辱她们的女神好吗 苏苗捂着嘴 低头笑了笑 然后又对林依浅道 的确有几分 林小姐继续加油 林依浅无视大家脸上 那讽刺的笑容 举起手中的包 再一次跟苏苗道谢 再次谢谢苏小姐了 然后转身 不乏从容地 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 离开了 这个苏苗 真的是太恶心了 跟顾念慎 童欢跟在林依浅身后 替林依浅愤愤不平 林依浅没有理她 等下了扶梯 她忽然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她 童欢 她的眼神冷冰冰的 让童欢有些心虚 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没有丝毫起伏的语气 冷淡地让人觉得 她的心是不是就是冷的 童欢脸上的表情将注 心虚的目光闪躲了一下 小叶 你怎么了 林依浅弯唇 对她微微一笑 就当我这个人傲娇 不想和你做朋友 说完 她不再看童欢的反应 迈开脚步 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来这个商场 去五楼Live专柜 碰到刚跟顾念身传 绯闻的苏苗 这些都是巧合吗 看来是她太天真了 以为真的还有人记得她 气死 她竟然真的瘦了 这个壁纸 她瘦多穷啊 车里 苏苗气得把一盒纸巾掏出来 扔了一地 三十多万的包 她自己都没舍得 给自己买过 童欢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也很意外啊 没想到当年用鼻孔看人的 林大小姐 如今寒孙道 连丈夫小三施舍给她的东西 她都要了 苏苗扬起愤怒的脸 看着她 那是三十多万的包 施舍 谁来施舍一个给她看看 童欢不敢说话了 好了 你要抓住这次绯闻的机会 好好给自己抄射毒 今天的头条 明天的头条 要是上不去 你就把钱双倍推给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留言点赞 还有分享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集 他在跟谁摸摸的 美格总裁 人生赢家 小三送正式六位鼠包包 做新婚礼物 曾经金贵傲娇的 林家大小姐 如今沦落到 杯名牌包 都要新婚丈夫的 小三赠送 苏苗小时候照片曝光 从小 就是美人拍子 高级私人会所的 VIP包房里 坐在一起的 都是和顾念生 还有林一浅 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看到微博上 一连串的热搜 大家都对林一浅 嗤之以鼻 这个女人 真的是贪慕虚荣 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 念生 我看你等差不多时间 就跟这女人离了吧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 劝着顾念生 就是 除了漂亮点能有什么 也就你小舅舅那个傻子 一直闭着眼睛的顾念生 忽然端起一杯酒 泼向那话刚说一半的人 男人被泼了一脸酒 眼睛都睁不开 一时间也来了脾气 你他妈 身边的几个人 赶紧把她给拉住了 周宇 你找死啊 被人在耳边警告一句 周宇的愤怒 秒辨委屈 又不是我让她 娶那女人的 拿我撒什么气啊 忽然 顾念生又扑向她 手揪着她的衣领 拳头狠狠地 往她的脸上砸 在座的 几乎都是和顾念生 一起长大的 都了解她的脾性 知道她惹不得 但这样动手打人 她还是第一次 这得多厌恶 林依浅那个女人啊 以至于听到她的名字 反应都这么大 几拳都打下去 那人鼻情严肿了 顾念生才收手 转身摸起桌上的 大半瓶酒 边喝 边往门口走 乖了 等我忙完了 就回去陪你 啊 嗯 爱你 嬷嬷的 挂了电话 林依浅低头 看着手机屏幕 好像在回味什么 甜蜜的事情 嘴角青阳 暖黄的灯光 打在她的脸上 侧眼看上去 是那样的温柔 记忆中 从未在她脸上 看到过的温柔 顾念生甚至有些诧异 原来傲慢的林依浅 也会温柔 只是她的温柔 顾念生双眼猛地眯起 眸光瞬间凝聚成细碎的冰渣 口袋里的手紧紧地攥着那张 准备拿出来的银行卡 啪 银行卡断了 响声打断林依浅的思绪 她惊得转头 看到顾念生 林依浅诧异地愣了愣 手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手机 刚才她的电话内容 她听到了多少 有没有怀疑 林依浅的诧异 很显然是没有料到她会回来 甚至没有想过她会回来 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 在房间里包电话粥 顾念生迈开长腿 三两步走到林依浅的面前 高大的身影散发着冷冽的气息 让林依浅脚步不自禁地 往后退了一步 林依浅的紧张和畏惧 看上去更像是嫌弃和抗拒 像一根刺扎进了顾念生的心里 她伸手揪住林依浅的衣领 往前走了两步 两人一起倒在了大床上 充满嫉妒的双眼 仿佛要将身下的小女人吞噬 林依浅错愕地瞪着 突然发疯似的男人 我 林依浅你就是个骗子 林依浅张嘴 一个名字还没喊出来 顾念生忽然丢下一句话 起身离开了 嘶嘶沙哑的声音 好似带着几分埋怨和控诉 林依浅愣了愣 看向那绝成而去的男人 无论是那个少年的她 还是如今变成了男人的她 每一次转身后的背影 都让人感觉高不可攀 望尘莫及 可她刚才说 自己是骗子 自己骗她什么了 骗她财 还是骗她色了 心虚 顾念生满腔怒火地摔门而出 迎面撞上端着水杯 从楼下上来的顾念家 啊 哥 你怎么回来了 顾念家看到顾念生很惊讶 不应该呀 不是应该在外面 跟名模或者名星 谈人生理想吗 顾念生一个冷眼扫向顾念家道 这是我家 我回来有问题吗 她伸手扯了扯领带 仰头吐了一口气 顾念家被顾念生对得一愣 她盯着顾念生的俊脸 眨眨眼 这一身浮躁的气息 对她恶言相向的男性 真的是她那个 异母同胞的亲哥吗 肯定是被林依浅那个女人给气疯了 现在外面都说他们顾家苛刻 不给她钱花 她没钱买 才收小三儿送的包 哥 虽然我也很讨厌林依浅 但是 你还是给点钱给她吧 不然出去丢的 可是我们顾家人的脸啊 顾念生抬起脚 准备走的 听到顾念家这话 她收住脚挑眉问道 给她钱充电话费 跟别人包电话粥吗 她黑着脸离开 顾念家一脸懵逼的 看着顾念生怒沉沉的背影 都说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舍得为她花钱 可哥哥竟然连电话费 都不舍得给林依浅冲 可见她有多讨厌她 她忽然有点同情 林依浅了怎么办 当天夜里 有关于林依浅的新闻 全都从热搜榜上消失了 连带着苏苗的热搜 也一并沉了 赖府的活动在即 白色给她发来一堆活动流程 她早餐简单地吃了个三明治 便煮了杯咖啡 窝进了房间里 开始工作 忽然有人敲门 她赶紧合上电脑 然后才对门外应道 进来 她起身 朝门外走去 房门开了 是顾家的管家 两只手里 都提着超大的 白色塑料袋 身后还放了两个 里面放的 好像是包包 少夫人 管家礼貌地 跟林依浅打招呼 然后不等林依浅问 她又低头 看着手里提着的袋子 对林依浅道 这里有爱马仕 LV 香奈尔的最近款 还有赖府所有当季新品 和一些限量 总共45个 她一边说 一边放下袋子 去把放在门外的两个大袋子 也拎了进来 林依浅惊呆了 这些都是 哪来的 管家笑着回道 当然是少爷给你买的 难道还有别的男人 花上千万 给别的老婆买包啊 少夫人怕是开心傻了 听到是顾念生给她买的 林依浅第一反应是 怎么可能 可管家 还站在她面前 等她发话 她来不及多想 赶紧招呼道 你先搬进来吧 好嘞 管家迅速地将四个大袋子 搬进了衣帽间 林依浅衣帽间门口 将四个袋子 一一扫了一遍 看着那白色的塑料袋 她忍不住出戏 该不会是去 批发的一批A货吧 她视线最后留在 装满LIVE产品的袋子上 嘴角抽了抽 德奈要是知道 她家产品被人用这种批发市场 进货的塑料袋装着进去的 会不会气死啊 顾念生突然给她买这么多包 林依浅走进衣帽间 蹲在四个大袋子旁边 把袋子里的包挨个扒了一遍 她对这些奢侈品 一向是没有追求的 可这里的每一个 她拿起来都爱不释手 好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这是老公送的 不能不能 林依浅你不能飘 她昨天还羞辱了你 买这些包肯定是有原因的 正想着 身后忽然传来男人冷冰冰的声音 我不希望再看到顾家苛刻的新闻 她就说 她买这些包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来是怕她出去太寒酸 丢了顾家的脸 那她可真是脱了苏苗的福了 林依浅讽刺地笑了笑 然后起身 看着站在门口的男人 神情一如既往的冷漠 向她欠了她三百亿似的 她皱眉 故作不满道 我没告诉你那模特情人 你新婚业就三秒 你买这顶包给我 还跟我谈条件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留言点赞 还有分享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集 叔叔 比一比咱俩 谁尿都远 顾念生也太小气 太过分了吧 新婚业就三秒 林一浅真的在嫌弃她 技术不好吗 顾念生额头 轻轻地鼓了起来 她看着转身 去收拾包的林一浅 每拿一个包 都要亲一下 一副财迷的样子 她努力地 克制着情绪问道 这五年 你去太空膨胀脸皮了 我 林一浅回头 瞪着已在门口的男人 她微微醋眉 探究的眼神 好像真的在探究 她的脸皮 林一浅真是气节 这家伙真毒舍 还毒舍出得优雅 不找痕迹 算了 读不过她 她可是有名的 林一浅转过身 继续收拾包 她是个有收纳洁癖的人 不管是衣服还是包 她都会按颜色大小 依次摆放 看着林一浅 气有耐心地对待那些包 门口的男人 嘴角不知不觉地 扬起一抹宠溺 林一浅收拾完 低头看到自己的行李箱 她想起来 后天要去首都参加活动的事情 要去好几天 还是跟她打声招呼吧 虽然顾念生不在乎 但她很在乎名声 林一浅想着 转头对顾念生道 哦 对了 我有个工作 后天要去首都 提前跟你说一下 她肯定是没兴趣知道 她做什么工作 去首都又是干什么的 所以就这么简单地 打了声招呼 林一浅放完最后一个包 便出去了 从顾念生身边走过去 没看她 等林一浅进了卧室 顾念生手伸进西裤口袋里 摸出手机 给秘书发了消息 订后天去首都的机票 Live的活动是大后天 您后天就要过去吗 查一下林一浅 后天坐的哪一班飞机 我知道了 因为蒙面割后猫腰 要来首都 很多粉丝专门坐飞机 来首都机场接机 首都机场所有的通道 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齐特助去转了一圈 小跑者回到顾念生身边 少爷 我刚才看到念家小姐了 顾念生皱眉 毫不犹豫地道 假装没看到 啊 真怀疑念家小姐 是不是捡来的 真的是少爷 异母同胞的亲妹妹吗 听到她来了 那唯恐避之不及的模样 要是念家小姐看到 得多扎心啊 他们其实可以让保安 护送出去的 可顾念生 不想蹭这份热闹 索性在里面 等外面人都散了再走 大概是猫腰乘坐的飞机 已经降落 外面骚乱起来 热闹得不得了 齐特助点脚看着外面 边看边感叹道 这猫腰真的活啊 听说今天机场 加了两倍的安保 少爷 那不是念家小姐吗 齐特助手指针某个方向 对顾念生道 顾念生看过去 顾念家手里 扛着一个巨型的牌子 牌子上面 是蒙面割后猫腰的海报照片 因为海拔的原因 他在人群外 急得团团转 无奈 只能吃力地举起手中的大牌子 卖力地挥舞 顾念生嫌弃地皱了皱眉 干脆背过身去 我去一下卫生间 他快步往卫生间的方向走 嗯 齐特助愣了愣 也赶紧跟上顾念生的脚步 大家都等着猫腰出现 整个机场 除了接机口 其余都很萧条 这个地段的南厕所里 安安静静的 顾念生进去 只看到一个四五岁左右 穿着白色衬衣 和黑色西裤的小男孩 站在小便池前 他露出了小小朋友 也不尿尿 不知道在干嘛 顾念生走过去 站在小男孩旁边的小便池前 拉开了裤子拉链 旁边的小男孩 忽然倒退了几步 仰起小脸 看着顾念生问道 我能站这么远 把尿尿进便池里 叔叔 你能吗 刚跟着进来的奇特柱 听到小男孩 对顾念生说的话 嘴角无声地抽搐 这小子是谁家的 家长呢 再不来临走 发生一切的后果 就要自负了 他目光小心翼翼地 往顾念生的脸上看去 顾念生低着头 在那儿看着小男孩 面无表情 让人无法看出他的情绪 这时候 顾念生长腿 忽然往后退了两步 退到距离小便池 一米外的位置 然后悠悠然地 掏出武器 紧接着 嗶嗶的水声响起 齐少东张着嘴巴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他没看错吧 他们家少爷 竟然跟一个小孩子 比谁尿得远 还要比吗 顾念生不急不慢地 收起武器 垂手居高临下地 看着对他目瞪口呆的 小家伙 自豪和骄傲的语气 让齐少东大跌眼镜 一度怀疑这位大boss 是不是被鬼附身了 小家伙被顾念生的距离 给惊到了 顾念生问他 他才回神 抽着眉头 一脸疑惑地小声嘀咕 我妈妈明明说 小鸟比大鸟厉害的 顾念生回他 那是因为你爸爸太无能了 小家伙不服气 自己的爹地被说无能 仰着下巴 跟顾念生理论 我妈咪说 我爹地能尿三米啊 顾念生垂眸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回家告诉你妈咪 三米 只是男人的起步距离 他语气中的骄傲和自豪 让齐特柱特别迷惑 为什么boss好像比谁尿得远 这种事情 很在意 竟然跟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 叫真 还有 这小孩子的妈妈 也是个奇葩 培养孩子什么兴趣不好 干嘛要培养他 这方面的兴趣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起步三米 小家伙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巴 啊 我最多只能尿一米半 离三米还差一半呢 顾念生面无表情地回小男孩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爹地遗传给你的无能 齐特柱嘴角抽搐地停不下来 老板的最佳毒蛇 真的不是徒有虚名 毒蛇起来 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 这孩子才多大点啊 就说人家那啥无能 会不会给这小家伙的自信心 造成影响啊 万一人家的小鸟 因此一蹶不振了 可该怎么办 小家伙这次 没有反驳顾念生 低下了头 小声地嘀咕道 怪不得我爹地死得早 原来是死于大鸟无能 不只是齐少东 顾念生都被这小男孩的话 给雷到了 这么小没了父亲 应该是被同情的 可他看上去 一点都不难过 真怀疑死的那个 是不是他亲爹 顾念生没再理小家伙 转身离开了 齐少东跟着他 他们出厕所走了几步 回头发现小男孩 一直跟着他们 齐少东停下脚步 你不找你家长去 跟着我们做什么 这么跟着他们 被他家长看到了 还以为他们是人贩子呢 小家伙站在原地 却这嘴小声地说道 白色叔叔不见了 让我坐着等妈咪 他一双小手攥着衣摆 清澈的眼眸 有一丝惶恐 小小的模样 让人不忍心就这么丢下他 奇特朱有爱心 但顾念生在场 他还是要先看一下 顾念生的意思 他将目光 投向了已经走到前面的顾念生 开口喊道 少爷 顾念生停下脚步 他不知道奇特朱 喊他干什么 停下了脚步 疑惑地转身 这时候 女厕所门口 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孩的声音 哥 顾念生眼一瞪 顾念家活泼的身影 已经朝他狂奔过来 哥 真的是你啊 念家小姐 顾念家准备回奇特朱招呼的 目光不经意扫到 奇特朱身边的小包子 他面色大惊 啊 这是我哥的四生子吗 顾念家愣愣地盯着小家伙的脸 打量了一会儿 然后又看向顾念生道 啊 哥 这和你长得也 太像了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留言点赞 还有分享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集 妙很远的叔叔 一句太像了 让周边的气温骤降 顾念生冷漠的双眼 看向那身高还不到他大腿的小奶包 一脸嫌弃 这死丫头什么眼神啊 从哪里看出来 这个很一般的小子 跟他长得很像 顾念家没有看顾念生 两步跨到小奶包面前蹲下 露出姑姑该有的亲切笑容 轻声问道 小可爱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家伙很有礼貌地回答 姐姐 我叫小甲鱼 顾念家一听这名字 没忍住笑喷了 甲鱼 不就是王八吗 一旁的奇特助听了 也准备笑的 余光不经意撇到顾念生 那张阴沉的脸 硬生生地把杨起的嘴角 给压了下去 跟着这样的老板 总有一天 他自己也会变成面瘫的 小甲鱼好像知道 顾念家在笑他的名字 生气地说道 笑什么笑 我妈咪说 我爹地他是个王八蛋 所以我就是小甲鱼 有什么毛病吗 甲鱼不就是王八蛋 孵出来的吗 顾念家努力地控制着笑 摇头道 没 没 没毛病 然后他站起来 往顾念生身边走 边走边道 哥 你说这孩子的爸爸 到底有多扎呀 扎到他妈恨他 恨到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不放过 顾念家的脚步 还没有到顾念生的身边 一双手 已经伸出去 要挽顾念生的胳膊 可是连他的衣服都没有碰到 就被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给吓得停住了动作 顾念家缩着脖子 把手收了回去 大家都知道 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的顾家大小姐 唯独怕顾念生这个亲哥 让他往东 他绝不敢往西 因为他一言不合 真的会下狠手对付他 那些手段 甚至让顾念家一度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他的亲妹妹 顾念生事先冷漠地 从顾念家的身上移开 双手很自然地 往裤子口袋里一插 转身 继续往前走 他刚走没几步 腿被一双小手给抱住 他仰头 硬是把一口怒气 给憋了回去 然后低头看着 像腿不挂件一样 挂在他腿上的小奶包 小家伙正用可怜巴巴的眼神 看着他 你要很远的叔叔 我想找白色叔叔和我妈咪 借你的手机给我打一下 可以吗 小家伙嘟着小嘴 一只肥肥的小手 捏着顾念生的裤腿 轻轻地扯了扯 很小心翼翼 这次齐特柱 没忍住了 实在是忍不住了 哪怕老板吵他鱿鱼 他也忍不住了 吊得很远的叔叔 这小屁孩是要笑死他吗 顾念生脸色黑如锅底 嫌弃地抬起脚 想要甩开小甲鱼 可小甲鱼一双小手 把他抱得死死的 他根本甩不开 齐少东 顾念生一声怒吼 齐少东顿时笑意全无 忙不迭地弯腰回应道 Boss 把手机给他 顾念生又低头 嫌弃地踢了踢 听到顾念生的命令 齐少东一愣 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少爷 你是让我把手机借给这个小王八 他还以为这小家伙要倒霉了呢 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征服了 小甲鱼听到齐少东喊他小王八 很是不满 我不叫小王八 我爹地叫王八蛋 可是我是小甲鱼 鱼和王八蛋是有区别的好不好 说完 他又举着小嘴 看向顾念生道 尿很远的叔叔 你说对不对 顾念生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弯腰伸手 抓着小甲鱼背后的衣服 轻松地把他拎起来 直接丢到一旁 这个行为 立马收到了来自他亲妹妹的鄙视 哥 你真惨吧 连一个孩子你都不放过 真是太过分了 亲爱的 你别着急了 我找到小鱼了 在咱们刚才上来那个电梯 右手边的厕所这儿 你过来吧 忽然一个偏嘻哈打扮的年轻男子 一边打电话 一边走过来 看到小甲鱼 他欣喜激动地 跟电话那边的人打招呼 挂了电话 小鱼看到他 也激动地从地上爬起来 白色叔叔 他两条小短腿 快速地迎到白色身边 抱住了他的腿 然后仰着小脸 满含期待地问道 妈咪来了吗 来了 白色点点头 弯腰把小鱼抱起来 宠溺地在他鼻尖上刮了一下 又责备道 你呀 妈咪找不到你急死了 下次不许乱跑了 小鱼嘟着嘴 委屈地说道 可是小鱼想小便 刚才只顾着看着尿很远的叔叔尿了 自己还没有尿呢 走 我带你去 看小甲鱼和白色的互动 肯定是认识的 顾念家和齐少东 才放心 转头发现 顾念身已经走很远了 他们赶紧追上去 挂了白色的电话 林一浅难掩激动和兴奋 加快了脚步 往厕所方向狂奔 都没有注意周边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他 林一浅 林一浅心里咯噔一声 他停下脚步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看到顾念身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目光下意识地 往厕所那边看了一眼 熟悉的小身影 正好从厕所里出来 他眼一瞪 紧张地收回视线 妈咪 清脆稚嫩的声音 仿佛就在他的耳边 林一浅垂下眼帘 不给别人一丝一毫 捕捉他反应的机会 然后 他用余光瞄着厕所那个方向 白色很有眼力见地 把小余抱着 从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他心里竟然有一种 把他们喊过来的冲动 他努力克制着情绪 努力地克制着 内心那叫嚣着的酸楚 等白色走远了 他弯唇微笑着 抬起头 走向顾念申他们 念申 你怎么来了 林一浅的身高 在女生当中算是高的 白皙的皮肤 从小让人羡慕到大 样式很古板的 深红色的连衣裙 穿在他的身上 不但不显老气和吐气 反而穿出了 独特的优雅风格 曾经在学校里 男生们对他的评价是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什么衣服穿到他身上 都会成为学校里 女生的潮流 但没有一个人 能穿出林一浅的味道来 因此 他清冷孤傲 没想到 时间过了五年 经历了家庭变故 他依然如此 姑娘家看着林一浅 心里除了从小到大 对他习惯性的讨厌以外 不得不承认 还有羡慕 羡慕他天生条件这么好 但更恨他 恨他拐走了 妈妈和外公 最疼爱的小舅舅 现在还有脸嫁给他哥 这个女人 真的是讨厌死了 反正我跟我哥 肯定不是来找你的 等林一浅走近 库念家一脸敌意地瞪着他 你又怎么来了 林一浅淡定从容地回道 我刚才远远地看到你们 以为是看花眼了呢 实则内心虚得很 库念家警察审案一样 用狐疑的眼神 看着林一浅道 刚才那么兴奋 是因为看到我哥了 林一浅迟疑了片刻 才点头道 是的 不然总不能是因为 看到厕所才兴奋的吧 那他们会不会怀疑 他是拉肚子 或者是尿疾 这个时候 竟然还能想到 自己的形象 虚荣心 真的是连自己都鄙视 不过这些 好像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顾念山相不相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留言点赞 还有分享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六集 干嘛还要在意 她的存在 林一浅反应过来 猛地抬起头 对上顾念 伸一双英致的黑眸 她眼花了吗 怎么好像看到 顾念山眼里 刚才是有笑意的 不应该是讨厌吗 林一浅也不知道 那时候她到底 做了什么 令她讨厌的事情 以至于她后来 再没有对自己 露过笑脸 哪怕前一秒 她还在跟别人 谈笑风生 林一浅一出现 顾念山脸上的笑容 就会顿时消失 无论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 所以她们一圈子的人 都知道 顾念山 讨厌林一浅 而她偏偏不服气 这么多年 都在找原因 以为是她成绩太烂了 顾念山瞧不起她 所以拼命地努力学习 可是后来她发现 哪怕她成绩名列前茅 哪怕她频频上领奖台 顾念山 还是一样讨厌她 现在想想 喜欢和讨厌 不是一样吗 喜欢一个人 不需要理由 那么讨厌一个人 又为什么 就一定要理由呢 顾念家也在等顾念山 对林一浅嗤之以鼻的 没想到 等半天 顾念山淡漠的军脸上 没有丝毫表现 她举着嘴 不满地嘟囔 真讨厌 干嘛像个牛皮糖一样 黏着我哥 我还想让我哥 去帮我约猫腰呢 带着你 怎么约啊 天知道 林一浅做了多大的努力 才忍住没伸手 给这个当着嫂子的面 怂恿哥哥 跟别的女人 约会的小姑子一巴掌 但她觉得 对这个小姑子 不把她的喜怒哀乐 当回事 比打她 让她会更加难受 林一浅想着 弯唇 对顾念家 微微一笑 没关系 一向 不都是把我当空气的吗 把她贬得 一文不值了 干嘛还要在意 她的存在 什么空气 你是我的眼中钉 肉中刺 顾念家毫不掩饰地 对林一浅表达出恨意 咬牙切齿 双手握拳 一副我恨你 你来撕我呀 出去约架的架势 林一浅脸上的微笑不变 放心吧 我来首都有工作的 对你们 不会有任何影响 她与其平静地 回了姑娘家一句 然后又看向姑娘声道 车子在外面等我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 她都急死了好吗 看着林一浅 那么潇洒地走了 顾念家 简直抓狂 哥 你看到她没有 她还跟以前一样讨厌 还当自己 是林家大小姐呢 家里都要破产了 靠他们顾家给撑着呢 她还凭什么 在自己面前 趾高气昂的 在林一浅那里受了气 她是想要顾念生 安慰她几句的 没想到 顾念生去给她一个冷眼 她不是林小姐 难道你是 顾念生也迈开长腿 往林一浅那个方向走 顾念家被顾念生一句问得 有点懵 站在原地 愣愣地眨眼 她会错意了吧 哥哥这是在 护着林一浅 林一小姐 真的是林一小姐 好不容易摆脱了 顾念生兄妹 林一浅下了楼 正准备给白色打电话 忽然被两个记者 给拦住了 看到镜头 看到记者手里的收音器 她的心里咯噔一下 双手紧张地握成拳头 收到身后 下次出门 让白色查一下黄历 看一步一出门 真的是刚成为 每个老板娘的林小姐 林小姐 请问你是跟顾少 一起来的吗 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 让林一浅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她还以为 她的身份暴露了呢 调整了状态 她刚想摇头说不是 人群里 忽然有人发现 新大陆一样 大喊出了顾念生的名字 林一浅张着嘴 顺着大家的目光 转头往后看去 熟悉的高大身影 在她身后四五米远的位置 迈着不急不慢的步伐 往她这边走过来 林一浅眼中闪过诧异 心里不由自主地 有了一丝好笑的安全感 果然 一旦触碰 就控制不住的幻想和期望 顾少 顾念生一出现 记者们戏就来了 一个个开展他们那些 狗血小说作者般的大脑 天马行空地联想起来 顾少 您和夫人是来看 Live明天在星海的秀吗 那么外界传言说 顾少夫人婚后 不被顾少代仅是假的了 顾念生沉着脸 一个字都没有回他们 往她身边凑的记者 都被机场的保安给挡住了 没法禁她身 她正常往正对者的出口走 很自然地跟林一浅碰到了 记者逮到机会 把他们俩一起围堵了 反复就那几个问题 顾念生不说话 他们就逼着林一浅问 闪光灯把林一浅 眼睛都要闪瞎了 好你个顾念生 你对我不仁 别怪我对你不义 林一浅咬牙 微笑着 对镜头说道 其实我老公对我很好的 新婚夜是因为 她话说到一半 顾念生想到什么 低头凑到她耳边 咬牙阴森地提醒道 想好了再说话 林一浅眼里 闪过一抹得逞的笑意 然后又看向记者的镜头 总之就是 我俩第一次的时候 她太威猛了 说完还娇羞地 埋进了顾念生的胸膛 众人很震惊 果然禁欲系的男人 一旦上床 就一发不可收拾 看少夫人这脸红的 真的是被滋润够了 顾念生垂眸 看着她胸前的脑袋 手握着拳头 牙齿都快咬碎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机场调了好多保安过来 才将林一浅和顾念生送了出去 记者还跟着 林一浅没办法 眼看着白色的车子 就在面前 却不能跟上 看着车里那不知道在玩什么 很开心的小身影 她眼里闪过一抹愧疚 然后跟顾念生上了车 上车之后 林一浅立马拿手机 给白色发消息 告诉她 去酒店等她 消息发出去 她往前面看一眼 那辆白色的房车 点火离开 她松了一口气 准备锁上屏幕 手机上方 突然弹出了一条新闻推送 顾念生写新婚妻子 首都看秀 前不久 更是买四五十个包 讨奇欢心 破不合传闻 这媒体 办事速度杠杠的 这就上头条了 未免也太快了吧 他们上车好一会儿 顾念家才姗姗来迟 边走 边郁闷地嘀咕 这些记者哪来的呀 不是应该 都追着温女神去酒店了吗 到了车子边上 她看到林一浅坐在车上 气不打一处来 林一浅你真不要脸 当着记者的面 说那样羞耻的话 想起来她都脸红 林一浅皱眉 一脸无辜地问 我说了什么无耻的话 你倒是给我重复一遍 你要是能说出来 我就承认我无耻 你说 顾念家舌头打结 哎呀 她说不出口 气急败坏地跺脚 反正 你就是造谣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留言点赞 还有分享哦 本以为原浅 奈何早已情深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第七集 热搜上的莫名其妙 顾念家骂了一句 她不想再理灵衣浅 准备上车 发现顾念身堵在门口 跟灵衣浅之间 隔着好大距离 她不满地嚷嚷 哥 你往里面坐一点 要不然 我怎么上去啊 齐特柱 忙到顾念家的身边 微笑着道 灵衣浅小姐 要不 她手指着副驾驶 想让顾念家 做副驾驶 可是 话还没有说完 顾念身忽然高抬跪臀 往里浅那边 挪了挪 她高大的身躯 坐在中边的位置 显得格外的拥挤 齐特柱站在车门外 关心得到 这样你们会不会太拥挤了 念家小姐坐副驾 我跟着你们打车到酒店 也很快的 驾驶座上 是有司机的 顾念身掀起眼皮 看看齐特柱 问道 活动的行程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汇报 她猝了猝眉 突如其来的不悦 让齐特柱 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但一想 跟着她这么多天 她的情绪 也都从来没有让人琢磨透过 高层会议桌上 永远不知道她下一秒 会做出什么举动 永远都是毫无征兆的 齐特柱想着 不敢有半点迟疑 立即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上车 姑娘家坐上车 就开始吐槽林一浅 这 说什么有车子在外面等你啊 死要面子活受罪 落魄成这样子了 还死要面子 姑娘家嘟着嘴 鼻液的腻着 跟她隔着一个姑娘身的林一浅 真是怎么看都看不顺眼 这的确是有点尴尬了 可林一浅也没有想到 下楼会碰到记者啊 要不是因为她哥 记者吃饱了撑的 要来赌她呀 害得她有车 却不敢上 林一浅这么一想 瞬间又理直气壮了 她皮笑肉不笑地 看着姑娘家道 这是帮顾家洗白的好机会 我肯定要把握住啊 说得她自己都觉得 自己是个碧莲 明明是不敢上自己的车子 还找了个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林一浅 你在搞笑吧 顾念家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捂着肚子笑得特别夸张 我顾家有什么污点 需要你洗白啊 林一浅笑着说道 对我这个新少夫人刻薄至极 我今天在机场帮你哥解围了 然后往着车上一坐 你们顾家苛刻的留言 自破 林一浅的意思是 看看 你们顾家这么对我 而我时时刻刻 想到的还是你们顾家的面子和名誉 你们兄妹俩 还不赶快来谢主隆恩 她一副天真无辜的模样 让顾念家恨不得伸手 抽她两巴掌 林一浅 你简直不要脸 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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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无处发现 她又把希望放在顾念身上 希望她 替自己出头 哥你看看她 都怪她 我们才被记者围堵 顾念家哭诉的话说了一半 她突然想到什么 脸目狐疑地 看着林一浅道 林一浅 那些记者 是不是你找来的 林一浅猝眉道 啊 我找来的 这丫头也太能联想了吧 阴谋论的电视剧和小说看多了 不管林一浅什么反应 顾念家已经认定了 那些记者 就是林一浅找来的 还说不是你 我哥虽然经常被偷拍 可她出门从来都很低调 一次都没有在机场被记者赌过 为什么跟你一起 就被记者赌了 肯定是你为了炒作自己 故意把记者招来的 我都要看看 有没有你们的新闻 顾念家分析得头头是道 连林一浅都觉得 的确很值得考究了 虽然这几年 她不在国内 但有些事情 她还是忍不住 一直关注着 尤其是 她用余光 偷偷瞄了眼顾念生 她像个世外人一样 悠闲地看着手机 浏览着工作文件 还真的从来没有看到过 她在机场的新闻 今天那么多记者赌他们 赌得的确有点突兀 而且 她刚摆脱他们 她和顾念生 就上了各大视频的新闻推送 说她和顾念生 同时现身机场 迫不待见的传闻 而这件事情 获利最大的 就是林一浅自己 一下子 从不受宠的豪门少奶奶 变成了 顾少出门看秀 都要带着的掌中宝 网上那些 骂她嘲讽她的声音 最起码 能平息了 还有就是 这个新闻一出 自爆被顾念生 毒宠 送她包 羞辱她的苏苗 也被狠狠打脸了 细思 还真是很像她做的 最最主要的是 刚才是她主动 在记者面前 说顾念生 很宠她的 什么 顾念家拿手机 翻了一遍微博 看到顾念生 和林一浅的新闻 不满地大叫 哥 你竟然送了她 四十多个包 这不可能 顾念家把求证的目光 投向顾念生 这新闻 是假的 对不对 真的 顾念生 仍然低着头 云淡风轻的两个字 让顾念家抓狂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她平时想买一个包 要磨半天 还绝对不能超过两万 说什么学生在学校 背那么好的包 影响不好 为什么林一浅就可以 还一买 就是四十五个 她不甘心 顾念家投给林一浅 一道仇视的目光 然后又看着顾念生道 哥 你太单纯了 你对她好 可她却利用你对她的好 来炒作自己 蛇虫书以才会用的手段 简直太卑鄙了 林一浅本来还担心 顾念生是不是也和顾念家一样 认为是她找来的记者 可看到顾念家那一副恨她 却又不能把她怎么样的懊恼模样 她又忍不住想笑 她想 反正她已经那么讨厌自己 也不多这一次误会 所以误会就误会吧 顾念家 你再说话 就给我滚下车 顾念生忽然对顾念家发火 怒声让车里的所有人 心脏都跟着颤了一下 包括林一浅 顾念家是完全被顾念生 给吼愣住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一下子就委屈地红了眼 明明是林一浅 这个新妓女做了坏事 你说我干什么 她是畏惧顾念生的 不敢对她撒气 只能把气往林一浅身上撒 林一浅 想要人不知 除非请我玩 你给我等着 我很快就能查到 到底是不是你故意放出消息 让记者来的 林一浅淡淡地回了一声 哦 满不在乎 查呗 查到十足的证据 又怎样 奥克斯被称为首都的明星酒店 来这里的明星和各界大腕 一般都会住在这个酒店 这里的房间 一般人很难定到 顾念家 早就已经激动地 恨不得跳车窗下车了 我知道我女神 住在这个酒店 终于要见到我女神了 快到酒店大堂门口 车子降速 准备停下 顾念家 顾念家 兴奋地要哭了 跟那些在机场 遇到的偶像 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脑残粉 一模一样 全车人的目光 都投向她 顾念身黑着脸 很想把她丢出去 终于 车子停下 顾念家打开车门 准备下车 手机铃声很突兀地响了起来 她拿出来看到来电显示的名字 手一抖 紧张起来 是我们张教授 她干咳两声 清了清嗓子 才接听电话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她皱起眉头道 不是说好了下周回学校的吗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领衔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八集 丑妹的好哥哥 都是别人家的 不行 今天说什么我都不能回去 你不让我毕业 不让我毕业 我就 我就 我就回去 上一秒还硬气如女王 下一秒 怂得让人唏嘘 她怂完 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林一寝 林一寝弯唇 眨眨眼睛 顾念家 气得挂了电话 张斯文 什么时候对我不严格管教 偏偏在这个时候说 又对我严加管教 真 真会挑时候 不行 她不能错过这次 跟女神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顾念家懊恼地想着 转头求顾念申道 哥 你帮我跟张教授说说琴好不好 让我明天回学校 她讨好的迈着笑脸 肌肉都要僵硬了 顾念申却看都不看她一眼 冷声对前面的司机 吩咐道 送她去街场 不容置疑的语气 果然啊 宠媚的好哥哥 都是别人家的 顾念家垂头丧气 顾念申和林一浅 已经陆续下车了 看到林一浅 走在顾念申的身边 她很不甘心 推开车门下车 把林一浅给拦住了 啊 林一浅 你也在这酒店里 订了房间了吗 林一浅一愣 她这才想起来 她是跟顾念申一起来的 如果这样跟她一起进去的话 到时候她要何去何从 可眼下 还是先把这个难产的丫头 给打发了 嗯 我竟然找记者 炒作了自己 肯定要把戏做到底啊 如果跟你哥住两个酒店 那我不前功尽弃了吗 反正顾念申已经认定 是她做的 就利用一下吧 见她如此坦荡地承认 还一副慵懒清高的模样 顾念申手指着她 骂道 好你个心机表 真的是你做的 你太不要脸了 这是在她哥面前 煽风点火的好机会 她不能浪费了 顾念申又看着顾念申道 哥 你听到了吧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顾念申的脸色很难看 微微皱着眉头 是隐忍和克制的边缘 齐特助观察了一下 很有眼力见地 替她打发顾念申 念申小姐 您快点上车吧 后面车子排好长了 她手指着他们车后面 跟着的那些车子 的确把人家的路 给堵住了 顾念申气死了 还是只能在 林依浅身上发泄 林依浅你给我等着 要是被我知道 你跟着我哥去见我女神 你就完蛋了 典型的自己不好过 别人也比好过的 霸道心里 林依浅波澜不惊地 应了一声 然后懒洋洋地道 哦 那你得在你哥身上 装个摄像头了 要不然 他跟他哥一起干什么去了 他哪里会知道呢 你 顾念申气得跺脚 可顾念申 已经往酒店里面走 没有人给他撑腰 他只能咬咬牙 把气给咽了回去 林依浅弯唇道 回学校好好学习 你哥应该不会帮你走后门的 隔着玻璃看他们两个 一个温柔大方 一个嚣张跋扈 齐少东对这个老板娘的印象好极了 忍不住在顾念申面前夸赞他 布萨 老板娘脾气真好 恋家小姐那么跟他无理取闹 他还笑脸相待 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顾念申深邃的眼眸 盯着正假模假样 跟着顾念申后面关心的林依浅 轻轻勾一勾唇 你怕是没见过脾气好的人 他的声音听上去轻松愉悦 甚至还夹杂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宠溺的味道 是他听错了吗 齐特柱诧异地转头看向顾念申 可看到的却是顾念申投来的白眼 呃 所以是他的错觉咯 林依浅进酒店 看到顾念申往电梯那边走 他犹豫了一下 追上去道 啊 我朋友在这边订了房间 就不跟你们一起了 他是在顾念申身后说的 说完他低下头 加快脚步 从顾念申的身边走了过去 正好一步电梯打开门 他一头钻进去 匆匆的身影 看上去好像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见什么人 顾念申脚步到电梯门口的时候 电梯门正好关上 他的手紧紧地攥着拳头 齐特住在一旁 瑟瑟发抖地 斟酌了一会儿 问道 波斯 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夫人住在哪间房 顾念申 冷声访问道 你很闲 齐特住缩了缩脖子 很纳闷 他种种小反应 明明是在意这位新夫人的呀 难道是他理解有误吗 老板的心思 一个愧疑疚的眼神 脚步静止往房间里面走 房间里的电视正开着 放着熟悉的动画片 林小鱼坐在沙发上 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 林一浅走到他身边了 他都没有发现 他撅着小嘴 很明显是在生气 故意的 这样的情节 一年 一个月 不知道要上演多少次 林一浅心里 说不出的酸和愧疚 他弯腰坐下 搂着小鱼抱起来 坐在他腿上 跟他道歉道 对不起 又丢下小鱼出来这么久 每一次出去回来 对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对不起 而小鱼 也很轻易地就原谅他 这一次 还是一样 小家伙 立马露出乖巧的笑脸 举起双手 搂住林一浅的脖子 在他的脸上 亲了一下 小鱼越是这样懂事 林一浅 就越觉得亏欠 越心疼 他也回亲了一下他 然后 又道歉道 对不起啊 刚才妈咪没有理你 哦 五年了 他一个人带着小鱼 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 觉得对不起他 看着白色抱着他 做贼一样 从另外一条路跑了 这么多年堆积起来的心疼 都没有那一下疼 没关系啊 小鱼笑着摇摇头 忽然又想到什么 看着林一浅问道 嗯 妈咪认识那个 尿很远的叔叔吗 林一浅好奇地访问道 嗯 尿很远的叔叔 是谁啊 不等小鱼回他 白色凑到他耳边 小声地说道 我后来想起来 那个人应该就是你老公 顾念身 林一浅脸色刷白 他瞪着眼睛 紧张地问道 小鱼见过他了 他的反应 让白色或多或少地 明白了点什么 白色点点头道 嗯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们已经交过风了 那他 白色知道 林一浅在担心什么 投给他一个 让他安心的微笑 小鱼抱着他的腿 找他借手机给我打电话 那家伙很嫌弃地 把小鱼给甩开了 闻言 林一浅松了一口气 他低下头 想想又笑了起来 那家伙还真的 没让他失望 白色在一旁看他那样 想问他什么 但想到小鱼 又把话给咽了回去 妈咪啊 为什么那个叔叔 能尿那么远 小鱼忽然问道 林一浅这才想起来 小鱼对姑念生的称呼 立马想到了 他做了什么 你 你和他 比尿尿了 嗯 他尿得好远好远 好厉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啊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九集 猫妖女神 小鱼说的时候 她的小脸上 写满了崇拜 眼睛都放光 她什么时候 也能尿那么远就好了 白色在一旁 看得嘴角之抽搐 一想到小鱼 一到公共厕所 就找人比尿尿的爱好 她忍不住 数落林一浅 我说 你说你培养她 什么兴趣不好 干嘛培养她 这方面兴趣啊 林一浅也很无奈 她哪里培养她了 只是她自己说 她可以尿得很远 她就顺便提了一嘴 说她爹地小时候 能尿三米远 谁知道 就成了她心里的 一个结了 说将来 也要做她爹地 那么远的男人 早知道她会这么纠结 她打死 也不多那么一嘴 林一浅看着小鱼 脸上崇拜的表情 还没有完全退去 她咬着唇 斟酌了一会儿 试探着开口道 小鱼 你想不想 有爹地啊 小鱼皱眉 疑惑道 嗯 我爹地 不是死了吗 林一浅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以后说话 真的不能说太绝 早知道有这一天 她好笑地摇了摇头 又假设心地问道 假如 她又活了呢 嗯 爹地是买了复活假吗 小鱼天真的眨眨眼 看来爹地是个王者 林一浅皱眉 很煽情很感动的一个话题 硬生生地 被这个小东西给带歪 成了玩笑 算了 一切也只是她在异想 她怎么可能会拿小鱼去做赌注 她输不起 林一浅收起思绪 笑着抬起手 摸摸小鱼的脑袋 妈咪只是说假如 好了 你看动画片吧 我跟白色叔叔谈而工作 一会儿妈咪就来陪你啊 她说着 把小鱼放下 站起身 进了房间里设的小会议室 进门之后 她转身 看到白色一副 欲言又止的模样 林一浅知道 她想问什么 而自己 不会给她明确的答案 所以先开口 聊工作了 活动流程我看过了 我这边都OK的 白色也立即进入到了 工作的话题中 啊 还有一点 我给你的流程上没有 她抿了抿唇 然后 咧嘴笑起来 那笑容 给林一浅感觉不怀好意 又或者是 很为难的事情 林一浅挑挑眉 示意她说下去 白色接着道 明天你唱完了 有个跟粉丝 五分钟的互动环节 林一浅脸色一变 这几年 她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和活动 站在台上 从来都只是唱歌 合作商来谈 但言合作 合约上第一个条款就是 需要配合的活动 参加了 也只是唱歌 不设跟粉丝互动 或者合影的环节 这一点 她的粉丝都知道 她的反应 也在白色的预料之中 白色很为难地解释道 Live新上任的CEO 亲自来跟我谈的 说这次参加的大佬太多了 我也没办法拒绝 只能在时间上压缩了 本来他们要十分钟的 我还到了五分钟 林一浅知道 白色已经答应下来了 这事就不可能改变了 她冷冷地道 合约到期了 就不要再虚约了 白色垂下头叹气 林一浅知道 她为什么叹气 她有些无奈地 望着白色道 白色 我也想抛头露面 多接点活动 多赚点钱 可我更想让小鱼 有一个普通正常的生活环境 不想她被贴上 新二代的标签 到哪里 都被记着被狗仔跟拍 包括她自己也是 她想卸下面具 像普通妈妈一样 带着小鱼去游乐园 去逛商场 去逛菜市场 这一点 白色早就明白 白色有点愧疚道 小叶 对不起啊 我下次会注意的 谢谢你 白色 这几年 如果不是有她 这么能干的朋友在身边 也没有今天的林一浅 其实 要说对不起的人 应该是林一浅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 以白色的才华和能力 事业应该不止于此 小叶 你永远不用跟我说谢谢 和对不起 白色紧密着嘴唇 看着林一浅 眼里充满着感激 还有一种 风雨不摧的坚定信仰 而永远这个词 在林一浅的字典里 是讽刺的 不是她不相信白色 而是 她不相信永远 她没有接白色的话 笑了笑 转身去陪小鱼了 Live是全球当下 最火热的年轻人奢侈品品牌 这次活动 全球所有去的区域经理 都来了 现场500多名观众 有200多名 是Live的会员抽奖 抽到的门票 还有200多 是猫腰在国内的粉丝 也是通过抽奖模式进场的 今天的活动 主要是Live 在中国的新品秀 请了很多明星大腕 过来走秀 林一浅 是最后一个登场 压轴献唱 因为她戴着猫脸面具 她的大多数粉丝 在参加她演唱会 或者活动的时候 也会买个 讽她的面具戴着 猫腰一登台 肠上的大灯灭了 台下 像是一片星空海洋 都是面具角落 那一颗水钻闪烁的光芒 林一浅一身紧身的 白色抹胸鱼尾裙 将她高挑完美的身材 勾勒得淋漓尽致 白色的手套 到胳膊腕处 肩膀上 贴着她专属 猫脸纹身贴 最让人激动的 还是她脸上 那独一无二的猫脸面具 她迈着妖娆的猫布 走到舞台中央 还未开口 便已经光芒万丈 台下 尖叫声四起 林一浅接过主持人手里的话筒 对台下九十度弯腰 说了声谢谢 带着一点点鼻音 和她平时说话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她在业界 身价居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M国刚上音不久的一部热音动漫 她一个人配了三个角色的音 完全听不出 是出自她一人之口 她的粉丝都知道 当她开始说谢谢 就证明她要开始唱歌了 粉丝们会很自觉地 停止嘈杂 场上片刻安静 音乐响起 对于本来不想看这场秀的姑念生 被齐五月几个发小拉过来 不想引人耳目 所以在贵宾席的角落 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几人都是作为贵宾 被赖府邀请过来的 一个个衬衣鼻挺 用林一浅的话说 就是衣冠禽兽 他们几个当初 都是林一浅的追求者 林一浅 是他们现实中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可林一浅 一个都瞧不上 而他们一个个的 也都是让人追捧的贵族少爷 都受不了林一浅那 不识人间烟火的清高模样 把林一浅归类为 特别矫情的那一类 都放弃了 见猫妖说谢谢之后 场上忽然安静 齐五月有些惊讶道 真是名不虚传 这女人真有本事 是啊 你看看那身材 我一个禁欲戏都心动了 接话的是星海医疗的 太子爷李南木 他话音未落 就接到齐五月 投给他的白眼 嘿 你一个月换一次女人 还叫禁欲戏 那像念身这种老楚男 是什么 性无能吗 齐五月的话音也未落 就接到顾念身 投给他的冷眼 你才性无能 你全家都性无能 那两个人看着他这个眼神 互相挑挑眉 脸上都露出了 暧昧的笑容 看他这眼神 看来已经不是处了 嘿 是李逆浅给你破了 齐五月和李南木 八卦心被勾起 对顾念身的性生活 充满好奇 诶念身 你倒是跟我们说说 别的方面不敢讲 但在这方面 我们绝对经验十足 是不是 李逆浅破了你 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遍 不要在老子面前提处子 李南木调侃的话 还没有说完 顾念身忽然不顾场合地 伸手揪住他的衣领 能明显感觉到 周围的气氛骤降 李南木立即收起了 贱兮兮的嘴脸 缩着脖子 陪着笑脸道歉 错了 我错了 不夸张地说 他的额头真的冒汗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抠啊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十集 他心里的那束 白月光 齐武岳 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 还不怕死地 在顾念慎的怒火上 浇了一把油 这个楚字 到底怎么惹到你了 这几年 我们一提到你是楚男 你就这么激动 难道在跟林一浅结婚之前 你不是楚男 他们怎么不知道 他跟什么女人接触过 顾念生狠狠地推开李楠木 又咬牙切齿地 瞪着齐武岳道 你闭嘴 哪怕灯光昏暗 都能感觉到 他脸红了 还有那一股子 无法掩饰的懊恼情绪 让李楠木和齐武岳 对他先前是不是楚男 更加耿耿于怀 更加好奇 但这个时候 周围忽然响起了 如雷鸣般的掌声 是台上猫腰 一首歌唱完了 他们的注意力 随着掌声 回到了台上 带着猫脸面具的女歌手 对着台下微微弯腰 请进一个动作 就透着高贵不凡的 大气和优雅 掌声更激烈了 猫腰的粉丝 举起猫腰的海报 齐声为爱豆呐喊 李楠木单手拖着下巴 密着细长的眼睛 盯着猫腰 像猎人盯着猎物一样 等掌声停下了 他转头 剑兮兮地看着孤念申道 念申 回头咱们一起去看看 这猫腰到底长什么样呗 我结婚了 顾念申淡淡地 披了李楠木一眼 目光再看向台上时 他挺了挺胸腾 一言一行 都透着已经 脱单人群的骄傲 和对单身狗的鄙视 引得一旁的李楠木 和齐武岳 又忍不住 想巴他的私生活 看来这林毅浅 这几天 把你伺候得挺舒服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念申 你就太让我们失望了 本来他们对林毅浅 目中无人的骄傲 就一肚子一见 后来林毅浅 又跟宋长霖去了国外 要知道 当年宋长霖 可是在林毅浅 和他们这几个兄弟之间 选择的林毅浅 义无反顾地 跟林毅浅出国的 两个人在国外待了五年 他们现在就更觉得 林毅浅配不上顾念申了 迫不得已娶了 那个女人就算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 齐武岳话说到一半 顾念申忽然变了脸 李楠木赶紧从后面伸手 推了推齐武岳 行了 念申怎么可能会 真的看上林毅浅 他心里那束白月光 别人不清楚 你我还不清楚吗 提到顾念申心里的白月光 齐武岳像老妈妈一样 才收起了担心 撇了撇嘴 将目光 从顾念申脸上移开 女人的话题 让她们差点闹得不愉快 接下来 她们谁也没再说话 把注意力 都转到了梯台上 林毅浅唱完了一首歌 按照活动的安排 被主持人留了下来 跟粉丝互动 今天想要破例 要在台上都留五分钟 跟粉丝互动 我们呢 会请一个粉丝上来 代表所有的粉丝 跟小妖提问 主持人话音未落 台下所有人都跟疯了一样 争相恐后地站起来举手 都想争取上台 跟爱豆互动的机会 女生就想看这里 这里这里 就在大家争抢的时候 一个四五岁大的小男孩 利用自己的体格小的优势 从人群里脱颖而出 爬上了舞台 两条肉肉的小短腿 飞快地往舞台中央 往林毅浅的身边跑 小家伙脸上 也带着高仿的猫脸面具 身上穿着白色的衬衫 黑色的小西裤 十分绅士 林毅浅看着 朝自己飞奔过来的小家伙 面具下一张脸 紧张地湿了血色 这是白色安排的吗 怎么没人告诉他 他目光朝白色看看 发现白色 也是一副紧张的模样 很显然 他也是不知情的 那么 就是这小东西 自作主张了 主持人看到一个小朋友 突然跑上台 比林毅浅还要懵 不过反应倒是很快 哇 这位小朋友动作好敏捷 看来是我们小妖的 忠实小迷逼呀 小家伙到了他们跟前 很有礼貌地 对主持人鞠了个躬 然后 杨起戴着面具的小脸 看着林毅浅 只见他一双眼睛弯弯的 像月亮一般 林毅浅脑海里 立马出现他平时 笑得眉眼弯弯的模样 嘴角情不自禁的杨起 紧张和害怕 顿时全无 恨不得接下面具 让全世界知道 他是他的妈咪 自己是他的儿子 送给小妖姐姐 小家伙忽然从西库口袋里 掏出来一朵 纸叠的玫瑰花 双手递给林毅浅 稚嫩的声音 那一声小妖姐姐 让林毅浅眼眶一热 在灯光下 一双眼睛里 像是夜晚的星空 璀璨如无数星辰在闪烁 他弯下腰 一只手接过花 一只手抱住了小家伙 谢谢 台下记者的闪光灯 在这一刻闪烁得不停 林毅浅赶紧松开了小妖 直起腰 主持人这时候弯腰 蹲在小妖的身边 将话筒对着小妖问道 那你有什么问题 想提问小妖姐姐呢 林小妖先是看了眼 台下几百位观众 像是想到了要问什么 他仰起头 看着林毅浅道 小妖姐姐 你有没有男朋友 这小子 他有没有男朋友 他不是最清楚的吗 林毅浅在面具下 懊恼地皱了皱眉 然后 用亲切的语气 回林小妖 还没有呢 别再问了 别再问了 那小妖姐姐 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 林小妖歪着脖子 一双笑颜坏坏地 看着林毅浅 这是猫妖第一次 跟粉丝互动 第一次接受这种 采访式的提问 而且 小妖问的这个问题 还是非常对粉丝心生的 台下的粉丝 一个个的 都伸长脖子 期待着她的回答 小朋友好会问啊 主持人站在一旁 也和粉丝们的心情一样 超级期待 这个小朋友 简直不要太优秀哦 这个坑娘的臭小子 面具下 林毅浅一口牙 都快要咬碎了 但还是耐着性子 保持着高贵优雅的形象 轻声细语地 回答林小妖小朋友 像小朋友 你这样生事 有内涵的 我也喜欢小妖姐姐这样 唱歌好听 又漂亮的女生哦 台下李南木 听到小朋友回猫腰的话 扑斥笑起来 你这算是商业互吹吗 现在的幼儿园 小朋友都学会撩妹了 而念参你 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如 齐五月又忍不住 调侃顾念参一句 顾念参低头看着手机 正在处理工作 压根就没听进去 他们在说什么 齐五月觉得他很无趣 目光又看向台上 互动时间有限 主持人已经把话题 给转移了 小朋友 Live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礼物 要送给小妖姐姐 现在让你从现场 操一位观众 跟你一起将这个礼物 送给小妖姐姐 你挑谁啊 又有上台的机会 还是给猫妖送礼物 齐五月和李南木 眼睛同时一亮 都坐直了身子 用最佳的状态 摆着最好的姿态 那可是嗓子被天使吻过 身材是女娃娘娘 精心捏造的猫妖 是游物啊 虽然台下有几百人 选中他们的几率很渺小 但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台下大多数人的想法 是和齐里两位少爷 是一样的 都希望林小妖 能把目光停留在 他们身上 林小妖明亮的眼睛 绕着台下扫了一圈 最终锁定目标一般 停留在贵宾席 最后那个位置 我选那个叔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弦演播 第十一集 你要很远的叔叔 你快上来了 大家都跟着 林小妖的视线 看过去 包括林一浅 看到姑娘深 她眼一瞪 这家伙 真是来看秀的 她什么时候来的 一直坐在那里吗 该死的 她竟然没有发现 愣了愣 林一浅才反应过来 她目光下意识地 回到小妖的身上 紧张地感觉心脏 好像要跳出来了 白色这家伙 怎么还不来 把这小东西 抱下去啊 她四周看看 寻找白色的身影 顾念深的注意力 还在工作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 大家都在看她 李楠木 小声地喊她 念深 念深 顾念深疑惑地 抬起头 一眼看到 台上的小朋友 小手指着她 很多人这才看清 她的脸 都惊讶得不得了 每个总裁 竟然来了 而且 还一直坐在那里 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 怪不得说 顾少低调 这也太低调了 顾念深没有注意到 刚才台上的互动 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 那小孩子 为什么要指着她 她猝了猝眉 正准备将疑惑的目光 投向李楠木 台上又传来小家伙 清脆稚嫩的声音 你要很远的叔叔 你快上来啊 这个称呼 顾念深脑海里 立马浮现出昨天 抱着她大腿的 那个小奶包的小脸 脸色刷得一黑 一双手攥成拳头 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隔着这么远 林一浅都能感觉到 顾念深身上 那阴冷的力气 她一边着急地找白色 一边担心顾念深 会不会暴走 当场对小鱼做点什么 以她对顾念深的了解 她可不是什么 尊老爱幼的人 小鱼的话 说出去半天了 顾念深还跟个雕像一样 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没有要上台的意思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主持人赶紧出来圆场 这小家伙真会选呢 那可是美阁的总裁 真厉害的大人物呢 这猫妖很大牌 第一次跟粉丝互动 可这位美阁的小总裁的高冷和傲娇 跟猫妖相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这位小祖宗能不能改变主意 重新选一个人 叔叔贼尴尬呀 林小鱼点点头 回主持人的话 我知道她很厉害 她的大鸟尿尿 可以尿三米远 懵懂又天真 林一浅想 玩犊子了 这下完了 彻底完了 台下观众听到林小鱼的话 都笑了 笑得最夸张的 还是顾念生身边的 李少爷和齐少爷 两人捂着肚子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只有台上的林一浅和主持人没有笑 而且都很尴尬 很紧张 额头不断地冒汗 念生 这可是猫妖第一次 在台上与粉丝互动的难得机会 你要不要 李楠木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都不能好好地说一句完整的话了 当然要 顾念生嘴角狠狠一扯 双手按着椅子扶手 嗖地站起身 朝台上走去 男人高大的身影 风一样地走来 那气势 现场几百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只知道 那小朋友要倒霉了 林一浅紧张地弯腰 牵着小鱼的手 把他往身边拉了拉 顾念生到跟前 没有看林一浅 脚步在小鱼面前停下来 弯腰长臂一伸 轻松地将小鱼捞起来 二话不说 转身往台下走 林一浅着急地追上去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这位小朋友的家长吗 顾念生没有回头 背对着他说道 没看出来 他认识我吗 冷冷的声音 每一个字都是咬着牙 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让林一浅更加担心 他会对小鱼怎样 打倒是不至于 但他会恐吓 会吓唬 他真的能做得到 发生这一幕 台下的记者都疯了 拿着摄像机 跟着顾念生拍 闪光不断地闪烁 顾念生铁青着脸 不理会任何人 夹着小鱼 静止走出了活动场地 因为猫腰的到来 商场挤满了人 不管在几楼 视线都在一楼正中央那个 巨大的多媒体显示屏上 因为正在直播 live秀场 哪怕只是在屏幕上看到 猫腰的粉丝们 都激动地尖叫不止 更是有人夸张地红了眼睛 顾念生夹着小鱼 怒沉沉的脚步 从场内出来 看到外面的一幕 他双眸惊恐地瞪大 脚步往后退 跟着追出来的齐舞约和李南木 看到顾念生又回来了 好奇地问道 念生怎么了 问完 他们朝外面看了一眼 保安搭建的人肉城墙 被猫腰的粉丝 推得摇摇欲坠 粉丝们的呐喊声震撼刺耳 他们俩不约而同地 缩了缩脖子 露出和顾念生他同款的 惊悚表情 猫腰的这些脑残粉 简直太可怕了 听齐舞约提到了猫腰 被顾念生架在怀里的林小鱼 昂起小脑袋 好奇地看着他 叔叔 什么是脑残粉 他的脸上还戴着猫脸面具 齐舞约手指着他的面具 围他道 就像你这样的 我 林小鱼张嘴 准备继续问齐舞约什么的 顾念生迈开脚步 往另一个出口走 走了几步 他疑惑地低头 看看怀里的小家伙 怎么不哭不闹 也不求饶呢 低头看到小家伙 一双肉肉的小手 再玩他的衬衣袖扣 他倒吸一口气 差点没气晕过去 顾念生把他带出来 不过是一时之气 想要给他一点教训而已 正常的孩子 遇到这种情况 不吓尿了 也得吓哭 可他却还一副 很好玩的样子 顿时觉得 他大庭广众之下的 所作所为 毫无意义 顾念生正考虑 要不要把林小瑜放下来 迎面忽然传来 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位先生 请你放了这个孩子 很强势的语气 顾念生抬起头 对上一双 如深海一般深蓝眼眸 他心里莫名其妙地 闪过一丝熟悉感 不过只是一瞬 随即便烟消云散 俊脸恢复了冷漠和傲然 全世界 不能说全世界 跟猫妖这么近距离 站在一起的 恐怕 也就只有他顾念生 还能这么淡定了 M国总统的儿子 都亲自买票 去看他的演唱会 Y国的某富商 曾经想用千金 唤他摘下面具 顾念生身旁的李南木 和齐武岳的反应 就很正常 卧槽 猫妖本人 我眼睛没花吧 我真的是猫妖 我很喜欢你的歌 一直想去看你的演唱会 但是都没抽出时间 我也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李贤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十二集 熟悉的感觉 他们俩刚才还说 猫妖的脑残粉可怕 此时此刻 顾念生真的很想拿个镜子 让他们照照 自己那激动的样子 真丢人 见齐五月和李南木 都自称是猫妖的粉丝 林小鱼看着顾念生问道 尿很远的叔叔 你来参加她的活动 也 也是小姥姐姐的脑残粉吗 要不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白色叔叔说了 来参加妈咪演唱会的 都是妈咪的粉丝 尿很远的叔叔 肯定是她妈咪的粉丝 没错了 小家伙哪声哪气的 甚至说一句话 都要喘好几次气 可却有着张嘴 就想让人抱走的 冲动的本领 顾念生手握着拳头 额头青睛都要抱起 连异前紧张地看着 她夹着小鱼的那只胳膊 生怕她怒急之下 没有分寸 伤到了小鱼 她差点忍不住张嘴 就要喊她轻点了 还有 这臭小子能不能 不要说话了 什么脑残粉 她昨天应该告诉小鱼 这个她崇拜的家伙 有多傲娇 从小到大 都是用鼻孔的 追星这种事 她才不会做呢 林一浅懊恼地想了想 弯纯微笑着 用商量的语气 跟她道 先生 这位小朋友 是我的粉丝 你在我跟她互动的时候 把她带走了 多少都有我的责任 她的家长见不到你 委托我来代替他们 跟你陪不适 小朋友口无遮拦 他们一定会好好管教的 还不是你自己好强 非要跟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计较 要不然 她怎么会知道 你能尿很远 林一浅嘴上说是来道歉的 可看着顾念生的眼神 和说话的语气 却是不卑不亢 恰巧是从小到大 都揪着顾念生的那种傲气 你是谁 冷漠的三个字 仿佛脱口而出 说出来之后 她才后知后觉 眼前这个女人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林一浅听了 也是一样 愣了愣 这态度 就像是她平时 对自己的态度 她对自己的冷漠 和孤傲 原来 她对自己 就跟对待陌生人一般 林一浅带着 深蓝色美瞳的眼眸 突然间 像是因为变天 而渐渐暗淡的深海海面 没有了零零波光 她努力地意志着 心里那一抹不受控制的痛 双手握着拳头 收到了腿后 齐舞月和李楠木见状 都觉得顾念生过分了 怎么地 也要给女士留点面子吧 更何况 这是猫腰啊 是猫腰啊 大哥 她不想撩 把机会留给她们好不好 李楠木按捺不住了 得着机会 笑呵呵地上前 对林一浅道 那这样吧 如果猫腰小姐姐 能摘下面具 让我们一睹芳容 我就让我朋友 别为难这孩子了 虽然这个可能 几乎是零 但万一有奇迹发生了呢 猫腰今天 就摘下面具 给她们看了呢 李楠木开口 打断林一浅的思绪 她忙不迭地收起情绪 目光淡淡地 扫了一眼李楠木 她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你们在顾念生 面前说话管用的话 就没有李怂 和齐鳖三的外号了 她没有理会李楠木的话 在想着 要怎么再跟顾念生求情 放过小鱼 顾念生忽然弯腰 把小鱼放下了 林一浅有些诧异 掀起眼皮看着她 顾念生没有看她 抬起脚 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小鱼要追着顾念生寒 林一浅赶紧伸手拉住她 另外一只手 敏捷地捂住她的嘴巴 给她省点事儿吧 小祖宗 别再节外生枝 引起她的注意了 男人修长的身影 渐渐走远 林一浅看得有些愣神 一时间忘了 手还捂着林小鱼的嘴 直到小鱼嘴里 发出呜呜的声音 她才想起来 赶紧拿开手 笑 张嘴准备喊她的 想起来齐舞约和李南木还没走 她硬生生地 把到了嘴边的鱼字 改成了小朋友 小朋友 那个叔叔姓顾 叫顾念生 你要喊顾叔叔啊 她的心脏狠狠地抽了一下 缓缓抬起手 放在小鱼的脑袋上 轻轻地摸了摸 李南木走过来 走到他们跟前 弯腰微微笑着 凑近小鱼道 对的小家伙 那可是一个很要面子的叔叔 哦 小鱼乖巧地点点头 然后转头 看着刚才顾念生离开的方向 此时已经不见顾念生的身影 他嘟着嘴撇了撇 小鱼这是在失望吗 李浅对林小鱼流露出来的小表情 有些诧异 小鱼回过头 仰着小脸 看着李南木和齐舞约问道 叔叔 你们认识顾叔叔吗 他们微笑着点点头 是是啊 李小鱼闻言 双眼惊喜地一亮 又问道 啊 那他有没有女朋友 李南木毫不犹豫地摇头 没有 他单身 齐舞约跟着点头附和 对 单身 他们俩说完 不约而同地 看向李一浅 李一浅一眼看出来 他们的心思 这两个坑货 二十三 五尺之徒 顾念申单身 那他这个顾少夫人的名分是谁给的 自封的吗 齐李两位少爷哪里知道 此时面前的猫妖小姐姐 正在心里问候他们的祖宗 还迈着笑脸 看着李一浅道 猫妖小姐姐 晚上有空的话 赏脸吃个饭呗 念申 就是顾少 李一浅文言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抱歉 我拒绝 说完之后 他牵着小鱼的手 迈开脚步 跟两位少爷擦肩而过的时候 还挟视他们 翻了个白眼 这两个贱人 从小到大 都在背地里说他坏话 现在还带着他的新婚老公 出来撩妹 不能忍 两位少爷大概是没想到 猫妖小姐姐会那么直白地拒绝他们 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 李南木才转头问齐五月道 刚才他说什么 齐五月的脸色吃了瘪一样的难看 张嘴把猫妖刚才回他们的话重复了一遍 抱歉我拒绝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李南木眨眨眼睛 努力地回响 齐五月冷哼道 当年林一浅拒绝你给的告白时 就是说的这五个字 想他们两个 也是堂堂世家少爷 请女人吃饭 被这么丝毫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真丢脸 越想越憋屈 齐五月恼火地对李南木道 走吧 别在这儿丢人了 李南木刚才一时间 也尴尬得差点恼羞成怒 但经齐五月提醒 他想起了 曾经在操场上 那么大张旗鼓地 跟林一浅表白被拒绝的场景 心中那被猫妖拒绝的尴尬 就顿时全无了 他手握拳头 咬牙恨恨地道 现在那个女人嫁给了念参 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报复一下 落在顾念参的手里 不就等于 落在他们手里了吗 以后有的是机会 血当年被当众打脸的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抠啊 本以为原浅 奈何早已情深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十三集 第十三集 第二天是个大王八 李浅先回了酒店 换了衣服 白色才带着林小鱼回来 白色抱着林小鱼 站在他卧室的门口 李浅看了一眼 马上关掉了吹风机 微笑着 迎向他们 来 小鱼 林一浅伸手 从白色手里抱走了小鱼 往沙发方向走 白色走在他的旁边 深深地看他一眼 问道 你打算 什么时候回去 还没决定 当着小鱼的面 林一浅 并不想聊这个话题 回了白色一句 他随后 便将注意力 转移到小鱼身上 你那样上台 知不知道 妈咪被你吓死了 单亲 又经常分别 导致孩子 特别没有安全感 内心还很敏感 所以 每次哪怕是责备 他都是很小心翼翼的 生怕会伤害到小鱼 可小鱼听了 还是难过地 撅起了嘴巴 我以为妈咪 会感到惊喜 他低下头 嘟着嘴巴 失落极了 林一浅自责又无奈 伸手将他搂在怀里 笑着说道 当然是惊喜了 但我更害怕小鱼 被那些记者发现 然后 小鱼到哪里 都会被一群记者围着 都不能好好玩了 换成了哄的语气 小家伙小脸上 难过的表情 立马消失不见了 他仰起头 看着林一浅 哼哼道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以为 我和你一样是小笨蛋吗 说完 他吐舌头 对林一浅做了个鬼脸 林一浅皱眉道 你这个小王八 在骂我小笨蛋试试 他伸手 小鱼知道他要干什么 赶紧缩着脖子 往后挪 一边挪 还一边不服输地 跟他理论 我 我是小甲鱼 我爹地才是王八蛋 你爹地是大王八 林一浅的手 使劲往小鱼的腋下塞 还没挠 小家伙就咯咯笑出了声 笑声清脆纯净 是林一浅 每次出差途中 最想念的声音 他的手 又绕过他的后背抱住他 小鱼像只温顺的小猫 趴在他的怀里 看着他们母子俩 温馨地互动 白色默默地 去了办公室 好半天了 怀里的小家伙 都没有声音 林一浅疑惑地低头 只见他嘟着嘴 眨巴着小眼睛 不知道在想什么 出了神 小鱼 你在想什么呢 妈咪 你认识顾叔叔吗 林小鱼忽然扬起脸 看着林一浅问道 怎么突然又想到 那个家伙了 林一浅诧异又好奇 试探地访问道 小鱼为什么 问这个问题啊 喜欢顾叔叔 可以尿那么远 小鱼嘟着嘴 往林一浅的怀里钻了钻 林一浅对林小鱼说的 喜欢顾叔叔 没有多想 单纯地以为 是他崇拜顾念生 尿得很远 只在心里感叹 基因遗传 真的是太强大了 在很多方面 小鱼简直就像是 他的复制品一样 林一浅想着 嘴角不自禁地 叫了起来 猫咪 你喜欢那个顾叔叔吗 林小鱼忽然又抬起头 问林一浅 林一浅一睁 垂眸愣愣地看着小鱼 小鱼也歪着脖子 看着他 林一浅做梦都没有想到 第一个问他这个问题的 竟然是小鱼 问得这样突兀 问得他措手不及 他微微张开嘴 颤抖着唇 欲言又止的模样 把林小鱼给挤死了 妈咪 你喜不喜欢顾叔叔吗 他那小嘴觉得 都能挂酱油瓶了 很不开心 林一浅伸手 一把将他抱住 喜欢 两个字像是越过了 千山万水的阻碍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他又将双臂收紧了一些 闭上眼睛 酸色中夹杂着丝丝甜蜜 嘴角不自禁地翘了起来 林小鱼听他说喜欢 立马喜笑颜开 我就知道 妈咪会喜欢的 林一浅将头 埋进小家伙的颈窝 袖着他身上 那属于孩子的清新香味 他的小鱼 他们的小鱼 工作被打扰 顾念生皱着眉头 不悦地打开门 看到齐武岳和李南木 他眉头皱得更高了 但李南木 完全无视他的嫌弃和不耐 手指着他 鄙视道 我看你跟林一浅就是一类人 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内心里面骚得很 齐武岳紧接着他的话音 就是 说什么对猫妖不感兴趣 人家露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你还不是怜香惜玉了 立马就把那孩子给放了 早知道 就应该劝他多为难为难 那个傲娇的女人 看看他有多傲娇 顾念生懒得理他们俩 众媒极不耐烦地问道 你们两个可以滚了吗 他开门的时候 还抓着门把手 立即就要关门 齐武岳赶紧伸手 把门给抵住 看着顾念生说道 首都的老同学知道咱们来了 盛情相邀 让我们两个一定把你烧上 这个面子你给不给吧 顾念生考虑都没有考虑一下 不给 两个字简单明了地 表达了他的态度 这么毫不委婉地拒绝 他们今天 已经经历了第二次了 齐武岳和李南木 差点吐血 手指着顾念生 咬牙切齿了半天 还是不敢骂 干脆说能刺激到他的话 要我说啊 你跟林一浅就是一类人 忽然觉得顾念的 遗嘱立的也不是没有原因 每次提到林一浅 看着他忽然变脸的瞬间 简直太爽了 话是李南木说的 齐武岳双手抱胸站在一旁 饶有兴趣地 等顾念生的反应 可是 顾念生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提到林一浅就冷脸 只是淡淡地 摁了一声 面无表情 让人看不出他的情绪 啊 齐武岳和李南木 都被顾念生弄得一头雾水 最主要的是 他的反应太反常了 我总觉得最近这一天 他哪里不一样了 李南木看着齐武岳 疑惑了一句 然后又看着顾念生 目光不经意扫到 顾念生趁一胸前的纽扣 发现新大陆一般 如果我没记错 他好像八百年没穿过 这种水晶纽扣的衬衣了 齐武岳闻言 也看向顾念生的衬衣纽扣 也发现了 还真是 有好几年没看见了 我前不久 跟他在欧洲定制的时候 还问他 怎么现在不定水晶纽扣了 两人通过顾念生的纽扣 开始大做文章 为了来看这场秀 都重新拾起了 几年前的骚包了 还说不是 宠着猫妖来的 他们认定 顾念生 是为了猫妖而来的 想不到你堂堂顾大总裁 也跟女人玩 欲擒故纵这一招 那猫妖刚才好生好气 求你的时候 你不鸟人家 就是 闷骚 两人理一句 我一句的调侃 根本不把顾念生 比锅底还黑的脸色 放在眼里 这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电梯那个方向传来 你们在聊什么 聊得这么开心 他们目光看去 看到来人 李楠木笑着 打了声招呼 秦峰 你来了 然后 又指着顾念生 对秦峰道 这小子闷骚死了 刚才对那个猫妖 心软的呢 文言 秦峰眼里 闪过一抹诧异 然后 也加入到 李楠木他们的 调侃队伍中 看来我们的顾大少 也是个俗人 那个猫妖嘴角一沉 他立马就心疼服软了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正常正常 呃 几人有说有笑的 齐武悦目光不经意 扫了眼前方 脸上的笑容 忽然一僵 呃 怎么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十四集 不会在乎 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 李楠木和秦峰 都跟着他的视线 看了过去 两人脸上的笑容 也突然收敛了 林一且没想到 一出房门 会碰到这么多张 熟悉的面孔 愣了一愣 林一且好巧啊 李楠木先开了口 听到他喊林一且 顾念伸眼睛 忽然瞪大了 脚几乎是情不自禁地 往前跨了一步 跨出了房门 一眼对上了林一且 深色的双瞳 他双手呼地 钻成拳头 暗暗咬牙 很想把身边这三个人 从这三十多楼 丢下去 好巧 林一且淡淡地 回了李楠木一声 然后收回目光 迈开脚步 从顾念伸的房门口 走了过去 都没有再看他们一眼 清冷的气质 淡漠的眼神 还是给人那种 高不可攀的感觉 李楠木看着林一且 已经走过去的身影 皱眉小声地道 当年 他就是这样的态度拒绝老子的 然后就是这样腰梗地直得跟电线杆子一样 从我精心用玫瑰花瓣 扑出来的爱心上踩过去的 现在想起来 心好像还在滴血 齐武岳和秦枫在一旁 听着李楠木懊恼地吐槽 都笑了 过分了 他现在是顾少夫人了 秦枫手握着拳头 在李楠木的肩膀上 做模做样地捶了一下 然后 又用担心的语气 问顾念伸 刚才我们调侃他的话 他没有听到吧 齐武岳知道 秦枫在担心什么 他们两个 别人不了解 我们还不了解吗 林一浅会在乎顾念伸心里有哪个女人 换言之 念伸也不会在乎林一浅 会不会在乎他心里有谁 说完 他目光看向顾念伸 顾念伸刚松开的拳头 又因为齐武岳的话握紧 他没有看齐武岳 转身进了房间 其实顾念伸住在他的隔壁 林一浅是知道的 因为小鱼这次也来了 他一定要避免小鱼跟他偶遇 一来 他就让白色去查了顾念伸 住在哪个房间 所以 他让白色在32楼 重新订了个房间 不让小鱼再上35楼 可是 刚才碰巧遇上他 他心里竟然又很矛盾地想 如果刚才 他牵着小鱼的手 看到那一幅画面 顾念伸会有什么反应 林一浅想得出神 电梯到了32楼 他的思绪被打断 再过滤刚才想的 他觉得好笑 摇了摇头 走出电梯 拿房卡打开房间的门 房间里鸦雀无声 窗帘的纱窗 还拉着在 房间里光鲜很暗 林一浅知道 肯定是小鱼 在睡午觉 他放轻脚步 关上门 进门果然看到小家伙 躺在宽敞的沙发上 睡得正香 身上盖着 他到哪里都要带着的 小被子 那个被子 从他出生就给他买了 没想到 他对那个被子有了依赖 没有那个被子 他就睡不着觉 所以去哪里都要带着 大概是听到开门声 白色从卧室里出来 对林一浅使了个眼色 林一浅点了一下头 然后抬脚 走了过去 进了卧室 关上房门 白色才开口说话 小叶 Live的CEO 邀请你参加晚上的饭局 他话说出口 林一浅毫不意外地变了脸 白色看着他 很无奈地叹气 我知道你肯定不想参加 但这是Live都推不掉的番局 听说是美格的小总裁 点名要你参加的 提到美格 白色看了眼林一浅的反应 然后继续道 整个国内就两个星海 都是美格的 是Live在国内的首选 文言 林一浅冷笑着问道 我不去参加饭局 不帮Live抱好 他在国内的大腿 Live会立刻 强行跟我终止合约吗 他嘴角那一抹 还在不断蔓延地笑 是能渗透骨子的冷 白色看了 微微一睁 忙道 如果你要真的不想去 我再去跟他们谈 他立马就拿出手机 打了电话 林一浅打断他 我去 他努力克制着 可还是没能压住 声音在颤抖 听他说去 白色眼睛一亮 你真的同意去 很激动 但毫不意外 你不就觉得我会去 所以才给Live 留了商量的余地吗 林一浅白了白色一眼 然后抬脚 准备出去看小鱼 忽然又想到什么 转头对白色补充道 加个条件 什么条件 五二五系列那一款鞋肩包 我要一个 你要包 文言 白色有些诧异 他代言了那么多大品牌 以前用代言品牌的东西 都是合同上要求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 跟合作商提出 要商品的条件 林一浅点点头道 到时候 作为奖品发给粉丝 那个包 四十八万 作为奖品发给粉丝 他没听错吧 林一浅没有理会 白色的不可置信 继续的 内定给A大大三 美元五半的姑娘家 第一次主动给粉丝发福利 还是内定 就没见过这样的艺人 他要告状 告诉全世界的妖迷们 让他们知道他们家爱豆 是个什么样的猫腰 白色心里这么想 可嘴上却是 乖乖地去跟 Live那边的负责人 交涉去了 猫腰这样世界级别的大腕 Live恨不得什么新款 都给他一个 让他去哪里都拿着 那就是行走的广告牌 所以 要一个包 那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 所以这饭局 林依浅毫无悬念地 参加了 他换上了黑色的阔腿裤 大红色的衣子间 紧身上衣 将性感的锁骨 完美地露出来 Live最新款的 黑红壮色高跟鞋 一出场 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被衣服紧紧勾勒的腰肢 柔弱无骨一般 纤细腰绕 让人看了 就不由地心生保护欲 幽物 李南木目光全程 在猫腰的腰上 他微微张着嘴巴 呆呆地吐出两个字 身旁的齐舞月和秦峰 也都一样 眼睛都看直了 谁要是能拿下 他脸上的面具 我认他做爸爸 齐少爷已经完全忘了 今天中午 被猫腰拒绝得尴尬了 眼睛眶下 一双狭长的眼眸 盯着那戴着面具 在人群中穿梭的女子 开着毫无节操的玩笑 秦峰跟风道 我认他做爷爷 你们俩要求真的太高了 李南木瞥了眼 秦峰和齐舞月 又看小猫腰 一脸向往地说道 要是能让我跟他握下手 我喊他祖宗 他们几个人 占据了一个沙发 姑娘身端着酒杯 坐在沙发的角落 静静地看着那三个人 盯着猫腰歪歪 听了李南木最后说出的话 他勾唇轻轻地笑了笑 低头 抿了一小口酒 然后 他站起身 长腿迈着优雅的脚步 朝猫腰那个方向走去 小妖 你能来 真是让我意外 李一浅进门没走几步 就被Live的CEO 拉着寒暄 这位Live刚上任的CEO 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一身白色的职业妆 套着精明能干的气质 她说对李一浅能来 感到意外 是真的意外 因为 跟粉丝在台上互动 参加这种饭局 世界割后猫腰 真的是第一次 面具下 李一浅皮笑肉不笑地 客气道 德内的面子 我肯定是要给她 她身边还站着 几个陌生的面孔 都是冲着林一浅的 想找机会 跟她搭话 但她对德内时 都带着几分拘药 让他们 又望而止步 德内 忽然 身后传来熟悉的 男人的声音 慵懒的语气 喊着她身边的人 林一浅一惊 控制不住地紧张 男人高大的身影 已经到她 和德内的面前 她用最快的速度 调整状态 面具下 深蓝的眼眸 看着男人的俊脸 她嘴角微扬 很难得地 又见她这 雅痞的模样 眉眼带笑 好像 斜着桃花而来 让在场的女性看着 脸都红了几分 纵使比她大了将近 十来岁的灯耐 眼中都不住 闪过一抹惊艳 清艳过后 她忙热情地 招呼姑念生 顾总 然后 又指着姑念生 对林一浅介绍道 小妖 这是美隔的顾总 星海最大的股东 林一浅弯唇 对姑念生 深深汗手一下 顾总 姑念生点了一下头 然后 又看着林一浅问道 不知道 能不能请猫妖小妾 到那边坐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领贤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十五集 我没本事 顾念生一手端着酒杯 另一只手揣在西裤口袋里 对林一浅发出邀请之后 鼻挺地站在他面前 等他答复 十分地绅士 林一浅双眼诧异地 瞪大了一号 看着男人熟悉的脸 却又感觉陌生 这真的是顾念生吗 虽然他偶尔也会传出 和女人的绯闻 但以自己对他的了解 应该都是女方的心机之作 他怎么可能会主动 去勾搭女人呢 脑海里闪出一幕幕 顾念生曾经拒绝 女生告白的场景 他傲娇得 都不肯低头看一眼 告白的女生长什么样 傲娇的脸 如果不是太傲娇 也就没有他爷爷 立遗嘱的机会了 林一浅想着低下头 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点头回顾念生 我的荣幸 他脚步跟在顾念生后面 看着他高大修长的背影 气不清这一幕 在他年少时 回放了多少遍 每一次 都是缺少一点点 追上去的勇气 最后都是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穿着白色衬衣校服的 阳光少年 渐行渐远 我操 念生你把猫妖小姐姐带来了 看到顾念生领着猫妖回来 沙发上谈笑风生的那三人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愣了愣 然后很有默契地 都站起了身 用毕生的演技 在猫妖身份的林一姐面前 演绎着绅士 双手交握 脸上挂着微笑 顾念生走近他们 跟他们站成一排 面对着林一浅 我是顾念生 顾念生很有礼貌地 对林一浅伸出右手 林一浅有些懵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她疑惑地伸出手 跟顾念生握了握 见顾念生跟猫妖握了手 李南木忙跟着伸出手 猫妖小姐姐 我是李南木 这么好的机会 她不能错过 这种场合 林一浅自然搏了 哪一个人的面子 她优雅地抬起手 李南木手往前一伸 抓住了林一浅的手 顾念生垂眸 扫了一眼李南木 和林一浅握在一起的手 眼里闪过一抹 狡黠的笑意 等林一浅和李南木的手 分开了 她目光看向李南木 让她喊吧 什么 李南木一脸懵地 看着顾念生 顾念生面无表情地回她 我让你握到她的手了 履行承诺吧 齐舞月和秦峰 往后面的沙发上一躺 捂着肚子 笑叉了气 谁要是能让我 跟她握一下手 我喊她祖宗 祖宗 李南木这才想起来 刚才自己那句玩笑话 咬牙瞪着顾念生 顾念生 你套着我 所以 她刚才故意站在她旁边 跟猫腰握手 她是吃定了 她肯定会趁机 跟猫腰搭讪 林一浅在一旁看着 也猜到了大概 也低头 捂着嘴偷笑 原来这家伙 主动跟她搭讪 主动握手 就是为了坑兄弟一下 当一回祖宗 不过 她还是有些意外 意外 顾念生 竟然会这么皮 现在 再看她那 面无表情的脸 竟然有点 可爱 林一浅的心 不住地暖了起来 没想到对她来说 能这样配合她的皮 都是一种幸福 被套路了 李南木懊恼极了 顾念生看着她那副 不甘心的模样 轻轻挑一挑眉 不寒 她不急不慢地 从口袋里 拿出手机 修长的手指 划开屏幕 紧接着 她手机里 传出李南木的声音 谁要是能让我 跟她握一下手 我喊她祖宗 你还录音了 李南木手指着顾念生 气得发抖 沙发上 两人已经笑不动了 笑声渐渐地 跟支气管炎 泛了一样 一群损友 李南木在心里 狠狠地骂了他们一顿 很不甘心 又看着顾念生道 你有本事当祖宗 那你有本事 再当回爸爸和爷爷啊 如果能让猫妖摘下面具 露出真容给他们看 那她这一声祖宗喊得 也值了 将来下去 被老祖宗们群殴 她都甘愿 顾念生语气淡淡地道 我没本事 说完 她直了直腰 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 李南木看了 简直抓狂 她一咬牙 大声地喊 老祖宗 顾念生嘴角 露出一抹满意的笑 快 林一浅愣愣地 看着顾念生 忽然觉得 用陌生的身份 在她身边真好 可以看她笑 可以看她闹 此时她多想有个相机 能留住顾念生这一刻 这一声祖宗喊得 女神也没脸撩了 李少爷气急败坏地端起酒杯 仰头就是一杯酒下肚 然后 硬拉着秦峰和齐武岳 去别处找别的妹子了 顾念生没理会她 徐徐转头 看向林一浅 对上林一浅 正盯着她出神的双眼 深蓝的眼球 如汪洋大海 顾念生心头 不经意又闪过一丝熟悉的感觉 她眯起双眼 看着林一浅的眼睛问道 你的眼睛 生来就是这个颜色吗 这个问题 让林一浅又紧张起来 难道 她看出来她戴了美瞳了 她戴的美瞳 都是定制的 全球最薄 至今还没有人发现过 都认为 她就是蓝眼睛 林一浅不确定 顾念生为什么注意到 她的眼睛 抬脚试探地 往顾念生身边靠近了一步 笑着问道 顾总要不要凑近一点 仔细看看 顾念生却很自然地 避开了她的目光 正好 手机来了一条微信提示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顾念家发来的 哥 我今天听到消息 说小舅舅要回来了 看到小舅舅这三个字 顾念生手指一紧 险些撇断了另一只手上 高脚背的脚 深邃的眼眸 瞬间没有了光泽 她没有回复顾念家 锁上了屏幕 放下手机 抬起手 扯了扯衬衣的领子 一下子 像是被抽走灵魂一样 仰头就将杯子里的酒 喝完了 接着 又拿起了一杯 她尽情地发现着情绪 完全没有注意到 林一浅在看她 谁发来的信息 内容又是什么 林一浅将目光 移到顾念生刚放下的手机上 陪我喝杯酒吧 忽然 顾念生递了杯酒给她 她诧异地抬起头 对上她空洞的双眼 心狠狠地抽了一下 能让顾念生这样失魂落魄的人 林一浅手握着拳头 指甲几乎欠进肉里 她深吸一口气 颤抖地吐出来 然后微笑着 抬起手 切过顾念生 递给她的酒杯 好 林一浅低头 看着杯中色泽好看的红酒 酒面上倒映着 她嘴角那一抹苦涩的笑 犹豫了一下 她仰头 一口喝完 然后 她跟着顾念生 在沙发上坐下 顾念生没再说话 只是不停地喝酒 时不时地给林一浅 也递上一杯 只要是她递的 林一浅就会一口喝掉 遇到她 就没有破不了的戒 顾念生一瓶酒下肚了 喝得很猛 酒精上来的也猛 整张脸都通红了 可能是喝不动了 她手指松松地 夹着空杯子 靠在沙发上 仰着头 闭着眼睛 看上去 是那样的伤感 林一浅张着嘴 几乎鼓起了 这二十多年 最大的勇气 开口道 顾总 有喜欢的人吗 面对顾念生 只有扎自己一刀 才能清醒 但以她对顾念生的了解 她未必会说 正想着这个 耳边忽然想起 男人的自嘲 喜欢她这么多年 有什么用啊 她不喜欢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快见来说出口 与你相守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十六集 她从来都不对我笑 她不喜欢我那五个字 让林一浅 终是忍不住湿了眼眶 林一浅看着她那 爱而不得的痛苦模样 张开颤抖的唇 我喜欢的人 也不喜欢我 她从来都不对我笑 顾念身为言 睁开眼睛 看到林一浅 红红的眼睛 她愣了愣 然后弯唇 因为喝醉了 所以笑容里不经意地 夹杂着一丝温柔 林一浅赶紧将目光 从她脸上移开 你喝了很多酒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她说着 放下酒杯 立即起身离开 林一浅推开门 房间里的灯亮着 她有些意外 这么晚了 白色还没带小鱼 去睡觉吗 她一边疑惑 一边摘下头上的帽子 和脸上的口罩 出了饭店 她就恢复了 林一浅的身份 戴口罩和帽子 是因为她这个 顾少夫人的身份 这几天也很爆款 为了避免被拍 引起怀疑 你喝酒了 林一浅换了鞋 赶紧从包里 拿出刚买的药 准备吃 白色的声音 从房间里传来 她动作停顿下来 抬起头看着白色 她生气了 嗯 林一浅点头应了一声 然后把药 塞进了嘴里 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 往房间里面走 她脱下外面的防晒衣 浑身包阔脸 红肿地 让人看着触目惊心 白色迎到她面前 失了空地训斥她 林一浅 你疯了 不要命了 她在这里 小鱼肯定也在这睡着了 林一浅怕吵醒小鱼 皱眉小声地提醒她 你小声点 然后她走到沙发上躺下 闭着眼睛道 我吃了药 一会儿就好了 你不用管我了 说着她翻了个身 背对着白色 白色无奈地摇摇头 我去给你打点热水来 吃了药 又用热毛巾敷了一会儿 红肿消了很多 难受也减轻了很多 林一浅闭上眼睛 终于有了困意 门铃忽然响了 白色去开门 她没有理会 是顾念神的助理 白色走到门口 在猫眼上看了一眼 然后回来小声地 对林一浅道 林一浅为言 猛地睁开了双眼 这么晚了 齐少东来敲他的门干什么 他起身 疑惑地去开门 白色默默地进了工作间 门打开 齐少东一脸抱歉地看着他 老板娘 没打扰你睡觉吧 没有 有什么事吗 林一浅摇摇头 问完之后 他下意识地 往隔壁姑娘生的房间 看了一眼 他喝了那么多酒 回来了吗 应该不是让齐少东来找他的吧 顾总他 他喝多了 这给男人换衣服的事情 我还从来没做过呢 齐少东很为难地笑着说道 韩酒店的女服务员又觉得不合适 他看着林一浅 后面的话欲言又止 但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林一浅内心不受控制的迫切 脚步已经跃跃欲试 面上不动声色地对齐少东点头道 我过去看看吧 齐少东就是抱着来试试的心态 没想到林一浅真的同意了 他一瞬间还有点诧异 片刻反应过来 他开心地道谢 谢谢老板娘 生怕林一浅会反悔似的 赶紧把顾念生的房卡递给他 我先去睡觉了 明天一早的飞机 说着 他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哈欠 脚步飞快地溜了 等齐少东走远了 林一浅低头 看了看手里的房卡 然后收紧手指 将房卡抓在手心里 另外一只手关上房间的门 脚步往顾念生的房间走去 房卡在房门感应器上 听到那低的一声 林一浅不由自主地 屏住呼吸 做贼一样推开门 先朝房间里探了探 窗帘拉得很严实 暗沉的灯光显得很压抑 他气息又一凝 脚步停下来 深吸一口气 才又继续往里面走 每走一步 他的心跳就加速一拍 多么熟悉的场景 多么熟悉的情节 就像是在昨天才发生过 回忆如洪水一般 倾泻到他的脑海里 酸甜苦辣 脚步终于来到了卧室 浓浓的酒味扑鼻而来 他一眼看到平躺在床上 衬衣扣子解开了一半的男子 他皱着眉 一只手放在胸前挠 很难受的样子 林依浅健壮 抛开了所有杂念和情绪 加快脚步走到床边 念生 这是他回来之后 第二次喊他的名字 陌生 又夹载着兴奋 他弯腰伸手 准备抓住男人的手 男人忽然抬起手 朝他先一步 把他的手给抓住了 林依浅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他拽到 趴在他的身上 心跳骤停 林依浅抬头 瞪着眼睛错愕地 看着男人还一副 痛苦的表情的脸 他还闭着眼睛 可林依浅明显感觉到 他的手臂在不断地收紧 再紧一点 他就要喘不过气了 可林依浅还是不想挣扎 希望他更紧一点 更紧一点抱着他 让他感觉更真实一点 让他相信这不是梦 也不是烂醉如你后 出现的幻觉 男人放在他背上的手 忽然动了起来 慢慢地往上移 移到林依浅的后脑勺上 另一只手也抬起来 两只手抱住林依浅的脑袋 手指插进他刚洗的头发里 温柔地摩缩着他的头皮 你是我的 沙哑的嗓音 喃喃的语气 在林依浅的心里 激起了惊涛骇浪 他揪紧他的衣服 张着嘴 嗓子好半天 才发出声音 你 知道我是谁吗 吵死了 顾念生皱眉 烦躁地嘟囔一声 翻了个身 一小半身体 压在林依浅的身上 皮肩贴着林依浅的耳朵 气息在林依浅耳边 一下一下 要命地撩人 林依浅小心翼翼地转头 看着男人熟睡的脸 他的眉 他的眼 都近在眼前 引诱着林依浅去触碰 林依浅放在胸前的手 中指微微颤了颤 然后 鬼使神差地 抬起了手 林依浅的手抬起来 刚要往顾念生的脸上伸 耳边忽然回想起 刚才顾念生 呢喃出来的四个字 你是我的 他手猛地缩回去 落在顾念生 搭在他胸前的大手 手背上 林依浅想要推开他 却被他给抓住了 咬茶 不要动 霸道的语气 却又充满了孩子气 一半撒旦 一半天使 让人不敢 也不忍心侮逆他 看他这样子 应该也不在乎 脱不脱衣服 洗不洗漱了 干脆 就这么等他睡着了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Can't catch your light You fly so light Leave away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由舒爱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第十七集 趁我喝醉 推我下床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久到顾念生 都快要没有耐心 再等了 身边女孩的呼吸 终于慢慢均匀 顾念生睁开双眼 灯被林依浅 又挑暗了一些 打在女孩的脸上 把她那张 原本就很小的脸 映衬得 好像又小了一圈 长长的睫毛 在眼睛下面 投下了暗影 顾念生 抬起手 手指轻轻地 落在女孩 饱满的脸颊上 肌肤吹弹 可破一般 是真实的触感 她真真实实地 躺在了她的身边 不是梦 不是幻觉 顾念生重新闭上眼睛 头埋进女孩的颈窝 想要真真实实的感觉 冥冥想的是 等顾念生熟睡之后 她就走的 没想到 林依浅自己先睡着了 而且一觉 睡到了天亮 还是已经很久没有过的 自然醒 林依浅一边懊恼自责 一边爬起来 身边已经不见男人的身影 她再看看 床头柜上摆放的时钟 八点了 昨晚齐少东说 他们是一早的飞机 所以 他们应该是走了吧 这么一想 林依浅松了一口气 最起码 不用面对昨晚 在她床上睡着了 还睡了一夜的尴尬 林依浅坐在床上 酝酿了一会儿 然后掀开被子下床 昨晚从另一边上床的 鞋子不在这边 她索性就光着脚 走到窗户前 拉开窗帘 正面墙的落地窗 放眼看到的 是首都最繁华地段的风景 有高楼大厦 有价值连城的 别致四合院 心一下子也敞亮了 她双手举过头顶 伸了个懒腰 然后往左边扭一扭 又往右边扭一扭 扭了几下 心情更好了 她闭上眼睛 单脚在原地转了个圈 边跳边唱 不知道转了几个圈 脚有点不稳 她睁开眼睛 熟悉的男人身影 很突兀地 闯入她的视线 林一姐吓了一跳 然后就实话了 这家伙不是走了吗 你飘了 顾念身扫了林一浅 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看向大床 林一浅几乎没经过大脑 考虑 立即摇头道 嗯 没飘 我操 智商呢 林一浅 明明就是讽刺的话 接个毛线啊 该死的齐少东 说好的一早的飞机呢 现在都八点半了 她对头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林一浅在心里吐槽奇特住一顿 尴尬的连目光都无处安放 她张了张嘴 想找个话题 化解尴尬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你助理去敲我房间的门 让我过来照顾你一下 这个话题 好像更尴尬 正这么觉得 顾念身的声音 从房门那里传过来 然后你就趁我喝醉了 把我推下床 纠占雀巢 有这回事 林一浅的眼睛瞪大了一号 生完小鱼以后 她承认 她的记忆力 好像不如以前了 但还没有到老年痴呆的程度吧 昨天晚上明明是她醉的不省人士 压着自己 把她当成了别人 霸道地压着她不让她动 后来林一浅就睡着了 一幕幕在脑海里 清晰有条理 一点都不凌乱 林一浅想着 她很有底气地看着顾念身道 应该是你喝多了 应该是你喝多了 酒精烧身 觉得地上比床上凉快舒服一些 自己掉下床的还要赖使她推的 这碰瓷碰的 那专业的老太太都没她理直气壮 顾念身这是被反咬了一口 林一浅没有理会顾念身 那略微诧异的表情 抬脚离开 路过顾念身的时候 她脚步没停 静止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出了卧室 林一浅暗暗松了口气 加快脚步 到门口 她拉开门 迎面撞上拎着早餐 正准备按门铃的齐少东 老板娘 你起床了 齐少东看到林一浅 热情地打着招呼 林一浅想要质问她 不是说好的一早的飞机吗 早她妹呀 害她被那家伙撞到 一个人在房间里尬舞 还被质疑她飘了 林一浅咬咬牙 大声地回齐少东 是的 起床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 走出了房间 齐少东看着林一浅的背影喊道 老板娘 我盯了早餐 一会儿记得过来吃啊 林一浅举起手背 对着她摆了摆 你们慢慢吃吧 这声音听着 怎么感觉冷嗖嗖的 齐少东打了个冷战 缩着脖子摇了摇头 进了房间 她看到姑娘身站在卧室的门口 不知道在想什么 嘴角微扬 心情好像很好的样子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脾气那么好的老板娘 像是吃了枪药一样 而这个心情一向殷勤不定的老板 反而反常地可爱起来 齐少东正疑惑着 顾念生目光忽然看向她 她忙不迭地 收起那疑惑的表情 走到餐桌旁 将手里的早餐放到桌上 对顾念生招呼道 Boss 可以吃早餐了 买的东西都拿出来 放在餐桌上满满一桌子 齐少东又叹气道 唉 本以为老板娘在这里吃的 没想到她不吃啊 顾念生闻言 手里涂面包酱的动作 停顿了一下 掀起眼皮 看着齐少东 语气淡淡地道 我抽屉里 那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我没空去 你拿去问问谁想去 齐少东眼睛一亮 我可以毛遂自荐吗 答应吧 他的好老板 顾念生涂好了面包酱 面包送到嘴边 他才深沉地 回了齐少东一个案子 齐少东开心炸了 谢谢Boss 开心过后 他又有点疑惑 为什么老板突然这么好了 他眼珠子转了转 该不会是 齐少东想着 手迅速地拿起几样吃的 看着顾念生问道 我给老板娘送过去吧 这个点 酒店里也没什么早餐 可以吃了 可以吗 问完 他等着顾念生的反应 可顾念生并没有反应 但没反应 就是最肯定的回应 齐少东一下子 明白了什么 又在餐桌上 挑了几样吃的 双手抱着 给林依浅送去 他身上没有房卡 反正林依浅的房间 就在隔壁 送去就回来 他干脆 直接把门开着 那不是跟 尿得很远的叔叔 一起的叔叔吗 林小鱼跟白色 一起出电梯的 白色在接电话 他先过来了 正好碰到齐少东 拿着很多吃的 从房间里出来 他认出来 齐少东是昨天 跟顾念生一起的 开心得不得了 他正愁着 怎么找尿得很远的叔叔呢 这个叔叔肯定知道 林小鱼小跑着 想要追上齐少东 发现 齐少东到了 林依浅的房间门口停下了 而他的脚步 也到了齐少东 刚出来的房间 他疑惑齐少东 为什么敲他妈咪房间的门 更想进身边的 这个房间里面看一看 他干脆进去 等那个叔叔回来吧 回来问问他 妙很远的叔叔 去哪里了 如果现在回去了 妈咪肯定不让他 再出去了 小家伙斟酌了一会儿 毅然抬起小脚 进了身边的房间 进门之后 他看到 坐在餐桌边 吃早餐的顾念生 一双小眼睛 像灯泡一样 忽然亮了 啊 尿 可 可 叔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十八集 隔壁老王 更适合你妈咪 林小瑜不知道 怎么表达开心 一双小手 使劲地拍掌 声音清澈的 像是山间的清泉 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志 顾念生看着 突然出现的林小瑜 眼里露出惊悚 这是梦啊 怎么坐在 她自己的房间里 都能遇到 这个熊孩子 林小瑜拍了 一会儿小手 然后 飞奔到 顾念生的身边 仰起小脸 嘟着嘴 看着她道 我以为 再也听不到 顾叔叔了 奶奶的声音 带着几分撒娇 竟让顾念生的心 不由自主地一软 刹那间 她心里竟然闪过 伸手给她一个拥抱的 诡异想法 有毒吧 这熊孩子 顾念生黑了脸 你怎么亲来的 她目光朝门口扫了一眼 门是开着的 这个奇少东 林小瑜根本不在乎 顾念生对她什么态度 或者说 她压根就分不清什么好坏 她说道 我是走进来的 想找顾叔叔 明天小鱼就要回家了 小鱼还能再见到顾叔叔吗 她双眼满含期待地 看着顾念生 像是有无数小星星在闪烁 每一颗都承载着满满的愿望 顾念生看着 竟然放弃了准备起身 直接把她拎出去的想法 耐着性子敷衍她 如果你现在出去找你妈去 以后 我们就有可能还会再见面 见面 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认识这小子以后 她顾念生的人生里 又多了一项后悔的事情 那就是跟她比尿尿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她可以尿三米远 热搜拦都拦不住 没把她给丢到海里喂鲨鱼 完全是因为 人之初性本善 真的吗 林小鱼天真的看着顾念生 有点不敢相信 找妈妈 就能见到尿很远的叔叔了吗 顾念生的耐心 几乎没有了 她点头应了一声 然后伸手 捞起林小鱼 夹在怀里 大步地 朝门外走 这小王八蛋 再不走的话 她肯定要犯虐童罪了 林小鱼很机灵 知道 她这是要被丢出去了 一双小手 赶紧死死地 抓着顾念生的衣服 大声地骂她 坏叔叔 坏叔叔 说着 她张嘴哇地哭了起来 开口脆 让顾念生有一刹那耳鸣 她嫌弃地把它放到地上 看着小家伙 花花的眼泪 顾念生 双手插着腰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束手无策 齐少东呢 她怎么还没回来 顾念生朝门口看了一眼 她准备 去找齐少东回来处理 可是刚抬脚 腿就被林小鱼给抱住了 这熊孩子 又抱她腿 顾念生低头 看着林小鱼 她哭声停止了 但脸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只要她稍微动一下 就会蹭到顾念生的裤子上 顾念生嫌弃地抬起脚 甩了甩 没甩开 她妈不只教了她跟别人 比尿尿的奇葩兴趣 还教她抱大腿的秘诀了吧 怎么这么黏人 一黏上 就跟瓷巴一样 甩不开 顾念生从来没有对一个人 这样无可奈何过 打也不是 骂也不是 想理都不行 她一哭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人注意 她伸手扶着额头 用仅存的一丝耐心 看着林小鱼问道 你想干什么 以后她儿子要是这样 她就把他丢在大街上 让他自生自灭去 林小鱼倒也不默契 用手背 抹了抹眼泪 然后很干脆地说出了 自己的愿望 我的妈咪当你女朋友 你当我爹地好不好 拜托 拜托了 关于这个问题 顾念生想都没想 很果断地 回了林小鱼两个字 不好 一响天开 她长了一张厚蝶脸吗 被拒绝了 林小鱼很失望 她嘟着嘴 难过地问顾念生道 小鱼不够乖吗 顾念生黑着脸不理她 她还不死心 还想再争取一下 妈咪很漂亮 很多叔叔喜欢哦 呵呵 看出来了 顾念生低头 冷笑着回林小鱼 隔壁老王会更喜欢你妈咪 更适合当你爹地 她弯腰 抓着小鱼的两只胳膊 强行把她从她的腿上 给弄下去 林小鱼摇头说道 我家隔壁是维森叔叔 她有维森阿姨了 还生了个小宝宝 不能当小鱼爹地咯 天真单纯的小模样 让顾念生有种 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她很无语地看着林小鱼 不想再跟她啰嗦 想直接把她丢出去 又怕她像刚才那样哭 干脆吓她 你再不出去 我报警让警察来抓你了 她指着门口 表情冷漠 可是 林小鱼一点都不害怕 笑着说道 白搜叔叔说了 警察叔叔是不会抓小孩子的 如果有大人欺负小孩子 小孩子就喊警察叔叔 把大人抓起来 奶生奶气地说完 她咧嘴对顾念生呵呵笑出了声 顾念生无语 如果她不是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 她真怀疑她是在反恐吓她 小鱼 忽然门外有人喊小鱼 林小鱼小脸上表情突变 着急又紧张 顾念生看着 嘴角勾起一抹脚侠的笑 趁林小鱼不备 弯腰抓着她的胳膊 把她拎起来 大步走向门口 正好撞上 往这个方向来找她的白色 小鱼 白色先看到林小鱼 激动地喊了一声 然后才看到顾念生 她诧异地顿了顿脚步 白色叔叔 听到林小鱼喊她 白色盲不迭地将目光 从顾念生身上移开 看着林小鱼 皱眉责备道 你怎么又乱跑 她往前走了两步 到跟前 伸手把林小鱼 从顾念生手里接过来 然后客气地 对顾念生点了一下头 抱着小鱼走了 小鱼趴在白色的肩膀上 使劲地对顾念生挥着小手 顾叔叔 你考虑一下哦 小鱼听你话 去找妈咪呀 顾念生看都不看她 转身进房间 关门 接到白色的电话 说小鱼找到了 林一浅松了一口气 刚挂了电话 白色带着林小鱼回来了 鱼惊未了 她实在是控制不住 迎上去瞪着小鱼 责备道 林小鱼 你为什么又乱跑 责备完 她又怕小家伙会伤心 正想要换个语气 跟她讲道理 林小鱼忽然大声地对她说道 妈咪 小鱼 想要个爹地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我们下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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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集 该考虑小鱼的未来了 林一浅文言一愣 她张着嘴 看着小鱼道 小鱼为什么 突然想要爹地了 以前林小鱼也问过 她为什么没有爹地 当时林一浅回说 她死了 不伤心 也不难过 几乎没有概念 之后 就再也没有提过了 这是林小鱼第二次提到 爹地这个角色 而且 是向网友这个角色 林一浅除了心疼 更多的是诧异和疑惑 林小鱼微笑着 回林一浅 这样的话 妈咪累了 也有人抱抱啊 稚嫩的声音 说着这样暖心的话 林一浅鼻尖泛酸 她伸手摸摸小鱼的脸 小鱼真怪 她这一声表扬 林小鱼就当她是 同意她找爹地了 妈咪 你放心吧 小鱼会给你找一个 厉害的男朋友 能保护妈咪和小鱼 小鱼 其实 林一浅看着小鱼 张着嘴好半天 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她 怎么跟她解释 她一时间 会不会接受不了 说白了 还是缺少勇气 还是害怕 林一浅欲言又止 林小鱼 也没有好奇地追问 欢乐地去看动画片了 林一浅 还站在原地 目光跟着小鱼移动 一只沉默的白色 突然开口 小鱼迟早有一天会曝光的 她迟早有一天会知道 你能瞒多久 对于白色 好像看穿了一切的平淡态度 林一浅一点也不意外 她本来也没想瞒她 瞒了这么多人 瞒了这么多年 如果连白色都要满 她怕她会累到崩溃 她吸了一口气吐出来 淡淡地道 我再想想 说着她将目光收回来 看着白色 紧紧地抿了抿唇 又接着道 小鱼就麻烦你了 她真期待有一天 不用对白色说这句话了 她心里也很清楚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就只有两种结果 不是成功 就是败的一塌涂地 一无所有 白色深叹了一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道 她在我这儿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她渐渐长大了 总是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上学 需要你的陪伴 字字句句 都往林依寝的心坎里钻 她抿着唇 点头应了一声 然后 目光又看向小鱼 动画片精彩的情节 将她的注意力 牢牢地吸住 她现在还小 能用玩具 用零食用缓话哄住 再大一点呢 正如白色所说的 她是不是 该考虑了 顾念生刚接手美格 交接工作 还没有完完全全结束 一天二十个小时 她有十五个小时 都在公司 每天下午一杯 不加糖的黑咖啡 已经成为她的习惯 但平时 都是那个刚转正的 女秘书送进来的 青天 是齐少东送来的 她抬头看了一眼 齐少东放下咖啡 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一副想说什么 又不敢说的样子 顾念生皱眉道 还有什么事 她开口问了 齐少东就不能不说了 我刚无聊的时候 去看了下 老板娘 好像下午三点的 飞机回来 说话间 她目光全程盯着 顾念生的脸 察言观色 以便及时刹车 顾念生脸色平静地 等齐少东说完 然后才忽然冷脸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无聊 我 突如其来的反应 把齐少东给吓得够呛 张着嘴 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辩解 于是 找了个借口 溜掉了 我得赶紧去给宋经理 回电话去了 看着齐少东 跑得飞快的身影 顾念生猝了猝眉 将目光收回来 伸手准备端咖啡喝的 手刚碰到杯子手柄 忽然鬼使神差地 换了方向 身像放在 电脑旁边的手机 拿起来 一杯咖啡喝完了 顾念生将椅子 180度转弯 面朝着办公桌 放下杯子 准备工作 手机铃声响了 看了眼来点显示 是顾念家 故意停顿了一下 才拿起来接听 按了免提 电话那边 顾念家疑惑地语气问道 哥 你为什么给我改签机票啊 顾念生 面无表情地回道 终于做了 你喜欢吃的糖醋鱼 下午我去机场接你 闻言 顾念家开心地飞起 真的 还是哥 你对我最好了 顾念生 无视了亲妹妹的感动 对着屏幕 翻了个白眼 修长的手指 无情地点了一下 红色的挂断键 才四点半 齐少东看到顾念生 从办公室里出来 双手揣在西裤口袋里 一副要出去的样子 他忙起身迎上去道 顾总 顾念生停下脚步 看着他吩咐道 把今天我交代你的工作做完了 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我晚上不来了 您下班了 齐少东很诧异 也很好奇 一向热爱工作的工作狂老板 今天竟然提前下班了 顾念生挑眉 你有意见 齐少东赶紧收拾起好奇 摇头道 不是 他哪敢对老板有意见 顾念生朗着脸 没有再说话 抬脚准备走的 目光不经意 从齐少东的办公桌上扫过 被他桌上那三个 外观很精致的金色盒子 给吸引了 他脚步走过去 仔细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 指着那三个金色的盒子 问齐少东 这是千丝巧克力 高冷大boss 对巧克力 好像很感兴趣 齐特助 有点意外 是的呢 顾总 您也喜欢吃 顾念生没有回他 伸手拿起一盒巧克力 盯着盒子 喃喃自语 换包装了 见他拿着 爱不释手的样子 齐特助很机智地 显殷勤 我朋友从国外 给我带过来的 好难买的 您要不要也尝尝 他也拿起一盒 准备拆开 忽然被顾念生 给抢走了 呃 齐特助还没反应过来 顾念生又将桌上 剩下的那一盒 也拿了过来 三盒叠加在一起 他用一只手拿着 迈开脚步 朝外面走去 留下一脸懵逼的 齐特助 他眨眨眼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了 高冷大老板 当着他的面 抢了他的三盒巧克力 那是他女朋友 在国外排了半天队 给他买到的 他好歹给自己留一盒 留一小块也好啊 女朋友回头要是问他 巧克力味道好不好 之后有什么感觉 他又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吗 顾念家老远就看到顾念生了 边走边对他挥手 可是会了半天 顾念生都没有看到他 顾念家走近 他还是没有发现 还盯着出口里面 在寻找什么 顾念家当然是以为 他在找自己 既开心 又觉得好笑 他手伸到顾念生的眼前 晃了晃道 啊 哥 我在这里 你看哪里呢 顾念生还是没有理他 熟悉的高调身影 终于在淋淋散散的人群里出现 他的双眼 难得有了一丝的暖阳 然后 他收回目光 看着顾念家 又恢复了冷淡 问道 你跟林一浅约好的 听到林一浅的名字 顾念家脸上 立马露出嫌弃的表情 怎么可能 他又没有拉错神经 跟那个讨厌的女人约什么 顾念家对顾念生翻了个白眼 眼睛余光里 忽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可爱的脸 瞬间拉长 林一浅出了出口 看到顾念生和顾念家兄妹俩 也很诧异 脚步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往前走 等他走近一点 顾念家厌恶地看着他吐槽道 林一浅 你怎么阴魂不散 林一浅故作疑惑地眨眨眼 何出此言 他跟他买了差不多到海市机场的航班 怪他咯 顾念家知道他故意装傻 气死了 你好讨厌 我哥好不容易对我像亲哥一样 我还准备发个视频到网上炫耀 我也有一个别人家的哥哥呢 突然间就没有这个心情了 这女人真是太讨厌了 顾念家气急败坏 林一浅却还是和往常一样波澜不惊 哦 林一浅的淡定 在顾念家眼里就是轻蔑 是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 轻敌 也就等于是在挑衅 顾念家咽不下这口气 手指着林一浅 大声质问 你哦什么哦啊 你除了会哦 还会说什么啊 林一浅张着嘴 想回顾念家的 忽然几个年轻的女孩 从她们身边路过 指着顾念山意议论道 快看快看 这个不是那个 能尿三米的每个顾总吗 帅死了 真正的是有颜值有颜值 有钱有钱 那个是她的夫人吗 好像是的呢 那几个女孩停下来 对顾念山花吃一饭 又注意到林一浅 确定了她是顾少夫人之后 都对她羡慕不已 真羡慕她 老公是个高富帅 活还好 哎呀 当她老婆也太幸福了吧 一个大约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 双手握着拳头 圆地跺脚 硬硬硬 不行了不行了 她快要憋不住了 林一浅低下头 用余光偷偷看着顾念山 越来越黑的脸 她咬着唇 努力地控制着笑 这算什么 坑爹吗 她的小鱼真的是太棒了 干得太漂亮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二十集 阿姨 这狗粮 能堵住你们的罪吗 那几个女生的议论 和拿相机 不停地对着顾念身拍 引来了别的路人的注意 围观的人 逐渐增多 顾念家看不下去了 脚步匆匆地 走到那几个女生面前 质问她们 你们说什么呢 我哥才不会睡零异浅 我哥新婚宴 就没在家里睡 我外面 多的是嫂子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小姑子干得好啊 林依浅已经料到了 顾念家这一番话说出去 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她侧身 慵懒地靠在一旁的护栏上 好整以暇地 看着顾念家 围观的人群 听到顾念家的话 唏嘘不已 看来还真是个竹马渣男啊 自己亲妹妹都这么说了 看来网上说的不是造谣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顾念家瞪着眼睛 有点迷 情节怎么没按照 她想象地去发展 这不是她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她要的是 他们一起嘲笑林依浅 让林依浅狼狈呀 顾念家不知所措地 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顾念身 顾念身脸色铁青 看上去是要打人的样子 吓得顾念家 赶紧将视线移开 小姑娘 你和你嫂子一样是个女人 将来你嫁了个老公 在外面有很多女人 你看看你心里 是什么感受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阿姨 走到顾念家面前 冷着脸 严肃地指着她训斥 老人家话音一落 在场的大多数女人 都跟着附和 就是就是 我 顾念家张着嘴 感觉要哭了 那老阿姨没有理她 一双已经开始浑浊的眼睛 又看向顾念身 一份填音道 小伙子 这么漂亮的老婆 你还出去找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犯贱 老人家训斥顾念家 林一浅觉得 作为一个年长的长辈 站出来说几句 倒也是正常的 可她竟然骂顾念身了 倒不是林一浅心疼 顾念身 而是觉得 她带着情绪化的正义 有点莫名其妙 林一浅疑惑地 盯着老人家打量 仔细看 她竟然觉得 有点熟悉 忽然 一只手 从她身后绕过来 不等她反应 她的下巴 已经被拖了起来 下一秒 她的唇 被男人的嘴唇 给堵上了 先是惊吓 脸上一阵苍白 然后才反应过来 林一浅瞪眼 正好捕捉到 酷念身眼眸中 一闪而过的笑意 那一瞬间 她竟然产生了错觉 顾念身的笑 不是在嘲讽 而是狡黠 是腹黑 是故意的 可是 她是那么讨厌 她的顾念身啊 顾念身的举动 来得太突然 大家都跟林一浅一样 猝不及防 等他们想起来 拍照的时候 顾念身的唇 已经从林一浅的唇上 移开了 顾念身的手 还松松地 搂着林一浅的脖子 目光看向 刚才骂她的阿姨 阿姨 这狗粮 能堵住你们的嘴吗 能不能不要 这么一本正经的幽默 真的很讨厌啊 那老阿姨 也很无语地 抽了抽嘴角 她没有说话 转身在众人目光下 离开了 林一浅看着 老人家的背影 越来越感觉 似曾相识 她忘了顾念身的手 还搂着她 拖着箱子 去追那老阿姨 顾念身的手一空 视线几乎本能地 跟着女孩奔跑的身影 愣了愣 才收回来 低头看着自己 落在护栏上的手 咬牙 手指一收 钻成全地 阿姨 林一浅跟着那阿姨 等他们都出了机场大门 她才开口 喊住了老人家 老人家停住脚步 喘声微笑着 看着她 没有说话 林一浅 边盯着老人家的脸 打量 边问道 我们是不是 见过 看着她微笑的脸 感觉记忆中熟悉的面孔 就要浮现出来了 林一浅问话出去 那阿姨好半天 都没有反应 眼睛一直盯着她 不知道在看什么 她疑惑地皱了皱眉 老人家终于开口道 你偷的那件裘衣 还在我家里放着呢 偷的裘衣 林一浅回忆了一下 想起来 瞠目张嘴 你是 老板娘 姚阿姨 看到我老成这样 是不是 绝对不可思议呀 林一浅想点头的 可又觉得不太礼貌 她敏纯笑了笑 那时候的姚阿姨 虽然也五十岁了 但保养得很好 风韵犹存 尤其是一头乌黑的长发 让无数同龄人羡慕 最让人羡慕的 还是她有个特别疼她的老公 什么家务会儿都不让她做 初中毕业到现在 不过七八年 一下子老的 她都不认识了 长发没了 还白了这么多 皱纹黑眼圈和眼袋 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这七八年里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对她打击特别大的事情 李浅还诧异着 姚阿姨又带着 几分玩笑的语气道 那时候啊 我差点把球衣拿去 还给那小子 告诉她是你偷的 闻言 李浅的脸都红了 她不好意思地伸手挠挠头 很尴尬 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姚阿姨又道 我还有事 得先走了 说着 她立马拖着箱子 转身继续往前走 李浅抬起头 看着她喊道 姚阿姨 小卖布还开着吗 姚阿姨没有回头 背对着她 点头道 开着呢 只要我不死 就会一直开着 不知道是不是 林依浅想多了 总觉得这句话 有点消极 给人沉甸甸的压抑感 林依浅抿了抿唇 没再问什么 点点头说道 好 我有空 去拿那件球衣 她站在原地 看着姚阿姨 上了一辆白色的小车 正要将目光收回 身后 忽然传来 顾念家的质问 林依浅 你跟那老太太 说什么了 这货竟然还没 被她那个 傲娇哥哥赶走 林依浅有点意外 顾念家 在坑了顾念身之后 还这么安让无恙地 过来质问她 林依浅转身 一副无辜的表情 看着她 她骂了你和你哥 我肯定要帮你们 骂回来啊 我才相信你 顾念家对林依浅 翻了个白眼 嘴上说着不相信 但忽然也没了脾气 正好这时候 顾念身也出来了 她脚步匆匆地 每一步都带着情绪 顾念家讨好地迎上去 哥 天知道 顾念身是做了多大的隐忍 才将到了嘴边的那一声 滚 给忍住了 她没有理顾念家 黑着脸 从她面前走过去 接着 度过林依浅 顾念身 顾念身停下脚步 小鱼 想要个爹地 等她再大点 要上学 需要你陪伴 林依浅就当是为了小鱼 她鼓足勇气 与其尽量地理直气壮 我没叫车 你带我一起回家吧 她话一出 不等顾念身有什么反应 顾念家赶紧凑到顾念身的身边 小声提醒道 哎 哥 我告诉你啊 你千万不能对这个女人心软 更不能对她动心 顾念家一边说 一边抓着顾念身的胳膊 把她拉到路边 声音又压低了一点 哎 我那天给你发的信息 小舅舅的 听到小舅舅这三个字 顾念身的脸色 瞬间冷若冰霜 气温都骤然下降 顾念家感觉到 赶紧闭上了嘴巴 可是已经晚了 自己打车 顾念身冷冷地丢给顾念家五个字 长腿迈开 起步走到车边 看顾念身开门 林一前火速反应 拖着箱子跑了几步 忽然想到什么 又停下来 转头看着顾念家道 手机叫个专车 应该很快就过来了 说完 他没有看顾念家的反应 继续往前走 看着林一前上了顾念身的车 车门关上 车子发动 扬长而去 顾念家站在原地抓狂 一口气咽不下去 他拿出手机 给顾念身发语音消息 嘿 我说你中我发什么火啊 又不是我让小舅舅回来 给你戴绿帽子的 你要这样 我要站在小舅舅那边了 帮他跟林一前偷情 给你无数点原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杨 李贤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21集 小舅舅回来了 顾念家正在气头上 也不顾场合的一段咆哮 消息发送出去 他锁上手机屏幕 抬起头 看着人来人往 车来车往 好像都是私家车 他要上哪里打车去啊 顾念家正迷茫着 身后忽然传来一个 熟悉的男人的声音 我劝你 还是赶紧把刚才 那条消息撤回 过了两分钟就撤不回了 我为什么要撤回啊 顾念家赌气地 接了一句 后知后觉 他眼睛一亮 激动地转身 小舅舅 男人穿着黑色九分裤 白色衬衣 迎着阳光 干净明媚 一双桃花眼 看着顾念家 满含宠溺的笑 虽然年纪没差多少 但长辈 总归是长辈 有着属于长辈的 深沉和城府 顾念家看到宋长林 欣喜地喊了一句 起步迎到他面前 举起双手 勾着他的脖子抱住他 面对顾念家的热情 宋长林很无奈 只能头往后仰 游着他 还不忘提醒他 你先撤回消息 不然你今晚呢 可能连家门都进不了咯 顾念家气鼓鼓地道 我就不撤 嘴上是王者 胆量却是青铜 他赶紧松开宋长林 解开手机屏幕 准备撤回消息 可打开微信的那一刻 他傻眼了 消息顾念生已经听完了 而且给他回复了 你给我滚回去下去了 一个月内 别再让我看他了 顾念家下的手一颤 手机差点滑了下去 他抬起头 委屈巴巴地看着宋长林 小舅舅 我哥已经听完了 他让我别回家了 怎么办 那跟小舅舅走吧 宋长林伸手 放在顾念家的脑袋上 宠溺地揉了揉 好暖好暖 顾念家忍不住 又伸出双手抱住他 还是小舅舅对我最好了 就是因为小舅舅 一直对他很好 他才更嫉妒 更讨厌林一浅 感觉林一浅 抢走了他的全世界 撒了一会儿娇 顾念家才想起来问 小舅舅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宋长林脸上的笑容 脸去了不少 忽然变得有点深沉 有点惆怅 他没有回答顾念家的话 佳佳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顾念家不懂他在说什么 什么 你说要帮我给你哥戴绿帽子 原来是这个 顾念家脸色一黑 皱皱眉道 小舅舅你真讨厌 不许喜欢那个女人了 我有很多漂亮的女同学 都介绍给你啊 走吧 宋长林笑了笑 没在逗顾念家 林依浅坐在后排座 她上车之后 准备找点话题 跟顾念生尬聊的 可顾念生不知道 收到谁的消息 脸色难看至极 抓着方向盘的双手 手背轻轻地鼓了起来 林依浅不敢说话了 默默地将目光 从顾念生的脸上移开 收回来 不禁一扫到她旁边 放着的几个金色的盒子 她特地看了一眼 这一看 不得了了 哇 千丝巧克力 她从小粉到大的 巧克力品牌 她吃巧克力 只吃千丝家的 不过 实在是太难买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吃过了 林依浅激动地 拿起一盒巧克力 像剪刀宝贝一样 仔细研究 车子 正好开到一个路口 是红灯 顾念生停下车子 转头 目光先从林依浅脸上扫过 嘴角露出一抹 机不可见的笑 然后 又看着林依浅手里 拿着的巧克力 皱起了眉头 齐少东给我的 我说了不要 她为什么还没扔掉 扔掉 林依浅听到扔这个字 几乎没有经过大脑过滤 抬起头 看着那故作懊恼的男人道 给我吧 接着 她又低头美滋滋地 看了看手里的巧克力 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 你就当扔掉了 如果给她这两句话录下来 回头再放给她听 她自己可能都不相信 是她自己说的 她竟然为了几盒巧克力 在顾念生面前 掏弃了尊严和逼格 顾念生没有说话 正好红灯跳了 她转头 目光收回去 看向路前方 后视镜正好对着她 照到的正好是她的嘴 同步她嘴角 绽放笑意的过程 林一浅刚拆了一个巧克力 送到嘴边准备吃 抬起头看到后视镜里的男人 那上扬的嘴角 因为看不到整张脸 笑得意味不明 她动作停顿下来 她是不是在嘲讽自己 还是不要吃了吧 自尊心说来就来 她抿上嘴巴 捡起包装纸 把那个巧克力又包起来 塞到盒子里 顾念生也在通过后视镜 偷偷地看林一浅 欠她准备吃 又停下来 她疑惑地醋了醋眉 怎么不吃了 林一浅放下巧克力之后 就没再看顾念生了 目光看向窗外 看着车水马龙 马路上一家三口 可爱的小女孩 骑在爸爸的脖子上 不知道在聊着什么 她们开心地笑着 温馨的画面 从她视线里一闪而过 她脑海里 不禁补出一幅 同样的画面 小鱼骑在男人的脖子上 她们聊着飞机 聊着游戏 聊着各种新奇的东西 想着 林一浅的嘴角 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沉浸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笑得像个泡在蜜罐里一样甜蜜 突然轰的一声 车子加速 林一浅的脑袋 差点磕到前面的座位靠背上 幸好她及时用手抵住 她拉回思绪 只见他们的车子 超了一辆又一辆 这是在市中心 还是高峰起 这家伙突然冲什么疯啊 林一浅不解地 看向驾驶座上的男人 只能看到 她大半个侧脸 脸色看上去 特别难看 好端端的 谁又惹她了 顾念山飞速开了一段路 到了一个要等红灯的路口 终于正常了 林一浅暗暗松了一口气 收回抵着前面座位靠背的手 手心里全是汗 鬼知道 她刚才有多害怕出事 心脏差点都跳出来了 两人一路无言 等到家 天都要黑了 林一浅趁姑娘 伸解安全带的时候 先下车 她绕到车后面 准备拿她的行李箱 可是拉了拉 后备箱打不开 这家伙车子还没锁 就先把后备箱锁了 她皱眉 走到驾驶座车门外 面无表情地看着顾念参道 你把后备箱打开一下 我要拿箱子 然而 顾念参好像没听见一样 继续低头 发她的邮件 林一浅知道 她是故意的 她有些生气了 顾念参 带着情绪 声音不由自主地大了 顾念参这才慢悠悠地 抬起头 你在跟我说话吗 不然我在跟狗说话吗 林一浅看着男人冷漠的脸 气得手握着拳头 眼睛不受控制的酸涩 顾念参 非要这样对我吗 林一浅仰头 对着天空吸了一口气 把到了嘴边的话 咽了下去 努力地克制着 心里那一股翻涌的酸楚 这时候 顾念参拿起车钥匙 恩了一下 后备箱自动弹开了 林一浅没再看她 去拿了行李箱 快速进屋 看着她怒气沉沉的背影 顾念参手握着拳头 举起来 准备垂方向盘的 不经意扫到 前面摆放的一个 熊布偶 那是顾念参 强行贴在她车上的 小熊嘴角上扬 笑得开心甜蜜 脸颊还有两抹红韵 她拳头改变方向 对准小熊的笑脸 狠狠砸过去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她哪里好啊 捶了一下 她抓着小熊的脑袋 粗鲁地将小熊扯下来 随手丢出了窗外 忽然 她又想到车后面 放着的巧克力 三盒整整齐齐地 摆放在那里 刚用小熊发泄的怒气 又上来了 她长臂一身 把那三盒巧克力 拿起来 开门下车 随手将巧克力 往路边一扔 不是好歹的东西 她疯了才这么 费尽心思地讨好它 骂了一句 她还准备抬脚踩一下的 忽然跑来一只庞大的牧羊犬 牧羊犬对顾念参叫了两声 忽然低头张嘴 叼起一盒巧克力就要跑 顾念参瞪眼 急了 喂 顾小小 不是给你的 这只边境牧羊犬 是顾念家养的 名字叫小小 还给它灌了它们家 高贵的故性 但这只狗被训练得很好 很通人性 几乎家里熟悉的面孔说话 它都会听 听到顾念参的命令 小小停下来 不舍得将巧克力放下 鼻子还不停地贴着盒子秀 顾念参看着它好奇 却又不敢忤逆它的委屈模样 它忽然想到什么 眼睛一亮 蹲下来 拿起一盒巧克力 送到小小的嘴边 小声地说道 你把这个 送去二楼我的房间 送给林一切 就是我老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阳 由舒艾 云飞 小边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十二集 狗给的巧克力 顾念参掏出手机 翻出林一浅的照片 给顾小小看 顾小小监着 她的手机 看了一会儿 往地上一坐 一副 这个差 是我不干的 傲娇模样 顾念身黑脸 张嘴 准备说 威胁她的话 到了嘴边 又收了回去 她又滑开 手机屏幕 搜了各种 排骨的图片 给小小看 送去晚上 给你下餐 看到排骨 顾小小立马 将两条后腿 立起来 低头张嘴 叼了一盒巧克力 摇着尾巴 欢快地跑进了屋 顾念身跟着后面 小声地提醒 不许偷吃 等小小进门消失了 她低头准备 锁手机屏幕 看到刚搜出来的 排骨图片 她又皱眉 很懊恼 现在连狗都敢 跟她谈条件了 林一浅刚到房间 换下衣服 准备洗个澡的 忽然有什么东西 在挠她的门 她疑惑地打开门 漂亮的边境牧羊犬 蹲伏在她门口 嘴巴里 叼着一盒巧克力 仰头对她吐舌头 大口喘气 她认识这只狗 十五年前 宋长林送给姑娘家的 是一条很蠢很蠢的 牧羊犬 可她叼了盒巧克力 蹲在她房间门口干什么 小小 林一浅皱眉 疑惑地喊了 顾小小一声 顾小小松口 巧克力掉在地上 然后转身 朝楼下飞奔 这是啥意思 林一浅目送 顾小小的狗瘾消失 收回目光 纳闷地看着地上的巧克力 小小和她不熟 不会无缘无故地 给她送巧克力 难道是那家伙 让小小送上来给她的 不可能吧 林一浅正想着 楼梯那个方向 忽然传来男人的怒吓声 老子给你吃的 你凭什么拿老子的东西 去做好人 顾小小仰头 看着顾念生 委屈巴巴地叫了两声 牛牛是你让本狗送的呀 林一浅也是无语 呵呵 宁愿给狗吃 都不给她吃 林一浅准备 把巧克力丢掉的 放在卫生间 洗手台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 她匆匆跑进去 拿起手机 来电显示 白色 她接听放到耳边 到家了吗 到 林一浅准备说到了 想到什么 她眼中闪过一抹脚侠 脚步回到房间门口 大声地说道 嗯 我刚到家 现在 在吃狗给的巧克力 纤丝排的 特别好吃 刚进书房的顾念生 听到林一浅的话 脚步一顿 醋梅 狗给的巧克力 在家里 林一浅不敢跟白色多聊 互相报了声平安 便挂了电话 她走到沙发边坐下 放下手机 看着另一只手里的巧克力 想放下 动作顿了顿 吃吧 她都拿回房间了 吃了和扔了 也没什么区别 想着 她拆开巧克力 拿出来一个吃了起来 手机忽然又来了一条微信提示 她点开微信 长林两个字 让她的表情争了一阵 宋长林 只是发了一个定位 是宋家 在郊区的别墅 林一浅将另一只手里 吃了一半的巧克力 塞进嘴里 拿起手机给宋长林回复消息 啊 你回来了 啊 你是该回来看看了 你妈那么大年纪了 多陪陪她老人家 刚才看到宋长林发消息的一刹那 她脑海里闪过的 竟然是姑娘生 掐着她脖子警告她的画面 心里竟然闪过 不理宋长林的念头 林一浅 那是宋长林 是宋长林啊 为了一个姑娘生 你真的是丧心病狂 病入膏肓了 宋长林很快 又回了消息 没接林一浅的话题 祖国的夜空 星星好像格外的多啊 星星 刚才回来时 天气好像很不好 还起风了 有星星吗 林一浅一边疑惑 一边往窗外看了一眼 黑漆漆的夜空 不见一点星辰 她很无语地回宋长林 今晚要下雨 哪来的星星啊 宋长林发了一个疑惑的表情 还加了两个字 是吗 宋长林 你很无聊你知道吗 尬聊得太明显了 宋长林接着又发来消息 你这丫头 怎么没大没小的 不喊小舅舅吗 尽管她尽量用玩笑的语气 可两边的气氛 还是不受控制的 沉重严肃起来 林一浅手指 放在屏幕上方停留了一会儿 才按下去 好啊 那我最后一次 喊你长林 发完消息 她放下手机 起身走到阳台上 看着漆黑的夜空 纵然果断如她 可这一刻 林一浅内心里 还是隐隐有种 怅然若失的感觉 看到林一浅回的消息 宋长林整个人 一下子僵住了 一双眼睛 忽然空洞无神 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般 小舅舅 你怎么了 宋长林的思绪被打断 她抬起头 看到顾念家 没做考虑 站起身 抓着顾念家的手道 念家 我送你回去 说着 她已经把顾念家 拖到门口了 顾念家一脸懵 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反应了 二楼 忽然传来一个 深沉的老太太的声音 长林 你刚回来 就不要折腾了 我也好些天 没见过家家了 就让她在这里 多陪我几天 不容质疑的语气 宋长林的理智 慢慢地回归 她看向站在楼梯上的老人家 抿着嘴角 轻轻点头 松开顾念家的手 脚步往回走 顾念家像尾巴一样 跟在宋长林的身后 等二楼的老人家走了 她才凑到宋长林身边 小声问道 啊 你想见送我回去的机会 看淋漪前吧 宋长林没有否认 嘴角挤出一抹 力不从心的笑 你 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 外婆都能看出来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 顾念家不满地撅着嘴 宋长林挑眉道 你在说外婆智商没你高 她在刻意转移话题 可顾念家并不如她愿 抱着她的胳膊 撒娇地求她 哎哟 小舅舅 你不要喜欢那个女人了好不好 让她祸害我哥去 宋长林文言 好笑地问她 小舅舅比你哥重要吗 顾念家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当然了 哼 我哥总是欺负我 根本不把我当亲妹妹 竟然把她丢在机场 带着那个讨厌的女人回家 佳佳 顾念家正噼里啪啦地吐槽着 宋长林忽然语气深沉地喊她 顾念家疑惑地扬起脸看她 嗯 怎么了 以后对小姨好点 她是你 嫂子 宋长林张着嘴 嫂子两个字 在嗓子眼里哽了一下 才吐出来 她的眼眶忽然就红了 顾念家看着心疼 也跟着红了眼睛 她不知道 要怎么安慰宋长林 干脆给她一个拥抱 小舅舅 你别难过了 三条腿的蛤蛤蛤不好找 两条腿的漂亮女人多得蛤 这就给你推荐几个我的同学 说着 她就要去拿手机 一连给宋长林的微信 推荐了好多个女同学的微信号 宋长林看着她 对她不知所措的心疼 不忍心辜负 于是 坐回到沙发上 拿起手机 将那些女生的名片 一一点开 顾念家凑到她身边 手指着那些名片 给她介绍道 这个 是我的室友 他是个梅儿大 还有这个 父母都是老师 性格特别好 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超棒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下午彷徨 值得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十三集 让本女王欣赏一下 你的容颜 和躯体 一不小心 吃了半盒巧克力 晚饭 连以前都没有下楼去吃 洗完澡 她就开始工作 M国明年开年上映的一部动漫电影 女一号和女二号的配音 都是她 时间很赶 她要抓紧熟悉台词本才行 提前一杯咖啡 一盘水果 放到桌上 然后她再坐下 拿起厚厚的一叠台词本 翻到上次她看到的那个部分 这部动漫 是根据M国一个著名作家的小说改编的 小说她已经看完了 了解了整个故事的属性 和人物性格 女主身负异能 能短时间控制别人的思维 女主经常用这个技能 调戏帅哥 别的帅哥 都是一世就灵 但在王一般的男主面前 他的异能就失效了 越是不成功 他对男主的控制欲就越强 故事搞笑又感人 林玉浅贼喜欢故事里皮皮的女主 见到顺眼的 就会毫无顾忌地凑上去调戏 他看的时候 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去想 如果 他也像故事里的女主人翁那样 会怎样 台词本里的情节 正好看到女主 第二次见到男主 一见面 他就开始对男主使用超能力 几句霸气又小无台词 让他反复地看 因为实在是喜欢 忍不住 就跟着配上了音 他放下台词本 站起身 闭着眼睛 脑海里面闪现出的 是那个傲娇的少年的脸 穿着白金的篮球服 刚打完篮球 起地汗珠挂在他的脸上 温柔中又散发着那与生俱来的冷傲 林玉浅嘴角微扬 很快进入角色 过来 到本女王这里来 让本女王好好欣赏一下 你这完美的容颜和躯体 乖宝贝 不要害怕 顾念参推开房门 听到卧室里 传来陌生女人的声音 她猝了猝眉 脚步快速地 走到卧室门口 看到站在书桌前 仰着头 一只手举过头顶 食指做着轻挑动作的林玉浅 她嘴角无声地 抽出了两下 是不是 被本女王这盛世美颜 给迷到了 林玉浅抬起手 一根手指 妖娆地在自己脸蛋上 滑了滑 缓缓地睁开眼睛 熟悉的男人的身形 毫无预料地 闯入她的视线 林玉浅猛地抬头 男人站在卧室门口 慵懒地靠在门框上 一双眼睛看变态一样 看着林玉浅 林玉浅张嘴瞪眼 表情僵住 这 这家伙 怎么又是不声不响地 进了房间 她不是应该去公寓了吗 两人对视一眼 顾念生开口 悠悠地道 我明天联系一下 齐武院 她舅舅那边 应该还有控肠胃 她一边说 一边往衣帽间走 齐武院的舅舅 施海市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寺院 大家都知道 是精神病院 她这是在骂自己 神经病 靠 林玉浅双手 愤愤地握着拳头 跟着顾念生 到衣帽间门口 看着她解释道 我看到一本好看的小说 不小心入了迷而已 你才神经病 你全家都神经病 顾念生没理她 衣帽间里 走到衣柜前 拉开衣柜的门 她一愣 在她众多白衬衣里 女人的两件颜色鲜艳的连衣裙 格外地显眼 心 像是在高温下的巧克力 融化了 林玉浅见顾念生 站在衣桌前定格了一样 而顾念生的视线 好像在她刚买回来的 那两件裙子上 以为顾念生是在生气 她把衣服挂在她那边 她赶紧解释道 哦 我朋友把我在国外的衣服 都寄回来了 这次到首都又买了几件 衣服太多了 柜子放不下 所以 就把两件刚买得很贵的 放在你那边 怕被挤皱了 我这就拿走 她一边说 一边走到衣柜前 伸手 要把她那两件裙子 从顾念生的衣柜里拿出来 手刚要碰到衣架 身旁的男人忽然抬起手 抓住她的手腕 不用 她话音未落 自己就先愣住了 目光看向抓着林一浅的那只手 白皙纤细的手腕 她的大手 能抓下她的两只 从来不知道 林一浅的皮肤 是那样的娇嫩 就被她这么抓了一下 都红了 顾念生心一紧 下意识地松开 林一浅 也从错愕中回过神 将目光 从男人脸上移开 低下头 看着刚才被抓的手腕 红了一圈 她用另外一只手摸了摸 然后 打开她那边衣柜的门 准备挪个空位置 放那两件裙子 顾念生的目光 也跟着看向林一浅的衣柜 快速地将里面所有的衣服 都扫了一遍 在扫到叠放在下面的一堆衣服时 她的脸色 呼得一沉 林一浅没有察觉到 顾念生脸色的变化 正把这个天窗不到的衣服 往下面拿 挪用位置 男人冷冰冰的声音 忽然在她脑后响起 给你十分钟时间 旧衣服全都扔掉 命令的语气 说完 她伸手从衣柜里 拿了件睡袍出去了 林一浅动作一僵 反应过来 她转头 男人冷傲的身影 已经走出衣帽间了 她的手 泄气地放下来 转身 往衣柜门上一靠 勾唇 果然 只有冷漠 才是她最真实的 不知道她为什么 要让自己扔了旧衣服 也不想去想 她的嫌弃和厌恶 从来不都是没有理由的吗 林一浅很快 把一堆在M国的衣服 挑了出来 堆在地上 然后 她坐在地上 又将衣服一件一件地 往空箱子放 白色带回来的 都是她平时穿的 很普通的衣服 都不贵 所以扔了 也谈不上可惜 地上的衣服越来越少 两件印着乌龟图案的T恤 渐渐露在林一浅的视线里 她有些诧异 伸手 将那两件T恤拿起来抖开 一模一样 不过一个男款 一个女款 男款还是崭新的 还有一股 洗衣液的清香 妈咪为什么要买三件 小鱼没有爹地呀 买来等小鱼长大了穿 到时候妈咪啊 又能跟小鱼穿一样的衣服啦 嗯 好的 脑海里浮现出 小鱼天真可爱的脸 林一浅的嘴角 不禁上扬 灯光下 她眼睛里闪烁着 细碎的光芒 如星辰一般闪耀 她将两件T恤又叠起来 准备往箱子里丢 可最终 还是没有丢进去 不想让顾内生看到 她打开了衣柜下面 带锁的抽屉 把衣服放了进去 锁上抽屉 门外 男人看着她 一双手握着拳头 实在无法抑制 一拳头狠狠垂在了墙上 咚的一声 林一浅在房间里听到 吓得转过头去 先看了一眼 然后起身 快步走出去 想看看情况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十四集 你会继续帮我吗 看到顾念生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本杂志 漫不经心地翻着 她已经洗好澡了 身上穿着钢材 她从衣帽间拿的睡袍 难道刚才的声音 不是他们房间的 林一浅疑惑了一下 没有再纠结 刚才那咚的一声响 是从哪里来的 她又看向顾念生 她那个架势 是不打算出去了吗 林一浅试探地问道 你晚上 要在这睡吗 顾念生徐徐抬头 冷冰冰冰冰地回林一浅 林一浅 这是我的房间 她硬是把那个闷字 给卡了回去 说着她和上杂志 奇长的身子立起来 紧接着 一双手插进睡袍口袋里 脚步往卧室里面走 这是要回房间睡觉的意思了 房间里还有台词本 林一浅顾不上去 搅情想别的 请跟着顾念生 进了卧室 脚步走到书桌前 拿起台词本和电脑 对顾念生说道 我还想再看我小说 去外面了 看来她的工作室 得赶紧弄好 不然在家里 根本没法工作 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林一浅边走边想 没走几步 身后忽然传来 男人冷冽的声音喊她 林一浅 她停下脚步 疑惑地转头 啊 顾念生靠在床头 看着她问道 你打算 什么时候跟我谈 你家里的事 她的眼神 如她的声音一样冷漠 让林一浅感觉不到 丝毫温度 甚至还带着一丝嘲讽 林一浅像被挣扎了 她的眼眶 不由自主地有点湿润 她努力地克制着 她一开口 就会暴露情绪 顾念生带着嘲讽的声音 又响起 你嫁给我 不就是为了让美格投资 救你们家吗 林一浅暗暗地抽了一口气 然后弯唇 笑着道 我以为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不用再商讨了 她差点忘了 他们的婚姻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她爷爷一张遗嘱 顾念生是第一继承人 但不是唯一继承人 顾念生想要继承美格 必须要娶林一浅 否则顾家孙辈 谁愿意娶林一浅 谁就是继承人 她是为了顾家的家产 为了美格那至高无上的总裁位置 才娶的她 林一浅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顾爷爷临终前 会立这样一条遗嘱 记忆中老人家和顾念生的眼光一样 喜欢那个低调聪明懂事的女孩 顾念生冷冷的声音又响起 如果你稍稍关心一下你们林家 就应该了解 你们家现在的情况 不是协议上写的三亿就能解决的 这些情况林一浅又怎么会不了解 可是破产不破产 跟她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顾念生 怎么会懂她 在顾念生的心里 她到底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林一浅咽下酸涩 微笑着对顾念生点了一下头 嗯 那我明天回家了解一下 说着她抬脚 准备继续往前走 想到什么 她又回头看着顾念生道 如果不止三亿能补得动 你会继续帮我吗 这个问题问出口 她自己都觉得好笑 如果不是遗嘱上写了三亿聘礼 她顾念生估计一毛钱 都不会花在林一浅身上的吧 林一浅有哪来的勇气 奢望顾念生 能继续为她投资呢 想着她立马又道 我明天先回去看一下吧 谢谢了 客套的一声谢谢了 仿佛在他们之间 又加了一道墙 将他们的距离 又隔远了 看着林一浅的身影 消失在卧室门口 顾念生的心 呼得一空 她猛地坐起来 双脚下地 起身 鞋子都没顾得上穿 赤着脚跑到门口 林一浅的身影 刚好出了房间 顾念生没有再追上去 转身靠在墙上 仰头闭着眼睛 满脑子都是林一浅 对着那两件情侣T恤 一脸笑容的模样 她要疯了 顾念生睁开眼睛 双眼通红 脚步往衣帽肩走 绕过林一浅 刚才收拾好的大箱子 拉开衣柜门 伸手 去拉那个带锁的抽屉 拉不动 她懊恼地抬起脚 用力地扯了一下抽屉 坐在沙发上 拿出放到 已经快要发霉的烟 抽了半包 已经大半夜了 林一浅 还没回房间 应该是不会回来了吧 顾念生低头 轻笑一声 掐灭了手中 抽了半截的烟 然后直接 就在沙发上躺下了 没睡多久 生物中到了 自然醒 她睁开眼睛 迷糊了一瞬 想到什么 她立即爬起来 跑进卧室 床铺整整齐齐地 没有人睡过的痕迹 她又转身 跑到房门口 拉开房门 管家正好路过 看到顾念生 她微笑着 打着招呼 少爷早 顾念生目光左右看了看 然后小声地问 看到林一浅了吗 少夫人一早就出去了 顾念生撇了撇嘴 然后又小声地问道 你会不会开锁啊 不会 管家摇了摇头 哪里上锁了吗 每个房间都有备用钥匙的呀 顾念生丧气地皱起眉头 不用了 衣柜抽屉的备用钥匙 他们肯定没有 要不是那个蠢女人做贼心虚 谁会那么无聊地 锁衣柜的抽屉 管家应了一声 准备走了 顾念生想了想 还是不甘心 又把管家给喊住 你回来 管家好奇地问 少爷 还有什么事吗 我房间衣帽间 我想重新装修一下 去年年初才装修好的 管家很不解地看着顾念生 有钱也不要这么任性吧 顾念生挺着胸膛 一点也不心虚地说 我不喜欢这个风格了 有什么问题吗 他作者眉 似是不悦 管家不敢再对他有半点质疑 连忙道 没有没有 我这就去联系装修师傅 尽快给您重装 说着 他立马去安排了 顾念生收回目光 看向那衣帽间 傲娇地冷哼一声 海市妇人集中区 连衣前打车 到自家门口停下 看着熟悉的院子门 熟悉的门牌号 熟悉的房子 心中五味杂陈 五年了 这个他从小生活到大的地方 他在这里 有过多少笑声 就有多少泪水 他走的那一天 没有想过 会再回来这个家 所以 才会在临走前 做出那样大胆的事情 他脚步缓缓地走进门径 熟悉的开索密码 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他抬手准备输入 林一浅 还真的是林一浅 他回来了 身后 忽然传来两个女人 惊讶的声音 他动作停顿 回头看到两个 穿着时髦的女人 站在他刚才下车的地方 手挽着手 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 这两个 算是从小跟他攀比着长大的 短头发的是周红玲 长头发的是前娇娇 以前凡是他有的 他们砸锅卖铁 都会买个一样的 林一浅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们俩 你们是谁 云淡风轻的四个字 低调地张扬着 他的冷漠和孤傲 让听者有一种 根本不被放在眼里的感觉 这种感觉 自然是不舒服的 两个女人 立马变了脸 哼 你们家都要破产了 还神气什么 你忘了 人家现在可是嫁给了顾念生 成为了美格的少夫人 你没听说吗 顾念生婚后 一直住在外面公寓里 女人今天睡一个 明天睡一个 她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 被自己亲舅舅睡过的女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哦 只有你相信 我有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李贤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二十五集 你们动了她 就要负责 两人一唱一鹤 肆无忌惮地对林一浅 冷嘲热讽 话越说越尖酸刻薄 林一浅一点都不意外 也不生气 她从小就习惯了 所有看不惯她的人 她都理解为 是因为羡慕嫉妒她 而这两个人 本来就是 她很耐心地 等那两个女人话音停下来 才不急不慢地开口 想当年你们俩 也是顾念生的头号粉丝 到处扬言 要睡顾念生 现在顾念生 每天睡不同的女人 怎么 没睡你们俩 她眉毛轻轻一挑 还是那副 同龄人刻意模仿 都模仿不出来的 慵懒大气 时隔五年 没有给人 一丝一毫的陌生感 还是清高地 令人发指 可之前 她是百亿林家的 千金大小姐 现在林家都落魄了 她还有什么资本 那两个女人 被林一浅反嘲讽得 很不甘心 哎呀 顾家老爷子的遗嘱 要是点名让顾念生娶我 肯定不会让我 堵守空房的 顾念生奉旨娶她这件事 还真的是人人皆知 她就那么害怕 被人误会是她自愿的吗 林一浅的心里 滑过一丝色味 她没有迟疑 看着说话的前娇娇 翻了个白眼 你知不知道 你这笑话 承包了我这一年的笑点 她本来还想加一句 姑娘 你真敢给自己 优越感的 想想 还是算了 跟她们 浪费什么口声 可她的那句话 已经足够给 钱娇娇羞辱感了 她伸手 咬牙切齿地 指着林一浅 林一浅 你 林一浅没理她 悠悠地转过身 继续输入开锁密码 密码错误 六位输密码输入完毕 回应她的 不是熟悉的开门声音 而是语音提示 如果妈妈不在家 小姨就自己输密码进来 这个是我们家的密码 永远不会换的 四个字 让林一浅整个人 僵在原地 迟到身后 传来周洪林的嘲笑声 她才回过神 跟男人跑了 你爸都嫌你丢人 连家门都不让你进了 心痛和愤怒交织 心口 比压了一块大石头还要堵 无处发泄 她转头 怒目扫向周洪林道 你闭嘴 霸气侧漏 周洪林的眼里闪过一抹畏惧 不过片刻 她又凶悍起来 我就不闭嘴 你来咬我呀 一副欠揍的做做嘴脸 林一浅二话不说 脚步匆匆走过去 气势吓人 周洪林脚步下意识地 往后退 嘴还很硬 干什么 我怕你啊 不怕我 你怂什么 她脚步逼近周洪林 还是那样高人一等的居傲 就愿加心恨 刺激着周洪林和钱娇娇 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 然后 两人一起伸手 一个揪住林一浅的头发 一个抓着林一浅的胳膊 那我们今天就狠给你看 他们俩想把林一浅 摁在地上 但林一浅常年健身 是有力气的 但头发被扯住了 她稍稍用点力挣扎 都有可能被扯掉一把头发 她优雅到大 这是第一次跟人动手打架 从前被女同学堵在门口 都没打起来 放手 这声音 林一浅听到熟悉的男人声音 忘了头发被扯这回事 她转头 瞬间的疼痛 像是头皮被撕下来一般 她疼得眉心直抽搐 周洪林和钱娇娇 看到顾念参 愣了一下 赶紧把林一浅给放开 顾念参高大的身影 已经到了林一浅的身边 她几乎是下意识地 抬起手 一把搂住林一浅 然后她另一只手抓住林一浅 被挠得全是转印的胳膊 心疼地用手 轻轻地从上到下摸了一下 再看林一浅的头 头发凌乱 地上掉了一地的断发 她眸光瞬间凝结成千年寒冰 转头看着周洪林和钱娇娇 他们俩下得愣了愣 然后伸手持着林一浅跟顾念参 辩解道 她先动手的 顾念参没有理她 目光又回到林一浅身上 抬起手帮她整理头发 慢条丝里的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呵护 嘴里悠悠地道 她的头发 她身上的每一根寒毛 你们动了都要负责 她背对着周洪林和钱娇娇 他们俩都能感觉到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 酸酸寒意 可这样的话 听在林一浅的耳朵里 却搅乱了她一池春水 她仰起脸 错愕不解地 看着眼前男人的脸 刹那间想象 是春风从她心间浮过 第二次在姑娘深的脸上 看到比冬日阳光还要暖的温柔 那一次 是她穿着她专属的一号球衣 宣布他们胜利的那一刻 她对着关注席上 那女孩一个回眸 那时候 林一浅多想姑娘深转头 看到的是她 脑海里又闪出那个画面 阳光下 少年比阳光还要阳光 几乎所有女生的目光 都在看她 而她的双眼 只为那一点星辰而璀璨 钱娇娇和周红林 不知道顾念深想干什么 但她那话 明显散发着危险的信号 他们都不由自主地 害怕起来 顾念深 你想干什么 顾念深仍然没有回头 二十分钟后 发你们光头照到同学群里 否则 来求我的 就是你们家长了 让一个女生剃光头 还是超级爱美的女生 剃完了 还要发到同学群里 太狠了 林一浅看着顾念深 眼里多了一丝差异 顾念深这下 敏锐地察觉到了 林一浅的目光 也垂眸 四目相对 两人都有刹那迟疑 然后都不约而同地 将视线从对方脸上移开 但顾念深的双手 还极有耐心地 在林一浅的头上 帮她整理 但林一浅 看不到她的脸 看不到她的表情了 唯一能感觉到的 就是男人修长的手指 极有耐心地 在帮她梳理头发 能感觉到 她好似是在尽量避免 触碰她的头发 但还是避免不了 会偶尔碰到 每碰到 林一浅就像触电一样 浑身酥麻 我 钱佼佼和周红林 都不能接受 顾念深说的剃头 双手下意识地 举起来抱着头 顾念深道 回家钱科长 可能会亲自带你去的 漫不经心的语气 听不出丝毫情绪 却将钱佼佼 吓得双腿一软 满脸绝望 周红林却注意到 顾念深那一直投入在 林一浅身上的神情和动作 整理她头发的时候 每看到一根断发 她的眉头 都要簇一下 而林一浅 在她的呵护动作之下 也情不自禁地 放下了那居傲的高姿态 褪去了让人羡慕又极度地亲冷 变成了被顾念深 高大身影笼罩的 小女人 像一只顺了毛的猫 任由主人宠溺 就在刚刚 她和钱佼佼 还嘲讽林一浅 被顾念深冷落 嘲讽她是破鞋 顾念深看不上她 现在这一幕 就像是巴掌 狠狠抽在她们脸上 周红林很不甘心 林一浅那么得意 看着顾念深 气急败坏地问道 顾念深 你不是不喜欢林一浅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周红林不相信 顾念深会看上这个 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过五年的烂货 周红林的问题 像是警钟 敲醒了林一浅 脚几乎是本能地 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抬起头 看着顾念深 和周红林一样疑惑 对啊 顾念深不是讨厌她吗 这又是做什么 顾念深原本给 林一浅整理头发的手 因为林一浅后退 悬在空中 她愣了愣 然后 她缓缓放下 很自然地 揣进了裤子口袋里 转身对着周红林 和前娇娇两个人 微微蹙着眉 情绪难测 她是我老公 你怎么知道 她不喜欢我 林一浅也不知道 是谁给她冲动的勇气 说出这句话的 说完 她自己都愣住了 顾念深回头看着她 眉头皱得更紧 话已经说出去了 能怎么办 只能死皮赖脸到底 林一浅想着 一咬牙 往前跨了一步 伸手亲力地 挽着顾念深的胳膊 得意地对周红林 和前娇娇道 没看新闻吗 她给我买了四十五个包 还带我去首都看秀 怎么会不喜欢我 说完 她手使劲地 掐了掐 顾念深的胳膊 然后 又仰起头 给她使了个眼色 拜托拜托 不要让我打脸 也点面子 让我装装逼 回头你怎么嘲讽 羞辱我都行 林一浅这是 在跟她撒娇吗 顾念深的眉头 皱得更耐人寻味了 一直皱眉 是什么意思 就一句话的事情 她在机场 被姚阿姨骂的时候 不也亲她 为自己洗白了吗 顾念深这压的 再不说话 林一浅就打算亲她了 就在这个想法 横生心头的时候 身边的男人 终于开了惊口 轻轻的一声 风一样清淡 如果注意力不集中 都听不到 顾念深印完 胳膊不着痕迹地 往里收了手 将身旁女人 纤细地胳膊夹住 虽然希望她能 给足面子 但顾念深这一声 嗯 还是让林一浅惊讶了 多希望 这不是在别人面前 逢场作戏 顾念深回应完林一浅 低头看了一眼万表 然后目光看向周红灵 和钱娇娇 二十分钟 过去五分钟了 还有十五分钟 我是不会低光头的 走 钱娇娇和周红灵 很有骨气地 反驳了顾念深 然后手拉着手走了 他们俩走了 只剩下林一浅和顾念深 两个人 林一浅赶紧将手 从顾念深的胳膊下抽出来 忽然尴尬 他用余光 描了描顾念深 他双手还原封不动地 揣在西裤口袋里 自然得很 这样的场景 曾经有过 那时候 他们俩音语 一个考了第一 一个考了第二 老师让他们俩 到办公室里开会 他们俩去得很早 老师都没有来 他们俩面对面坐着 林一浅在这边看着他 心里小鹿乱撞 可他全程戴着耳机 边听音乐 边拿笔画着什么 注意力全都在他的画上 时不时还嘴角上扬 完全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人 也将他当成画 当成美景在心上 就在此时 他抬头看着远方高楼大厦 林一浅侧脸看着 他眼角一抹腰野 赏心悦目 顾上 小鹿 熟悉的声音 突兀地打断了 他们彼此心中的意境 林一浅忙不迭地 收回目光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黑色小车上 下来一男一女 欣喜激动地 往他们这边跑过来 林一浅脸色一冷 林天万脸上的笑容 渐渐凝固 脚步也放慢了很多 小鹿 你回家了 他一身很朴素地着装 夹着几根花白的头发 满脸沧桑 和当年拥有百亿资产的 林董事长相比 像是两个人 林一浅冷漠着脸 没有理他 他又看向顾念生 尴尬地笑着 跟他打招呼 顾少爷来了 顾念生目光淡淡地 从林天万脸上扫过 收回的时候 从林一浅脸上掠过 依旧是淡淡的 没露出什么表情 中年女人 脚步跟着林天万 快到林一浅跟前的时候 他顿了顿 然后 忽然又加快脚步 到林一浅身边 激动地抓着他的胳膊 哎呀 小易 真的是你回来了吗 这是他曾经 最最信任的女人 跟他相处 甚至都亲过了 自己亲妈的小姨 姜月香 可是 他突然有一天 带着他从小疼到大的表弟 住进了他家 跟眼前这个 称他父亲的男人 一起告诉他 表弟 是他的亲弟弟 以后 他就是他的亲妈 五雷轰顶一般 当时林一浅感觉 整个世界都塌了 那时候 妈妈才刚走不到一年 他原本还沉浸在 失去妈妈的痛苦中 没有走出来 在他们告诉他这个 败坏道德伦理的真相那一刻 他竟然庆幸 妈妈不在了 少承受了丈夫和亲妹妹同时背叛的痛 林一浅没有看姜月香 甩开他的手 冷酷地看着林天万道 我下次约你 在外面谈吧 本来姑娘身在这里 她要来谈的事情 也没法开口 林一浅脚步飞快 姜月香跟在后面喊道 小姨 她跑着追到他 抓着他的胳膊 把他拉住 哭着求他 你要是不想看到小姨 小姨就先回避一下 你都到家门口了不回去 你爸心里得多难受啊 不用在我面前表现出你有多心疼的 我觉得恶心 林一浅再次甩开姜月香的手 用尽了全力 歇斯底里的发泄 姑娘身都被震撼到了 她看着她红了的双眼 什么话都没说 大步走到她面前 抓着她的手腕 牵着她 顺着当前的路 一直往前走 一直到这条路的尽头 就是这个别墅小区的出口 林一浅正开姑娘身的手 谢谢 到了声谢 她没有看姑娘身 低头一个人往前走 这是除了刚才跟周红林他们打架 第一次在姑娘身面前失态 她用手摸了一把脸 看地上的影子 就能想象到 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狼狈 顾念身没有跟上来 林一浅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空出租车 她就拦停上车了 上车之后 她贴着车门座 脑袋搭在车窗玻璃上 看着熟悉的一景一物 从她的视线里掠过 手机忽然来了一条 微信提示 把她的思绪给打断了 她低头 从包里摸出手机 屏幕上显示白色的微信发来的语音消息 她点开 听到小鱼的声音 妈咪 早安 一下子 什么情绪都没有了 她按住语音 小声地回过去 小鱼早安 给小鱼发完消息 她想起来 一上午都没有翻手机 她看了遍微信朋友圈 然后又点开QQ 发现QQ有好多消息提示 她有点纳闷 QQ上 几乎没有什么好友 怎么突然这么多消息 低调的王老五 将你拉进大老群 第一个进入她视线的 是这条 拉她入群的消息 低调的王老五是谁 什么时候 在她好友里的 她一边疑惑 一边点开还在不断 提示消息的大老群 刷刷的消息 眼花缭乱 这两个光头妹子谁啊 看着很熟啊 不是秦娇娇和周空凌吗 他们俩怎么出家了 林依潜意识没忍住 捂着嘴笑喷了 那两货 还真的去提光头了 不过被顾念声威胁 不提的话 后果更严重 她点开了几个人的 头像和资料 看了一下 了解 原来这是同学群 她以前进过 后来退了 林依潜正翻着消息 忽然有人艾特她 问她是谁 她并不打算冒泡 刚才那个拉她进来的 钻石王老五 帮她回答了 林笑话 原来是林笑话 怪不得一进全 咱群里立马就散发了 一股不平凡的气息呢 你呀不会用词就别出来献丑了 这时候系统来了个提示 浩子已被管理员禁言 林依潜看了一下 浩子就是刚才讽刺她的那个人 立马有人提浩子 鸣不平 浩子说的没毛病啊 现在王牙你的群花 位置不保了 这人发完消息 还艾特了一下 萌萌雅 这些看热闹 不行势大的顽固子弟 她以前那么多仇恨 就是这么拉来的 林依潜毫不犹豫的 要点开群资料退群 可手指 刚放到群头像上 系统就给她来了个 被移出群的提示 管理员NS 已将您移出群聊 别的网名 她已经不记得谁是谁了 但NS她知道 是顾念生 她名字后面两个字的 拼音的缩写 这家伙 竟然把她移出群聊了 当着众多同学的面 一点面子都不给她 生气 不过她觉得 这件事归根结底 还是要怪那个 拉她进群的王老五 她要把那个家伙拉黑 她要看看 这个始作俑者是谁 林依潜点开 王老五的QQ资料 看到照片墙上的照片 一眼认出来 李楠木 她脸刷得一黑 她还低调的王老五 就差没承包卫星上月球 去炫富了 真没看出来 她哪里低调了 没想到 这么多年了 这家伙 还留着她QQ 林依潜以为 早删了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27集 女神万千粉丝中 挑中了她 林依潜正考虑 拉黑李楠木 李楠木突然发消息来了 你被姑念生 踢出裙了 隔着屏幕 都能想象出 她那幸灾乐祸的嘴脸 林依潜翻了个白眼 回复道 你们家不是开医院的吗 眼睛不好 去看看 低调的王老五 发来愤怒的表情 什么我家开医院的 我家是开幼儿园的 这条消息 林依潜刚看完 她紧接着 又发来一条 我就问你 后不后悔 当初拒绝我 糟蹋了我的心 真是够无聊的 林依潜很无语 不后悔 你还嘴硬 跟我道个歉 我让念生拉你进拳 这是你在我QQ上的最后一秒 消息发出去之后 她立马拉黑了低调的王老五 什么意思 对方费您好友 您可以添加好友 与其对换 这边李楠木 给林依潜发消息 显示非好友 她傻眼了 我擦 这女人把她给删了 不行 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李少也不甘心 给顾念生发消息告状 顾念生 你老婆把我拉黑了 顾念生很快回她 祖奶奶拉黑你 你还有脾气 李楠木无语 太可怕了 这不是她认识的顾念生 被顾念生踢出裙 林依潜心里堵了一路 她决定 等回到家 就把微信和电话号码 都给拉黑 不过 她好像还没有 她的微信 嗯 血耻 都不给她机会 少夫人回来了 林依潜进门 跟迎上来的佣人 点了一下头 准备换鞋 屋里忽然传来 姑娘家 很魔性的笑声 林依潜 林依潜脱掉鞋子 都来不及换拖鞋 往里面走了两步 看到姑娘家 躺在沙发上 捂着肚子 四脚朝天的大笑 她惊悚地转头 看向身边的庸人 什么情况 庸人摇头道 不知道啊 一回来就这样了 快两个小时了 快两个小时了 这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林依潜又返回去 穿上拖鞋 巧不往沙发那边走 目光一直在姑娘家身上 但路过沙发 她并不打算停留 姑娘家忽然坐起来喊她 哎 林依潜 你站住 林依潜停下脚步 面无表情地问她 什么事 姑娘家站起身 齿高气昂地 往林依潜面前走 哎 我女神 你知道吗 林依潜大概猜到 是什么情况了 她低头 暗暗勾了勾唇 然后 继续无辜脸地 看向姑娘家 嗯 是猫腰 这 算你还有点见识 姑娘家很难得地 给她这个大嫂 一个赏识的目光 还夸她一句 然后转身 拿起沙发上放着的 白色盒子 打开 盒子里躺着一个 赖府精致的 粉色小胯包 她拿出来 高高地举过 她和林依潜的头顶 问道 当当当当 看到没有 林依潜点头 嗯 看到了 包 顾念家得意地 抬起下巴 用鼻孔 对着林依潜 高声道 哼 我女神亲自抽中我的 Live限量款 全世界只有五个 四十八万 重点不是钱 不是钱 不是钱 是她女神亲自 从几百万参加 抽奖活动的粉丝中 抽中她的 千金都买不到 顾念家对林依潜 炫耀了一番包 然后又拉开包扣 从里面拿出一张 猫腰的签名照 给林依潜看 那那那这里还有 我女神的签名 她手指着猫腰的 英文签名 问林依潜道 怎么样 我女神的字 好不好看 林依潜很不走心地 扫了一眼 然后点头竖起大拇指 嗯 好看 是我见过 世界上最好看的字 她的回答 顾念家很满意 又投给她一道 赏识的目光 哦 你今天很乖嘛 有这样对嫂子 说话的吗 要不是因为她割 她坟头草 早两米高了吧 她垂头 扫了一眼 顾念家已经背上身的包 淡淡的道 但这个包 不适合你 文言 顾念家立刻翻脸 你就是羡慕嫉妒我 就是嫉妒她 林依潜不屑道 我有四十五个包 价值千万 你哥送的 它是不是 有点飘了 人家送她那些包 只是为了她不让顾家丢脸而已 她刚才还把她踢出了裙 林依潜的怨气 说来就来 我哥还送包给我了呢 那和我女神送的 能一样吗 顾念家抱起身上背的包 视如珍宝 一副捧在手里 怕冻着 含在嘴里 怕化了的样子 然后 她又侧脸嫌弃的 撇了一眼里一浅 算了 你这种土包子 也不会懂被爱豆 点名意味着什么 讽刺一句 她回到沙发上躺着 继续笑 看着顾念家躺在沙发上 那疯癫的样子 林依潜嘴角 无声地抽搐 她是不是做错了 万一把这孩子乐傻了 可咋办 林依潜上楼 一天把自己 窝在房间里 看台词本 她工作的时候 不喜欢被打扰 尤其背台词 所以 提前跟厨房打了招呼 不用上楼喊她吃饭 等她从工作状态中出来 已经晚饭过了时间 她随便找了 两个面包中机 洗了澡 然后抱着平板 躺在沙发上敷面膜 听到开门声 她朝门口看了一眼 看到顾念参 有点意外 她怎么 又没去她公寓啊 顾念参进门 扫了眼灵一浅 脚步往里面走 边走 边将她勒在 袭裤里的衬衣尾部 拽出来 皱得厉害的是分界线 十分明显 她又抬起手 从上到下解扣子 解到第三粒 她停下来 好像是疲惫的 懒得解了 衬衣就那么松松垮垮 掉在身上 不但一点不显狼狈 反而还多了几分慵懒 林一浅的目光 不禁往她身上 多看了几眼 看到她那样 林一浅有点心疼 想要进衣帽间 帮她拿衣服 想去帮她 解了剩下的那几粒扣子 可是很快就清醒 打消了这些念头 林一浅啊林一浅 她今天不过是帮她在周虹林他们面前出了一下头而已 你怎么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她紧跟着不就把你从同学群里踢了吗 想到被踢事件 林一浅更清醒了 她将目光从顾念生身上移开 等顾念生自己去衣帽间里拿了睡衣进浴室 林一浅放下平板撕掉面膜 起身拿着手机 抱着她工作电脑去了别的房间 她会不会跟她道歉 她贴了自己的事情 会不会是物体 林一浅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 时不时拿起手机看一眼 屏幕上干干净净 连个新闻推送都没有 算了 不想了 她踢了自己才是正常的 不踢反而不正常了 毕竟她那么嫌弃自己 说不定她的白月光也在那个群里 顾念生不想让她白月光看到自己 也是有可能的 林一浅想着锁上手机屏幕 将手机丢到床的另外一头 关灯准备睡觉 叮的一声 忽然手机来了消息提示 屏幕亮的一瞬 房间里都跟着有了光线 她一咕噜爬起来 开灯拿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白色发来的微信 她眼里闪过一抹失望 点开消息 听到小鱼软弱的声音 她脸上又露出笑容 妈咪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帅的男朋友 是我爹地的最佳人选 林一浅皱眉 这小子最近怎么操取这个心了 她按住语音回过去 别闹 快准备睡午觉了 小鱼立即又给她回复 我没闹 我先帮你跟那个叔叔聊哦 发完这个消息 她自己乖乖地主动发了个午安的表情 瞎操什么心了 这孩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28集 这狗上辈子 肯定拯救了银河系 林一浅没把林小玉的话当回事 准备放下手机 继续关灯睡觉 门外忽然 传来挠门的声音 难道 又是顾小小 林一浅下床 走到门口开门 果不其然 顾小小 蹲在他房间门口 面前放着一个 带手柄的矿 矿里 放了牛奶和三明治 他诧异地愣了愣 然后蹲下 伸手摸摸顾小小的脑袋 问道 这是给我的吗 顾小小叫了两声 转身 摇晃着胖嘟嘟的身子 准备走 这时候 斜对面姑娘家的房间门 忽然打开 她脸上敷着面膜 看到顾小小 站在林一浅门口 她眼一瞪 手指着顾小小 警告道 顾小小 你跟进给我回来 她是小小的正牌主人 一召唤 小小屁颠屁颠地 就跑了过去 姑娘家蹲下 皱眉训斥她 哼 哇 谁让你给她送东西的 小小用脑袋蹭了蹭姑娘家 姑娘家立马就心软 伸手搂着她亲了一下 然后 她目光又看向林一浅面前放着的框子 问道 哇 那是什么 三明治和牛奶 你要吃吗 林一浅拎起框 走到姑娘家面前 把框里的东西让她看 然后 还悠悠地补了一句 狗给的 嗯 我才不吃狗给的东西 你自己慢慢吃了 姑娘家嫌弃地摇摇头 说这话 不是她看不起狗 她还经常亲顾小小 给顾小小洗澡 回了林一浅一句 她松开小小 站起身回房间 门关上 林一浅笑了笑 准备也回房间 发现顾小小蹲在地上 仰头看着她 眼神真是猛死了 她忍不住 弯腰凑近她 微笑着问道 哼哼 为什么总是给我送东西啊 是不是喜欢我 顾小小对林一浅叫了一声 然后 摇摇尾巴跑了 狗摇尾巴 就是喜欢的意思吧 真神了 这么痛人性 林一浅目送顾小小 到楼梯口消失了 才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她边走 边低头看手里抱着的 装着牛奶和三明治的矿 肯定是有人 让小小送来的 要不然狗怎么会知道 拿着矿装着 会是谁呢 林一浅疑惑地猝了猝眉 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顾内山的房间 房门关着 不不不 怎么可能是她 沁同学群 她都嫌弃地把她给踢了 也许是厨房的阿姨也不一定 厨房阿姨对她挺好的 嗯 应该就是厨房阿姨没错了 顾小小四条腿飞奔下楼 直奔厨房 看到她的狗影 顾念生起身 迎上去道 松车了 顾小小摇了摇尾巴 顾念生满意地 将台子上放着的一盘狗零食 端放到小小的面前 吃吧 顾小小冲着顾念生 开心地叫了两声 然后埋头开吃 吃货 顾念生低头 在心里骂了顾小小一句 双手自然地 揣进家具服裤子口袋里 迈着悠悠的步伐 准备走 专门在厨房干活的阿姨 忽然来了 看到顾念生 阿姨诧异地问道 诶 少爷 你怎么在厨房啊 这不是我家 顾念生 猝了猝眉 眉眼露出一丝不悦 啊 少爷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阿姨憨厚地 不知道怎么解释 啊 我的意思是 你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 不吃 顾念生 冷冷冷地回了阿姨两个字 脚步继续往门外走 阿姨走到案板前 看到案板上的生菜叶 还有煤盖盖子的色拉酱 她小声地嘀咕道 这是做了三明治了呀 顾念生已经到厨房门口 听到阿姨的嘀咕 她脚步忍了忍 纠结了好一会儿 最终还是停下来 转头皱着眉 对阿姨说道 做给狗吃的 说完之后 她快速离开 阿姨听到说 是给狗吃的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顾晓晓 哎哟 晓晓可真幸福啊 既然能让少爷亲自下厨 给她做东西吃 怕上辈子 是一条拯救过银河系的狗 顾念生上了楼 路过林依浅住的那间客房 她脚步停顿 一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伸出去 又收回来 伸出去 又收回来 算了 顾念生干脆把手 揣进了口袋里 正准备抬脚 顾念家的房门打开了 看到顾念生 站在林依浅的房间门口 她疑惑地问道 哥 你在干什么 顾念生直接转移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反问一句 她自然地迈开长腿 往她的房间走 顾念家脚步跟着她 边走边说 哦 明天 小舅舅送我去 他们已经到了房门口了 听到小舅舅这个称呼 顾念生的脸色 又刹那变化 但脚步 却没有停留 进了房间 顾念家伸手 拉住她道 啊 哥 说实话 她很难得地认真脸 但顾念生已经料到 她想问的实话 大概是什么 推开她的手 警告她 最好还是别说 可顾念家 还是问出来了 我就问你 抢了小舅舅的女人 你的良心 没有痛过 问完之后 她屏住呼吸 心情比坐过山车 还刺激 还紧张 顾念生转头 脸色铁青地 看着顾念家 滚 她这已经算是在隐忍了 顾念家还不怕死地往下说 我这两天住外婆家 看着小舅舅 觉得她真的好可怜 我打算为了小舅舅 对林依琴好一点 毕竟 是她深爱的女人 她一定希望 林依琴过得 啊 你 哎 顾念家话还没说完 就被顾念生揪住了耳朵 她疼得嗷嗷叫 垫着脚 减轻疼痛 哭着求饶 哥哥哥 我做了我做了 我真的做了 顾念生把她拎出了房间 立即关上房门 顾念家摸着耳朵 气急败坏地 对顾念生房间里面大喊道 你 当心我所有理解 让你偷点绿光 啥 林依琴刚吃完三明治 从卫生间里刷了个牙出来 听到顾念家威胁顾念生的话 她愣了愣 然后好笑地摇摇头 这世上 论不怕死 她指服顾念家 顾念家气鼓鼓地回房间 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在响 她迅速跑回去 接电话 喂 庄教授啊 是我 是是是 我知道了 明天一早我就回去 你可千万别让我挂课 你可千万别让我挂课 嗯 瞬间没有 那熊孩子 怎么会有他的手机号码的 正疑惑着 手机钉钉 又来两条信息 还是这个号码 这次是语音消息 她点开 小鱼好想好想你哦 扩音器里响起 小家伙带着困意的声音 懦懦的很软萌 顾念生的心莫名一软 脑海里竟然还情不自禁地 闪过林小鱼那张可爱的小脸 眼里的柔和顿时又消失了 冷着脸点开下一条 上次我跟你说 当我爹地的诗痴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呀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我就让我妈咪跟你见面 我妈咪好漂亮的哦 不会让你失望的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由舒爱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第二十九集 第二十九集 他前夫 估计就是被他绿死的 顾念山脸色越来越黑 咬着牙 把这个号码给拉黑了 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孩子 哪会这么成熟 说不定 就是按他隔壁老王 无数的妈妈 指使他来吊她的 这种女人谁碰上 真的是倒霉透顶 走到哪里 都能点亮绿光 他前夫 估计就是被他绿死的 连衣前等顾念山下楼了 才回房间换衣服 穿了条黑色的中绣连衣裙 小圆领 长短刚好盖过了膝盖 长发扎了个简单的马尾 脸上连淡妆都没有化 给人感觉很庄严 吃早饭的时候 顾念山坐在他的对面 先吃完就走了 从头到尾 两人一句交流都没有 林一浅也慢条丝里吃完了 出了餐厅 他脚步静止往大门方向走 到了门口 管家笑眯眯地拦住他问道 少夫人 你要出门呢 嗯 车库里闲置车子的钥匙 都在这里 你想看哪辆就看哪辆 管家一边说 一边打开玄关鞋柜抽屉 里面整整齐齐地 摆放了十几把车钥匙 一眼扫遍 全是豪车 等工作室弄好了 他以后可能每天都要出门 有个车肯定是方便很多的 顾家给他车 他就不用买了 毕竟他现在是穷逼林一浅 自己买辆贵的车 会引起身边人的怀疑 买辆便宜点的车开出去 被记者撞到 又要大做文章 林一浅这么一想 便没有矫情 在十几把车钥匙里 选了一辆奔驰 奢华又不张扬 什么车型 他都能开 进车库 他按了一下车钥匙 亮灯的是一辆五十几万的 一级奔驰车 他有些诧异 顾家内部车库 竟然还有这种 平民车 他倒是没什么追求 反而希望越低调越好 城南的墓园 离他们家很近 林一浅把车子停在园门口 然后手捧着花 一步一步走上山 走到母亲的墓碑前 他伸手 轻轻地将墓碑上 一层浮灰抹掉 然后弯腰放下花 妈 我回来了 他看到墓碑上的照片 熟悉的一声招呼 轻熟地从嘴里吐出来 情绪没有想象的 那样大悲和难过 然后 他一直盯着母亲的照片 看了好久好久 一阵忽然大了一点的风 从他身上吹过去 他回过神 又开口道 我还是没法原谅他们 我不会原谅他们的 冰冷的声音 每一个字都透着 他要喊的决心 说完 他转身朝山下走去 车子停在路边 林一浅没有下车 坐在车上 看着他曾经的家里 眼里没有丝毫温度 忽然 院子门打开了 开门的人 一看到坐在车里的林一浅 激动地喊道 小易 天万 小易回来了 江月香又转头 欣喜地对着院子里面喊 天万 林一浅嘴角 勾起一抹讽刺的笑 记得他曾经喊 姐夫 就喊得很亲密 他竟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江月香一招呼 家里出来好几个人 林一浅 这才推开车门下车 往院子里面走 他没有理会 迎上来一群人的热情 进了院子之后 他停下脚步 无视了其余人 目光看向林天万 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来只是想跟你聊一下 公司的事情 听他要聊公司的事情 林天万的眼里 闪过一道激动的光芒 可看到林一浅那冰冷的眼神 他笑着说道 小易 你好不容易回来 咱们先进屋去 说着 他伸手 想要去抓林一浅的胳膊 林一浅躲开了 不用进去了 就在这里 说完我就走 顾念深知给何同胜 写了三亿的聘礼 林天万脸上的笑容 变得很尴尬 他说道 能把欠的钱还了 公司还能不能保住 都不重要了 后面声音明显变小 暴露他口是心非 林一浅看着他 手紧了紧拳头 然后 他仰起下巴 冷酷地说道 不过你别忘了 那三亿 是给我的聘礼 文言 林天万一争 小易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不想坐牢 只有一个办法 林一浅这句话说出口 在场的几个人心里 都想到了一个成语 冷血无情 江月香忍不住想插眼 小易 林一浅并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一个眼神打断他的话音 然后他继续看着林天万道 公司转到我的迷下 欠的钱 我来还 我了解了一下 顾家现在里里外外 大概负债三亿两千万的样子 我给你们一百万 公司归我了 所有的债务 也归我 没有一点商量余地的语气 小易 你还是不能原谅爸爸吗 林天万一双手 颤抖地抬起来 再一次 想要去触碰林一浅 林一浅往后挪了一步 我刚从我妈那里过来 不要破坏我的心情 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他冷哼一声 准备走 这时候 站在江月香身边的中年男人 站出来 手指着林一浅 责备道 林一浅 你也太狠心了吧 这是你亲爸爸 我们是你亲小姨亲舅舅 他一口一个亲字 还特地强调 林一浅用余光 冷冷地瞥他一眼 在我找人揍得你满头青之前 你最好每天去我妈坟前 磕头烧高香 说完之后 他脚步飞快地 朝院子门外走去 身后自称是他舅舅的男人 对着他的背影 骂骂咧咧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简直目无尊长 家境顾及了不起啊 连自己亲老子都不顾了 白眼狼 林一浅坐在车上 努力调整好情绪 才发动车子 缓缓开出了小区 要说心情真的一点没受影响 那是假的 出门又拐 有一家咖啡厅 他停下来 打算进去坐一会儿 进门就听到有人喊他 林一浅 一个听上去 好像有点熟悉的男人的声音 他目光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 瘦瘦高高的男人 戴着金丝边框眼镜 一脸激动笑容地 朝他走过来 连异前想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 傅晓小学校长的儿子 张阳 他们俩并没有什么交情 他点了一下头 便准备继续往前走 张阳忽然冲过来 伸手抓着他的胳膊 拉住他道 小医 你是不是在怪我 啥 怪他什么 林一浅甩开张阳的胳膊 然后冷淡地开口道 你是哪位 他们是有多数 数到可以称呼他小明了 我就知道你在怪我 张阳一脸愧疚地看着林一浅 手又抬起来 想要拉他 林一浅厌恶地蹴了蹴眉 脚往一旁挪了一步 我好像和你不守 这一上来又是道歉 又是自责的 唱到哪一出啊 是我辜负了你 我知道你和宋长林出国 是因为跟我赌气 是想试探我 张阳自责的样子 好几次让林一浅感觉 他是不是要抽自己嘴巴子了 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 怕不会是鬼附身了吧 说的话 他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呢 林一浅皱皱眉 屈傲地扬起下巴 先报上你的名字 再跟我说话 还是得让他自报大名 不然他还真以为他们很熟呢 我是张阳 你别假装不认识我 张阳说出自己的名字 林一浅故作想了一下 然后点头道 哦 想起来了 一小校长的儿子 我没能按照小时候的婚约娶你 是我对不起你 张阳低下头 是很真心地在道歉 在忏悔 在愧疚 婚约 难道林一浅这几年失忆了 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 他们什么时候 有过婚约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十集 人杀 变态 林一浅一脸懵逼 谁来告诉他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白色给他借的心细吗 张阳还认为林一浅在装 他说道 我知道你的 你妈那时候还当着我爸的面 说长大了把你嫁给我 你说那声 要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 要 他什么时候说过的 林一浅决定 好好想想 妈妈什么时候见过这家伙 妈妈和校长私底下 是不认识的 在学校里 大概见过三次 都是因为当时 他小学成绩太差了 还总是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不合群 被校长叫去谈话了 其中只有一次午休时间 张阳也在校长室 在座作业 张校长对孩子们认真负责是好事 你这儿子也聪明 我们小姨啊 要是学习也这么认真就好了 梁阳过来 叫阿姨 阿姨好 真乖 好可爱啊 我们家小姨长大了 小姨 给你做习 要不要吃巧克力啊 要 林一浅仔细回忆了一下 当时的情况 当时她是对着张校长 递给她的巧克力 说要的好吗 不过 也真是巧到了极点 当时 她还真的没有在意妈妈的话 眼里只有校长手里的 千丝巧克力 她对吃没什么强烈的追求 唯独喜欢巧克力 那时候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爸爸 是千丝巧克力的老板 她想吃多少 就有多少 话说回来 这家伙 也太能误会了 那时候 他们才二年级 说实话 她差点连她这个人都忘记了 她竟然还追过来 道姑父的歉 戏怎么这么多呢 林一浅心很累 努力地耐着性子 跟张阳解释道 你想太多了 当时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道里 我说的药 是你爸给我的巧克力 不是要你 你还真能自恋 还觉得 她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她 上帝给她的优越感吗 其实林一浅 想掉头就走 不理她的 但想了想 还是把话说清楚 未免万一有下次见面 她再缠着说这事 可她的解释 对张阳来说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别口是心非了 我知道 你这些年还对我恋恋不忘 我们小学毕业那天 你还偷偷地来我们班级来 躲在后面的窗户看我 我那时去看 林一浅一咬牙 把那个藏在心里的名字 又给咽了回去 算了 跟这种优越感极强的凤凰男 怕是说不清楚了 这种人 内心极其自信 风雨不摧的自信 是不会接受别人反驳 他们内心所认为的事实的 其实 就是一种轻微的变态 想着 她白白手道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呀 我老公又帅又有钱 你连她一根寒毛都比不上 心里没点鼻数啊 还跑来找什么存在感 她根本不爱你 张扬忽然很生气 义愤填膺地道 她要是爱你 以他们顾驾的条件 怎么可能舍得让你 开辆五十万的车出来 林一浅错了 她应该拿保时捷 或者宾利 马沙拉地车钥匙的 为什么偏偏挑了一辆 五十万的奔驰车 抱歉 我很赶时间 对这家伙 她是彻底无语 林一浅对张扬摆了摆手 准备走了 张扬忽然一步到她面前 又把她给拦住了 她当着同学的面 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把你从群里剔了 我当时心都在低血 你知道吗 说着 她还用手捂着心脏位置 皱眉 一副痛苦的模样 比话剧演员的演艺风格 还要浮夸 林一浅嘴角 无声地抽搐着 这家伙细精吧 这样啰嗦下去 没完没了了 让开 林一浅忽然翻脸 直接伸手推开张扬 从他面前走过去 往外面走 咖啡也没心情喝了 可张扬 还跟个虎皮膏药似的 黏着她 小叶 跟我在一起吧 虽然我不能给你个名分 但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珍惜你的 林一浅停下脚步 想问她哪来的勇气 敢说出让她林一浅 给她当小三的勇气 还没等她转身 身后 忽然伸过来一双手 把她给抱住了 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 她脸色一冷 转身 将张扬推得往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 她举起手 趴的一个巴掌 结实地 落在张扬的脸上 滚 人渣 变态 你谁啊 为什么打我老公 忽然一个 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女人 跑了过来 手指着林一浅质问 很显然 这是张扬的老婆 林一浅瞪着她警告道 要是不滚开 我连你一起打 冷酷霸气地 让张扬的老婆 有些畏惧 没有了底气 她又将质疑的目光 投向张扬 你们在干什么 她为什么打你 张扬张嘴 嘴唇颤抖得厉害 抖了一会儿 她眼珠子一转 想到什么好办法 手指着林一浅道 这 这是我小学同学 林一浅 她从小就喜欢我 闻言 那女人炸了 这个贱人 臭不要脸的 勾给我老公 看着女人要伸过来的手 林一浅抬起手 抓住她的手腕 拧了一下推开 女人疼得差点喊出来 自己老公长啥样 你心里没点数吗 林一浅纹丝不动地 站在原地 用居高临下的目光 将张扬老婆 从上到下扫了一遍 嘲讽道 哼 也就你这种条件 很差强人意的女人 会把这种男人当成宝 勾引她老公的小三 还敢这样羞辱她 张扬老婆气得差点吐血 不顾形象的 双手插腰 泼妇骂街一样 骂林一浅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说谁挑战 陈小人意 她脚步 往林一浅跟前逼近 凶恶的模样 没把林一浅吓到 倒是把张扬给吓到了 她赶紧过去 把她给抱住 然后 手指着林一浅 责备道 林一浅 喜欢我不是你的错 但你这样跟我老婆说话 就很过分了 她说那句 喜欢我不是你的错的时候 语气还是很有底气的 林一浅实在忍不住笑了 张扬 都是妈妈生出来的 你为何自信的这样独特 没钱买镜子 你可以撒泡尿 照照自己啊 到底长什么必要 为什么非要逼她 这个优雅的小仙女说脏话 她们没有罪恶感吗 张扬被林一浅的话 羞辱的脸色 赤诚黄绿青蓝紫 比猪肝还要难看 她嘴唇跟着林一浅的手 一个节奏地颤抖着 你 你这个女人 我知道你是对我爱而不得 恼羞成怒了 然后 她拉着她老婆要走 老婆 我们走 被羞辱成这样 她老婆哪里肯走 走什么走 这女人看长相就是专门 破坏别人家庭的狐狸姜 她还敢打你 必须给她点颜色看看 她推开张扬 伸长脖子四处吆喝 大家都过来看看 这个女人 她当众勾有老公 这一喊 把咖啡厅里面的人 都给喊出来了 路上的行人 也好奇地停下脚步 什么情况啊 是林一浅吗 出现在这里的 多数都是 这个小区里面住着的人 有男有女 有人一眼 就认出了林一浅 是那个零千万的女儿 我记得前几年 她跟着一个男人出国了呀 你们还不知道啊 她现在是每个集团的 总裁夫人了 听了大家的议论 张扬老婆才知道 林一浅的身份 她嘲讽道 你就是纯文中顾家 那个有名无实的少夫人 新辉业丈夫就抛下你 出去找小三共赌春宵了 围观的人里 有人太稀道 哎呀 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妈妈走得早 没妈在身边 也没个管教 十几岁就跟个男人跑了 我看啊 就是上梁不正下梁万 她妈尸骨未寒 她爸就跟小姨子高上了 小姨子不是好东西 爸爸也不是好东西 这样的环境下 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 也难怪人家顾少 嫌弃她 看不上她 听说是顾家老爷子 临终前立的遗嘱 硬逼着顾少取的 张扬老婆听着这些议论 就感觉是自己的手 在啪啪啪地 往林依浅脸上打一样痛快 快不得你要出来勾引男人 原来是在家里 没有男人能满足你 林依浅淡定地笑了笑 接下来我说的话 不是在炫富 我是在说一个事实 她一开口 那些人很有默契地 停止了议论声 这好像是她天生的气场 一双双眼睛看着她 都好奇她要说什么 林依浅绕着人群扫了一眼 目光最后 落到张扬老婆身上 你知道 我有多少钱吗 张扬老婆不屑地冷哼道 我管你有多少钱 如果从银行里全部取出来的话 可以绕着地球很多圈 她张开双臂画了个圆 让大家去想象 然后昂起下巴 龙傲天一样等级的骄傲 我可以找海市吴彦祖 首都彭于燕 M国刘浩然 想要小奶狗 就有小奶狗 想要老蓝狗 就有老蓝狗 国外的 国内的 一年三百六十天 都不带重样的 请问 她话音故作停顿一下 射了一秒的悬念 接着 视线陡然转到张扬身上 太过霸气凛厉 张扬吓得脖子一缩 林依浅的话音 接着响起 这四眼田鸡身上 有什么能吸引我的 气质吗 恕我直言 我只在她身上 看到了中年大树的 油腻和猥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贤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三十一集 林依浅面前的小奶狗 林依浅这是从小泡在迪迪胃和鹤顶红里的舌头吧 太毒了 这骂人技术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羞辱 张扬气得差点晕过去 脸色胀得通红 手指着林依浅半天 嗓子才发出声音 哼 林依浅 你 你这种人渣变态 不配喊我妈赐给我的高尚大名 请你用祖宗代替 张扬刚开口 就被林依浅给对了回去 众人傻眼 这女子的骂人技术 和她貌美如花的长相 一点也不相符啊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 人不可貌相 张扬舌头打结 气得要哭了 眼睛红红的 林依浅不再理她 目光又看向围观的人 我每天住着几亿的豪宅 几十个人围着我伺候 被无数人叫着顾少夫人 卡里有着刷不完的钱 柜子里的包 多多让厨房阿姨拿去买菜用 哼 你们凭什么同情我 这些人 就和那些看到某个明星 遭遇了什么背叛 或者是什么 无关生死的变故 一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 说心疼一样 人家做个什么活动的出厂费 都能抵他们十年收入了 他们拿什么同情人家 包子馒头 还是键盘 围观人群表示 好扎心啊 但有些年龄大的人 表示不赞同林依浅的想法 那些都是虚的 林依浅冷笑道 哼 你们每天 还不是为了那些虚的拼死拼活 没有尊严的 对别人点头哈腰 围观人群表示 但是更扎心了老铁 此时鸦雀无声 统一向拥有 绕地球无数圈金钱的 大老低头 张扬老婆很不甘心 这不是她想要的 发展趋向 你装什么 你男人挣的钱 给你花也给别的女人花 你有什么优越感 不过是尊严在使劲挣扎罢了 林依浅不打算理会 正准备走人 人群外 忽然传来熟悉的男人的声音 林依浅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接我 我刚吃了个冰淇淋 儿长秘书借她三十块钱 你给我三十块钱 林依浅诧异地抬起头 男人到了她的面前 对她伸出好看的手 林依浅盯着她的脸愣了愣 然后又低头 看着她的手 脑海里快速地 将刚才她的话过滤一遍 描懂她的意思 虽然很惊讶 她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给她撑腰 但送上门的脸 不要白不要 林依浅反应过来 皱眉故作不悦 顾念生你飘了 吃三十块钱的冰淇淋 顾念生愣住 给她面子 她竟然还借机上纲上线地 给自己加戏 得寸进尺 顾念生暗暗咬了咬牙 开口的声音 却不争气得很小 楼下只有哈根大四 这真的是美格的小总裁 顾念生吗 不是说她高朗傲娇 根本不理这个新婚妻子 新婚也就出去 找嫩魔共度春宵吗 他们看到的 是假的顾念生吧 在林依浅面前 简直就是一条小奶狗 传闻和现实 差别竟然如此之大 怪不得国家要严打 网上造谣呢 这不严打还得了啊 活人都能被说死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男人 连买个冰淇淋的钱都没有 这得多欺管赢啊 他们这样条件一般的男人 妻子管得再严 出门身上 也不能没有三十块钱吧 最最主要的是 她吃了个三十块钱的 冰淇淋而已 还被嫌弃吃得太贵了 真给他们男人丢脸 人群外的齐少东 嘴角都快要抽便行了 这演得也太过了吧 能不能限时点 她好歹说 去做了个足疗 或者车子加了个油 弄个上百块钱的消费啊 买了个冰淇淋三十块钱 真能逞 顾念参的出现 狠狠地打了张扬老婆的脸 一次一次被打脸 她恼羞成怒 大声地对顾念参道 顾子 你老婆够于我老公 顾念参目光懒洋洋地 投向张扬老婆 轻笑着道 我相信她的眼光 不会比地狱还低的 说着她抬起手 放在林一浅的头顶 轻轻地扶了扶 动作娴熟宠力 哎 奶狗霸道总裁的摸头沙呀 大佬们撒狗粮 真的跟暴风雨一样 不撒则已 一撒 撑死人啊 厚厚的头发 都没能挡得住 她手心里的温度 一处仿佛直达心灵 林一浅浑身一苏 仰起头 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身边的男人 这个点 太阳正好有些毒 她的小脸 逐渐染上一抹红韵 围观人群 皆是无语 真的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夫妻俩的舌头 都优秀地让人害怕 这时候 张扬又开了口 她上小学就开始喜欢我了 我没骗人 她也总是偷偷来到我们班级来看我 她一副认定林一浅 就是喜欢她自信的模样 我不管 不管你怎么说 我就是觉得 她是喜欢我的 她肯定喜欢我 林一浅无语到了服额的程度 张扬 你吸这么多 是张导给你的 还是陈导给你的 张扬冷哼一声 扬起下巴 逆之自信 别当着顾念生的面不敢承认 你要是不喜欢我 为什么在小学要毕业的那段时间 总是偷偷来到我们班级来 躲在后面窗户看 我记得最后要走的那天 你躲在后面都要哭了 怎么办 让她怎么解释 林一浅偷偷地 看看身边的顾念生 她难道要否认 她没有去过他们班 是张扬在造谣吗 正想着 顾念生的声音 忽然在她上方响起 我没记错的话 小学三年级以后 你有幸跟我同班了 她用居高临下的目光 看着张扬 王者俯视沉迷一般 围观的人群 现在看林一浅和顾念生 都是越看越觉得般配 浑身都是技能 傲娇 装逼 毒蛇 顾念生的话刚落 林一浅瞄懂她的意思 跟着就到 对 我那是去偷偷看 顾念生的 说着 她伸手抱着顾念生的胳膊 她的脑袋 称好到顾念生的肩膀 顺势靠了上去 她眼波流转 一丝丝甜蜜 在心头缠绕 久久的 还意犹未尽 顾念生 微微垂眸 看着靠在她身上的女孩 深深一眼 嘴角 拧起一抹苦涩 不可能 张阳还是不相信 林一浅不喜欢她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顾念生 没了耐性 脸色怒沉 下次看到我夫人 气得绕道走 多看一眼 你就要当心你的狗眼了 霸气地让围观的人 都呼吸一致 张阳吓得不敢说话了 她老婆见她怂了 气不打一处来 自己对顾念生 你是天王老子吗 有本事管好你老婆 别让她出来浪啊 狐狸鸡 顾念生 看都不看她 大声地喊 齐少东 齐少东立马走到她身边 公斤地低下头 总裁 喊几个人来 送我老同学 和她夫人回家 顾念生 丢给齐少东一句吩咐 拉着林一浅走了 是 顾念生的脚步 越走越快 脸色 也越来越冷 林一浅一路都在观察着她 等到了她的车子旁 她将手 从顾念生的胳膊弯里抽出来 笑着跟她道谢 今天 谢谢你了 顾念生冷笑一声 笑声里 满含讽刺 然后 她垂眸盯着林一浅 看了一会儿 又接着开口 你眼光低的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原来她是相信张扬的 认为她的确喜欢过张扬 也对 刚才她没有否认 她总是去他们班后面窗户偷看 如果不是想看谁 那就是变态神经病了 林一浅想着 苦笑着 耸耸奸道 我一只眼瞎 不然 怎么会喜欢王八蛋 她这是 承认喜欢过张扬了 顾念生双拳一紧 咬着牙说道 知道是王八蛋 下次就长点脑子 林一浅谦虚地点头 是是是 多谢顾少的提点 敷衍的态度 让顾念生更恼火 直接警告她 林一浅 你现在是我顾家的人 出门注意点形象 如果再有下次 以后就不要再出门了 说着 她伸手拉开车门上车 车门啪地关上 震得林一浅站在外面 心脏都颤了一下 她看着车内男人的身影 勾了勾唇 也没多做停留 往自己停车的方向走去 齐少东办完事情回来 看到林一浅走了 疑惑地问道 老板娘不跟我们一起吗 话音未落 后面忽然传来顾念生的命令 开车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专辑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阳 李贤 李贤演播 疏爱 云飞 小编C 第三十二集 不止眼瞎 还三观不正 齐少东 忙不迭地发动车子 他们的车子 从林一浅车子旁边开过去 林一浅正好上车 看都没看他们车子一眼 顾念生 也将目光收回来 想到什么 他又看着齐少东问道 海市吴彦祖 首都彭于彦 M国刘浩然 这些都是什么人 这些不是刚才老板娘 用来吹牛的素材吗 原来老板听到了呀 不但听到了 还在意了 齐少东想着 暗暗用余光 鄙视顾念生 嘴上很谨慎地回道 应该是长得很像 这些明星的人 具体我对这方面也不了解 你上网搜搜看 无聊 顾念生甩给齐少东一个白眼 手去暗暗地 探进了口袋里 拿出了手机 先输入海市吴彦祖 立马弹出了一溜 关于海市吴彦祖的消息 还有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 混血不像混血 根本看不出来种族 实在是一般 他不屑地清除了 海市吴彦祖的相关消息 又搜索首都彭于彦 点开照片 他第一眼看到的 是首都彭于彦的八块腹肌 和健康的脉色皮肤 胸肌上还挂着几滴汗珠 这才是真正的油腻为所吧 一点气质都没有 果然眼瞎 还不是一点点瞎 接下来就是M国刘浩然了 看到照片那一瞬间 他觉得林一浅 不只是眼睛瞎了 还三观不正 这孩子还未成年吧 未成年都能一银 丢人 老板娘说的那些都是山寨的 跟总裁您比起来差远了 前面齐少东 很突兀地开口 打断了顾念生的懊恼 他手指下意识地按下锁平键 抬起头 训斥齐少东 好好开你的车 他一副根本不在乎的样子 齐少东就呵呵了 他等着 等着顾念生 追起火葬场的那天 现在顾念生和林一浅 是话题最热的名人夫妻 一有点事 就能上热搜 中午的事情 在热搜榜上挂了好几个小时 还不见沉 三米南变七管炎 这个话题 还格外地吸引人 每个周五 李南木从学校回来 都要组一个局 本来就因为长大了 很多不得已 而各奔东西 平时见面的机会 少之又少 所以这个局 他们三个 一般是不会缺席的 顾念生加班到很晚 才到会所 他们长期包下的豪华包厢 大理石地板 像镜子一样 倒映着顶上 暗雅的灯光 里面棋牌剑身 样样俱全 是奢华中的奢华 顾念生进门 一眼就看到 齐武月和李南木 坐在沙发上 两人同看一部手机 不知道在看什么 贼嗖嗖地笑着 沙发上 两人同时发现他来 李南木放下手机 站起身 迎向顾念生 顾念生你才结婚几天啊 啊 竟然就被灵疫情给征服了 还变成了疾管炎 身上三十块钱都没有 你以后出去别说认识我 李南木表示 失望透顶 顾念生皱眉道 你连祖宗都不想认了 滚滚滚滚滚 李南木脸刷得一黑 这辈子 他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顾念生的套路 他发誓 以后绝不在顾念生面前 乱下鼓注 李南木憋屈地咬咬牙 又看着顾念生问道 不会是真的吧 不等顾念生回他 齐五月抢着道 怎么可能是真的 他要说他三千块钱没有 我还有可能相信是真的 三十块钱 设定的也太假了 闻言 李南木觉得也对 现在小朋友出门 都有三十块钱 他再怎么吸管炎 也不可能三十块都没有吧 这么一想 他放心了 我就说你这家伙 怎么可能真的爱上林义浅 说着 他又抬起手 拍拍顾念生的肩膀 提醒他 我和你说 哪种女人不能惯 越惯她 越不知道听高地厚 顾念生回了李南木一个字 然后脚步继续往前 走到沙发上坐下 拿起桌上的酒瓶 给自己倒了杯酒 端起来晃了晃 然后 放到嘴边 拧了一小口 举手投足 都是优雅 李南木不明白 他那一声 不 是什么意思 什么不啊 顾念生 不急不慢地回道 他不是女人 你才是 李南木一听 炸了 顾念生 你几个意思啊 他脚步 正往顾念生跟前逼近 质问他 这时候 包厢的门 忽然又打开了 男人穿着黑色的衬衣 黑色西裤 一双好看的眼睛 像是千尺身弹 神秘莫测 进门之后 他脚步 在门口停顿 目光扫了眼 包厢里的三个人 在顾念生的身上 多停留了两秒 然后 轻笑着开口 都在啊 顾念生 脸色一冷 拿着酒杯的手 手指不断收紧 一旁的齐武月观察到 很担心他把高酒杯杯角折断 割了手 看到来人 他也很诧异 只有李南木 好像早已经知道似的 笑着迎上去打招呼 常宁来了 宋长林回给李南木一个微笑 进门 关上了门 走向沙发 他脚步 走到顾念生对面提下来 垂眸看着他 轻轻挑眉 深深不认识娇娇了 气氛安静的诡异 李南木和齐武月 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 两人互相看看 又很默契地 看向顾念生 一个是被外甥 抢了女人的舅舅 一个是逼迫 娶了舅舅女人的外甥 这两人 这两人得多尴尬 该不会能干起来吧 顾念生冷笑一声 放下手中的酒杯 悠悠地站起身 脚步往宋长林面前走 边走边到 我大婚都不回来 舅舅还好意思怪我不认得你 他脚步距离宋长林 大概一步距离的时候 停了下来 双手往裤子口袋里一揣 抬起下巴 居傲地对上宋长林那几乎 和他一模一样的双眼 宋长林的脸色 有刹那的黯然 他快速拉下眼皮演示 然后再看顾念生 脸上又露出微笑 是舅舅的错 这对话的语气 李南木和齐武月听了 都起了鸡皮疙瘩 你们俩就别阴阳怪气了 亲舅上 该过去就过去吧 林一浅那个女人 算什么东西啊 李南木话音未落 顾念生和宋长林目光 同时对上他 一口同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这是李南木始料未及的 不过他也不生气 宋长林维护林一浅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多少年了 他们都习惯了 可顾念生就奇怪了 算了 这舅舅俩他惹不起 李少爷很识趣的 往后退了几步 退到齐武月身旁 小声问道 我怎么觉得顾念生对 林一浅有点怪怪的呀 娶了舅舅睡过的女人 换做是你 你心里不个应啊 齐武月嫌弃的看着李南木 你怎么蠢成这样啊 还把他们俩一起找来了 不知道这两人关系 现在很尴尬吗 原本这舅舅俩关系 就莫名的不好 李南木委屈的说 怎么说我们和长林 也是十几年的交情了 虽然我们当年 一起追在林一浅 就他一个人追到了 但那也是他的本事啊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 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他也是一片好心 一片好心呢 他本以为顾念生 会跟宋长林道歉 毕竟 他夺了人家的心头好 可拿想到 他们俩见面 会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是知道 顾念生从小到大 都是讨厌林一浅的 他还以为 他们俩在为争一个女人 互相容不下彼此呢 齐武约被李南木 气得不行 你的蠢啊 是天生的 现在外面怎么传的 他不知道吗 舅舅的女人 被外甥抢了 外甥和舅舅 共用一个女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哪个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三十三集 就当是补我结婚的喜酒 顾念生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 他现在恐怕在心里恨宋场里一个洞吧 恨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了 都不干脆点把林一浅娶了 真的娶了 顾家老爷子再有什么原因 也不能逼着林一浅离婚 让自己的亲孙子 去娶一个二婚女人啊 刚被顾念生和宋长林 骂了不是东西 又被齐武岳骂蠢 李少爷感觉 自己像是个软柿子 谁都能来捏一下 当即来火了 齐武岳 你再骂一句试试 他手指着齐武岳 一副要走人的架势 齐武岳一点也不怕他 蠢 再骂一句 这里两个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 把顾念生和宋长林的注意力 都给转移到他们身上 李南木的手指 要戳到齐武岳的脸上了 齐武岳还是波澜不惊 蠢死了 齐武岳 你比我家狗还要听话 让你叫一声你就叫啊 李南木脸上露出得逞的笑 得意地收回了手 其余几人皆是无语 感觉套路到了齐少爷的李少 神清气爽 他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走到茶几边 弯腰拎起酒瓶 对大家招呼道 夜生活开始 我们来让美女喝酒 说着他又放下酒瓶 拍了拍双手 包厢的门打开了 七八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走了进来 每一个都肤白貌美 大长腿 为首的是个年轻的男人 胸前挂着总监李的胸牌 他率先走到李南木面前 微微按手道 李少 这些都是我们这里 最好看的姑娘了 那些女人立马跟着总经理的话音 跟顾念山他们打招呼 哥哥们好 生如其人 个个都是吃鸡打王者语音 能让小哥哥们想网恋的 罗莉音 可是 在场的几个男人 听到这样的声音 并没有什么反应 顾念山已经回到沙发上坐下 端着酒杯 在喝酒 宋长林 也坐着在玩手机 其五月 正准备跟顾念山碰杯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这个好看 适合念山 这个适合长林 李南木干脆帮他们选女人了 随便拉了两个妹子 塞给顾念山和宋长林 还很温柔地 对妹子们叮嘱道 你们要好好伺候这两个少爷 两个女人 其中一个女人 看到顾念山和宋长林 有些诧异 这两个小哥哥 长得好像啊 是的 外甥像舅舅 这一点 顾念山是应验了 宋长林 虽然比他大了两岁 但他个子 长得晚一点 所以小时候看着 和顾念山差不多 他们俩走在一起 被当成过双胞胎 他们俩 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他们长得像的话 但每一次听到 顾念山都会皱眉 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这次 更是直接冷脸了 眼里闪过一道 锋利的光芒 把那说话的女人 都给吓到了 李南木赶紧责备道 让你们伺候就伺候 哪里来那么多话呀 女人缩着脖子 吐吐舌头 准备往宋长林身边坐 宋长林 很有礼貌地拒绝了 不用了 谢谢 很平静的语气 脸上还有微笑 可就是太平淡了 平淡到 让人感觉诡异 不敢跃跃欲试 女人的动作僵了僵 然后很尴尬地走了 另一个安排 给顾念山的女人 还没走近顾念山 就被她一声滚 给吓得转身就跑 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李南木皱眉 不满地看着顾念山和宋长林 没人理她 顾念山自顾自得 喝完手里的酒 放下杯子起身 我结婚了 就不陪你们玩了 她轻轻勾一勾唇 一抹冷笑 在她俊脸上蔓延 念山 李南木追上顾念山 拉住她 然后 队还在等她的会所经理到 孙经理你先走了 这里不要服务了 是是是 能混上经理 这点眼力劲 肯定还是有的 再不走 估计就要倒霉了 等孙经理 带着那几个女人走了 宋长林 才将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 抬起头 看向顾念山 深深 既然来了 就喝两杯吧 这话听在顾念山的耳朵里 怎么听 都像是在挑衅 她回头 对上宋长林的目光 微笑道 好啊 那个笑容 让李南木和齐武岳 从脚底心发寒 这旧生俩 是要搞事情啊 顾念山 推开了李南木的手 走到宋长林面前 端起一个酒杯 取起来 对着宋长林道 就当是补我结婚的喜酒 宋长林轻轻点头 好 李南木和齐武岳 眼看着又一瓶酒见底了 这要是再不阻止 都能喝出人命来 他们互相看一眼 很有默契地点了一下头 一人去顾念山那边 夺走她的酒杯 一人夺走宋长林的 嘿 我说你们俩别喝了 齐武岳夺走 顾念山的酒杯 然后赶紧对李南木道 嘿 给武管家打电话 让他来把人接走吧 林一浅回国天数不多 时差和气候都还没有完全适应 刚睡没一会儿就被咳醒了 房间的冰箱里水没有了 她下楼准备去厨房冰箱拿 到了楼梯口 看到周姨在跟另外一个佣人商量着什么 很着急的样子 她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小姨啊 是不是我们把你吵醒了呀 周姨是在家里很多年的老佣人了 比顾念山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她对顾念山和顾念家都是直接喊名字的 对林一浅也是 林一浅微笑着摇摇头 不是的 我下来拿水 刚才李少爷打电话来说 念山喝多了 让吴管家去接一下 可吴管家晚上不小心把脚给扭了 我去后面喊一下司机 文言 林一浅几乎没做考虑 脱口道 在哪个会所 我去接吧 夜深了 周姨不放心让她去 太晚了 我去喊司机啊 没关系 反正是开车 林一浅说着 都没再给周姨说话的机会 立即转身 去房间换了衣服 下楼 兜里揣着那辆奔驰车的钥匙 周姨还是不放心她 那我找个人陪你一起啊 不用 我自己可以 林一浅下楼 直奔大门外 林一浅知道顾念山他们去的那个会所 曾经 她也跟着宋长林去过一次 也是那一次 她才真正明白 什么叫挤不进的圈子 就不要硬挤 这个点 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 除了等红绿灯 她一路畅通无阻地 到了会所 不愧是夜店 这个点 还灯红酒绿 一派繁华 到了VIP包厢区 又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充满着 金钱欲望的世界 回廊都装修得奢华如宫殿 大理石地板 光亮得像镜子 清楚地倒映着 行走在上面的人 一间一间走过去 终于找到了 顾念山他们所在的 一号包厢 到了门口 他准备开门进去 守在门口的服务员 把他给拦住了 小姐 这里是VIP包厢 你找哪位 顾念山 听说是来找顾念山的 服务员的语气 又多了几番礼貌和恭敬 请问你是顾少什么人 他们的包厢 从来不让人打扰的 他老婆 三个字脱口而出 林一浅自己 都后知后觉愣了一下 这身份厉害了 服务员不敢再有丝毫怠慢 赶紧推开门 让林一浅进去 他老婆 听到林一浅嘴里 那毫不犹豫的三个字 张嘴准备喊他的男人 话音硬生生地 卡在了嗓子里 脚睁睁地往后退 直到脚后跟贴着墙 他仰起头 勾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李贤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三十四集 你记得自己是谁的老婆吗 门开了 看到来人是林一浅 李南木和齐武岳 都很惊讶 林一浅 你怎么来了 为什么不能是我 他一进门就看到 顾念生在沙发上躺着 一条腿还在地上 那姿势看着就难受 他恨不得一步到他跟前 把他给扶起来 带回家 你是不是来找长林的 他刚说出去透气去了 林一浅到了顾念生身边 正准备弯腰扶他 李南木忽然问他 是不是来找宋长林的 他第一反应是 宋长林也来了 正想着顾念生忽然爬起来 扑向李南木 伸手揪住他的衣领 把李南木给吓坏了 喂 顾念生你 你干什么 顾念生揪着李南木的衣领 猛晃他几下 然后将他推开 他自己的身体也晃了晃 看上去就要倒了 林一浅赶紧抓住他的手腕 拉住他 下一秒 他的手被男人反手给抓住 一个不防被他拉着 一起倒下 趴在顾念生的身上 心跳停止了一秒 然后砰砰砰的 林一浅立起脑袋 错愕地看着身下的男人 顾念生 一个名字还没喊出口 男人搭在他背上的手 忽然移到他后脑勺上 用力一勾 两人的唇 激烈地相撞 看到这幅画面 李南木嘖嘖摇头 看来是真的醉了 都积不择食了 他一边太息 一边拉着齐武岳走了 人家是正常夫妻 就算在这里干点什么 也不出格 更不犯法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林一浅真是无语 去你妹的鸡不择食 她是她老婆 怎么叫鸡不择食了 这里怂 总有一天 她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林一浅正在 父妃里南木 顾念生忽然捧着她的脸 推开她 然后 一双醉眼 迷离地看着她 浓浓的酒味 扑鼻而来 酒精严重过敏的林一浅 这世上 恐怕也只有 顾念生身上的酒味 她不嫌弃 不排斥了 林一浅想着 好笑地勾了勾唇 几分苦涩 几分甜蜜 几分凉 一束光 搭在林一浅半边脸上 她的小脸 像是一朵 含苹待放的花朵 正在慢慢地绽放 男人修长的食指翘起来 然后 落在林一浅的嘴边 轻轻地摸缩着 这触感 像是一根青丝 在林一浅的心上绕 一道又一道 心 就这么被缠住了 缠得死死的 忽然 顾念生停下来 脸色也在同一时间 变得冷酷 你记得自己是谁的老婆吗 记得 顾念生的老婆 你记得最好 即使你再想见宋畅林 也得忍着 顾念生像是突然清醒一般 推开林一浅 双手撑着爬起来 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 往外面走 每一步 都给林一浅感觉 要摔倒的惊险 她忍不住上去扶住她 啊 你说的 我都记得了 现在 咱们能回家了吗 说话间 他们到了门口 林一浅腾住一只手 打开门 熟悉的男人身影 毫无防备地 闯入她的视线 她愣了愣 顾念生余光 撇到林一浅的反应 从后面抬起手 搂住林一浅的腰 另外一只手指着 站在他们面前 隔着一米远的宋长林 对林一浅 郑重介绍 这是我舅舅 林一浅没理会 顾念生的话 抿着嘴角 对宋长林 点了一下头 我带她先回家了 啊 宋长林 应了一声 等林一浅走过去 她紧张地 跟着转身 笑意 林一浅脚步停顿 身后紧接着 又传来宋长林 淡淡地叮嘱 开车慢点 好 林一浅背对着宋长林 然后 扶着顾念生 离开了 快快点 一路上 顾念生都在催促林一浅 开快点 像小孩子赌气一样 林一浅没理会她 按照正常速度开 到家之后 车子往院子里一停 她便下车 自顾自地往屋子里走 不管顾念生 反正到家了 总有人来管她的 顾念生坐在车子里 看着林一浅那急促的脚步 好像不愿意 跟她多待一分一秒 她气得手握拳头 狠狠捶前面座位的靠背 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 她手抓着衣领 使劲地扯了一下 几颗扭扣 直接被扯掉了 然后 她往后一仰 双眼空洞地 对着车顶 眼里满是红血丝 林一请回房间 拿着衣服 准备再去冲个澡 手机忽然来了微信提示 她低头看了眼 是宋长林发来的 你到家了吧 嗯 林一浅 只回了一个字 她便准备放下手机 去洗澡 这时候 房门开了 男人醉了的身影 摇摇晃晃地进了房间 往她这边来 头发凌乱 白色衬衣上 沾了红色酒渍 几里扭扣也不见了 露出一边的锁骨 慵懒得 像是刚从睡梦中醒来 还没有清醒的妖孽 她一步一步走近 林一浅看着她那样 没控制住自己的脚 抬起来 想迎上去 林一浅 你记住 宋家还有我外婆和我妈在 不要对宋长林 再抱什么期望了 在两人还有差不多一米距离的时候 顾念身忽然停下脚步 一脸讽刺地看着林一浅 冷酷的声音 硬生生地逼停林一浅的脚步 她拿起手里的衣服抱在胸前 用力地朝心口按了一下 快速地收拾情绪 语气平淡地 应了一声 嗯 脚幽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她的波澜不惊 在顾念身看来 是满不在乎 她怒了 滚 好完她就后悔了 张嘴愣住 林一浅 却还是很淡定 好 点了下头 她弯腰拿起手机 不急不慢地朝门外走 林一浅对她最起码的喜怒哀乐都没有吗 顾念身双手紧了紧拳头 又松开 然后脚步亮亮呛呛地走到沙发边 行尸走肉一样倒下去 这一倒 就是到第二天的生物中时间 昨天晚上是真的喝多了 睁开眼头痛欲裂 冲了个澡才稍稍舒服一点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出了房间 路过林一浅睡的客房 她脚步停顿 房门正好在这时候打开了 她心虚地将目光移开 脚也在同一时间抬起来 可从房间里出来的 并不是林一浅 而是周仪 念身 你起床了 看到周仪 顾念身脚步又停下 目光往房间里看 周仪知道她在看什么 哎呀 小姨一早就起床了 现在呀 已经出去了 她老人家说着 脸上忽然又露出心疼 哎呀 昨晚李少爷打电话来说 你在酒吧喝多了 上吴管家去接 吴管家扭到脚了 小姨大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去接你 都没睡几个小时 文言 顾念身一争 你说什么 她瞪着双眼 似是紧张 又似是激动的样子 把周仪给吓到了 我 我说错了什么了吗 顾念身不确定地问 林玉姐昨晚去 接我啊的 是的呀 周仪看着顾念身 有些疑惑 少爷昨晚是夫人带回来的呀 少爷不记得了吗 难道喝多了 对昨晚的记忆 一点点都没有了吗 我知道了 周仪的话 让顾念身疯了 她飞快地往楼下跑 跑到门口 看着外面空旷的广场 脚步又停下来 因为她发现 她心里那股冲动 还有冲劲 是没有方向的 她见到林玉姐 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脚步慢慢地 又退回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35集 下次说话 长点脑子 少爷 您是不是 有什么事啊 这已经是 顾念山今天 往家里打的 第五个电话了 前四个 都是打完 随便问了几个 无关紧要的问题 就挂了 这个电话 周姨实在是忍不住 才问她的 没什么事 顾念山 直起了腰 提高了嗓门 问道 晚饭做好了吗 还没开始做呢 您今晚会早点 回来吃饭吗 以为她会 早点回去呢 周姨在电话那边 很开心 顾念山没有回她 抿了抿唇 终于是把想问的话 问出来了 林一浅还没回来吗 不悦的语气 还没呢 听到周姨说 林一浅还没回 顾念山垂眸 看了眼手表 都快五点了 都快十个小时了 知道了 她心不在焉的 回了周姨一声 然后挂了电话 放下 想到什么 她咬牙 眼里闪过一抹恨意 又重新拿起手机 点开李楠木的微信 那个俱乐部 我决定交给七五月 消息发出去 手机立马响了 来电显示 李楠木 她挂了 李楠木又继续打过来 她烦得不行 接听放到耳边 李楠木你最好这段时间 都别联系我 李少爷表示 很懵逼 为什么 死 总得给她一个死的原因吧 顾念生大声地道 下次说话 长点脑子 多跟七五月 恋恋眼力劲 说完挂电话 将手机扔到一旁 无论怎么想 她都没有理会 面前一堆的工作 可她却怎么都 进行不下来 她收回放在键盘上的手 抓了抓脑袋 干脆合上电脑 起身 几乎是大脑里的潜意识 带着她 来到这个地方 顾念生坐在车上 看着门头上 在脑海里 已经滚瓜烂熟的门牌号 还是缺少勇气 开门下车 去按响那个门铃 那好像是念生的车 忽然车子后方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她心虚地 忙将目光收回来 通过倒车镜 看到林天万和江月香 已经走近 真的是你啊 念生 你怎么来了 林天万看到顾念生 又惊讶又惊喜 顾念生双手 搭在方向盘上 勾唇冷笑着 看向林天万 难道林总不希望我来 她这副模样 林天万有些畏惧 忙陪着笑脸 摇头道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解释完 她又愣了愣 才反应过来 手指着他们家门口 对顾念生道 快下车到屋里坐一下吧 顾念生没有拒绝 推开车门下车 跟着林天万的脚步 她的心里 少了刚才那份忐忑 有了底气 这个小区 建了有十五六年了 但房子看上去 还是精致豪华 院子里 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清新得很 顾念生边走 边走马观花式地看着 目光扫到 墙微花架下的鞦韆 她嘴角不惊地 往上抿了抿 眼里 多了几分柔和和暖意 啊 念生 快坐 进了屋 林天万热情地招呼顾念生 陪着她 在沙发上坐下 顾念生目光绕着屋子 扫了一圈 脸上露出一抹 不易察觉的失望 林一浅没有回来 正想着 林天万在她耳边道 小义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顾念生忙不迭地收起思绪 冷冷地道 我是来跟你聊林氏现在的情况 林天万有些尴尬 不知道怎么接话 顾念生接着道 林氏70%的股份转到零一签名下 如果你要同意 明天我让律师拟好合同送给你 你签完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文言 林天万差异又十分地疑惑 你要帮林氏吗 顾念生的声音又冷了几分 我帮林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林天万尴尬地笑笑 我知道你是看在小义的份上 可是 可是 顾念生疑惑地猝眉 等着林天万说下去 就在今天早上 小义已经来签了合同 三义把零食全部买走了 顾念生闻言 很惊讶 你说什么 正在这时候 江月香倒了两杯茶过来 笑眯眯地招呼着顾念生 念生 来 喝茶 顾念生的脸色 立马又冷下去 他斜了一眼江月香 麻烦叫我顾总 或者顾先生 江月香尴尬地一愣 然后 立马红了脸 好 好的 顾念生没有理他 也没有伸手 去端他泡的茶 念生你不知道 小义买林氏的事情吗 林天万看着顾念生 眼底隐隐涌动着 一股情绪 顾念生说道 他做的一切决定 都是我的意思 说着 他站起身 脚步朝那贴了奖状的墙 走了过去 林天万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的背影 闭着眼睛 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倩顾念生 走到奖状墙前停下 仰头再看上面的奖状 他也起身 走了过去 这些都是小义 从小学六年级 开始得的奖状 这面墙 几乎贴满了奖状 有一半是林依浅的 另外一半是江墨的 江墨是江月香的儿子 林天万给顾念生 指着林依浅那边 说着 他侧脸看看顾念生 见顾念生盯着 林依浅的某一张奖状 好像出了神 他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那是林依浅初三上学期 领奖学金的奖状 林天万立马又接着道 这孩子啊 总是能带给我和他妈妈意外 初一下学期期末考试 分数还是年级倒数五十名以内 没想到到了初二下学期 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一下子进了年级前三十 听林天万聊着林依浅的事情 顾念生的脸上一片柔和 耐心让林天万意外 他一边观察顾念生的脸色 一边往下说 经过这么大 在上初三的时候还哭了 怪自己考得不好 那时候 初三就开始分班了 尖子班只有前二十五名 才能进的 他应该是想进尖子班的吧 顾念生听着林天万的讲述 在心里猜测着 林天万还在继续说着 后来成绩就直线往上升 直接到了年级前三名 我和他妈都计划好了 准备让他出国的 没想到他自己考进了医中 还是重点半 顾念生忽然转头 皱眉看着林天万 似是在懊恼着什么 林天万心里没有底 憨笑着问道 是不是 我说太多了 顾念生没有回他 淡淡地将目光 从他身上移开 我走了 走了几步 他才打招呼 林天万跟着他道 中午在这吃饭吧 不用了 顾念生冷酷地回了一句 加快了脚步离开 林一浅回到家 对着那份 古拳转让同一书 看了足足有一个小时 上面 林天万三个字 讽刺又刺眼 敲门声突兀地响起 将林一浅的思绪打断 他第一反应是 把面前的东西收拾起来 塞回了档案袋里 然后对着门外应了一声 他也站起身 迎了出去 门打开了 是周姨 小易 念生回来了 下楼吃晚饭吧 我不吃了 我吃了水果 为了保持身材 这些年他的晚餐 几乎都是水果为主 周姨听他说不吃 皱眉 用长辈的语气 责备道 哎呦 怎么每天晚上都不吃饭 这样下去啊 身体会垮掉的 没事的 习惯了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不想吃 周姨也没再勉强 唉 那你要是饿了 随时让厨房给你做 啊 叮嘱一声 他老人家便走了 餐厅里 只有姑娘生一个人 那么大的餐桌 显得他特别的孤单 周姨看着 有点心疼 啊 小姨说 他不吃 这小两口的关系 什么时候才能好 才能有进展啊 顾念生听说 林依浅不下来吃饭 他开口 语气轻不自禁地 有些失落 啊 然后 他抬起手 拿起筷子 没吃几口 又把筷子放下 用餐巾纸 擦了擦嘴 起身准备走 周姨忙拦住他问道 哎哟 今天做的 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你怎么吃这么一点啊 没什么胃口 顾念生快步上楼 回房间 林依浅 已经不在房间里 他站在厅中央 无措地转了一圈 脚步又回到门口 拉开门 往门框上一靠 看向林依浅那个房间 叹气 对了 忽然想到什么 他眼睛一亮 赶紧去拿手机 点开搜索引擎 修长的手指 快速地输入 不小心误会了 自己的老婆怎么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这是全国人流量 最大的感情论坛 帖子一发出去 立马有网友回复他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 尤其是女人心灵 比较脆弱 看到这条回复 顾念生皱眉怀疑 林依浅 心灵脆弱吗 他比男人还强大的 接着 又有另外一个网友 回复他 肯定要哄啊 下跪磕头 写保证书 看到下跪两个字 顾念生手指 打了一个滚字 差点发出去 他没理会 继续看下一条 好好哄哄 用心去买礼物 做点什么 让他感动的事情 但下次遇到事情 一定要记得信任 女人你伤害一字两字 伤害次数多了 心就冷了 喝 他的心热过吗 对自己热过吗 所以 这些人说的方法 都不适合他 还号称什么 情感专家呢 都是狗屁 顾念生烦躁的准备索评 又提示 有一条新回复 他不抱希望的刷新 来自网友 小炮的回复 兄弟 为龙辣条了解一下 每次我女票闹别扭 我就给她买好吃的 她喜欢吃的 尤其是女孩子 都喜欢吃辣条和麻辣烫 每次只要买回来 往那一放 她就跟小狗一样 屁点屁点的扑上来说 老公真好 主动跟我约炮 我猜 辣条和麻辣烫 就能哄好女朋友 还能等女人 主动约那啥 这也太廉价了吧 不不不 林一浅 不是一般的女人 麻辣烫和辣条 那种传说中的 垃圾食品 她都没有见她粘过的 忽然 对面传来开门的声音 顾念生的思绪被打断 她目光看过去 是林一浅的房间 林一浅 从房间里出来 顾念生看到她 立即将拿着手机的手放下 锁上了手机屏幕 一开门 看到顾念生 靠在门框上 林一浅的脚步 也顿了顿 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不过片刻 又恢复自然 淡淡地道 我来拿一下 电脑充电器 说着 她重新迈开脚步 走到顾念生 房间门口 从她身边 走了过去 房间里的书桌 自林一浅用过之后 顾念生就没有再用过 上面她的东西 之前是怎么摆放的 现在 也还是那么放着 不过 林一浅 也没什么东西 她伸手拔下充电器 没做停留 转身出去 顾念生 还站在房间门口 林一浅 从她身边 走过去 一股清淡的香味 不知是洗发水 还是沐浴露 让她心神一荡 目光紧随着林一浅 那纤细玲珑的背影 刚洗完的长发 如绸缎一样 倾泻在她后背 随着她走路的姿势 轻浮度的两边晃 无辜的给她那背影 增添了几分勾人的妖娆 看得顾念生心里 更加烦躁 她忙将视线移开 对面传来关门声 她不知道 什么时候屏住气息的 感觉憋了好长时间 察觉到才缓缓吐气 其实 林一浅也不是 对吃的不感兴趣 只是 要对她的胃口罢了 顾念生想着 身体里 忽然多了一股冲劲 脚步毫不犹豫地迈出门 往楼下跑 一口气 跑到大门口 换上鞋 正好碰到周仪 倒垃圾回来 哎哟 念生 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啊 嗯 顾念生应了咒语一声 人已经跑得很远 开车慢点 林一浅看完白色 给她下个月的活动流程 和具体安排 已经十点了 她护了个夫 准备关灯睡觉 门口忽然传来 沙沙的声音 没有悬念 肯定是顾小小无疑 林一浅嘴角抿了抿 到门口拉开门 果然是顾小小蹲在门口 面前放着上次 给她拎三明治和牛奶的框子 框子里面满满的 全是吃的 第一个映入她眼帘的 是明记小龙汤包餐盒 她很惊讶 她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吃过明记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吃 后来 初中远了 就没去过 她有时候很想吃 但每一次 都被懒给战胜了 小小 这是谁让你送来的 林一浅蹲下 扒了扒框子里的东西 除了两盒小笼包 还有几袋辣条 什么情况 谁呀 这么幼稚 给她买小朋友吃的玩意儿 林一浅拿着一袋辣条 哭笑不得 顾小小忽然叫了两声 然后掉头 朝楼梯那个方向跑去 好像有目标的而去 林一浅赶紧站起身 跟了上去 到了楼梯口 看到沙发上坐着的男人 她很意外 眼里同时 也闪过一抹失落 她就说 怎么可能是她 林一浅低头 看着手里拎的东西 勾唇笑了笑 小小 楼下宋长林 看到顾小小 喊了一声 小小听到她的声音 像是打鸡血一样 朝她狂奔 扑到她的腿上 和小孩子 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 黏着她撒娇 画面很温馨 林一浅嘴角 紧紧地抿了抿 楼下还有庸人在 她就没下去 跟宋长林打招呼 她觉得 还是回头发短信 比较好 她想着 拎着一筐吃的 回了房间 其实一点都不饿 但看到喜欢吃的 还是忍不住 想吃两口 五年没吃了 这家的味道 竟然还是一样 最最重要的是 肉馅里 没有葱 她从小就不吃葱 所以每次妈妈 带她去吃的时候 都会让老板现场 包两笼梅葱的献蒸 或者提前打电话预定 这么多年 除了妈妈 最了解她的 她也就是 宋长林了 怎么突然对着小笼包 矫情起来了 林一浅思绪 出了一会儿神 反应过来 她放下筷子 盖上餐盒 起身 朝门外走去 再好吃 再喜欢的 她也必须要 克制自己 因为 如果声音 是她的第一优势 那么身材 就是第二 她在房间里有味道 她准备放在门口 然后打电话 让庸人上来收等 没想到 打开门 看到了顾晓晓 站在顾念生的房间门口 来回地徘徊着 嘴里还时不时发出 汪汪的委屈叫声 这家伙 在干嘛呢 林一浅疑惑地 皱了皱眉 顾晓晓也发现了她 摇着尾巴 朝她跑过来 到林一浅跟前 她仰头伸长脖子 闻她手里拿着的 小笼包盒子 对了 这包子里没有葱 晓晓是可以吃点的 林一浅想着 立马蹲下 打开盒子 放到地上 小小 给你吃点 这时候 顾念生的房门忽然打开 开门动静很大 林一浅抬头看去 顾念生 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顾晓晓在支 小笼包 她脸刷得黑如锅底 你竟然给狗吃 她手握拳头 努力克制着没有垂墙 林一浅没有仔细观察她 以为她是在担心 小小不能吃包子 她赶紧解释道 这是没加葱的 狗少吃点 没事 顾念生知道里面没葱 狗吃了没事 可是 看着顾小小一口一个小笼包 顾念生咬着牙 心痛的模样 好像顾小小吃的是她的心 还真有狗屁颠屁颠地扑过去吃啊 林一浅没再看顾念生 温柔地看着顾小小 问道 好吃吗 顾小小摇摇尾巴 很显然是好吃的 盒子里的吃完了 她还想要 林一浅手上的 那渴望的小眼神 林一浅没忍住 干脆打开盒子 又丢给她两个 看不下去了 顾念生屏住呼吸 努力地压制着怒气 转身 眼不见 心不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三十七集 早点结束这一切 如果不是不得已 林一浅真的不想 再踏进这个家半步了 所以 就让这一切 早点结束吧 林一浅伸手 输入了生树的开锁密码 门自动开了 他走进去 看着熟悉的景 熟悉的雾 他还是做不到波澜不惊 手攥着包带子 越攥越紧 院子里停了一辆 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L式的牌照 他眸光敏锐地闪了一下 接着 嘴角勾起冷酷的弧度 小易 大伯千盘万盘 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从屋里出来 看到林一浅 激动地加快脚步 往他跟前迎 身后跟着好几个 林一浅熟悉的面孔 林一浅停下脚步 看着已经到他跟前的大伯 林天喜 他声音凉凉地道 看来我在大伯面前 还挺有分量的 林天喜笑着说道 你是我们林家 最初期的掌上明珠 分量肯定是很重的 说着 他又转身 对身后跟着的一个 年轻女孩 招手道 小玉 你还不快过来 喊你小易姐 女孩二十岁左右 穿着白色宽松T恤 下身穿着 超短的牛仔短裤 就比内裤 强那么一点点 两条白皙的长腿 完美地展现出来 这是林天喜的小女儿 林雨晴 林一浅的嫡亲堂妹 林家上上下下 最得宠的一个孩子 因为最小 她举着嘴 不情不愿地 走到林一浅跟前 懒洋洋地 喊了林一浅一声 小易姐 喊完之后 她低头抠指甲 完全不把林一浅 放在眼里 可林一浅 更不买她的账 直接连正眼都没给她 对她毫无诚意的 一声招呼 也是完全不予理会 她目光直接看向林天万 我看今天 你也没什么诚意和心思 跟我谈事情了 你先招呼客人吧 说着 她转身准备走了 林一浅忽然一个剑步 冲到她面前 把她拦住了 仰起头 气鼓鼓地质问她 我说林一浅 你对长辈是什么态度 林一浅脸色一沉 气温仿佛都跟着下降了 林天喜赶紧过去 把林一浅拉开了 小月 这里没你什么事 你进屋玩手机去 她一边说 一边把林一浅 往旁边拖 林一浅本来想走的 可又看林一浅 那清冷孤傲的模样 她不服气 甩开林天喜的手 又回到林一浅面前 手指着她 讽刺道 哼 转什么转 真当自己嫁给顾念生了 就母鸡变凤凰了 就你这样跟别的男人跑过的 根本配不上顾念生 她一开口 嘴巴跟放泡一样 林天喜的手 捂都捂不住 林天喜没办法 举起手 她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最终 只是给了几个警告的眼神 然后 她转头一脸 歉意地 看着林一浅 想说什么 话音被林一浅给打断了 第一 你可以把自己当鸡 但不要把别人都想得跟你一样 她看着林雨晴 目光犀利 这话 林天喜听着脸色一变 林天万也觉得过分了 开口轻声地责备林一浅 小叶 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 林一浅没有理她 继续看着林雨晴道 第二 我配不配得上顾念生 我都是顾念生的老婆 你酸也没用 与其带着几分得意 让林雨晴 更加地羡慕嫉妒 不顾一切地 就想要打击她 顾念生根本就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人 林雨晴话没说完 被林天喜捂住嘴巴 吝声训斥 林雨晴 你给我闭嘴 跟你姐妹打没小的 她又看着林一浅 陪着笑脸 跟她道歉道 小叶啊 你不要跟你妹妹一般见识 从小她就不喜欢林雨晴 因为只要她有什么 她就去缠着奶奶要一样的 不给就跟奶奶闹 奶奶临死前 她还缠着奶奶要东西 说奶奶立以主不公平 她这横竖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林天喜的脸色难看起来 林天万在一旁着急地 使劲对林天喜使眼色 林一浅不动声色地 把他们每个人的表情 都看在眼里 林天喜现在很生气 也不再跟林一浅客套寒暄 冷着脸 沁入主题 今天大波带着小语过来 不是想听你怎么教大波管女儿的 她看林一浅是那副高姿态 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手握拳头 咬咬牙 接着道 我是来让你对你爸不要做得那么绝 公司最起码你要给她一把 林一浅听了林天喜的话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笑着问林天喜 林一浅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大波您是出了一分钱 还是出了一分力 所以才在这里这么有底气地命令我该怎么做 她挑挑眉 急剧讽刺 林天喜老脸青一阵 红一阵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面子实在是挂不住 直接跟林一浅撕破脸 既然你都这样不过勤奋了 那大波就直接说了 公司不能全给你 最少要留百分之五十给你弟弟 我没有弟弟 林一浅立声打断她的话 那我就卖了奶奶的老宅子 那里风水好 有人看上了 文言 林一浅脸色一变 看着林天喜那卑鄙的嘴脸 她垂在腿边的手颤抖着 差点没忍住 给她一巴掌 这是外族奶奶 给奶奶的嫁妆 将来奶奶 也给小义做嫁妆 后来林雨晴一直闹 为了奶奶能走得安静一点 那个宅子 她还是让给了林雨晴 林雨晴感觉 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了 这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熟悉的男人的声音 好巧 那个看上的人 正好是我 光是这声音 气场就已经很足了 当那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 出现在林雨晴的视线里 依旧是干净的白衬衣 黑色西裤 一只手揣在口袋里 迎着阳光 慵懒中 张扬着霸气 她诧异地张了张嘴 眼里毫无察觉地 闪过一丝激动 顾念身踏进院子 目光从林雨晴脸上 一扫而过 快速地将林雨晴的反应 收进眼底 就她那一个反应 顾念身心中 竟然闪过了 赴天下也值得的 玛丽苏的念头 林家上上下下 都没料到顾念身会来 林天万看到顾念身 心虚地笑着 上前跟她打招呼 顾念身 顾念身脚步 走到林雨晴身边 停了下来 跟她肩并着肩 高大的身影 往旁边一站 林雨晴原本坚强的心里 横生出一股 强烈的安全感 她低头 弯了弯唇 林天万刚跟顾念身 打完招呼 顾念身还没给她反应 林雨晴就凑上来 顾念身 你还记得我吗 她走到顾念身面前 脸上露出腼腆的笑 一双眼睛激动又期待地 看着顾念身 林家的女儿 个个都好看 尤其是她和林雨晴 所以她有自信 顾念身是记得她的 不认识 顾念身嘴里 淡淡吐出三个字 目光只是在 林雨晴的脸上掠过 没做分毫停留 林雨晴脸上的笑容见识 毫不掩饰失落 一旁的林天喜和林天万 都替她尴尬 林天喜干咳两声 想把林雨晴喊走 可林雨晴忽然伸手 抓着顾念身的胳膊 激动地说道 小学的时候 我是你学妹呀 后来我们家搬走了 她话音未落 就被顾念身嫌弃地甩开了手 脚很刻意地往后退了一步 林雨晴脸上的表情 又僵了僵 但她还是不死心 你那时候还给我送过巧克力吃的呀 怎么会不记得她呢 她不相信 顾念身的眼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心虚 她下意识地用余光捏了眼林一浅 林雨晴听到林雨晴说 顾念身给她送过巧克力 很惊讶 正好也转头看她 目光对上 顾念身忙不迭地 收起那试探的眼神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林雨晴 这是你什么人 意想症这么严重 为什么不去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杨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38集 欺负我顾家一个人 不合适吧 顾念身问完之后 目光又嫌弃地 从林雨晴脸上扫了一眼 林雨晴有点疑惑 按理来说 顾念身是的确不可能 给林雨晴送巧克力的 但林雨晴那语气 又不像是在说谎 难道她记错人了 其实不是顾念身送的 看女儿那么缠着顾念身 可人家根本连认都不想认识她 林天喜觉得特别丢人 她脸色很难看的 走到林雨晴身边 拉着她训斥道 小语 别再闹了 这是你姐夫 林天万也赶紧出面 化解尴尬 对顾念身介绍 林天喜和林雨晴 啊 林善 这是小语的大伯 这是小语的堂妹小语 文言 顾念身仰起下巴 嘴角又勾起一抹 带着讽刺味道的冷笑 原来都是一家人 我还以为 是你们家债主上门来要债了呢 说着她低头 换了宠溺的笑 看着林雨晴 我还准备问你 到底欠了这个人多少钱呢 他也非要吃人的样子 说后面一句话的时候 她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林雨晴察觉到 有一丝惊 有一丝暖 这一刻 她真的不想去理会 脑海里的那些杂念 强迫自己 只有一个念头 顾念身是站在她身边的 气氛明显冷了 林天万忙不迭地 跟顾念身解释道 没有 大伯其实很疼小语的 刚才只是在跟小语说笑呢 顾念身文言 脸一沉 你们可以想象我有很多钱 可千万别把我想象成是瞎子 他目光一扫所有人 目光所到之处 那一处都如同冷空气来袭 让人不受控制地缩了缩脖子 忽然 他又抬起手 拦着林雨晴的肩膀 冷酷的眼神 看着林天喜和林天万 这一院子的人 欺负我们顾家一个 不合适吧 说着 他手腕轻轻一勾 林雨晴顺势 往他怀里偏了偏 他的脸 接触到顾念身的衬衣 他身上丝丝清香 犹如红毛 在林雨晴的心间 撩拨着 再坚强 再怎么伪装冷酷冷血 到顾念身的面前 他都会瞬间地崩塌 顾念身的话 把林天万吓得脸色都白了 他惶恐地摆摆手 念身你误会了 我们真的只是在跟小姨聊天 聊家常啊 换作以前 他肯定不会对顾念身 这个态度的 可现在 唯一能救活林家的 就只有顾家 所以 再怎么憋屈 也都要忍着 林天喜看林天万那副怂样 气得鼻孔冒烟 但他内心里 也和林天万一样清楚 顾家这个大腿 他们是必须要抱的 他们找林一浅要股份 也就是看在 有了顾家 林氏会死会复燃 要不然 他们要那点股份 一点点意义都没有 还负债累累 所以 他只能捏着鼻子 把一口气憋回去 气氛沉默了一会儿 顾念身的声音 又悠悠地响起 刚才大伯说的 林家的老宅子 是不是西郊那边的 提到那个宅子 林一浅想起来 刚才顾念身说 他就是那个想买的人 他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林一浅仰头 探究的眼神 看着顾念身 他希望是真的 到了他手里 以后 还有回到自己手里的可能 要是继续留在林家 他们穷凶恶极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林天玺很不情愿地 点头回顾念身 是的 他是想用那个老宅子 来威胁林一浅的 如果买主是顾念身 那么 他就没有威胁的筹码 顾念身弯纯 不急不慢道 那我就没说错了 要买那房子的人就是我 既然是一家人 那大伯就赶紧签字吧 价格上 我想大伯也会给我打个八折什么的 林一浅转头 皱眉无语地看着身边的男人 此时此刻 他那张俊脸上 仿佛写满了 我不要脸 我怕谁 是真不要脸 不过这脸不要的 让林一浅感觉很爽 林天喜老脸憋得通红 快要受不了这委屈了 林一浅忽然又一脸讨好的笑 凑到顾念身的身边 姐夫 你喜欢我那个柴子啊 那是我奶奶送给我做嫁妆的 还有更不要脸的 那明明是奶奶说 要给她的嫁妆 是林一浅硬要抢过去的 对于不要脸的人 就让更不要脸的人去对付吧 林一浅无力吐槽 暗暗翻了个白眼 可是顾念身再对林雨晴开口 语气里竟然多了一丝很满意的愉悦 那我还是不要打折了 另外我再多出点钱 多给你补点嫁妆 不要打折了 还另外给补点嫁妆 林一浅扬起脸 不解地看着顾念身 她脸上的笑容 如她的语气一般 满意愉悦 林雨晴一听到顾念身 因为她不要打折了 还要多给一点钱 心花怒放 谢谢姐夫 姐夫 你对我真好 她就说 她不可能不记得自己的 对顾念身道完谢 她目光快速地 扫一眼林一浅 得意的不得了 林一浅还在等着顾念身 对林雨晴突然变脸 给她的得意狠狠一击 没想到顾念身嘴角 那一抹满意的笑 又扩大范围了 还对林雨晴轻轻点头 不客气 男人 她又看林雨晴 刚才还不想承认 她这个堂姐 现在对着她老公 一口一个姐夫 女人 顾念身回完林雨晴 霸道地不给任何人 发表言论的机会 直接看着林天喜 和林天万两人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不管那房子 成交价是多少 我都会在成交价上 多加上一百块钱 给堂妹不加着 她说的一本正经 林一浅强忍者 才没有笑出来 这家伙 是认真的吗 林雨晴脸上 那沾沾自喜的笑容 又逐渐消失 她仰起头 蒸蒸地看着顾念身 姐夫 你 你看玩笑的吧 加一百块钱 这不是在羞辱人吗 林天喜实在控制不住了 不敢对顾念身怎么样 她对着林雨晴怒吓道 林雨晴 你给老子过来 命令一声 她手抓着林雨晴的胳膊 把她拖到旁边 转身的时候 她对林天万 使了个眼色 林天万明白她的意思 斟酌了一下 然后看着顾念身问道 林善 你怎么想起来 买我们家老宅子了 顾念身笑着道 刚才大伯也说了 风水好 我是个生意人 最看重风水了 这样啊 那宅子毕竟是小姨奶奶留下的 小姨还有个姑姑和二伯 我们要商量一下 才能确定卖不卖 说完之后 她目光不敢直视顾念身 大腿要抱 可作为 唯一能拿出来跟林雨晴的老宅子 也要抱 太为难了 顾念身并没有如林天万 担心的那样 直接翻脸 很好说话地点头 同意了 那你就去商量吗 不过我猜林总你出面 他们两个肯定会同意的 林雨晴还诧异 她怎么这么好说话呢 仰起头 看到她嘴角上扬 对林天万 眨眨眼睛 腹黑的模样 让她看着 都想咬她 她是势在必得了 林天万看着顾念身那样 脸上的笑容看起来 比哭还要难看 憋屈地点点头 也 也是这个道理 顾念身满意的弯唇 她目光又扫了眼所有人 如果各位亲戚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说着 她微微垂眸 看着林雨晴 皱眉责备道 现在你们家这么穷 你还是不要总往这里跑 给你们家省点粮食 她一边说 一边搂着林雨晴 转身往门外走 林雨晴真是无语 拿她的五米大刀来 她要砍死这个细精 到了车子旁 顾念身的手 才从林雨晴的肩膀上拿开了 林雨晴的心里 顿时一空 一抹失落 从眼底一闪而过 情绪很快地 被她压在心底最深处 她仰起头 微笑着问顾念身 你怎么来了 顾念身的脸上 也恢复一贯以来对她的冷漠 我怎么来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记住你顾太太的身份 我们顾家是要脸的 林雨晴给她的反应 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有波澜 轻点了一下头 我记住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三十九集 她是疯了才会来找她 顾念生看着她淡定的样子 有点能理解 顾念家为什么每次 都能被她逼疯了 她这样 好像一点情绪 都赖给自己的样子 真的让她很抓狂 哪怕林雨晴跟她说 你顾家要脸 跟我有什么关系 哪怕她说 我就不想给你顾家脸 等等等等 也好过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样 她就有理由 继续跟林雨晴说话 继续跟她闹别扭 可林雨晴总是一开口 就把天给聊死了 嫁给吵停了 她是疯了才会来找她 记住了就好 顾念生气鼓鼓地 回了林雨晴一句 然后转身 绕到林雨晴车副驾驶座 开门上车 坐在车上 她对林雨晴道 齐少东送我来的 她去办事了 你送我回公司 命令的语气 林雨晴点头 好 林雨晴就站在 驾驶座车门位置 伸手便拉开车门 上车之后 她想了想 还是决定 跟顾念生 道声谢 总之 还是要谢谢你 道了谢 她话音停顿一下 继续道 那个宅子 对我来说很重要 如果可以 我是说如果 将来我有钱了 希望你能再卖给我 说完 不看顾念生的反应 立马又补充一句 不可以就算了 但我没说过 是的 这么多年 她林雨晴唯一怕的事情 应该就是 被她顾念生拒绝了 怕她拒绝她任何事情 紧接着 林雨晴发动车子 车子开动 顾念生始终没有回她 她竟然还庆幸 没有回答 总比拒绝好 去美隔的路 和回顾家是两个方向 车子开出小区 往右手边拐 是通往一小的方向 这个点儿 学生都在上课 学校门口很安静 旁边的各种商铺 都在为中午放学 做准备 忙碌着 过了一小 有一个红绿灯 正好红灯 林雨晴停下车子 目光朝路边扫了一眼 明记 路口最后一个商铺 明记两个字 毫无预料地 闯入她的视线 她早上只喝了一杯牛奶 这时候看到喜欢吃的东西 说饿就饿 昨晚送厂里买的那两盒 因为是晚上 她又不敢多吃 很可惜 但白天 她可以多吃点 想着 她直接打方向盘右转 车子缓缓靠边停 顾念生不解地看着她道 你要干什么 林雨晴 手指着明记小笼包铺 说道 马上到饭点了 咱们去吃明记小笼包吧 顺便带回去几个 给晓晓吃 她还挺喜欢的 林雨前解开安全带 立马要下车 顾念生一听 要去明记 脸上不着痕迹地 闪过一抹心虚 她摇头 一脸嫌弃道 我怎么会吃路边的垃圾食品 说着 她目光朝明记那个方向 看了看 一眼看到在门口忙碌的老板 她迅速地将目光收回 林雨前懒得理会她的公子病 已经开车门 准备下车了 是她开口得太唐突了 顾念生怎么可能 会跟她去这种路边店吃小吃呢 林雨前 我带你去吃别的好吃的 公司附近开了一家小笼包店 他们都是很好吃 顾念生的声音 忽然在她身后响起 林雨前很诧异 听错了吧 她说要带自己 去她公司附近吃别的好吃的 林雨前动作不住停住 皱眉疑惑地转头 看到的 还是顾念生那副傲娇的模样 她猛底那突然被激起的波澜 渐渐平息 勾唇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可我只想吃他们家的 你要么等我 要么 自己打车去公司 说完 她不再看她 很果断地下车 随手关上车门 头也不回地 往铭记小笼包铺走 林雨前 顾念生打开窗户 咬牙切齿地看着林雨前 那傲娇的小步伐 这蠢女人 竟然为了吃 跟她对着干 嘴巴怎么那么馋 林雨前到明镜门口 微笑着 跟在捏包子皮的老板 打招呼 老板 不忙啊 淡淡的语气 却又不显生疏 老板听到有人跟她打招呼 抬起头 看到林雨前 她脸上露出惊讶 看出来 肯定是认识的 但一时间想不起来名字 哟 这 两龙包子 不加葱 老板立马想起她 小义 她激动地放下手里的面团 在围裙上擦了擦 脚步绕到林雨前面前 我以为 你不记得我了呢 听老板喊出她的名字 林雨前心里 竟然冒出一丝暖意 是因为她太孤单 人缘太不好了吗 所以 有一个人记得她 认识她 她都很有欣慰感 真是有些讽刺啊 老板热情地说道 怎么会不记得呀 只是 你好长时间没来过了 嗯 有好多年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小学毕业以后 就没再来过了 快有十多年了吧 真的蛮久的 这也证明 她以前真的吃过太多 他们家小笼包了 所以 老板对她的印象 才会这么深刻 你快到里面去坐 我这就给你包 好 林雨前走进了包子铺里 这里 重新装修过了 地方好像也扩大了 现在 还没有到真正饭点 一个客人都没有 她走到靠门 最近的一个位置 准备坐下 老板忽然回头问她 我们家的小笼包 昨晚你吃了 味道没变吧 啊 昨晚 林雨前很疑惑 老板怎么知道 她昨晚吃了 他们家的小笼包了 难道宋长林 来买的时候 跟她说了 是买给她的 不应该啊 宋长林 不是那样的性格 她从来都不喜欢张扬 而且以他们现在的身份 她会更加注意的 昨晚啊 你那个很有钱的老公 老板话音停顿 想了一下 继续道 就是以前 一小那个小学霸 来买了两笼不要葱的 不是给你买的吗 林雨前正诧异 昨晚的包子 竟然是顾念身买的 这时 门口忽然传来顾念身 那带着几分傲慢的声音 老板 我家狗很喜欢吃 今天 要多来两笼 狗不能吃葱 不要忘记了 这下老板可尴尬了 他目光再看林雨前 憨笑 想了想 又点头笑了两声 姑娘 我真的不是有意 骂你是狗的 谁知道 你跟狗一样不吃葱 正好 又是你老公买的 林雨前对老板笑了笑 然后 看向姑娘身 不敢相信 昨晚的包子 是他买的 不等林雨前问什么 顾念身先皱着眉头 开口了 顾念家说狗不能吃葱 让我给小小买包子的时候 不能放葱 买回去 顾小小还没吃 他是被你先吃了 他声音很大 显得底气很足 他一边说 一边往林雨前跟前走 闲事的步伐 很自然 原来那包子 原本就是买给小小吃的 不对呀 那小小 为什么要送给他了 林雨前发现重大疑点似的 看着顾念身问道 小小自己把小笼包 放进筐子里的吗 顾念身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 周一说你没吃饭 那语气 好像说我对你 还没有对狗好 林雨前为言 在心里冷笑 说得好像顾念身对他 比对狗好似的 他都知道 特地来给小小买包子 还买名记等 可是 并没有想到自己 自己 还是托了周一的福 才有幸吃到 他亲手买的小笼包 辣条是你买的吗 林雨前忽然又想到 那些辣条 小小肯定是不能吃的 他眼里多了一丝期待 该死 他把辣条给忘了 顾念身在心里 懊恼极了 又皱眉继续道 念家要回来了 给念家买的 我都放在那了 都是周一放的 回家他要看看 是哪个王八糕子 让他了解什么 味龙辣条的 泡眉约城 一片心意 都被狗给吃了 林雨前 谋色忽暗 哦 他应了一声 又垂下眼帘 真的是想太多了 他勾唇笑了笑 然后又抬起头 看到姑娘身 站在他对面 高大的身影 存在感很强 他们家有牛肉面 你要是不嫌弃 就吃一碗吧 也就顺便说了这么一句 没想到他竟然应了一声 虽然听上去仍然很傲娇 但终归不是拒绝了 林雨前有些诧异 这时候老板也在不确定地问 要加一碗牛肉面吗 嗯 是吧 林雨前也不确定 顾念生那一声 哦 是吃 还是不吃 他看着顾念生 等他肯定地答复 嗯 男人轻轻应了一声 然后 拉开他对面的凳子 坐了下来 一双好看的手 抽了几张纸巾 很有耐心地 擦着桌子 眉心还隐约见到 穿字 极不情愿的样子 林雨前看着他 竟然觉得可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李贤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四十集 你知道我酒精过敏 一定是被虐疯了吧 所以 即使是能跟他在这样 简陋的包子铺 单独坐下来 吃顿很简单的午餐 都是甜蜜的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 第一次 单独在外面吃饭 林一浅心情忽然大好 双手脱塞 眼珠子在眼睛两边转 几根手指 还轻轻地在脸上弹着 忽然 他看到收音台那边 放着一个大锅 锅里面在煮着的 好像是红豆 都快成豆沙了 他问老板 老板 这是什么 老板顺着林一浅手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笑着道 吃豆腐 我老婆刚学的技术 味道很好 我送一碗给你尝尝吧 说着 他便热情地 招呼他老婆 小美 给小艺盛一碗吃豆腐 老板娘立马出来 给林一浅盛了一碗吃豆腐 热腾腾的 香味扑鼻 不过 香味里面 夹杂着一股熟悉的怪味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但也不影响他的食欲 他立马拿勺子挖了一勺 放到嘴边准备吃的 想起来顾念生 他抬起头 看着他问道 你要不要尝尝 顾念生嫌弃地逆了眼 林一浅勺子里 那黑红黑红的东西 很显然 是不感兴趣的 林一浅怂怂间 不再理他 自顾自地吃起来 煮得很熟很熟的红豆 入口即化 他扎了扎嘴 美滋滋的 嗯 味道不错 没过一会儿 一碗吃豆腐 就快要见底了 他又挖了一勺 准备吃 顾念生忽然伸手 把他的勺子和碗 一起夺走 不等他反应 男人紧张的声音 便从对面传来 这里面 是不是放弃了 林一浅文言 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自己两只胳膊 一颗颗红疙 虽然还不那么明显 但很明显 是过敏了 可是 他抬起头 惊讶不解地 看着顾念生 顾念生脸上 忽然间像是 结了一层冰霜 看着老板 他已经站了起来 老板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被顾念生 那冷酷的模样 给吓到了 里面释放了些酒酿 又叫吃豆酒酿 顾念生勃然大怒 那你为什么不说明 不把酒酿两个字 说出来 他重重地把碗 往桌上一放 声音巨响 林一浅都被吓到了 别说店老板 和老板娘了 顾念生 林一浅张着嘴 怜悯带性的一声 有惊讶 有不解 有激动 他感觉心脏 都快要跳出来了 顾念生被他 这一声喊得 像是突然从梦中醒来 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激烈的反应 不合常理 他瞪眼 愣愣地转头 对上女孩 眸光闪闪 张了张嘴 我 你知道我酒精过敏 林一浅几乎和他 同一时间出生 他扶在桌上的手 不着痕迹地 移到自己的心口 想要按住 顾念生 吞吞吐吐的 就 就是你吃了 宋长林 那个什么 酒精糖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小时候 林一浅的确吃过 宋长林 给他的酒精糖 过敏了 那是在一次 放学的时候 宋长林不知道 从哪里 弄来的酒精糖 就是那种巧克力 里面 灌了酒和糖 他一口气 吃了好多 吓得宋长林 赶紧送他 去医院了 可他是怎么知道的 林一浅皱眉 疑惑地看着顾念生 是长林告诉你的吗 顾念生刚才的反应 是在紧张他吗 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不要奢望 不能奢望 可还是一次又一次地 满怀期许 哪怕他只是 无意间的一眼 都能在林一浅的心里 激起千层浪 应该是吧 那么长时间 我哪能记得 顾念生不耐烦地 回了林一浅一句 然后坐下 看着林一浅的胳膊 转移了话题 你这个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他的手颤了颤 差点没忍住 伸过去 林一浅收回思绪 紧抿着嘴角 摇摇头 没事 这酒精含量很轻的 就一点点反应而已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想了 深吸一口气 林一浅打住思绪 和紊乱的心跳 目光看向老板娘 问道 有冰块吗 冰水可以吗 也可以 老板娘忙不迭地 去拿了两瓶冰水 来给林一浅 林一浅拿到水 首先想到的是脸 冰凉的瓶身 贴到脸皮的一瞬间 真的是透心凉 他皱了皱眉 拿开一瞬间 又贴了上去 顾念身看着 特别想把那水 拿着丢掉 这时候 老板把小笼包端上来 小笼包来咯 看到小笼包 林一浅立马放下了 敷脸的冰水 拿起筷子 加了一个到碗里 好香啊 一副要流口水的样子 顾念身嫌弃得皱皱眉 脸都过敏了 还有心思吃 吃货 看着林一浅只顾着吃 不管自己越来越红的脸 用嘲讽的语气道 你这脸戳去真丢人 林一浅拉下脸 没好气地回他 那你先走好了 既然那么嫌弃的话 顾念身二话没说 起身大不留心地 朝门外走 林一浅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勾唇 再低头 看着手里夹着的 那个小笼包 突然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但他还是送到嘴边 张嘴吃掉了 嚼了嚼 咽下去 没有再继续夹 他拿起手机 点开照相机看看脸 脸部皮肤 比胳膊还要敏感 已经红得有一点点浮肿了 这个样子 他更嫌弃 也是情理之中的吧 吃了 林一浅盯着镜子里 自己的脸出了神 顾念身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毫无察觉 听到他命令的两个字 他先抬起头 对上顾念身 居高临下的目光 惊讶中 藏着一丝惊喜 然后他再看向顾念身 扔到他面前的那盒药 是他每次不小心过敏 都吃的那种 他又惊讶 你去买药了 这是顾念身吗 顾念身从鼻子里 发出一声冷汁 不然让你继续丢人 他挑一挑眉 明天的头条 又是我顾念身的老婆 脸肿成猪头 说完 他傲娇地将目光 从林一寝身上移开 转头问老板 我的面呢 我以为您不来了 老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这就给您煮 顾念身不满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来了 我现在给您煮 很快就好 顾念身没再说什么 生气地用脚 挪了一下板凳 弯腰坐下 目光扫了眼桌上的 两笼小笼包 被林一浅敏锐地察觉到 他咽下嘴里刚吃药喝的水 然后看着顾念身问道 要不要尝尝小笼包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个 送到顾念身面前的盘子上方 停顿下来 看他的脸色 万一他嫌弃地拒绝 他好快速地收回来 顾念身垂眸 看着林一浅筷子上 夹的小笼包 晶莹剔透 可他的注意力 竟然在筷子上 沾着的醋上面 林一浅刚才吃了一个 包子时沾上的 你尝尝吧 不喜欢 吐出来就好了 顾念身迟迟没有反应 林一浅干脆直接 把包子放进他的盘子里 不过 他还是有点惊讶 顾念身竟然没有 第一时间拒绝 难道是 真的饿了吗 林一浅忍不住 催老板 老板 面条在煮了吗 马上就来了 林一浅收回目光 看到顾念身 夹起了小笼包 准备吃了 他说道 你得沾点醋 说着 他拿起白瓷醋壶 想到什么 又放下了 哦 你不喜欢吃醋 顾念身动作停顿 看着林一浅 好奇地问 你知道我不喜欢 林一浅目光心虚地闪躲 撇撇嘴道 嗯 周 周一告诉我的 对于林一浅来说 怕的不是了解 而是太了解了 因为 没有资格 没有立场去了解 顾念身 嗷了一声 语气 听不出一点情绪 然后赌气似的 拿起醋瓶子 说道 他老人家瞎说的 我喜欢吃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And then Hey If I could write a song for you So that the world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贤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四十一集 反正您俩爱好一样 顾念身一边说 一边使劲 往小笼包上浇醋 连一浅看着都算 他呲着牙 看着顾念身张嘴 咬下一口小笼包 顾念身浑身打了个颤 说不出痛苦的表情 零一浅看着忍不住笑出了声 顾念身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他好想拿手机拍下来给他看 发刀网上黑他 顾念身气恼地瞪着他 不许笑 他放弃了剩下的小笼包 丢进了盘子里 零一浅收住笑 你别吃了 这个给我吃 重新给你一个 说着 他拿了一个干净的盘子 加了一个包子放进去 递给顾念身 另一只手 将顾念身面前的盘子 端到自己面前 拿起筷子 毫不犹豫地 把顾念身剩下的半个小笼包 给吃掉了 嚼了嚼 咽下去 怕小笼包汤汁沾嘴上 他从自己的包里 拿了张湿纸巾 优雅地擦拭着嘴角 忽然 他感觉顾念身 好像在看他 他猛地掀起眼皮 对上顾念身深邃的眼眸 顾念身正在凝望他 林一浅愣了愣 正准备问他看什么 顾念身很自然地 将目光移开了 他低下头 拿筷子 边吃边问 你们家公司的事情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谈 漫不经心的语气 似是就那么随口一问 听不出关心 林一浅 也夹起一个小笼包 咬了一口 边嚼边说道 没打算跟你谈 很平淡的语气 听上去 好像是没有这个打算 而他也的确 没有想过 林一浅这辈子最怕的 就是顾念身拒绝他 想不被拒绝 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开口 林一浅的态度 让顾念身脸上 闪过一丝不悦 猝起眉头 打算关门了 你要帮我 林一浅嘴巴含着筷子 玩笑地语气问道 可问出口之后 他还是紧张地 屏住了呼吸 不受控制地 产生了期待 顾念身冷哼道 关门丢的不是你的脸 是我的 满满的嫌弃 哦 林一浅呕了一声 没再说话 低下头 一口包子吃进嘴里 没了味道 顾念身的面 还没有吃完 学校放学了 店里络绎不绝地 惊人 他也吃不下 欠他放下筷子 林一浅知道 要走了 他起身 先去结账 老板 总共多少钱 加上带走的 两笼小笼包 一共 正好六十八 林一浅点头 准备拿手机付钱 顾念身的手 忽然从后面伸过来 手里拿着一张 一百块钱 递给老板 不用找了 豪气冲天 林一浅无语 装X 能不能看看地方啊 他这是在一群 小学生面前装 好不好 顾念身 丢下一百块钱 已经走出店门 他回头看到林一浅 还站在那里不动 他皱眉 不耐烦地问道 你还不走 站那儿干什么 林一浅很无奈 转头 对处于尴尬中的老板道 啊 他口袋里不喜欢放林浅 存在这里 过几天我来吃 老板笑着点头 好 林浅拎着两笼打包的小笼包 到顾念身面前 说道 这两笼小笼包 一会儿我先带回家了 给小小吃 嗯 顾念身点了一下头 走在前面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又补充了一句 反正你俩爱好一样 气氛好不容易轻松点 能不能给他舌头解解毒 骂他是狗 他除了嘴上痛快点 哪里占便宜了 生气 林一浅气鼓鼓地 加快了脚步 走到顾念身面前 掀上了车 一路上顾念身都在发消息 接电话 两人也没什么交流 把顾念身送到公司 他立马就走了 顾念身到了公司 直接进了总裁办的会议室 里面几个人 已经在等他了 顾总 顾念身目光逐一扫过 跟他打招呼的人 最后落在齐少东身上 资料都给他们看了吗 关于林氏的所有资料 马总监和刘主任看过了 文言 顾念身又看向那几个高层领导 那情况都了解了 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 等他们汇报 一个中年男人点头回道 大致都了解了 全国目前有四十家商场 下架了临时的产品 退回的货物总价值近三亿 而且都是快接近保质期的 最接近的只有两个月了 中年男人话音稍作停顿 然后又继续道 也就是说 这些商品如果不尽快卖掉的话 那三亿就扔掉了 汇报完 会议室里陷入沉寂 一双双眼睛都看着顾念身 可他一双眼睛深不见底 根本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大家用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公安部发通告出去 每隔高管入住林氏 忽然 顾念身双手扶着椅子扶手 站起身 不是商量 也不是讨论 是已经下了决定 所有人都被他的决定 给吓到了 总裁 你这是 打算捆绑强受 顾念身没理会他们的吃惊 继续道 在星海 设林权专柜 你是说 要让林氏产品入住星海吗 几个高管 几乎一口同声地提出了质疑 一张张脸上 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顾念身不悦地皱眉道 我表达得不够清楚 还是你耳朵不好 那些人不敢再有半分质疑 公关部经理 立即点头服从命令 是 很简单的一个会议 十分钟时间不到 离开的时候 大家交头接耳 小声地议论 总裁这是疯了吧 让林权一个国内一二线品牌 入住星海 这是要搞事情啊 人都走了 顾念身反而坐下来 慵懒地靠着 一只胳膊架在椅子上 拖着腮 若有所思 齐少东正犹豫着 要不要打招呼先走了 顾念身忽然抬头 喊住他 齐少东 齐少东忙不迭地点头 总裁 我在 问你一件事 顾念身话音停顿 修长的手指 漫不经心地 在嘴唇上瞄着 嘴角还隐约有一丝笑意 这是想到什么了 这么甜 齐少东忍不住八卦 总裁 什么事啊 一个女人 为什么会吃一个男人 吃过的东西 顾念身转着椅子 面对着齐少东 一双眼睛里 好像比平时 多了一点什么东西 齐特柱说不上来 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感觉不一样 听了她的问题 她八卦地问 是不是老板娘 吃了你吃过的东西啊 原来是在想老板娘 她就说 怎么一脸吃汗像 这她都能猜到 顾念身郁闷地皱了皱眉 摇头否认了 不是 是我一个朋友 呵呵 朋友 你要是那种 能关心朋友私生活的人 我们这些员工 每天不知道 要多多少温暖 齐特柱 看破不说破 点点头 假装信了 哦 然后 接着给顾念身分析道 首先可以肯定 这个女人 不讨厌这个男人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啊 是喜欢 文言 顾念身激动地坐直了身子 双手抓着椅子扶手 问题 几乎是脱口而出 还有百分之十呢 是爱呗 齐少东怂怂尖道 如果不是爱 谁会吃一个异心的口水呢 自己亲兄弟姐妹的口水 估计都会咸敲 好像是这样 顾念身跟着 齐少东的话分析 她的确是很嫌弃姑娘家的 她吃过的东西 她肯定是不会吃的 不过 连以前怎么可能会喜欢她 她又脱塞 越想越乱 她烦躁地 对齐少东挥手 什么鬼逻辑 快滚 齐少东一脸问号 明明是她问的 她如是说了自己的理解 又被骂 普天之下 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老板 要不是她钱多 她绝不会吃这碗饭的 顾念身心中很肯定不可能 可心 还是不受控制的乱了 像是在绝望中 力生长出的一丝希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啊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领显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四十二集 顾念身派来的人 因为拖欠员工工资 临时的老员工 走了一大半 剩下的 都是有一点点股份 没法走的 或者 是真的对公司 有感情的 也都是一些年长的 有的都快接近 退休年龄了 没有一个年轻面孔 加上 公司现在的情况 所以看上去 一点生气都没有 林一浅进了 会议室门 扫了眼大家 直接开口道 大家的工资 最值后天 就能全部到位了 没有什么比金钱 更能激起人的 奋斗欲 一个四十几岁的 谢顶男人 对林一浅的话 表示质疑 大小姐 你说话靠谱吗 林一浅冷眼 逆谈 觉得我不靠谱的 可以选择不相信 然后 她又看着 所有人道 临时 会正常运营 她不给别人 说话的机会 接着分配工作 在来之前 她对公司 所有的高层领导 都进行一番了解 所以来了 不用介绍 她都认识 谁是谁 市场部那边 尽快做盘点工作 策划部 尽快给我方案 如果再一副 死气沉沉的样子 就不用做了 一番分配 简单明了 不容质疑 说完之后 她起身道 目前就这样 有什么事情 我再着急 散会 林一浅脚步 还没走出 会议室大门 身后那群老股东 就开始对她 不满的议论 一个黄毛丫头 气势还不小得很 当了顾家的少奶奶 不也就拿了三个一过来 填补了漏洞 就她那样 还想管理公司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林一浅听到 脚步停顿 身边的秘书 也跟着停下脚步 她侧脸看着秘书 冷冷地吩咐道 去跟人事部说一声 公司的行为 规律上加上一条 听到背后一论老板的 扣奖金 扣工资 严重的 开除 她没有回头 看那些人的脸色 重新迈开脚步 继续往前走 林一浅坐在 总裁办公室的办公椅上 看着一百多屏的 总裁办公室 面前一堆等着她处理的工作 忽然有点迷茫 迷茫的不是她做不到 而是 以后呢 她已经很少很少时间 陪小鱼了 忽然有人敲门 林一浅的思绪被打断 她抬起手 看向门口 进来 门打开 秘书领着两个陌生的 中年男人进来 林一浅潜意识里认为 那两人是来要债的 没想到 他们进门很有礼貌地 对她微微汗手 夫人 夫人 这是顾念申派来的人 不然为什么会喊她夫人呢 林一浅正猜测着 那两人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马祥瑞 是美格策划部总监 顾总派我来协助您接管领事的 我是美格市场部主管 刘明舟 听了他们的身份和来的目的 林一浅觉得不可置信 你们顾总派你们来帮我的 他没有听错吧 顾念申把美格两个这么重要的职位高层 派来临时帮他 是的呢 马祥瑞微笑者走进林一浅 从包里拎着的公文包里 拿出一个蓝色的文件夹 打开了 放到林一浅面前 介绍完了 夫人先看一下这份合同吧 如果没有什么意义 签个字就好了 林一浅垂眸 看到合同抬头 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星海品牌入住合约 好半天 他才抬起头来 看着马祥瑞不确定地问道 他打算让林泉 入住星海 星海是什么样的商场 那是汇集全球顶尖品牌的商场 顾念申的脑子没发热吧 让林泉这个国内一二线之间的品牌入住 拉低的是整体的逼格 马祥瑞很确定地点头 是顾总亲自交代的 如果夫人不相信的话 可以打个电话跟顾总确认一下 林一浅微笑着摇头 不是 他又不是傻子 签过多少次合同了 对于合同方面 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他只是很惊讶 顾念申竟然这么卖力地帮他 最让他意想不到的 就是林泉入住星海了 美格虽然是星海的最大股东 可还有别的股东 他们会同意吗 想了想 他对马祥瑞道 这份合同你先给我 晚上回家 我问他一下 马祥瑞并没有什么意见 点头说道 好 他倒是希望林一浅 不要签这个合同 让林泉进入星海 对美格 对星海 都是有害无益的 忙碌了一天 看完了公司近一年的账目 单单这一年 就亏损了二十多个亿 现在公司唯一值钱的 就是那积压了三亿的货物 和这栋写字楼了 这还是用顾家的三亿聘礼保住的 林一浅看得脑袋疼 一到下班时间 就走了 他和顾念申不一样 从小林天万 就没把他往管理这条路上培养 把他当公主一样养着 给他所有他想要的 唯独没有提过 把公司给他 那时候 还有人不理解 以为他和妈妈 还会再生一个孩子 所以不着急去培养 没想到 他和大家都猜错了 不是他想再生一个 而是已经有了现成的 而这五年 他隐藏身份去赚钱 过得也是逍遥自在的生活 所以 这是他第一次 接触办公室的工作 第一次 坐在管理者的位置上 要适应 估计还是要一个过程的 临时离林家和顾家老宅子 是很近的 但离他和顾念生的婚房 也就是 他们现在住的地方 差不多二十多公里 路上又经历了一个 交通高峰期 林一浅到家 天都要黑了 进门 他听到客厅里的电视声音 他有些好奇 谁来了 家里的佣人 肯定不会坐在客厅里 看电视的 顾念生这个点 就算不在公司 也不会在客厅里看电视 难道是 顾念家回来了 他好奇地往里面叹了一眼 一看 还真的是顾念家 他穿着粉色的睡衣 头上戴着粉色的兔子耳朵 束发带 蒙人一脸血地打扮 他盘腿坐在沙发上 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 少奶奶回来了 忽然有佣人 从外面进来看到林一浅 跟他打招呼 把顾念家的注意力 给引了过来 林一浅 你完蛋了 林一浅皱眉不解 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怎么就完蛋了 他没有理会顾念家的话 换上了鞋子 往客厅里面走 顾念家已经起身 朝他迎了过来 把他给堵住了 今天又不是周末 你不用上课吗 我妈回来了 文言 林一浅心下一惊 脸色变了变 顾念家察觉到 得意地扬起下巴 我妈回来了 而且我哥和我妈 因为你吵起来了 林一浅 你惨了 明明是幸灾乐祸的话 林一浅听着 却一点都不恼火 他脸上露出嫂子 对小姑子该有的宠溺笑容 说道 哼 你哥为了我 都跟婆婆吵起来了 可见我在这个家的地位 有你歌护着 我怎么会惨呢 说完 他不看顾念家的反应 优雅地迈开脚步 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他不用看 也能想象出来 这丫头现在的情绪和表情 肯定很抓狂 他从小到大的愿望 就只有一个 他亲个地呵护和宠爱 可惜顾念身不是魅恐 自己得不到的 他又怎么能痛快地 看着别人拥有呢 林一浅好笑地摇了摇头 他走到楼梯口 脚步停下来 仰头看向上面 神色忽然凝重起来 印象中的顾夫人很高冷 是个女强人 可以说 顾宋两家越来越辉煌 都是离不开他的 他和顾念身结婚那天 他都没有出现 今天突然回来 想必是因为顾念身 要帮林氏的事情吧 网上现在到处在传 顾林两家合并的消息 那些把林氏产品 下架的商场 今天有几个电话 打过来说 要重新上架 他知道 这些都是因为美格 顾念身 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了呢 林一浅眼眸微眯 目光深邃 思虑了片刻 他脚步往楼上走 你一夜老糊涂了 林总的事故疯了 你也跟着疯了吗 你一笑取就取了 还这么张扬 林氏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不清楚吗 你现在还把他 跟美格困在一起 你对得起你顾家的 列祖列宗吗 二楼 顾念身书房的门紧闭着 里面传出来 顾念身和顾夫人 宋长文的争吵 顾念身坚定的语气 让他内心暖流涌动 他抬起手 准备开门进去 里面又传出来 顾念身的声音 难道看着林氏倒闭 说我顾家无能 林家跟顾家都联姻了 还没能帮林家东山再起 他的心呼得一凉 手悬在半空里僵住 哼 这场婚宴里 他们要的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 顾念身要的本来就是顾家最高的位置 要的就是顾家的辉煌 他帮林家 一切初衷都是在为顾家考虑 他也是在知道这些情况下 义无反顾地嫁给顾念身的 为什么还奢望顾念身做的一切 是因为他呢 你知不知道 他们压了差不多三亿的产品卖不出去啊 最久的明年二月份就要过期了 你竟然还想用这样的商品进心海 你脑子不是坏掉了是什么 宋长文被顾念身气得脸色铁青 一米七的身高 身材保持得跟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 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条纹的中袖上衣 黑色阔腿裤 浑身上下都是女强人的气质 旁边微胖的男人 看着他们母子俩相争不下 斟酌着开口劝顾念身 是啊 念身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另外几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打扣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杨 李贤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四十三集 我们灵性不缺人口 顾念身傲慢地仰着下巴 没理会那微胖的男人 男人很尴尬地 抿上了嘴巴 宋长文强势的话音又响起 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花钱帮灵士 我忍一口气就算了 但每个投资了 就要派人去管理 这人必须由我来挑 还有就是 灵氏那种卖不掉的杂牌子 不许进心海 现在我才是每个的总裁 你 短短一句话 表明他坚决的态度 宋长文气得扬起手 对着顾念身的脸 这时候房门忽然打开 大家的目光 齐齐看过去 李请看到 除了顾念身和宋长文之外 还有三个人 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愣了愣 他视线落在宋长文身上 五年没见 用四个字形容他 风自游存 他微笑着打招呼道 婆婆来了 宋长文 捏了一眼 灵氏浅 冷冷地道 想必刚才的话 你也都听到了 我就没必要重复一遍了 是听到了 灵氏浅点头 大方地承认 紧接着 他目光看向顾念身 脸上的微笑不变 你不用为难了 压的祸 我自己能处理 他一边说 一边往顾念身身边走 闻言 宋长文身边那个 微胖的男人 对他露出了讥讽 大言不惭 你一个小姑娘 能有什么能耐 那可是近三亿堆积的陈祸 你能处理 满眼的不屑 到时候 还不是要靠念身掏腰包 来替你补动 林依浅看了眼那男人 没有理他 直接问顾念身 这位是谁啊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 不等顾念身开口 宋长文给他介绍 这是念身的大表舅 林依浅了解得点点头 目光再次看下那微胖男人 大表舅是吧 大表舅瞬间觉得 身份抬上去了 挺了挺胸膛 自豪得不得了 林依浅接着问大表舅 我要是能把那些堆积的货卖掉 你给我什么奖励吗 大表舅毫不犹豫地回道 你要是不靠念身 自己把那些卖掉 我跟你后面姓林 林依浅笑了笑 很委婉地语气道 这倒不用了 我们林姓不缺人口 一屋子的人都在替大表舅尴尬 然而林依浅没有注意到 身边的男人此时 是用了怎样宠溺和赏识的目光 在看她 林依浅没理会大表舅 那尴尬的脸色 接着说道 这是我们林家的事情 就不劳烦大表舅 给我画饼 妻礼我了 她嘴角轻轻一勾 自信中夹杂着几分嘲讽 顾念身醋眉 低头小声地呵斥她 这里没你什么事 林依浅挑眉问道 你们不是在聊我们林家的事吗 问完之后她勾纯继续道 我会在不要顾家帮忙的情况下 保存顾家的声望 不会给你顾念身留下 连老婆娘家公司都救不了的画饼 她自己察觉不到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赌气的味道 顾念身的拳头一紧 张嘴想说什么 一直默默站在宋长文后面的年轻女孩 忽然开口 抢了她的话音 小意思吧 女孩年纪看上去和林依浅差不多大 身高比林依浅稍微矮一点 白白净净的 很清秀 有点书香门第的感觉 林依浅打量她一眼 脑海里 是没有这个人的印象的 等女孩走近 她低下头 语气不冷不热地开口回应 林依浅 她不喜欢不熟的人 喊她小明 女孩抿着嘴唇 有些腼腆 到了林依浅面前 她声音轻轻地道 你们林氏是做护肤品的 护肤这一块代言人很重要 我认识几个明星 味都还不错 或许可以帮到你 态度很诚恳 林依浅微笑道 你是 宋长文开口对她介绍 这是长林的女朋友 千惠 她的语气像是在宣布 文言 林依浅脸上闪过一抹惊讶 忍不住又重新打量起眼前的女孩 脑海里出现的 是宋长林那腹黑深沉的模样 她的第一感觉 竟然是不合适 总觉得宋长林那样的男人 应该找一个阳光活泼一些的 弥补她阴沉的 让人心疼的童年 不过 她不是宋长林 不能代表她 没有任何立场和资格 去希望她找个什么样的 单单是站在上帝视角 去这么认为的 她好就好 顾念山将林依浅的反应 看在眼里 咬咬牙 抬起手 搂着她的肩膀 手臂一勾 把林依浅勾进怀里 她双眼看向千惠 勾唇 很有礼貌的微笑 咱们未来的小舅妈呀 她又低头 看着林依浅 林依浅 快喊舅妈 千惠的脸瞬间通红 害羞地低下头 林依浅真是无语 又知死了这家伙 她没理会顾念山 微笑着 回千惠之前的话 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如果有需要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她站出来说帮忙 无非两个原因 一个狭隘点想 她只是 在宋长文面前做做样子 一个正常点想 是因为宋长林 那么 她就当客套化 客套地拒绝就好了 千惠轻轻摇头 不用跟我客气 我是做服装设计的 认识很多经纪人 你要是想找 一线流量明星都可以 我出面的话 代言费他们 肯定不会要高的 千惠主动说帮你 收起你那个 林家大小姐的清高吧 宋长文忽然发话 她皱眉 露出了不悦 大表舅 又跟着附和 就是 千惠可是一线品牌的设计师 多少明星大腕 都想跟她打交道呢 她目光又扫了扫林一浅 一副瞧不起的模样 顾内申的大手 包裹着林一浅的尖头 又把她往怀里拉了拉 仰着下巴 傲慢地看着千惠道 多少一线品牌设计师 争抢着要给每个的总裁夫人 量身定制呢 这家伙在傲娇装插这方面 从来没让她失望过 千惠脸上的笑容 尴尬地僵住了 她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宋长文 顾内申 宋长文气得浑身发抖 不过最终 还是咬咬牙 把一口气给咽下了 然后 她斜腻着林一浅 冷哼道 哼 我看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没有你的帮忙 能不能把那些货卖出去 文言 林一浅不给顾内申说话的机会 立即揭话道 我努力做到 不让婆婆失望 淡淡的语气 说完 她嘴角往上抿了抿 强大的自信 却又内敛深沉 让宋长文眼中 有了一丝诧异 她眯了眯眼 然后强势地说道 如果做不到 就立马关了灵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话音未落 顾内申紧跟着问道 宋总的意思是 如果她能卖了那些货 就不干涉我的任何决定了吗 她眉眼弯弯 已经给宋长文中了圈套的感觉 这种感觉 自然是很令人不舒服的 宋长文生气地冷哼道 先做到再说吧 记住 是在没有你帮忙的情况下 说完 她一甩手 扬长而去 千惠他们跟着陆续离开 大表舅的脚步步急不慢地 路过林一浅时 她停下脚步 看着林一浅 幸灾乐祸地道 小丫头 你们林家大事已去 别挣扎了 等大表舅从她身边走过去 林一浅脸上的微笑 渐渐消失 眸色清冷 没有丝毫温度 她没有看顾内申 迈开脚步转身 林一浅 男人的手抓着林一浅的胳膊 咬牙懊恼的一声 手上力道跟着同步 见林一浅皱眉 她才意识到 手又紧张地松开 林一浅没有看顾内申 低下头 准备继续往前走 顾内申忽然问道 伤心了 嘲讽的语气 林一浅轻笑道 是啊 伤心了 话一说出口 还没有来得及抬头 男人的一双手 忽然伸过来 一把抱住她 林一浅先瘦的身子 被她的双臂 牢牢地捆住 林一浅试图挣扎 头顶上传来她的命令 别动 霸道地有些孩子气 林一浅毫无防备的心计 她诧异地抬起头 却被顾内申的大手 又摁得低下了 有根白头发 顾内申嫌弃地说 一双手 移到林一浅的头上 拔了拔她的头发 紧接着 传来飞快的一阵刺痛 一根头发被拔下了 林一浅着急地 想看看自己的白发 是什么样的 抓着顾内申的手腕 让她给她看 啊 给我看看 可顾内申手上 什么都没有 她懊恼地扬起脸 顾内申微微侧脸 歪着脖子 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掉了 林一浅皱眉 松开她的手 你故意的 顾内申没理她 手又伸到她头上 挑起一缕发丝 拉起来又放下 一脸嫌弃 长头发不适合你 剪了吗 顾内申 林一浅双手 攥着拳头 收到了腿后 顾内申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长发及腰 林一浅忍着 心里叫嚣的酸楚 挤出微笑 点头 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You fly away Leave all the things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四十四集 有一种见到 兵哥哥的错觉 第二天 顾家绍夫人 和婆婆宋长文 打赌的事情 被人在网上 肆意地传播 连海社的经济微博 都转发了 有些人期待 到底僵尸老的辣 还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 但大多数都认为 这是毫无悬念的 一个赌局 纵横商场的宋长文 还能输给自己 毫无经验的 儿媳妇吗 消息一爆出来 临时那些 昨天还在开心 有顾念身帮忙 公司可能 东山再起的老员工 和老股东们 立马坐不住了 全都挤到 林一浅办公室 林一浅老僧入定地 坐在办公桌前 看着他们 一个头发 接近花白的老头 手指着他 质问道 你凭什么 认为你自己 能卖出去那些货 老人家很激动 唾沫满天飞 林一浅认识他 算是小股东里 股份较多的 吴老 他笑着回道 哼 我的货 我想卖就卖 不想卖就不卖 关于我能不能卖出去 更是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悠悠地说完 还很淡定地耸耸肩 吴老七地想打他 你这是什么态度 又有另一人站出来 训斥林一浅 你知不知道 昨天好不容易有几个商场 愿意重新上架我们的产品 今天又反悔了 做不到 就不要吹那个牛 他就是一个傀儡而已 你们还真指望 他能掀起多大风浪吗 一群人对林一浅各种讽刺 说话越来越难听 林一浅的脸色呼得一变 手抬起来重重拍桌 偌大的办公室里 对视鸦雀无声 他目光淋漓地 扫了眼所有人 林氏要倒闭了 你们要走得赶紧走 工资会结算给你们 股份 我也一遍去年的市值给你们 签了转让合同 一个月内做完亲户 钱到账 文言立马有人带头到 你说的工资会结算 我辞职 我也辞职 很多本来还打算坚持一下的老员工 都纷纷提出辞职 那些大小股东 也蠢蠢欲动 你说股份转让 一个月内会给我们钱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不相信 那就只有熬着了 我转让 到时候没钱 我就找顾念申药去 一时间 十几个人 走得只剩下了五个人 林依前把他们几个 仔细打量了一遍 都是年轻的男性面孔 有一个 甚至和他年纪相仿 瘦瘦高高的 长得眉清目秀 戴着一个圆框眼镜 还一身书生气 像是刚毕业的 他目光落在他身上 你为什么不走 能进林氏这栋大楼的 除了宝洁和文元后勤 学历应该都是很不错的 这么年轻 他完全可以去找更好的选择 那人笑着说道 嗨 现在工作那么难找 我刚毕业 反正也是一无所有 还不如留在这里 万一小林总你成功了 我也算是跟小林总你 一起打过江山的吧 说完 他伸手挠挠后脑勺 还黑黑的笑了两声 身上那书生气全无 完全打破了林依前 对他的第一印象 但他的一番话 却让林依前对他 多了几分赏识 这家伙 有点意思 林依前一只胳膊 架在椅子扶手上 手背脱塞 盯着那人打量了一番 然后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在哪个部门 方赫阳 在市场部 方赫阳直着腰 那站姿 开口掷地有声 让林依前有一种 见到兵哥哥的错觉 他笑了笑 然后对方赫阳道 你记一下 凡是下架过我们 林氏商品的商场 以后都不会再合作了 好 林依前的目光 又看向其他人 既然你们都不想走 那就别让我听到丧气 或者抱怨的话 他没有刻意摆什么姿态 也没有刻意改变 说话的音量 无形中 就是给人一种 让人信任的威严 让大家感觉 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的灵士 突然间有了精神支柱 有了希望和努力的动力 一个个的 都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杆 打起十二万份精神 我们宋总出马就是不一样啊 姜还是老的辣呀 看到林依前和宋长文 打赌的新闻 李南木和齐五月 一大早来到顾念生的办公室 幸灾乐祸 两人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翻网友的评论 几乎没有人看好林依前 他们俩在这边坐了好半天 那边顾念生 都没给过任何反应 李南木抬起头 疑惑地看过去 诶 念生 你怎么了 顾念生慵懒地靠在 宽敞舒适的办公椅上 仰头若有所思 听到李南木喊他 他嘴巴动了动 我想了一下 什么 李南木和齐五月 都表示好奇 顾念生直起背 一只胳膊架在椅子扶手上 脱腮 目光徐徐地 看向李齐两位少爷 你们俩 一人就买一百万吧 一百万什么 李南木疑惑地眨眨眼 顾念生唇半动了动 林浅的虎服品 闻言 两位少爷 一起跳了起来 顾念生 你在逗我们吗 顾念生皱眉 你是猴吗 前台词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猴 他为什么要逗他们 他翻了个白眼 把李南木和齐五月 气得差点吐血 你 李南木手指着顾念生 脚步往他身边走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爱上林一浅了 走到顾念生 办公桌对面 他双手撑在桌子上 身体前倾 凑近顾念生道 你要是承认 我们做兄弟的 就算买五百万 也值得了 话音未落 就想起顾念生的回答 是 铿锵有力 毫不犹豫 李南木瞪眼 愣了愣 顾念生 你 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 顾念生没有理会他 自顾自地说道 回头会让人 把五百万的产品 寄到你们家 包邮 这时候 齐五月也走过来 很严肃地看着顾念生 顾念生 你认真的 顾念生也不理他 仍然自顾自地说道 记住了 你们是因为自己要做慈善 劝给那些远在边疆 保卫国家的军人用 才买的 说完之后 还给了他们一个警告的眼神 然后 他换了左手脱腮 用右手拿手机 给李奇两位少爷订货 李南木嘴角无声地抽搐两下 然后转头 看着齐五月 你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吗 齐五月摇头 没见过 他 不会是真的爱上你以前了吧 两人的目光 又齐齐看向顾念生 一脸惊悚 顾念生根本不管他们两个 是什么反应 拿手机按了一通 然后放下手机 抬起头 看着他们两个道 我已经帮你们订好了 给你们八折请家 一人四百五十万 齐五月皱眉 哎 顾念生 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李南木跟着反应过来 张嘴哈哈大笑 亏你还是学霸呢 这么简单的算数题都能算错 打八折是四百万 傻不傻啊你 哦 顾念生不疾不虚地点点头 那就四百万吧 给钱 顾念生抬起手 伸向齐五月和李南木 李南木和齐五月 有种被吃得死死的感觉 咬牙切齿了半天 找不到话来拒绝 齐五月很不服气 冷哼道 哼 要给也是给林一钱 好歹我们做了次好人 凭什么你当这个好人呢 啊 顾念生很爽快地收回了手 身子也直起来 你们可以走了 或今天下午 就会送到你们府上 他打开电脑 不再看他们俩 嘘里糊涂的 就被坑了四百万 李南木很郁闷 边走 边跟齐五月嘀咕 我怎么有种 被套入的感觉了 他不说还好 一说 齐五月更恼火了 把错 全部推到他身上 你呀 比猪还蠢 下次别怨我出门啊 齐五月甩手 加快步伐 李少爷表示 一脸懵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哟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啊 第四十五集 给狗吃的 知道吧 见李南木和齐五月走了 齐少东才拿着文件 进顾念生的办公室 看这两位少爷 那一脸憋屈的样子 估计他们家老板 又坑人了 推开门 他先一眼看顾念生的脸色 然后才开口道 总裁 嗯 顾念生应了一声 目光没有移开电脑屏幕 齐少东说道 Boss 所有的商场 都下架了临时产品 现在 只有他们自己 在各大城市的旗舰店 在售了 他一边说 一边将手里拿着的文件 送到顾念生面前 上面是临时产品 所有入住过的商场 顾念生扫了一眼 冷下脸道 把那些商场的名字 和老板的名字 都发给我 以后每个 绝不允许跟他们 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 文言 齐少东错愕 这 里面有宋家的天喜 听到宋家 顾念生的脸色 更冷了 我不愿意跟宋家做生意 不行吗 齐少东忙不迭地点头 行 行 公司是你家的 你就说关门也行啊 顾念生的目光 又回到电脑屏幕上 余光不经意 瞄到电脑右下角的时间 十一点了 再没有心思 看待一堆密密麻麻的数据 最终 他手从鼠标上撤离 合上电脑 站起身 往门外走 边走 边对齐少东道 中午不用给我买饭了 话音未落 他的身影 已经出了办公室 齐少东皱眉 这么急匆匆的 该不会是 去找老板娘吃午饭了吧 放学时间 一小附近的小吃店 到处可见小学生身影 顾念生低着头 快步走向名气小笼包铺 一排小学生 在排队买小笼包 怎么这么多人 他郁闷得皱皱眉 走过去二话不说 直接往第一个小朋友面前一站 引起了后面一排小学生的不满 哥哥 你为什么插队 就是 面对一群小朋友的谴责 顾少爷很淡定 看着他们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道 我帮你们排队 请你们吃 你们现在进去 等着吃 他手指着店铺里面 不容质疑的语气 有人请客 小朋友们眼睛一亮 真的吗 顾念生直接掏出两百块钱 放在桌上 谢谢哥哥 打发走了那群小学生 顾念生转头 看着在忙碌的老板 老板先开口 跟他打招呼 这不是顾总吗 顾念生面无表情的 雅龙 说着 他直起了腰 目光两边看看 又补充一句 给狗吃的 知道吧 老板酣笑着点头 诶 知道 不放松 说吧 他便开始拿食材给现包 边包边说道 看来啊 顾总很喜欢小狗啊 顾念生点头 很深沉地应了一声 嗯 老板忍不住 又好奇地问道 这养的是啥品种啊 顾念生想了想 回道 我的 他目光扫到老板手里 正在包的包子 冷不丁地开口道 脾气大 挑食 老板笑呵呵地说 还不是你们这些主人给惯的 我家养的那个阿黄 给他什么他都吃 顾念生脸色一沉 我乐意 竟然把他们家的狗 跟他养的土狗 相提并论 这天真是聊不下去了 硬是被聊死了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 埋头认真的包小笼包 现在偌大的林氏 上上下下的员工 连宝洁阿姨一起 不过二十个人 午饭时间 大家都出去吃饭了 林依姐面前 堆着一堆要对的报表 看着这几年林氏的业绩数据对比 他自己 都有点消极了 这几年 林天万都在干什么 林依姐放下手里的文件 疲惫地用双手 捂着脸 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 他双手从脸上拿开 对着门口应了一声 进来 门打开 是他的新秘书 林总 外面有个叫千惠的小姐要见你 文言 林依姐诧异地皱了皱眉 他怎么来了 思虑片刻 他对秘书点头道 让他进来吧 他不找事情 可事情总是找上门 真是头疼 林依姐摇摇头 把桌上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然后拿起水杯 去倒了杯水 刚准备喝 千惠来了 小叶 亲力的一声招呼 就好像他们已经很熟了一样 林依姐目光先看过去 千惠散着其间的头发 两鬓的头发都夹在了耳后 显得十分的文静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 比他高了半个头的女人 高挑的身材 五官精致立体 身上穿着 帕拉达很流行的白色格子套装 很衬气场 手里拎着的那款爱马仕包 价值八十多万 不过 最值钱的 应该还是他那张脸了 现在国内各大城市的公交车站牌上 到处可见 林依姐快速打量完 嘴角露出一抹 极不可见的笑 然后才礼貌地 对千惠点了一下头 千惠小姐 这时候他的秘书倒了两杯水过来 脚步停在千惠和那美女身旁 盯着那美女激动地问道 你是那个烽火型的女主苏丹吧 苏丹刚拿下了百妹奖以后 他真的没有想到 千惠还真的不是吹牛 真给他带来了国内一线大腕 林依姐在心里笑了笑 面色冷酷地 对他的秘书吩咐道 阿辉 把茶放下 去把我发到你邮箱的文件 打印出来 秘书赶紧将激动的目光 从苏丹身上移开 好 等秘书走了 千惠拉着苏丹 走进林依姐 微笑着给林依姐介绍 小叶 这是苏丹 是现在口碑前十的实力流量明星 苏丹比林依姐 还要高一点 用居高临下的目光 看着林依姐 没有要开口 跟林依姐打招呼的意思 林依姐很大方地 对她点了一下头 幸会 苏丹这才高冷地开口 我是看在千惠的面子上 才来帮你的 极其勉强地语气 林依姐皱眉道 啊 帮我吗 她故作疑惑地 看向千惠 我说过 我需要帮忙吗 这话一出 苏丹的脸色 立马变了 千惠赶紧伸出手 抓着林依姐的胳膊 跟她解释 小叶你别误会 我是真的想要帮你的 现在你们临时的情况 只有像苏丹这样的大腕宣传 才有可能会有一丝转机 她最看不惯的 就是多管闲事和白莲花 这两种人 不管她千惠是不是 这样自以为是 就已经触犯林依姐的底线 林依姐觉得 也没有必要给她面子 这样想着 直接拉下脸 冷冷地问千惠 千惠小姐这么积极地想要帮我 是因为什么呢 我 千惠大概没有想到 林依姐会说翻脸就翻脸 张嘴愣住 苏丹立马出面帮她 千惠 你的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了 她安慰千惠一句 目光又看向林依姐 冷哼道 哼 都说林大小姐从小就傲娇 怎么会让秦迪帮忙呢 下巴又骄傲地抬高几分 对林依姐是一脸的不屑 苏丹的维护 让千惠有了底气 她直着腰杆 不卑不亢地看着林依姐说道 其实你也应该想到了 我帮你 就是因为怕长林帮你 她要是早这样说 或许林依姐还会欣赏她的性格 可是现在已经晚了 林依姐的脸色又冷沉了几分 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帮忙 包括宋长林 她微微弯唇 一抹讽刺地笑 直接对着千惠 挑眉道 千惠小姐 你满意了吗 真搞不懂这些人 生活本身已经很累了 还要不断给自己加戏 千惠被林依姐讽刺的 也渐渐退去了伪装 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思 可是你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顾念申出面帮你 你林侍还是要关门 长林又怎么会眼睁睁地 看着林依关门 林依姐没有理会她 直接对门口喊道 阿辉 送客 她冷漠地转身 看都不看他们 身后 响起苏丹嘲讽的声音 有些人哪 总是不能认清自己 想想自己现在的咖位 送上门来被拒绝 苏丹心里 其实也是很老的 但能走到 引后这个位置 这点隐忍力 还是有的 她讽刺万林依姐 立即又对千惠道 千惠 你别管她了 我们就看看 她到底有什么能耐 我的时间 都是按分钟来计算价格 下午还有个通告 晚上呢 要参加LY的珠宝活动 就不在这种人的身上 浪费时间了 说着 她优雅地转身 迈着从容的步伐离开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 发出灯灯的响声 每一声 都张扬着自信和骄傲 千惠看着林依姐的背 用提醒的语气道 小姨你好好考虑一下 面子重要 还是你们林氏关门更重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哦 어느 날 그대는 내 꿈속에 第四十六集 感觉被骗了 林依姐 林依姐勾唇 她余光往后瞄了一眼 看到千惠的身影出了门 她淡定地喝了一口水 然后脚步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手机 拨出去白色的号码 电话那边白色 是在睡梦中 被吵醒的 接了电话 声音迷迷糊糊糊的 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了 我让你准备的 都准备好了吗 我办事效率 你还不放心吗 她自然是放心的 林依姐没再多说 转移了话题 小鱼睡了吗 白色在开口 语气里多了几分宠溺 跟头请不一样呢 林依姐的眼神 也情不自禁地柔和 脑海里浮现出 小鱼那张肉肉的 可爱的小脸 辛苦了 跟白色客气了一句 她话题又回到工作上 对了 缺下LY的代言活动 白色那边文言 又惊喜又疑惑 你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缺钱 得到的是白色一声冷笑 休息吧 后天带小鱼坐飞机 多带几个人 注意安全 她真想马上就是后天了 已经到吃饭时间了 大家都去吃饭了 林依姐一点都不饿 就是有点困 她拿着杯子 到茶水间接了杯咖啡 靠在吧台上 慢慢地品着 忽然 一个阳光的男人身影 出现在门口 是方鹤阳 看到林依姐 方鹤阳微笑着问道 小林总 你不去吃饭 还不饿 安静的气氛被打破 她无心再品尝苦咖啡了 仰头一口喝掉 转身 涮了涮杯子 然后脚步 朝门外走 走了几步 她忽然又停下来 转身看着方鹤阳 方鹤阳 怎么 你对着附近熟吗 还可以 你想去哪儿 这哪里有理发店 林依姐拿着水杯的手 收紧了手指 心也在跟着频率 紧成一团 方鹤阳问她 你要理发啊 剪头发 不理发 问什么理发店啊 方鹤阳说 她认识一家 剪得特别棒 要不要带林依姐过去 林依姐竟然莫名地 信任她的推荐 哦 圆吗 方鹤阳想了想说道 我骑摩托车的话 二十分钟吧 开车这个点会堵车 你敢坐我的摩托吗 林依姐好笑地反问 有什么不敢的 方鹤阳像个小痞子一样 打响了手指 那咱们出发 然后她端起杯子 咕咚咕咚 喝下了刚到的水 快速地 去取来摩托车的钥匙 她的摩托车 也停在了地下车库 一出电梯 就看到了 橘红色的大摩托车 很拉风 林依姐一眼就看到 上面的亚马哈标志 这辆车光看外观 就得二十万出头了吧 这孩子 是个富二代吧 林依姐目光 不禁往方鹤阳脸上 扫了一眼 方鹤阳 正好把车上挂着的 头盔拿下来 递给她 头盔你戴上 我不喜欢戴 别人戴过的帽子 还是你自己戴吧 说着 她双手举起头盔 往方鹤阳头上一放 方鹤阳看着她 勾唇道 小林总 你说话还真是 直接倒不管别人死活啊 她得笑邪似 又带着一股阳刚的脾气 完完全全颠覆了 林依姐见她的第一印象 林依姐耸肩笑了笑 没有说话 方鹤阳脚一抬 潇洒帅气地跨上车 然后回头看林依姐 上车 紧接着抬起手 拉下头盔上的挡风镜 林依姐立马跟上 她腿长 又长年健身 也是很敏捷地 就坐上了车 坐在方鹤阳的身后 她尽可能地 跟她拉开距离 坐稳了 方鹤阳一边发动车子 一边对林依姐叮嘱 话音刚落 车子轰的一声 瞬间冲了出去 心脏在这一瞬间 像是被甩出去了 林依姐的手 紧抓着后面的保险杠 看着路前方 炫酷的摩托车高调地 在地下停车库穿梭 因为车库很空 回声很震撼 那种害怕感慢慢消失 随之而来的是刺激感 如果不是不熟 她甚至想开口 让方鹤阳再开快一点 想要更刺激 更疯狂一点 忘掉她这是要去哪里 要去干什么 车子拐了几个弯 冲上停车场的上坡 跟黑色的保时捷擦肩而过 那个是林依姐吗 顾念生回头 只看到摩托车 从她视线里消失的 最后一抹影子 熟悉的西瓜红 她印象深刻 林依姐早上 就是穿了一件 很亮的西瓜红衬衣 她还记得 领子是很宽的袋子 系了个很好看的 大蝴蝶结 车子已经滑到地下车库 她的双手 鬼使神差地 打着方向盘 掉头 驶入了出去的上坡 现在是午饭点 路上的确有点堵车 但一旦是绿灯 方赫阳的摩托车 就像是那些 大片里的特效车一样 夹缝中 高速行驶 每一次林依姐 都感觉要撞上了 可都是虚惊一场 速度太快 风吹得她 只能眯着眼睛 看着前方 这速度的二十分钟 得抵开车四十分钟了吧 那理发店得有多远 而且 他们到的地方 感觉越来越偏 林依姐怎么 感觉被骗了 她皱眉看着方赫阳 头盔遮住她的脸 看不到她的表情 然后 林依姐又抬起头 看向前方的路 这不是往海市八一部队 去的方向吗 正疑惑者 方赫阳减慢了车速 到了一个路口 她拐弯 进入了一条全市五桶树的小路 林依姐正打量着 这条安静的小路 两边的店铺 方赫阳车速越来越慢 最后 在一个很老的小区门口 停了下来 震撼的摩托车音 忽然停下来 林依姐耳朵 还嗡嗡作响 她正在慢慢地平复 方赫阳双脚 往地上一放 撑住了车子 拿下头盔 转头笑着 看着她问道 是不是担心我把你卖了 林依姐淡定得到 没有人摆得起啊 她一只脚先着地 动作敏捷地下车 方赫阳紧跟着 也从车上下来 停好车子 把头盔挂在车头上 走吧 她脚步往小区门口走 林依姐走近 才注意到小区的名字 这是海市的军区家属院 她脚步跟在方赫阳身后 对她莫名地信任 小区门口 有两个穿着军装的门卫 没有阻拦他们 林依姐的目光 不禁看向方赫阳的脸 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到了 方赫阳进了小区 手指着一家 由住宅改造的门面 开的理发店 对林依姐道 林依姐看到那理发店 门脸很小 门口一根圆形的灯管在转 她皱眉道 这不是老年剃头部吗 开在这里面 也就只能针对 小区里面的老年人了呀 年轻人时髦的 估计都去外面 大理发店弄了 方赫阳被林依姐的话 给逗笑了 你进了里面 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的御用发型师 我的御用发型师 会伤心的 你家住这里吗 好久没来过了 看来不是她的错觉 就算她不是个兵哥哥 也是兵二代 或者兵恩代了 林依姐没再说话 跟着方赫阳 进了理发店 如她所料 店里面冷清的 让人感觉是不是 多少天都没有赢过夜了 是不是要倒闭了 连老板都不见踪影 老板 来捡个头 方赫阳见店里没人 冲里面一个房门 大声地喊 立马有人回应她 来了来了 我的大少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十七集 这位大爷好开放 可这分明是个老头的声音啊 林一浅皱眉 脚步往后退了退 做好随时准备掉头跑的准备 那扇门开了 出来的人 果然没让他失望 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还带着老花镜 老人家一出来 目光先快速地扫了一眼林一浅 然后再看方鹤阳 什么风把少爷您给吹来了 方鹤阳一脸正色道 带个人过来捡头 老人家的目光 立马又看向林一浅 是这位小美女吗 她脚步往林一浅跟前走 边走边说 这姑娘看着有点眼熟啊 方家未来的少夫人啊 林一浅毫不犹豫地道 我结婚了 结婚了 老人家脸上闪过一抹诧异 瞪着林一浅仔细看了看 又转头看方鹤阳 那刺激呀 林一浅想说 这位大爷好开放 他嘴角无声地抽了抽 然后问方鹤阳 方鹤阳 你说得很不错的理发师 就是这位大爷吗 这问题其实已经不用问了 肯定是这老头无疑了 略带质疑的语气 让老人家着急地 想要表现自己 姑娘 我可是几十年的老理发师了 现在是网红理发师 现在那个 很流行的小视频软件呢 我在上面 也发表了很多作品 很多赞的 不但开放 还很时尚潮流 连小视频软件他都玩 不过 他也就把头发剪短 只要能拿剪刀就可以了 林一浅想着 他二话不说 迈开脚步 走向这店里 唯一一把理发椅 弯腰坐下 他手伸到脑后 轻松地取下了 扎头发的皮筋 黑直的长发 如绸缎一般丝滑 倾泻而下 镜子中 女孩白皙精致的脸 被衬托得更加小巧完美 如画中人一般 站在后面的方鹤阳 看到他发丝滑落的那一幕 轻艳地愣住 林一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很果断地 对在拿剪刀的老头说道 剪短 老头转身 看到他散下来的头发 也有些惊讶 你这养了得十几年了吧 他一边问 一边伸手 抓起一把林一浅的头发 颠了颠 林一浅反问道 养了几年 不影响你剪发技术吧 语气里隐隐透着一丝情绪 方鹤阳皱眉 对老头使眼色 就是啊 让你剪你就剪 好吧 老头点点头 可再看林一浅那一头长发 他还是有点不忍心 手抓着他那一把头发 比了好几次长度 往下移了好几次 最终定格在差不多 到林一浅第一根肋骨的位置 问他 嗯 剪到这个长度可以吗 林一浅毫不犹豫地回道 再短一点 老人家无奈地把手 往上移了一截 又问道 那就这里吧 林一浅有点不耐烦了 直接伸手 指着耳朵下放 到这里 很干脆 老头看着林一浅手指的位置 认为林一浅 是不是指错了 这么短吗 是的 林一浅很肯定地点头 不容在质疑的语气 老人家也听出了 他语气里 那一股似是很不耐的情绪 没再问什么 一手一缕头发 另一只手拿着剪刀对准 准备剪 店门开着的 窗户也开着 可以串风 悠悠的小风 吹得那一缕发丝青阳 林一浅的眼泪 毫无征兆地 蓄满了眼眶 头发啊 你再长长一点 再长一点 就是顾念生喜欢的样子了 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泪顺着脸颊 湍急地滑下 后面忽然想起 方赫阳紧张的喊声 爷爷 等一下 他一个剑步 冲到老头身前 抓着他的手 阻止了他刚才 准备剪下去的那一剪刀 另外一只手 抓着林一浅坐着的椅子扶手 用力一拉 椅子转了个方向 两人面对面 林一浅赶紧收拾情绪 准备用手背抹眼泪 一只好看的手 拿着两张纸巾 递到他的面前 给 林一浅愣了愣 然后伸手接过 谢谢 他低头擦眼泪 方赫阳忽然伸手 挑起他一缕头发 小林总 长头发真好看 发自内心的赞美 语气里 夹杂着几分暖暖的笑意 林一浅笑了笑 没有说话 已经收拾好了情绪 他抬起头 准备对老头说继续 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门外进来 林一浅摸得转头 看到大步走过来的男人 浑身散发着 让人畏惧的力气 他错愕地瞪着双眼 张着嘴 熟悉的名字 还没有喊出口 手腕已经被他的大手扣住 下一秒 便被他给拽了起来 根本没有丝毫反应 和反抗的机会 你 姑女生 被拖出了理发店 林一浅像是终于反应过来 用力甩开姑娘生的手 她怒红着眼睛瞪她 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整个身体 连带着唇瓣都在颤抖 这是姑娘生第一次亲眼看到 林一浅哭 印象里 从未见过她流过眼泪 张扬说 她躲在窗户后面偷偷地哭 她爸爸说 她考得不理想 回家偷偷地哭 都是不想让人看到 不想让人知道的 而如今 因为要剪了这一头长发 却毫无顾忌地 在别人 甚至在陌生人面前 掉下了眼泪 眼见着 她眼中逐渐又泛起水光 极度和心疼交织 好像要把她给侵蚀了 她伸手 抓起林一浅一把头发 嘴角勾起一抹 极其讽刺的冷笑 哼 林一浅 这头发对你到底有多重要 问完之后 她负气甩开那一把头发 冷哼一声 转身 头也不回地 往停车的方向走 林一浅看着顾念生 那冷酷的背影 张着嘴 一口气 憋到顾念生上车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蹲下 双手抱着膝盖 长发 从两边分散倾泻 发尾落到地上 她捂着嘴 不让自己 哭出声音 别在这里丢人 不等林一浅抬起头 男人已经弯下腰 轻松地 把她从地上捞起 身体疼得悬空 安全意识 让她本能地举起双手 勾住男人的脖子 接着 她转头 看向男人的脸 她睫毛上 还挂着泪 拍上那错愕的表情 说不出的可怜无辜 顾念生 猝了猝眉 头发不想剪 就不要剪了 哭得好像我家暴了 她竟然从她冷酷的语气里 感受到了一丝无奈 顾念生 是在妥协吗 林一浅愣了愣神 顾念生抱着她 已经到车门口 她才想起来 她一直被她抱着 你放我下来 挣扎着 从她身上下来 可下一秒 就被顾念生硬推着 塞进了车里 啪的一声 车门关上 男人高大的身影 从车前头 绕到驾驶座 拉开车门 上车 好像带着一股冷空气 车里的气温 都跟着降了很多度 林一浅没理她 抽了两张纸巾 擦了擦眼泪 目光看着窗外 什么味道 好熟悉 一股熟悉的味道 吸引了林一浅的注意 她嗅了嗅 转头 往后面的座位看 看到装了餐盒的 名气的包装袋 她放在腿上的双手 呼得收紧 握成拳头 目光缓缓地 看向驾驶座上的男人 张了张嘴 却又怕得不到回答 会让自己失望 最终 她抿上嘴巴 低下头 余光却不受控制地 往后面描 明天LY在海市星海 有个秀 每个是主办方之一 明天下午 我会让人把礼服 给你送去 顾念生的声音 很突兀地响起 打断了林一浅的思绪 她转头 诧异地看着顾念生 不确定自己 有没有听错 她在喊自己 跟她一起 出席活动吗 顾念生侧脸 看一眼 林一浅的反应 脸色忽得又冷了几分 有些事情 一旦开始了 就由不得你愿意 或者不愿意 话音落下 她脚用力踩下油门 加快了车速 林一浅抿了抿嘴角 我知道了 渐渐地 林一浅已经没有了尊严 没有了任何要求 只要是顾念生 她仰起头 侧脸 偏一眼后面的铭记带子 自嘲地勾了勾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由舒爱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十八集 总裁亲自挑的礼服 顾念生昨天把林一浅 送回林市以后 林一浅就没再见过她了 早餐桌上就她一个人 她没什么食欲 喝了杯牛奶 吃了块面包 从餐厅出来 她静止往大门方向走 庸人正在打扫卫生 她路过茶几 只见那庸人快速地 把茶几上的报纸 收了起来 好像怕她看到什么似的 报纸上 无非就是新闻 现在能上报纸的新闻 肯定早早地 就在网上传播了 她还用得着看报纸吗 林一浅笑了笑 装作没有看到 淡定地从那佣人身边走了过去 换了鞋 出了门 她才拿出手机 都不用她刻意去微博搜索 屏幕上两条新闻推送 都是关于顾念生的 每个小顾总婚后 生活格外滋润 LY活动上 对各路美女敬酒 来之不惧 年轻以后苏丹 得每个顾总青睐 活动上 连进顾总三杯 活动结束 还有网友拍到 二人同上一辆车 有小顾总这一根线 LY新一届的代言女王 应该 非苏丹莫属了 林一浅瞄了眼标题 笑了笑 没有点进去看 直接把消息 给清除了 关掉了新闻的推送功能 然后锁上屏幕 将手机 扔回包里 到了公司 面对她的 还是堆积如山的工作 只要看到行程和工作进度 她就感觉 胸口被大石头压住一样 透不过气 秘书来敲门 说午饭时间到了 林一浅 才从忙碌中抬起头 她合上电脑屏幕 拿起手机 没有了新闻推送的手机 屏幕上干干净净 她嘴角无意识地沉了沉 饭菜给您放在这儿了 林总 秘书进来 喊了她好几声 林一浅才有了反应 啊 她抬起头 愣了愣 看到茶几上放着的饭菜 她又点头道 好 甩了甩了甩脑袋 放下手机 起身 往沙发那边走去 扫了眼今天的饭菜 她醋了醋梅 没有一点点食欲 但她还是坐下 拿起筷子 吃了几口 门口传来敲门声 她没有抬头 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进来 门开了 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声熟悉的称呼 老板娘 林一浅眼睛一亮 抬起头看过去 齐少东双手 捧着一个蓝色盒子 盒子上 还架着一个 红色的鞋盒子 笑微微地 看着林一浅点头 林一浅愣了愣 问道 你怎么来了 齐少东微笑着回道 IoI在海市陷海的珠宝秀 总裁让我来送礼服 和鞋子给你 说着 她脚步往林一浅跟前走 走到沙发旁 她弯腰 把手里捧着的盒子 放在沙发上 林一浅惊讶地 看着那两个盒子 齐少东又笑呵呵地道 这还是总裁亲自挑的礼服 尺寸她都是毫不犹豫 预报给设计师的 文言 林一浅竟然差点没控制住 伸手去拆拿礼服盒子 她双手握在一起紧了紧 然后抬起头 回给齐少东一个微笑 我知道了 齐少东憨憨地笑笑 那老板娘 我就回去复命了 嗯 好 她目送齐少东出了门 目光又回到 旁边装着礼服的盒子上 心里突然像是一扇紧闭的窗户 打开了 敞亮起来 看眼前的饭菜 突然地还想再吃两口 看桌上那些工作 突然地有了一些动力 就像曾经每个周五 她坐在观众席上 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在那群穿着白色球服的少年中 盼到了穿着一号球服的 她的时候 心情一样 总是会拧开手中的瓶盖 仰头喝掉大半瓶水 每一次 只要她迟出现一会儿 她就会胡思乱想 旁边的同学跟她说句话 她都会烦躁 林依浅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喜欢一个人 会痴迷到这种程度 比那些网瘾少年队游戏 还要中毒 由此也可以证明 人的心坚强起来 真的没想强什么事 一次又一次 可还是心存幻想 心存念想 就因为她秘书一句 没有证实的马屁 她就心心念念 迫不及待 林依浅一边自嘲 一边伸手拿起盒子 放到腿上架着 用双手 慢慢地揭开了盒子的盖子 亮眼的橘红 让她感觉 房间里的光线 忽然亮了几个度 林依浅有点惊讶 惊讶姑念生 会给她挑颜色 这么亮的衣服 印象中 她好像就没有过 这个颜色的衣服 不对 初三有一次 去代表学校 参加朗诵比赛 妈妈给她买了件 橘色的连衣裙 说是颜色鲜艳一点 会让她站在台上 更加地夺目 那条裙子 她就穿过那么一次 因为颜色太扎眼 这家伙 怎么跟她妈妈眼光一样 喜欢这么骚包的颜色 林依浅皱眉 一边想着 一边拿起盒子里的衣服 抖开 很简单的一件 威领无袖常礼服 没有找到牌子 不知道 是不是弄掉了 尺寸她都是毫无犹豫 报给设计师的 林依浅拿着裙子 在身上笔了笔 想放回盒子里的 再一次因为 齐少东的话 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地 直接将裙子 套在身上 她今天穿的 是紧身的T恤 和紧身的牛仔裤 这么套上 除了效果不好 没什么影响 她低头看裙摆 长短正好到脚腕处 在拉拉腰上 有一点紧 但是 如果脱掉裤子和T恤 就正好 嘴角情不自禁地 翘起来 她没有着急穿鞋 赤着脚 在地上转了一圈 裙摆飘起 在她的视线里 像一朵盛开的花 林依浅忍不住踢腿 秀起了她八百年 都没有跳过的芭蕾 小时候 妈妈逼着她 去学过一段时间 后来妈妈看出来 她是真的不喜欢 所以 就没让她继续学了 没想到多年之后 她竟然还会想起来 跳两下 踢腿 轻松地 踢了一个一字马 哟 小林总 您这是练家子啊 门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的 门口忽然传来 方鹤羊的声音 林依浅吓了一跳 放下腿 险些栽倒 她站稳之后 皱眉生气地 看向方鹤羊 她今天穿了件 浅粉色的衬衣 贵族蓝的九份西裤 潮流又不乏正视感 方鹤羊知道 林依浅为什么不悦 不急不慢地 跟她解释 我刚才敲过门了 敲了好几声 可能你没听见 然后 她又指了指 另一只手上 拿着的文件袋说 这封文件挺重要的 急需要你签字 林依浅收起了 不悦的表情 冷淡道 放那儿吧 我马上来签 她回到沙发上坐下 拿起筷子 又吃起来 好 方鹤羊点点头 把文件 送到林依浅的办公桌上 转身 转备出去 到了门口 她想了想 又停下脚步 目光看向林依浅道 这裙子很漂亮 配得上 小林总您的盛世美颜 她咧嘴 又露出她那阳光 却有一股邪气的笑 林依浅抬起头 看着她 呵呵两声 哼 好吓人 方鹤羊心里 有种不祥的预感 缩了缩脖子 准备开溜 可林依浅 不给她机会了 旗舰店那边 明天搞活动 你去那边 站下岗吧 慢悠悠的语气 听不出一丝一毫的情绪 可就是让人听了 由脚底心发寒 方鹤羊内心是无语 她夸她还夸错了吗 方鹤羊皱眉郁闷着 林依浅又抬起头 冲她微笑道 我相信 以你这张会说话的嘴 肯定会大卖 那笑容 着实甚人 方鹤羊苦笑道 我 尽量 她的态度 让林依浅很满意 嗯 好好干 我相信 你和别的富二代 不一样 方鹤羊呵呵傻笑 什么富二代呀 就是普通家庭 哦 开二十几万的摩托车 驻军区家属院的普通家庭 现在对普通家庭 要求这么高了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收听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由舒艾 云飞 小编C 领衔演播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十九集 没开口 便已经抢了风头 LY是全球排名 三十以内的珠宝品牌 今天这个秀 来了很多外国媒体 会场布置得很浪漫 以粉色和银色为主 梯台不大 但是设计得很独特 是三个月牙形状组合成的 还没有开始 大家都在找认识的人闲聊 林一请进门 目光快速地 绕着周围扫了一眼 看到好几个熟悉的面孔 不过 他们不熟悉他 齐少东来接他的 说顾内申 在公司开会 还有一会儿才能来 他想找个人少的地方 坐着等他 可到处都是人 很多国内一二线的明星 到哪里都会碰到人 他干脆转身 准备先出去 迎面撞上了两个女人 其中一个女人的面孔 他看着 有点熟悉 林一请 果然 那个女人 还叫上她的名字 那语气 很明显是认识她的 林一请眯眼想了想 想起来 是她的高中同班同学 夏云云 不过变化 也太大了 她差点 就认不出来了 不过 她还是装作 没有认出来 你是哪位 微微醋眉 给人一种 高不可攀的 清冷和孤傲 经历了同欢 她对同学 彻底幻灭 更何况 是曾经就跟她 很不友好的同学 她这一个装作 不认识 一下子 就把夏云云的 面子给抹了 夏云云脸色变了变 再开口 语气里 满是嘲讽 顾念圣 没跟你一起吗 跟她一起的女人 故作诧异地接话 啊 云云 这就是美格的 总裁夫人吗 夏云云冷笑着点头 是的 那女人也笑起来 哟哟 顾总昨晚 不是还跟苏丹 一起来着吗 说着 她跟夏云云一起 五嘴笑起来 正在这时候 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 在林依浅的身后传来 你们在干嘛呢 他们串通好的吧 听到苏丹的声音 林依浅笑了 她转头 苏丹已经在她身后了 黑色的包团裙 将她的身材曲线 勾勒得更加的性感 事业线 若隐若现 让人浮想联翩 夏云云和另外一个女生 笑微微地 迎向苏丹 丹丹 你来了 苏丹对他们点了点头 目光快速地 从林依浅的脸上掠过 下巴很刻意地 抬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 又看下夏云云 和那个女孩 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 我带你们去认识几个人 说着 她伸手轻力地 牵起了夏云云身边的女孩 他们正要走 又有人过来 跟苏丹打招呼 苏丹美女 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几个中年男人 个个穿得人模狗样的 脸上的笑容 不是色迷迷 就是皮笑肉不笑 一双双眼睛 就像是被吸铁石 吸住了一样 黏在苏丹的身上 苏丹笑着迎上去 王总 你可别埋头我了 她先跟走在最前面的 中年男人 寒暄一句 然后 对另外几个 一一点了一下头 叫王总的男人 目光又看向苏丹身边的夏云云 和另外一个女孩 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向云云 李莉 这寒暄的场面 林依浅本身就很讨厌 正好也与她无关 她抬脚 准备继续往门外走 跟苏丹寒暄的一群中年男人里 忽然有人注意到她 那位美人 你不给我介绍一下 她用的是一个 有色心的男人 惯用的轻浮语气 那猥琐的目光 让林依浅想无事 都做不到 林依浅脚步停顿 苏丹的目光 正好看向她 瞥了一眼 她笑着 回那问话的中年男人 这位 我并不说 夏云云 却抢着话音说道 美阁的总裁夫人啊 你们怎么会不认识 故作惊讶的语气 其实 是在讽刺林依浅 这个总裁夫人 太没有存在感了 文言 那几个男人的目光 都投向林依浅 原来这就是 美阁的总裁夫人 果然名不虚传 大美人 林依浅急腰的黑发 挑起两边的脊驴 玩耳后编制了一根小辫子 其余的 全部散落于后背 和身上的橘色 结合到一起 衬得她的肤色 格外的白皙 精致的五官 雕刻 都不一定能雕刻的 那么完美 此时 她侧身对着那群人 但仅仅一个侧颜 就已经将众人的注意 彻底从苏丹的身上 转到她身上 没有开口 便已经抢了风头 苏丹的脸色变了变 不是听说 林依要倒闭了吗 宋总啊 都不让小顾总帮忙了 所以啊 每天想来找我代言的 小鱼小虾那么多 我总不能每一个都答应吧 说着 她目光瞥向林依浅 忽然转了画风 不过 我还是会给顾总面子的 会考虑一下的 她转了个身 扭着腰肢 走进林依浅 居高临下的目光 看着她 林依浅勾唇 苏小姐 你是个靠脸吃饭的人 到哪里 都应该记得要脸 而不是这样丢到地上 让人踩 她不急不许地转头 跟苏丹对视 眼角一点笑意 淡定从容的 好像这个世界 都不在她的眼里 苏丹没有料到 林依浅 会直接开口骂人 脸色突变 一时间 气氛 尴尬 全都在脸上表现出来 夏云云 抢着为她打抱不平 林依浅 你也太不是抬举了吧 苏丹可是国内的 一线大腕 你以为你是谁 苏丹快速收拾好情绪 嘴角也勾起一抹 绩笑 我知道 那天我罪绝了 你的请求 你对我怀恨在心 可你们林依浅 这真的要到头了 她话音顿了顿 画风又一转 不过我说了 看在顾总的面子上 我会拟一份合同 到时候让我的助理 给你送过去 说完 她双手抱胸 转身 趾高气昂地离开 林依浅看着她的背影 懒洋洋地道 真的很抱歉 我们已经 请了娜娃了 苏丹脚步停顿 转头看着林依浅 忍着笑 不确定地挑眉 娜娜 夏云云已经忍不住 哈哈大笑了 林依浅你可真敢吹牛 你说的是山沟沟里的 某娜娜吧 我前几天啊 才在上都的红毯上 碰到娜娜 可没听她说 接什么杂牌子的 护肤代言 苏丹一边说着 一边转身 看着林依浅 她看林依浅的眼神 充满着不屑 林依浅弯了弯唇 没有接话 天哪 劲爆消息 梯台那边 突然喧闹起来 什么消息啊 今晚的秀 最后一个是 猫腰压照 啊 怎么可能啊 这边苏丹他们 听到这场秀有猫腰 都惊讶地以为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他们目光起起地 看向那个 报这个消息的人 大多数人都是不敢相信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那记者 干脆把手机屏幕 对着大家 千真万确 是LY官方网 发布的消息 刚刚才发的 有人凑近看了一眼 捂着嘴 兴奋地尖叫 哇 天哪路 猫腰的好朋友 纳娃 也一同来了 纳娃 是连续两集 世界电影节的影后 猫腰很少出席活动 除非自己 有世界级的大奖 还有就是 好朋友 纳娃 有世界级的大奖 她会陪同一起 走红毯 猫腰和纳娃 称之为 世界级别的闺蜜 听说 纳娃也来 夏云云的第一反应 是对林一浅 幸灾乐祸 林一浅 没想到吧 老天都不给你 吹牛的机会 一会儿纳娃来了 看你的牛皮 是怎么戳破的 还请了纳娃 给你们代言 这牛也就你敢吹了 不是全球的 一线品牌 纳娃怎么可能会代言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 跟着夏云云 一起嘲笑林一浅 林一浅没有接那些人的话 目光看向苏丹道 既然苏小姐跟纳娃认识 那么一会儿 还请苏小姐 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 帮我在纳娃面前 说几句好话 赞美一下我们林氏 说完之后 她嘴角轻轻一扬 慵懒中 带着一抹脚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听到林依姐开口 求苏丹帮忙 夏云云比苏丹自己 还要痛快 这个时候知道了 求苏丹啊 狗改不了吃屎 就像你改不到 一辈子都在抱 别人大腿求荣一样 林依姐侧脸 一个冷笑 头向夏云云 视线没有在他脸上 多做停留 立马又转移到 苏丹身上 不看僧面 也要看佛面 毕竟你是 对我老公有想法的人 你看之前那个苏苗 对我老公有想法 送了我三十多案的包 讨好我 提到苏苗 苏丹的瞳孔 猛地扩大 脸色白了白 圈内人都知道 苏苗现在的情况 基本无袖可走 之前欠的综艺节目和代言 都因为 介入别人婚姻的小三之名 告上法庭 到现在 官司还没打完呢 看到苏丹的反应 林依浅唇半的糊涂拉大 还有事 就不跟苏小姐多聊了 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她没再看任何人 转身 从容优雅地走出了会场大门 走出了众人的视线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顾念身一眼看向嘉宾席 没有看到林依浅 她视线 又一排排地往后看 还是没有 没有那让她眼前一亮的 橘色身影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准备给林依浅打电话 有人过来打招呼 顾总 您大忙人真是难得一见哪 顾念身没有理会 打招呼的一男一女 便很拾去地走了 拨出去林依浅的号码 她将手机放到耳边 一边等待接通 一边着急地四处张望 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 从她身后传来 念身 你在找什么 顾念身想都没想 直接回答道 老婆 她瞥了眼 已经到身边的宋长文女士 整个心思 都在播出的电话上 宋长文皱眉道 你喊林依浅来参加了 她的脸上露出一抹不悦 顾念身也皱眉道 我跟我老婆一起出些活动 有什么毛病吗 她的访问 把宋长文女士气得脸色都变了 却又因为场合不好发作 等了好久 等到的却是没有人接听的语音提示 这蠢女人干嘛去了 顾念身放下手机 脚步急促地往梯台那边走 看着人群 她有点迷茫 心里很慌 找了一圈 还是没有看到林依浅的身影 号码拨出去 一次又一次都是一样的语音提示 哼 顾念身 你瞧你那出息 宋长文女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脚步从顾念身身边路过的时候 嫌弃地瞥她一眼 不想再跟她说话了 而顾念身 根本连听都没听清楚 她说的是什么 拿着手机 又给齐少东打电话 一边等待接通 一边往会场外面走 顾念身 好久不见 出了门 顾念身迎面撞上 两个手挽手的女人 其中一个看到她 激动地跟她打招呼 顾念身看着女人的脸 觉得眼熟 皱眉想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 好像是她的高中同学 叫夏云云 想起来 她立马问道 看到林一浅了吗 既然是她的高中同学 也就是林一浅的高中同学 听到林一浅的名字 夏云云撇嘴道 啊 之前看到了 她还以为你跟苏丹的绯闻 骂苏丹来着 文言 顾念身眼睛一亮 你说什么 她的声音 忽然高了几个分贝 语气里 隐隐能感觉到一丝激动 夏云云以为 她是生气林一浅骂苏丹 开始添油加醋 她骂苏丹不要脸 苏丹还真是善良 不但不生气 还答应帮他们临时代言 不过 我觉得林一浅 还是放不下大小姐的架子 还跟我们吹牛 说她请了纳瓦给他们代言 不需要苏丹 她毫无顾忌地 在顾念身面前 讽刺林一浅 何必呢 苏丹看在你的面子上帮她 她还得出几点 我顾念身的老婆 需要谁给面子 这一句对的 嚣张又霸气 把夏云云给吓到了 愣了半天 没有反应过来 除了害怕 更多的是诧异 差一顾念身 竟然护着林一浅 顾念身没在理会夏云云 脚步继续往门外走 正好 齐少东来了 总裁 找到老板娘了吗 顾念身没有回她 放慢了脚步 双手揣在裤子口袋里 一边走着 一边低头 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这是怎么了 刚才打电话给她 还着急老板娘的下落 这会儿 怎么突然像是 被抽了魂一样 齐特住在一旁 又着急又好奇 顾念身突然抬起头 喊她道 齐少东 怎么了 一个女人 顾念身话说了一半 又止住了 齐少东在心里 暗暗翻了个白眼 面上笑微微地说 波子 你可以直接用老板娘 来打比方 这样不会绕口 被看穿了心思 顾念身故作烦躁地 转移了话题 把那些乱写 乱制造绯闻的媒体 全都告上法庭 把一篇声明出去 以后哪个网站 放我的绯闻 就直接法庭让见 齐少东立即点头去办 我知道了 马上去办 这是要亲自 为老板娘除草啊 可他敢打赌 他到了老板娘面前 还是会很有底气的傲娇 顾念身走着 停了下来 顺势往旁边的墙上一靠 一只手拖着另一只胳膊肘 那只手拖着腮 皱眉纠结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又抬起头 用命令的语气 对齐少东道 你给他打电话 问他在哪儿 自己的老婆 凭什么让他打电话 可他还是得打 没办法 谁让拿人手短呢 齐少东无奈地拿出手机 解开锁屏 顾念身伸长脖子 垂眼偷偷地 瞄着他的手机屏幕 看着齐少东 找到林一浅的号码拨出去 他脱塞的手 差点没忍住伸出去 抢手机 老板娘 你在哪儿呢 这是 接了 顾念身瞪眼 懊恼急了 蠢女人 竟然故意不接他电话 接他助理的电话 都不接他的电话 哦哦 好的 不知道林一浅 跟齐少东说了什么 只见齐少东点头 呕呕两声 便挂了电话 顾念身放下手 脚步着急地 往齐少东面前 靠近一步 他在哪儿 老板娘说他有点不舒服 在休息室休息一会儿 他一会儿 自己过来找你 说着 齐少东看看顾念身的反应 然后又心疼地叹气 唉 肯定是被苏小姐刺激到了 伤心了 他这个助攻 做到这个份上 是不是该给他加工资了 刺激到了 伤心了 是这样吗 顾念身脚步 又往后退了两步 靠在墙上 一只手很自然地 抬起来拖着塞 深思着 想来想去都觉得 林一浅没理由在意 他和苏丹的绯闻 他把目光 又投向齐少东 他为什么会伤心 他又不喜欢自己 齐少东很无语 这情商是有多低啊 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了 干脆跟他打比方 就比如 老板娘要是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有什么绯闻 你会不会生气吃醋 顾念身脸色一沉 谁敢 霸道强势的气息让齐少东呼吸一致 他赶紧解释 Boss别激动 我是说假如 顾念身脱塞的手 翘起了小拇指 瞄着唇 若有所思地问 如果不是喜欢的 也会在意吗 齐少东感觉 自己要疯了 咱们先不说喜不喜欢吧 就冲着老板娘肯吃你吃过的包子 就证明 老板娘不讨厌你 顾念身皱眉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他吃了我吃过的包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一集 庆然被自己的助理 当面撒狗粮 齐少东也是无语了 顾念身怕是那个掩耳盗铃的人的后代吧 当真以为 他那幼稚的谎言 能骗得过情商高的人吗 可他还不能吐槽 只能谦虚 我猜的 齐少东憨笑着点点头 正好手机响了 他低头看了眼来电显示 提起了精神 本能反应一般 不是 我女朋友电话 跟顾念身打了声招呼 他背过身去接电话 宝贝 我这边还没忙完 你再等我一会儿 乖乖的 好 默默的 顾念身一脸的问候 听着齐少东跟女朋友的电话内容 他起了一声的鸡皮疙瘩 可心里 却喊着 MMP 他竟然被自己的助理 当面撒狗粮了 一般不是助理和秘书 看老板和老板娘撒狗粮的吗 他这也算是 总裁界的一股清流了吧 Boss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下班了 我女朋友在外面等我 齐少东挂了电话 转身一脸讨好的笑着 看着顾念身道 你有事的话 给我打电话 他无心的话 此时听在顾念身的耳朵里 都是在秀恩爱 顾念身黑着脸 没好气地回他 快滚 滚 他马上就滚 齐少东点点头 立即转身 走了几步 想了想 又停了下来 转头看着顾念身道 女人其实很好哄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说点好听的话 投其所好 为了这傲娇的老板 他真的是操碎了心 说好听的话 投其所好 顾念身把齐少东的话 在脑海里反复地过滤 反复地考究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从口袋里 摸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带我去见那娃 因为戴面具 所以不用化妆 林依前每次登台 要比别的明星 省很多时间 通常 他都是直接戴上面具 让造型师和服装师 给他做造型 服装师和造型师 也都是他自己的团队 全都是最少会两国语言的 英语和中文 他哪里有活动 他们就跟到哪里 端坐在镜子前 他一双戴着深蓝色 美瞳的眼睛 直视着镜子里的自己 闪闪发光的猫脸面具 立即将他带入了另外一个身份 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小妖 下一个就是你了 你可以准备了 长相帅气的男助理 接到电话 凑到林依前身边 轻声地汇报 林依前点点头 双手扶着椅子扶手 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准备换衣服 忽然 隔壁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他的一声 不知道是什么摔碎了 突如其来的 林依前惊了一下 动作停顿下来 侧脸看着助理问道 隔壁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是一位影后级的模特 因为临时被换了登台的作品 所以拒绝登台 完言 林依前伸手 拿起脖子上戴着的 浅蓝色的钻石项链 他想戴的是这个吗 笃钉的语气 问完 他唇半渐渐挑起一个 冷酷而又狡猾的弧度 是的 蓝精神LV十周年制作 是这场秀的压咒作品 之前订的是那位苏影后 助理说完 仔细地看了看 猫腰面具下 那双深蓝色的眼眸 像是几千米的深海底 让人看不出情绪 他忙不迭地垂下眼帘 不敢再看 猫腰身边的工作人员 除了白色 其余的完完全全 就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哪怕是在他身边很多年的 都还是和一般的粉丝一样 对他的私生活 一无所知 包括长相 他就像一个谜一样 在国际乐坛的巅峰 也正是这样的神秘感 在大家心目中竖起了威严 觉得他高不可攀 除了工作 不敢有半点愉悦 曾经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 但尝试的下场就是 被整个圈子封杀 没有人敢再用 听完助理的回答 林依浅嘴角又轻扬 一抹饥讽 在他的眼眸中斜似绽放 看看去 他懒洋洋地招呼一声 迈开脚步往外面走 上台的衣服还没有换 他身上穿的是绸质的睡衣 白色的长袖和长裤 如果不能按照合同进行 那我们只有法庭上见了 连衣前脚步刚到门口 苏丹正好也从隔壁休息室里出来 苏丹还穿着刚才 他们见面时穿的黑色礼服 一群人跟着他出来 一个中年外国男人 拉着苏丹的胳膊 一脸歉意地跟他说着什么 他一点面子都不给 愤怒地甩开那男人的手 除了南京 我不会上台 我约的是你们 他一旁的助理也很气愤 强势地跟LY那帮外国的负责人交涉 这件事是你们LY做的不厚道 当我们公司是要欺负的吗 大概是时间到了 等着魔头上台 一堆人围着苏丹道歉 但苏丹双手抱凶 傲娇的态度 不容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 零一潜慵懒地 靠在门框上看了一会儿 勾了勾唇 眼里同时闪过一抹脚侠 然后直起腰 抬脚 往那边走 强大的存在感 以至于 刚迈开一步 就有人发现他 猫 猫腰 那群围着苏丹的人 目光纷纷投像 带着猫脸面具的 零一潜 一头金黄色的长发 高高地盘着 两边细碎的刘海 增添了一丝俏皮感 身上的睡衣 松松垮垮地 掉在身上 又给人说不出的 慵懒妩媚 脖子上的浅蓝色钻石项链 被他白细的肌肤 衬得格外地剔透 主钻吊坠旁的两个小钻 正好贴着他两旁的锁骨 随着他走路的弧度 闪烁着不同层次的光 在场的大多数人 都是第一次见到猫腰本人 一个个地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猫腰真的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林毅潜走到刚才 被苏丹甩开了手的外国男人面前 微笑着打招呼 哼 森迪 开口的那一瞬间 大家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猫腰本人 生如其名 天哪 真的是猫腰本人吗 好高好瘦 眼睛好漂亮啊 苏丹身边的夏云云 瞪着林毅潜 激动的双眼冒星星 俨然一个小迷妹 看偶像的崇拜眼神 林毅潜目光淡淡地 从她身上瞥了一眼 然后又回到森迪的脸上 森迪 不给我介绍一下 这几位吗 森迪忙不迭地跟她介绍道 这是刚拿下百媚奖 引后的苏丹 怕林毅潜不知道百媚奖事等 森迪介绍完 又详细地补充了一句 就是那部 仅仅在中国国内票房 救过二十亿的 烽火型的女主 林毅潜的眼中露出惊讶 哇 二十亿票房 都赶上我一百次出涨活动费了 文言 除了森迪和猫妖的工作人员 无一不感到唏嘘 都知道猫妖出场费高得离谱 没想到这么高 竟然两千万一次 苏丹他们这样的影后级别 最多也才五百万 那离两千万 那不是一倍两倍 是四五倍啊 还是最高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 她配音的酬劳 以及广告的代言费是多少 一个个瞪大眼睛 眼里都是金钱符号 二十亿的国内票房 在国内是上等的成绩了 而且苏丹很年轻 这个成绩拿出去 是很多一线迷信羡慕的 而到了猫妖面前 就那么金飘飘的一句 一百次出场费 重点不是二十亿 是她高达两千万的出场费 太打苏丹的脸 所以林一浅这话 像是巴掌一样抽在苏丹的脸上 她的眸底燃烧着熊熊度火 手暗暗地握拳 但她努力地控制住了情绪 微微笑着接林一浅的话 我一个新人 自然是不能跟猫妖前辈比了 前辈不敢当 不过我十九岁出道 到现在 也的确快有五年了 但我相信 你在这个圈子里 如果有五年时间 一定会爬得比我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二集 独一无二的世界名台 知道苏丹的人都知道 苏丹算是新二代了 从初中就开始演戏 虽然大多数都是客串 但也算是早早地接触这个圈子 到现在 没有十年 也有七八年了 这到底 谁是前辈 苏丹的脸上挂不住了 脸色红到了耳根子 这时候 一个工作人员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催森迪 台上一首歌 都已经唱完了 他boss那边很生气 文言 苏丹不再跟苏丹客气 直接给他的经纪人施压 临时换了你们的作品 我们很抱歉 可我们只是口头承诺 会让你带蓝金 并不是合同上规定的 如果你们坚持要因为这个拒绝登台 那我们也不去法庭上见 一度的好声好气 突然变脸 苏丹和他的经纪人脸上 都露出了句色 但他还是不甘心 尤其是刚刚被猫腰打了脸 所以他还是很傲骨地扬着下巴 一副绝不可能妥协的样子 林一浅故作不确定地问 苏小姐是因为蓝金 才不愿意上台的吗 苏丹的经纪人 比苏丹还不甘心 直接对着林一浅冷哼道 蓝金本来应该是我们苏丹带的 是你横插一脚抢走的 话音未落 不等林一浅的助理做出回应 森迪抢先开口 维护林一浅 请你放尊重点说话 猫腰是我们总裁特邀的嘉宾 森迪这样赤裸裸地站队 让苏丹又矮了一截 妥协更不可能了 她甩手准备走的 林一浅喊住她 苏小姐 苏丹脚步停顿 一双手气愤地握着拳头 林一浅双眼无辜地看着她 我真的不知道 演技她也有啊 她语气里带着满满的歉意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作为一个前辈 还是要给新人机会 到了我这程度 带着怎样的作品上台 已经无所谓了 林一浅一边说 一边把脖子上的项链取下来 然后迈开脚步 走到苏丹的身后 举起双手 将项链绕过苏丹的脖子 动作温柔地帮她戴上 大家见状 在对猫腰的崇拜上 又多了一丝敬佩 对于她的名气 的确是带什么作品上台 都无所谓了 猫腰就是独一无二的 世界品牌 但谁不想请上添花 可她却愿意摘下这朵花 送给新人 这三观 这人品 好到炸裂了 猫腰小姐 森迪很惊讶林一浅的举动 想要阻止她 可林一浅 已经扣上项链的扣子 又继续摘下耳环 一并交给了苏丹的经纪人 苏丹没有拒绝 反而接受得很理直气壮 项链和耳环都戴上了 她冷冷地对林一浅道 不是你给我的机会 而是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林一浅弯唇点头 苏小姐怎么想舒服 就怎么想 就在大家敬佩林一浅的气度时 刚好撞到这一幕的顾念身 嘴角勾起了一抹好笑 她看着猫腰面具下 那双深蓝的眼眸 怕是狐狸转世 才能这么狡猾 和林一浅那个蠢女人 有得一拼 大家只看到 她收了苏苗三十多万的包 想到的 只是她在顾家 没地位 没价值 可谁能想到 她顾家 和顾念身的名声 苛刻老婆 新婚夜出轨 找小三 任由小三欺负原配 等等扎名 她知道 新闻一出 为了自己 她都不会再对苏苗的 所作所为 再坐视不理 这么一推算 女人还真的是这个世上 可怕的生物 顾念身摇了摇头 本来打算掉头走的 偏偏有人在这时候 发现了她 顾总 听到三迪喊顾总 林一浅心一惊 整个神经都紧张起来 忙不迭地 检查自己的装扮 看有没有 露马脚的地方 检查完 她才抬起头 顺着森迪他们的目光看去 一眼对上 顾念身那双深邃的眼眸 她还是有点小心虚 双手紧紧地 攥着袖口 喊顾念身的 是这次活动 LY那边负责人 森迪 她没有拨面子 收住脚步 对森迪点了一下头 森迪笑微微地迎向她 顾总怎么到这后台来了 我 顾念身正犹豫着 要不要说实话 来找老婆的 苏丹热情地走了过来 跟她打招呼 顾总 娇嘀嘀的一声 听得林一浅骨头都麻了 她瞥了眼苏丹 冷笑 喝 女人 看来刚才 脸还是打轻了 顾念身看着苏丹 皱了皱眉 没有理会 苏丹脚步又走近了一点 笑着问道 顾总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苏小姐自重 我结婚了 并且拒内 顾念身 闭蛇蟹一般 脚往后退了一步 林一浅 满脸的问号 她拒个毛那样 说话连草稿都不用打的 原来这家伙在外面 都是这么拿她当挡箭牌的 真不要脸 顾念身的话和举动 让苏丹尴尬不已 一直抬起来 准备跟顾念身握的手 无处安放 最终 收紧手指 尴尬地收回 气氛也是尴尬到极点 苏丹的经纪人 赶紧过来救场 赶紧去换衣服做造型吧 一会儿要登台了 经纪人的话也提醒了森迪 她赶紧转身 看着林一浅道 感谢猫腰小姐的大度 我代表艾瑞 在这次活动的全部工作人员 向猫腰小姐表示感谢 很真诚地对林一浅道完谢 然后她冷下脸 看向苏丹和她的经纪人 还请苏小姐配合一下猫腰这边 把二位的衣服换了 文言 林一浅立马对一旁的助理 小声地吩咐道 蓝色 去办吧 好 助理点头 立马去办了 见大家都投入到工作里 顾念生再一次抬脚 准备默默地走 林一浅看到她 眼里闪过一道脚侠的光芒 勾唇 幽幽幽地开口道 顾总看到我 不打声招呼吗 顾念生很机械地点了一下头 你好 连表情都懒得给 十分地傲慢 喝喝 前不久还请她陪她喝酒 在她面前一副受伤小奶狗的模样 这才过了几天就翻脸不认人了 当时真该拿手机把她那一幕录下来的 林一浅在心里暗暗吐槽 顾念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还有事 很官方地打了声招呼 她立马掉头走人 林一浅看着顾念生的背影 娇俏一笑 也转身回休息室去换衣服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林一浅 顾念生有点丧气 回到她的位置上 她的右手边 是她的亲妈宋长文女士 左边的空位置是林一浅 见她一个人回来 还垂着脑袋 宋长文女士嘴里 发出一声冷笑 满满的讥讽 等顾念生坐下 她又问道 怎么老婆跟人跑了 顾念生优雅地弯唇 让宋总失望了 在床上躺着呢 估计明年 你就能抱上孙子了 回家让你弟弟死心吧 说完 她目光立即从宋长文女士身上移开 抬起下巴 看着梯台上 她的话 差点没把她亲娘给噎死 宋长文咬咬牙 顾及场面 她凑近顾念生 压低声音训斥她 你竟然为了灵事 要跟天玺终止合约 顾念生摊开双手 耸耸肩道 当老板就是这么任性 就像你可以一句话 就让临时产品下架一样 宋长文差点没气晕过去 她咬着牙道 顾念生 我看你是否 噓 看秀 顾念生打断她的话音 她一根手指先虚了虚 然后又指着台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三集 我是认真的 空了好一会儿的梯台 灯光又重新亮了起来 LY产品解说员上台 拿着话筒 介绍模特和作品 接下来登场的 将是大家 翘首一盼的 小天后猫妖 猫妖给我们带来的作品 是代表着 甜蜜的粉色糖果系列 听到出场的是猫妖 台下有人忍不住 欢呼起来 紧接着 台中央亮起了一束灯光 白色的气雾 由下往上蔓延 雾气中 一个女人的身影 若隐若现 黑色的鱼尾裙 每一块布料 都紧贴着身体 身体曲线 完美地被勾勒出来 强大的气场 让台下 对视一片寂静 几乎所有人 都在那一瞬间 屏住了呼吸 接着 又纷纷议论起来 喂 不是说 猫妖弹蓝镜压轴的吗 喂 你还没看到 刚刚出来的新闻吗 苏丹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肯让出蓝镜 最后猫妖大度地退让 把蓝镜和压轴袖 都给了苏丹 天呐 他苏丹凭什么 跟猫妖比呀 不过猫妖的名气 也不需要什么作品来衬托了 只要是猫妖 往台上一站 那就是焦点 但苏丹还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也不怕被猫妖的粉丝 用多么厌词 身后几个年轻人 在愤愤地骂苏丹 顾念参忍不住回头 那几个人看到他 立马停止了骂声 顾念参皱眉道 你们怎么不骂了 他和苏丹 今天才传过绯闻 而且还有图为证 那几个年轻人以为 顾念参 这是生气了 要维护苏丹 一个个地 面露趣色 惶恐地跟他解释 顾总 我们只是在闲聊八卦 顾念参很不悦道 我是认真的 这群人不会看脸色的吗 猫妖走台 摄影师一个个 恨不能爬上台 近距离拍摄 闪光灯闪烁个不停 面对头来的闪光灯 林一浅从容地走完了台 脚步停留在台前 大方地摆了几个pose 让大家拍照 主持人拿着话筒 在后面说道 下面我们要看看猫妖 会将手中的粉玫瑰送给谁 每个魔头手里 都拿着一朵玫瑰花 和自己带的水晶 或者钻石颜色相近的 玫瑰花色 走完台 挑选一位观众赠送 这其实 是策划人想出来的一个 比较有意义的互动环节 林一浅带的是粉钻 所以他手里拿的是粉色的玫瑰 他站在梯台的顶端 目光扫链全场 脸上的面具 因为灯光的强弱 也忽明忽暗 在大家的期盼下 他视线毫不犹豫地 落在嘉宾席 C位上的男子 嘴角邪魅地勾了勾 然后迈开长腿 往台下走 大家发现林一浅的目标 是顾念申 一下子沸腾了 主持人拿着话筒 在台上激动不已 天啊 猫妖小姐走向了我们的故障 顾念申听到主持人提到了她 本能地回过头 发现身材高调的女人 手拿粉色玫瑰 朝她走过来 她微微醋眉 第一反应是排斥 场上所有的闪光灯 齐刷刷地对着她们俩 比敌厅的灯光闪烁的速度 还要快 林一浅 扭着婀娜的腰枝 走到顾念申的面前 根本都不问她愿不愿意要 直接把花往她手里一塞 然后优雅地转身 一只手插腰 走着台步退场了 顾念申看着猫妖 潇洒大气地离开 缓缓低头 看着手里的玫瑰花 老板娘该不会是被苏丹刺激到了 所以伤心了吧 脑海里忽然蹦出齐少东的话 她毫不犹豫地 把手里的花丢到地上 扔烫手的山芋一样 这一幕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 每隔的小顾总 扔了小天后猫妖送的花 扔了万千男粉丝的梦想 大佬就是大佬 别人求之不得的 她不屑一顾 气氛突然有点尴尬 主持人赶紧发言暖场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压轴秀了 将由白妹将有后苏丹 代驾L1设计总监 耗费十年设计出来的蓝精 为大家展现 蓝精是这场秀的主星 也是这个活动的核心 大家的注意力 成功地被主持人给转移了话题 都集中到了台上 蓝精是我们家唯一一款车案系列 是设计师在两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鲸鱼身上得到的灵感 设计理念是最初的心动 是最纯的 也是最美好的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 台上亮起艺术灯光 紧接着 从上方缓缓降下来一把公主椅 椅子上坐着年轻的女孩 身穿白色婚纱 身后两个白色的翅膀 远远看去犹如天使降临 画面唯美地让人窒息 夺人眼球的 还有她脖子上的项链 和耳朵上的吊坠 以及搭在椅子扶手上的 右手中指带着的浅蓝色钻戒 椅子慢慢落地 苏丹举起双手 伸了个懒腰 站了起来 画面立马变成了踢台风 她一只手插腰 走着专业的模特步伐 往踢台最顶端走 顾念身的目光 全程都在苏丹脖子上的项链上 耳边回想着刚才主持人的介绍 最初的心动是最纯的 也是最美好的 她抬起胳膊 胳膊肘架在旁边的扶手上 手很自然地就拖住了腮 是那个春暖花开的早晨 临一起倾哼着顾念身喜欢的歌谣 是那个炎炎夏日 她一身橘色吸引了自己的眼球 抑或那个是秋高气爽的夜晚 月色温柔了她的背影 还是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 林一浅白色羽绒服与血色相融 对路边卖红薯的老奶奶 那一个比阳光还暖的微笑 原来林一浅早已在心中 林一浅戴着鸭手帽 低调地走到贵宾席 看到顾念身目不转睛地 盯着台上的苏丹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美好的画面 嘴角琴着一抹浅笑 像春风如暖阳 让看着都能感觉到 丝丝甜蜜 她谋色暗了暗 收起到嘴边的称呼 对坐在顾念身另外一遍的宋长文 轻轻点了一下头 然后弯腰在顾念身身边坐下了 坐下时 她的手不小心碰了一下顾念身 回忆的画面瞬间在眼前消失 她猛地回过神 一回眼看到身边的女孩 侧眼如画 她眸色又柔和起来 另一只手情不自禁地抬起来 伸向女孩的脸 想要寻找更真实的感觉 念身 猫要送给你的花掉了 另一边 宋长文女士忽然捡起地上的玫瑰花 递给顾念身 顾念身手一抖 搜得收回 目光也一遍从林一浅的脸上移开了 转头懊恼地 瞪着宋长文 是亲妈妈 这时候 另外一边 又响起林一浅的声音 这花 猫要亲手送的吗 她盯着宋长文 送到顾念身面前的花 饶有兴趣地问道 顾念身张了张嘴 不知道要怎么回林一浅 干脆又转头 看着宋长文道 妈 这花不是那个戴面具的女模特 送给您的吗 宋长文女士意识无言 这无耻之徒 是她宋长文的儿子吗 顾念身立即又转头 瞪着林一浅 我不是让你等我吗 跑哪儿去了 凶巴巴的语气 林一浅的脑海里 不自禁地闪出 刚才来的时候 顾念身嘴角难以某温柔 委屈毫无征兆地涌上心头 她的声音比顾念身还大 顾念身 我一直等你 你知道有多累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四集 你愿意换吗 你知道有多累吗 累到无数次想要放弃 可她知道 再累 也只是她一个人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 这会儿又突然委屈 她也清楚 因为她不满足 只是在她身边了 她想要顾念身的目光 在她的身上 害怕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顾念身没想到 林一浅会突然来脾气 被她对愣住了 顾念身瞪着眼 见着林一浅 渐渐红了的眼圈 眼眸中的光芒 变得稀碎 顾念身慌了 直起腰 一只手抬起来 有点不知所措 林一浅吸了吸鼻子 快速地收住情绪 冷漠地将目光 从顾念身的脸上移开 正在这时候 台上苏丹 走到梯台的顶端 正对着顾念身 和林一浅 刚才猫妖出场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猫妖的人上面 而此时 大家的注意力 却都在苏丹的 展示作品上 她手中 拿着一朵蓝色妖姬 停下脚步 她将花 放到鼻子前 轻轻地闻了闻 苏丹会将花 送给哪位呢 主持人开始给大家 制造悬念 将大家的目光 转移到苏丹手中 拿着的花上 不少人目光 不由自主地 看向了顾念身 毕竟 今天的头条 被他们俩 占满了 在大家好奇的目光之下 苏丹双手提着裙摆 一步一步 走向台下 静止往顾念身 那个位置 空气 突然安静 这苏丹后 不会这么大胆 当着人家正式的面 给人家老公 献花吧 顾念身看着 走过来的苏丹 她眼睛瞪了瞪 强烈地求生欲 让她下意识地 转头看黎一浅 张着嘴 觉得该说点什么 可又不知道 要说什么 纠结中 苏丹拿着花 到了他们面前 气氛安静地 有点诡异 大家都很有默契地 屏住呼吸 不知道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些外国人 虽然不明所以 但也很配合地 露出了紧张 期待的表情 顾念身抬起 靠林一浅这边的胳膊 胳膊肘架在扶手上 她的初衷 是想去拉林一浅的手 可最终 还是没做到那一步 中途抬起手 拖着腮 她面上给人感觉 波澜不惊 实则内心 早已经波涛汹涌 苏丹站在 顾念身的面前 目光先看着顾念身 就在大家都以为 她要把花 送给顾念身的时候 她忽然抬起手 把花送到了 林一浅的面前 这花 当然要送给顾太太了 她双手拿着蓝色妖姬 对林一浅露出一个 大方优雅的笑容 顾太太你说过 让我好好讨好你 文言 林一浅立即转头 天真又无辜地 看着顾念身问道 顾念身 她想用一朵花 她跟我换你 你 愿意换吗 她的眼睛 生得特别水灵 尤其半无辜的时候 真的好像汪了水在里面 一点点伪装的痕迹 都看不到 什么情况 顾念身皱眉 一脸问号地 看着林一浅 可大致的意思 大家都听懂了 就是苏丹 想翘林一浅的墙角 这花给她 是为了讨好她 接近顾念身 说通俗点就是 苏尹后是小三 要抢她老公 苏丹尴尬的 脸色变了变 对林一浅 硬挤出微笑 顾太太 这种玩笑 怎么能随便开啊 她眸底划过一抹恨意 话音顿了顿 又接着道 不过顾太太 喜欢开玩笑 我是知道的 刚才还跟我们说 林是起了娜娃 做代言呢 说着 她目光绕着场上 扫了一拳 嘴角勾着一抹讥讽 文言 大家都很惊讶 别说现在 林一浅和宋长文 婆媳俩正在较量中 顾念身不能插手 就算林氏背后 有每隔撑腰 但也不至于请娜娃 这么大的腕来代言吧 林氏的林犬 在国内 都只能在一线 和二线之间徘徊 而娜娃 是什么级别的腕 要说每隔自己请娜娃 还差不多 林犬太掉身价了 纳娃的经纪公司同意 纳娃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有人站出来 给苏丹作证 是的 活动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听到 顾太太这样说的 看来顾少夫人 真的吹牛了呀 大家都在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唯独这边 顾家三人淡定如斯 宋长文的淡定 完全是因为 对顾念生这个儿子的了解 我好像听到你们提我的名字了 呼的 某个角落里 传来一个 嗓音略显低沉的 年轻女人的声音 大家的目光 纷纷朝声音的主人看去 灯光也在这时候 突然变得明亮 大家看到声音的主人 惊呆了 二十四五岁左右的 白种人女孩 一米七多的个头 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蔚蓝的眼睛 像是晴空万里的天空 让人第一眼 就有心动的感觉 国际巨星 世界电影节影后得主 等等等等头衔 数都数不完 天 是那娃 那娃真的来了 那不是那娃吗 今晚真是太刺激了 不如要和那娃都来了 场面顿时沸腾起来 都已经忘了 这是LY的珠宝秀 带着LY十周年 巨作蓝鲸的苏丹 完完全全的被忽视了 看到那娃 苏丹眼睛一亮 他脸上略带讨好的笑容 看着那娃 那娃 是真的给林氏代言了吗 不等那娃回她 她嘴角已经扬起一抹痛快了 她笃定那娃 不可能给林氏一个 连国内一线都挤不尽的 护肤品牌代言的 就坐等那娃的回答 打林一浅的脸了 大家也都很期待那娃的回答 想知道 林一浅到底是不是在吹牛 只有顾念生 目光全程都在身边的女孩脸上 她想牵起她的手鼓励她 可看她那副胸有成竹的淡定模样 她再一次犹豫了 她也从林一浅的淡定中明白了 有没有自己她都能请到那娃 都不会让苏丹在这里打她的脸 在大家的期盼中 那娃开口了 我用过他们家的产品 很好用 就在今天傍晚 我们已经签约合作了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苏丹瞪着眼看着那娃 不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 这时候 林一浅站了起来 微笑着对苏丹道 苏小姐 实在很抱歉 只能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合作了 她的笑 像是胜利的旗帜 在苏丹面前挥舞 这脸被打得 都要肿了 苏丹有点恼羞成怒 脸上勉强的笑容还在 要不是千惠介绍 你们林氏的产品 我还未曾听过呢 她还在尽量让自己 保持气度 遍布改色地往下说 不过那娃姐仍后 愿意给你们代言 我应该要恭喜你 苏丹对林一浅点了一下头 准备转身回台上了 如果有地缝 她现在肯定钻地缝走了 既然想恭喜 那就来点成业吧 顾虐身站起身 看着苏丹的背影 懒洋洋地道 听说苏小姐 是舞蹈课班出来的 不如借这个舞台 给我老婆跳着舞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五集 你是什么东西 顾虐身说着 她伸手搂出一旁 连衣浅的腰 在注目睽睽之下 把她拉进了怀里 啥 让一个影后 一线级别的大腕 给自己老婆献舞 这也太侮辱人了 很多人都觉得 顾虐身太过分了 但没有一个人 敢表现出来 毕竟 吃瓜群众 就该做一个 敬业的吃瓜群众 事不关己 没有必要得罪大佬 林依浅诧异地 看着身旁的男人 她笃定 她不会公然不给她面子 去帮苏丹 但没想到 她会直接出面 而且 还想出这么损的办法 让苏丹一个 一线大腕 给她献舞 苏丹脸上 再也挂不住了 她咬着牙 冷冷地回顾虐身 库总说笑了 我今天是来走台的 她说着转身 继续往前走 顾虐身轻笑一声 讽刺道 你这张走秀五百万 我给你一千万 为我老婆跳支舞 比走秀赚得快多了 苏丹转身 怒瞪着她 顾念山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顾念山脸色也一沉 整个会场的气温 都随之而降 气氛紧张地 让人连呼吸 都要斟酌 顾念山冷声道 打电话问问你们经纪公司 没经过我同意 就用我来编故事 炒作上热搜上头条 现在是不是该到 报恩的时候了 让他们旗下的艺人 给我夫人跳支舞 很过分吗 原来是苏丹的经纪公司 利用顾总在炒作 这苏丹的经纪公司 也太恶心了 这样利用一个 已婚人士来炒作 考虑过人家老婆的感受吗 简直刷新了人类的三观 苏丹脸色发白 有点hold不住顾念山的气场 以及大家的议论 他的经纪人健壮 在台下坐不住了 赶紧过来协调 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 人高马大的 在娱乐圈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经纪人 苏丹能有今天 他这位经纪人 功不可没 能混到这一步 说话做事 肯定是很圆滑 很聪明的 他陪着笑 走到顾念山的面前 顾总啊 那些新闻啊 都是媒体乱写的 我们单单也是无辜的 顾念山冷哼道 是吗 经纪人赶紧转了话锋 当然 这件事啊 我们公司没能在第一时间 站出来澄清 的确有很大的责任 我在这里 代表我们公司 代表苏丹 跟顾总道歉 道完歉 他还九十度弯腰 态度十分诚恳 然而顾念山 并没有动容 表情反而越发的冷酷 你是什么东西啊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再看顾念山 眼里或多或少的 多了一丝害怕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还有外国人 直接不留情面的 开口骂 还有什么 是他做不出来的 不过很多人都觉得 苏丹和经纪人 一点都不冤枉 在捆绑人家炒作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到要脸 经纪人脸色 难看到了几点 可他很清楚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星海 是他每隔的地盘 更清楚 顾念山 既然提到炒作的事情 肯定就有十足的证据 顾念山没再理会经纪人 目光又看向苏丹 毁我名声 破坏我们夫妻感情 还我老婆吃醋生闷气 这些损失 只要苏小姐 肯为我夫人跳支舞 我就可以既往不救了 说着 他搂着林依浅腰的手 手指尖往里扣了扣 同时手臂 也在用力往里面收 两人越贴越紧 林依浅单独看 个子很高 身材高挑 可这样被顾念山 搂在怀里 一下子就变得娇小 反之 顾念山被他的娇小 衬托得格外的霸气伟岸 两个人站在一起 说不上哪里般配 可就是让人觉得 他们就该在一起 就是觉得 他们是为彼此而生的 越看越养眼 谁说顾总 不待见新婚妻子 谁说他不疼老婆的 娱乐圈里 富豪界里 有几个已婚男人 被传了绯闻 能搂着自己的老婆 当着这么多媒体 这么多人的面 为自己成亲的 简直就是 户漆狂魔好吗 而林依浅心里 却呐喊着 MMP 他们哪里有什么夫妻感情 他又什么时候 吃醋生闷气了 顾念山张口就能编故事 是之前拟好了大纲的吧 可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像是突然get到了重点 林依浅再次仰起头 看着身旁的男人 冷酷傲慢 还是那个顾念山 没有什么地方不同 见顾念山游眼不尽 苏丹的经纪人 只好在苏丹的身上 下功夫了 苏丹心高气傲 当然不肯为林依浅献舞 这一跳将会成为 他一生的耻辱 连头都会抬不起来 他恼羞成怒 干脆豁出去了 看着顾念山 痴笑道 顾念山 你就不要在人前秀贾恩爱了 你亲妹妹都说 你和林依浅是分床睡的 因为她是你舅舅的女人 十八岁就跟你舅舅跑去国外 不知道被你亲舅舅睡了多少次了 你嫌恶心从来没有碰 苏丹的话越说越不堪弱耳 林依浅眼中划过一道冷冽的光芒 正准备举手的 忽然一个人影冲过来 一只手朝他先一步 落在苏丹的脸上 啪的一声 清脆地让旁观者的脸上 都一阵火辣 林依浅诧异地瞪着 突然出现的宋长文 宋长文冷逆着苏丹 小姑娘 你心嘴不够臭 可以去吃屎 但话不能乱说 一句带着威胁的警告 让苏丹脖子一缩 张着嘴 脸憋得通红 众人皆很惊讶 这一家人 一个都惹不起啊 老江辣 后浪补 不过林依浅只是惊讶 宋长文竟然会直接动手 并不惊讶 他会出面 毕竟苏丹一下子 侮辱了顾念生和宋长林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亲儿子 一个是他的亲弟弟 苏丹的脸清晰地出现五个指印 鼓了起来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苏丹的经纪人这时候 连屁都不敢放一下了 林依浅愣了一会儿 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转头看着身边的顾念生 看到他的脸 他错愕地张嘴 顾念生 谭老公 顾念生转头 低沉的嗓音 给了林依浅一声警告 下一秒 他抬起一只手 霸道地 拖起林依浅的下巴 冲着林依浅两半红唇 吻了上去 丝丝薄粮 从他的唇半 传递给林依浅 他张着嘴 一下一下地啃着林依浅的唇 一双眼眸 深不见底 叫林依浅看不出丝毫情绪 只能从他的腕中 感觉到 他的愤怒和霸道 忽然 顾念生又抬起另外一只手 放到林依浅的腰后 用力往上一勾 两人身体紧密地贴在一起 这个动作 让林依浅本能地点脚 林依浅的思绪被打断 感觉到周围的目光 他有些慌乱 抬起手 本意是想推开顾念生的 可此时 顾念生的心跳 他身体的温度 他身上的味道 林依浅都能清楚地感觉到 这些都是他一直以来渴望的 林依浅的动作 鬼使神差地停顿了 他看着顾念生的眼眸 犹如万丈深渊 可即使是深渊 他还是不顾一切地 跳了下去 并且一直在深渊里等待 期待深渊里 也能萌芽 这时候 他的脑海里没有了小鱼 只有眼前这个 主宰了他整个青春里 所有喜怒哀乐的男人 曾经的少年 他的一个眼神 一个微笑 就能在他心里 激起惊涛骇浪 回忆一幕幕地 出现在林依浅的脑海里 酸涩的 甜蜜的 让他的青春 有了别样的色彩 他悬在半空的手 情不自禁地 贴上男人的背 紧紧地抱住他 他恨自己力气太小 不能把顾念生 揉进骨子里 不能把他身心 都占为己有 眼睛不知不觉湿润 打湿了睫毛 一滴眼泪 挂在了眼角 顾内身捕捉到 身体一僵 紧接着 便从疯狂的极度中 回过神来 唇猛地撤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红与黑 总在一线间 炙热的遗憾 也好过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六集 她的温柔 都是戏 林一浅睁开双眼 对上的是顾念身 一双冰凉的眼眸 她也像是突然 从梦中清醒 手从她的背上滑下 准备收回的 顾念身忽然扣住 她左手手腕 牵着她的手 又把她拉进怀里搂着 面带微笑地 扫过媒体们的 摄像镜头 目光又看向苏丹 和她的经纪人 我很佩服 苏小姐的勇气 不过接下来 苏小姐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会使苏小姐 勇气的很多倍 说完 她拉着林一浅 飞快地往出口走 林一浅任由她拉着 目光全程盯着她的侧脸 她的温柔 都是戏 而林一浅 却入了戏 顾念身给的灵感 却让她一个人 演着独角戏 出了会场 顾念身松开 林一浅的手 林一浅回过神 下意识地把那只刚才 被顾念身牵着的手 往后收了手 抿着嘴角 低下头 顾念身垂眸 冷淡地逆了眼 林一浅 唇半冷印的 敏折 没有开启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带着几个人 形色匆匆地 往他们这边走过来 看到顾念身 男人脚步 又加快了 一脸抱歉地 看着顾念身道 顾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林一浅认识这个人 国内娱乐圈的大佬 景色传媒的太子爷 景玉玲 就是苏丹所在的 经纪公司 看到景玉玲 到顾念身面前 点头陪笑 林一浅内心里 不禁感叹 每隔阵的太子爷 强大的基业 碰到了强大的同龄者 注定是要傲视群雄的 顾念身看着景玉玲 冷哼一声 哼 你们旗下的艺人 很厉害啊 她脸色冷了几分 说完 她立马迈开长腿 朝通往外面的出口走去 对她的背影 景玉玲仍然陪着笑道 我一定做得让顾总满意 跟顾念身保证一句 景玉玲收回目光 看到林一浅 她的脸上 又露出微笑 希望我们公司的艺人 对顾太太多有冒犯 还请顾太太海涵 很官方的道歉 林一浅弯淡淡淡一笑 没有说话 然后也抬脚 跟上顾念身的脚步 两人一前以后 中间隔了两步距离 他们从侧门出了商场 现在是九点多 新海广场上 人少了很多 但炫彩的灯光依旧 繁华依旧 顾念身的司机 原本在活动场地的出口等着的 这会儿 也跟着顾念身和林一浅 一起出来了 车子就停在路边的停车位 顾念身脚步走过去 拉开车门 没有上车 只是从储物阁里 把一盒烟给拿了出来 抽出一根 叼在嘴里 司机忙不迭地从车里 翻出打火机 递给了他 烟点着 顾念身两根手指拿着 深深地吸了一口 然后仰头 吐出白腾腾的烟雾 试图将心口的烦闷 也一并吐出 这是林一浅第一次 看顾念身抽烟 一扫他心中 那个干净清冷的印象 此时的顾念身 被阴雨笼罩 那皱着的眉头 似是有解不完的烦恼 林一浅双手交握 就这么站在他的面前 望着他 看着他一口接着一口的吸烟 突兀 直到一根烟到了尾部 顾念身随手将烟头 丢在地上 用脚尖碾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 没有看林一浅 目光直接投向司机 送他回家 淡淡地吩咐一句 他掏出手机 准备给谁打电话 还是没有看林一浅 林一浅抿了抿嘴角 低头的一瞬 掩饰不禁流露出的苦涩 然后他抬起头 看着顾念身 轻轻地摇头道 不用了 你让司机跟着你吧 我要接那娃 跟他商量一下工作 他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等顾念身什么反应 他立即转身 返回商场 步伐从容 好像他的内心 毫无波澜 进了商场 林一浅加快脚步 一口气上了二楼 找到卫生间 钻了进去 站在洗手台前 他打开水龙头 弯下腰 用双手捧着冰凉的自来水 不停地往脸上泼 使自己清醒 直到整个面部都开始麻木了 他的手才重重地按下水龙头 花花的水声停止 他直起腰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笑了笑 脚步懒散地 往后退了两步 靠在墙上 胳膊上挂着的小包里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 打断了他的矫情 他不急不慢地掏出手机 来电显示 那娃 他忙收拾好情绪 深吸一口气 接电话 喂 听筒那边 传来那娃熟悉的声音 亲爱的 真的很抱歉 都没能当面跟你打一声招呼 抱歉的语气 更多的是遗憾 无意间给了林一浅 一丝安慰 林一浅皱眉 笑着说道 你能来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 我已经在我的所有公众平台 宣布了合作的事情 拍摄工作 我直接在这边跟白色交流 好 对了 那娃在那边忽然想到什么 有件事情我觉得要跟你说一下 啊 什么 你那个帅老公在活动开始前来找过我 文言 林一浅很诧异 他去找你干什么 他让我给你们交公司代言 代言费 他直接开了一个亿 一个亿 林一浅称目 不可置信 可又深信 那娃不可能骗他 但姑念深 又是为什么呢 那娃的声音 又在听筒里响起 他还是很帅的 你可以先和他做泡友 聊不到几句 这家伙的本性就露出来了 那娃在那边还要说什么 林一浅忙打断他的话音 亲爱的 你时间宝贵 我就不耽误你了 我爱你 挂了 他说完 立马就要挂电话 那娃在那边争奋夺秒的 继续往下说 宝贝 你一定要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那么帅的男人 如果身心让我二选一 我手选身体 林一浅不想再听下去 直接点了挂断 然后对着手机屏幕 呸了一声 18岁 他就知道先选身体了好吗 跟那娃聊了几句 他的心情忽然好了很多 有这样一个朋友在身边 真的很好 平时不常联系 但总是在关键时候出现 不过 顾念生怎么会想到 去找那娃呢 林一浅放下双手 右仰头靠在墙上 脑海里浮现出的 是刚才他和顾念生 亲吻的画面 还是那种感觉 苦涩中 带着丝丝甜蜜 真希望糊涂点 那样 他就能开开心心地 做顾念生的顾太太了 商场十点半关门 这会儿已经很冷清了 林一浅下楼 从正门出去 右边忽然出现一个 熟悉的声音喊他 小林总 也就方赫阳一个人 会这么称呼他了 他停下脚步 目光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方赫阳穿着湖蓝色T恤 黑色的鸭舌帽反戴着 眼睛上的眼镜不见了 那股子书生气也随之消失 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的声音 和对他的称呼 林一浅真的都不一定 能一眼认出来 方赫阳的身边 还跟着两个年轻男人 穿着打扮的风格 和方赫阳也差不多 都很潮 见林一浅转头 往他那边看 方赫阳加快脚步 小跑到林一浅身边道 好巧啊小林总 他咧嘴 笑得露出了 洁白整齐的牙 给人的感觉 很干净 很阳光 见他们好几个人 林一浅对方赫阳 点了一下头 准备走人的 方赫阳右手边那个人 忽然往前一步 盯着林一浅 仔细看了一眼 然后脸上露出了 暧昧的笑容 问方赫阳道 太阳 这美女谁啊 另外一人紧跟着接话 我看着有点眼熟 不知道在哪见过 美女我是认真的 这绝对不是我的搭讪方式 我没那么土 通过这两个人 再看方赫阳 她的脑海里 自动蹦出两个字 顽固 其实那天 看方赫阳那摩托车 就知道了 对她绝不能凭第一印象 她没有接纳两个人的话 微笑着对方赫阳道 记得你明天一大早 要去旗舰店 不要迟到了 方赫阳点头保证 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迟到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扣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方赫阳身边 两人问话无果 其中一人 直接拿出手机 呵呵笑着问林一浅 美女 方便加个微信吗 不等林一浅说什么 方赫阳测量一个 警告的眼神投向她 你们两个可以滚了 她的脸色 是真的冷了 连林一浅看着 都微微一惊 前一秒 还是顽固自己 是二世祖 下一秒 说严肃就严肃 她两个朋友 连忙收起嬉皮笑脸 收了手机 好好好 我们走了 说着 他们迅速溜了 方赫阳看着 那两人的背影 不悦地粗了粗眉 然后 目光又回到 林一浅的身上 脸上那阳光的笑容 又重现了 小林总 你是来参加LY的活动的吧 嗯 林一浅的身份 方赫阳肯定是知道的 所以她能猜到 林一浅是来参加活动的 一点都不奇怪 不过能在这里碰到她 林一浅觉得 倒是很巧 方赫阳问道 那小林总 你见到猫妖没 她脸上的表情 忽然变得激动 双眼含着羡慕 这家伙 也是她的粉丝吗 林一浅皱眉 试探的语气 反问方赫阳 嗯 见到了 干什么 猫妖我女神啊 方赫阳说着 笑眯眯地凑近了林一浅一点 又接着问道 是不是传说中的三维傲人 眼睛勾魂 林一浅黑脸 无语地盯着方赫阳看了一秒 然后点头道 嗯 勾你这种顽固子弟 应该一勾一个准 果然男人的专注点 都是一样的 不分年龄 方赫阳皱眉道 我哪是那么肤浅的人啊 我喜欢的是她的声音 她直了直腰 表示自己是正经的 然后她又垂眸 逆着林一浅的脸 略带讨好的语气道 再说了 再好看也没我们小林总好看啊 林一浅文言 歪着脖子 好笑地看着方赫阳 问道 你又没见过猫腰本人 怎么知道 她没我好看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拿她跟猫腰比的呢 还是比长相 方赫阳说道 要是好看啊 为什么戴面具啊 这天下哪有女人好看 不想露出来给别人看的 她说得很绝对 林一浅笑了笑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是国防大学毕业的 为什么不去 为国家效力啊 她很突兀地换了个话题 让方赫阳猝不及防 方赫阳惊讶地愣住 小林总你 林一浅倾笑一声 你给公司那个 T大毕业证书 花了一百块都不到吧 怎么可能 我花了五百 还他们坑了我一包 方赫阳急了 说着说着 他后知后觉 傻眼了 再看林一浅 嘴角一抹浅笑 脚霞腹黑 方赫阳有些懊恼 皱着眉头撇撇嘴 然后一脸无奈地道 我这不是 怕我那毕业证书拿出来 跟公司招人要求不对口 才做了个假证嘛 他说完 看着林一浅 他还是那样的笑容 好像能洞察一切 让人不敢留秘密 他又抓抓后脑勺 继续无奈地说道 你看我这样 哪能为国家效力啊 那会害了国家的 我大学都不是我自己选的 我们家方首长逼的 这下 算是彻底暴露他的家底了 林一浅满意地点点头 嗯 明天记得准时上班 说着 他转身 大步朝路边走 步伐看上去略得意 方赫阳看着 脸上的表情 渐渐渐由纳闷 变成了 饶有兴趣 妈 林一浅走到路边 准备拦出租车的 忽然一辆白色的保时捷 在他面前停下来 后排座车窗开着 里面赫然坐着 宋长文女士 正用犀利的眼神 看着她 她静得喊了一声 宋长文深沉地开口 刚才和你说话的男人 是谁 林依浅知道 他问的肯定是方鹤阳 如实回答 哦 公司的员工 记住自己已婚的身份 还嫌流言蜚语不够多吗 宋长文冷冷地提醒林依浅一句 然后又皱眉训斥地语气问道 还不上车在干什么 上车 林依浅愣了愣反应过来 忙不迭地开车门坐上车 宋长文的秘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后面就林依浅跟宋长文两个人 大风大浪他都见过 这个时候竟然有点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跟宋长文这样近距离地接触 以前无数次想象将来要怎么跟他相处 还发过誓一定会对他跟亲妈一样 不过想完又会笑话自己不要脸 因为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这一天 林依浅拘谨地并拢双腿 手搭在腿上 目光有一往窗外看 宋长文的声音忽然响起 你和念申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听到宋长文提到孩子 林依浅转头 有些激动地看着他 妈 你想抱孙子吗 宋长文不屑地冷哼道 哼 我要是想要孙子早就抱上了 我是看你们现在的情况 认为有个孩子 你们这婚姻会更稳定一些 念生的大伯和二伯 也少了一个找茬的理由 林依浅没有听宋长文后面的话 只停留在那句 我要是想要孙子早就抱上了 他弯纯略带感慨地长叹 是啊 他们没想到 老爷子会在临死前 下这么一道圣旨 不然 他或许真的 已经有别的孩子了 想着林依浅的心 一阵脚痛 哼 我说的话呢 宋长文看着林依浅 若有所思的样子 很不满 准备训斥他的 前面的秘书忽然转头 打断他的话音 文姐 姜姨来的电话 说着 他将手里的手机 递给宋长文 宋长文立即伸手 接过手机 放到耳边 接听电话 喂 美红啊 姜姨是什么人 竟然能让宋长文这么积极地 接他的电话 林依浅疑惑着 宋长文 突然面色大惊 什么 那宋医院去了没有啊 念生过去了是吧 不知道对方说的什么 宋长文紧张地点头 好 好 我一会儿过去 能让顾念生 大晚上都跑去医院 让宋长文这么紧张地 难道是宋家老太太 抑或是顾念家 想到会不会是顾念家 林依浅担心起来 这时候 身边宋长文电话结束了 他锁上手机屏幕 着急地对秘书道 夏夏又发高烧了 你快点把他送回家 然后送我去万海医院 林依浅放在腿上的手 猛地一颤 转头看着宋长文 念生过去了是吧 林依浅愣了许久 久到宋长文 似乎都察觉到 他的异样了 准备往他这边看 他忙不迭地转头 看向窗外 一双手 食指弯曲收紧 攥着拳头 指甲都快要扎进肉里 林依浅坐在桌子前 电脑合上又打开 打开又合上 他这次合上之后 干脆推到远处 然后往桌上一趴 把桌上的小闹钟 拿到面前 都十二点多了 顾念生应该 是不会回来了吧 他笑了笑 把钟也推远了 果断地起身 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 想着顾念生 反正也不回来了 转身直接往身后的 大床上一扑 抓起右边的枕头 把脸深深地 埋进枕头里面 闻到熟悉的味道 他胶着不安的情绪 渐渐平缓下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Can't catch your light You fly away Leave all the things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58集 她好像生气了 林依且吸了吸鼻子 闭上了眼睛 睡梦中 她感觉 有一双手在抱着她 她特别贪恋那种 被抱着的感觉 竟然一觉睡到了 自然醒 睁开眼睛 外面透过窗帘缝隙 照进来的光线 已经是金色了 她举起手 迷迷糊糊地 伸了个懒腰 然后豪迈地 往两边一放 什么 右手感觉打到了人 她惊得转头 对上男人一双 幽怨的黑眸 是做梦吗 林依且往后退了一点 盯着男人的脸 又愣了愣 然后一咕噜爬起来 伸手按了一下 窗帘遥控开关 窗帘自动打开了 房间里亮堂起来 顾念生身上 昨天的衬衣袭裤 原风不动地穿在身上 躺在那里 呃 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心里竟然很没尊严地 划过一丝喜悦 不过 她深爱顾念生 一向如此卑微 顾念生在茫茫人海中 不轻易看她一眼 都能让她心情好一整天 甚至一个星期 林依且的反应 让顾念生脸上 闪过一抹不悦 她坐起来看着她 冷笑着问道 你是不是没想过我会回来 林依且准备说是的 可总感觉顾念生 问她的那个语气 她如果说是 她会不开心 于是 她轻轻摇头道 不是的 只是以为你昨晚 应该不会回来的 她后面的声音很小 说完 她立即低下头 顾念生问道 所以你才能睡得那么踏实 问完她不等林依且回答 冷哼一声 转身下床 感觉好像顾念生 生气了 林依且抬起头 不解地看着顾念生 顾念生没有看她 低着头 再解衬衣扣子 林依且的注意力 又放到她身上 没换的衣服上 没换衣服 也就是说 她昨晚回来 没有洗澡 正想着这个问题 顾念生霸道冷酷的声音 忽然又响起 去给我放水 你要洗澡吗 顾念生没好气地挑眉 不然你认为我要养鱼啊 哦 好 林依且突然控制不住地兴奋 点点头 立马下床 穿上拖鞋往卫生间跑 一阵风一样 从顾念生身边走过去 顾念生的目光跟着她 直到她转身 进了卫生间 紧接着 里面传出花花的水声 顾念生的嘴角 不自禁地扬起 林依且打开了淋浴水龙头 躲得不及时 脸上和额浅的头发 都被喷了水 她随便用手抹了抹 然后转身 出了卫生间 在卫生间门口 跟顾念生 撞了个正招 此时顾念生身上 只裹着一条浴巾 锁骨胸肌 以及腹肌完完全全地 露在林依且的视线里 她有些惊讶 五年 她的身材 竟然变化这么大 那时候 她喜欢打篮球 但还是很轻瘦 骨头都个人 想到那一次 林依且的脸颊 燃烧起来 泛起了一朵红韵 顾念生 微微皱起眉头 语气 却是说不出的得意 看高了吗 林依且这才反应过来 忙不迭地将视线 从顾念生胸膛移开 哦 我去给你拿衣服 你要穿哪件衬一样 她低着头 从顾念生身边跑过去 一头钻进了储物间 顾念生漫不经心地 回她两个字 随你 然后进了卫生间 没过一会儿 外面传来林依且的声音 我拿好了 放在床上了 顾念生没有回她 洗完澡 她裹着浴巾 出了卫生间 看到整齐地 铺在床上的衬衣西裤 她毫无防备的心计 脚步顿了顿 然后缓慢地 走到床边 微微弯腰 手指尖在衬衣上面 轻轻地滑了滑 嘴角轻扬 一抹温柔 在脸上逐渐样开 她双手拿起衬衣 往身上一套 赤着脚 走到镜子前 对着镜子 修长的手指 慢条丝里地扣着扭扣 第一次 不讨厌扣扣子 不是节假日 机场的人不是很多 目送一行人 推着轻瘦的女孩 进了安检 宋长文不舍得 收回担忧的目光 对着姑娘生 叹气道 现在最不能让我安心的 就是夏夏了 一旁的秘书 开口安慰她 文姐 夏夏那么好的姑娘 这次去美国做手术 一定会成功的 姑娘生也跟着道 那边不是说了吗 最后一次手术做完 就好了 希望如此吧 几人说着 边往停车场走 上车之后 姑娘生和宋长文 坐在后面 刚关上车门 姑娘生听到 好像有人在敲门 可她往外面看了看 又没看到 她皱了皱眉 不打算理会 接着又传来嘟嘟两声 是谁在恶作剧 她冷着脸打开车门 看到一张熟悉的小脸 她面色一惊 天哪 是她开门的方式不对吗 她赶紧要拉上车门 小家伙一双小手 死死地抓着车门边缘 不让她关门 嘴里还兴奋地喊道 姑叔叔 我都看到你了 姑娘生皱眉 强行把她的小手掰开 关上车门 外面传来小家伙的声音 你是想跟我挖朵猫猫吗 我挖朵猫猫很厉害的哦 姑娘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时 一旁的宋长文疑惑地问她 娘生 那孩子是谁呀 姑娘生摇头道 你这小王八 不用理会 外面又传来小鱼兴奋的喊声 姑叔叔 我躲好了 你可以出来找我了 不是说现在的小孩子都早熟吗 这家伙怎么这么幼稚 姑娘生不打算理会 对前面的司机吩咐道 赶紧开车 不行啊少爷 那小孩就躲在车轮子旁边了 姑娘生黑着脸 咬牙切齿 他推开车门下车 一眼看到蹲在后车轮旁边的小家伙 身上穿着鹅黄色的T恤 把他的皮肤 衬得分外的粉嫩白皙 几天没见 他似乎长肉了 更像个肉团子 一双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 姑娘生不知怎么了 那烦躁的情绪 突然烟消云散 蒸浪间 小家伙突然起身 飞奔到他身边 一双肉肉的胳膊 抱着他的腿 乃声乃气地撒娇道 顾叔叔 小鱼好想好想你呀 又抱他的腿 顾念生懊恼低头 可看到小鱼的脸 他的心又忍不住软了 很奇怪 难道是因为他这些天 一直都在想跟林一谦 生孩子的原因吗 宋长文很好奇 这是谁家的孩子 竟然敢亲近姑娘生 身边的小孩子见到他 可都是吓得掉头就跑的 背后喊他大魔王 他下车 看到林小鱼 惊得瞠目 林山 这孩子 他意识到场合 话音停顿 然后压低了声音道 长得怎么有点像你呀 顾念生皱眉 郁闷极了 你们都是什么眼神 他也低头 看看林小鱼 鼻子眉毛眼睛 哪一点像他了 顾念生的反应 让宋长文松了一口气 但又有点失落 他目光回到小鱼身上 看着他小脸粉嘟嘟的 第一眼看到 真的有点像啊 可他又很清楚 自己儿子的为人 不可能在外面乱来的 更不会糊涂到 让哪个女人给他生孩子 而且都这么大了 他们还不知道 这么一想 他彻底打消了 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的猜测 正好林小鱼笑着 跟他打招呼 阿姨你好 我是小甲鱼 你也认识我顾叔叔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五十九集 想要顾叔叔 当小鱼的爹爹 小家伙很有礼貌 乃生乃气的 特别惹人心疼 即使是商场上的女魔头 心都忍不住融化 宋长文微微弯腰 笑着对小鱼道 你要是喊他叔叔啊 就不能喊我阿姨了 看到宋长文 对小鱼的态度 顾念生有点惊讶 他竟然会搭理 一个小屁孩 还是他认识的 大宋总吗 小鱼不解地 歪着脖子 问宋长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他的妈妈 那我应该喊你 小鱼咬着手指 想了一下 想到了 眼睛一亮 声音清脆地喊道 我喊你奶奶对吗 说完之后 他又盯着宋长文的头发 疑惑道 可是 你长得不像奶奶 像阿姨 奶奶不是应该有白头发 脸上还有皱纹的吗 虽然他的话有点绕 但意思很明确 在夸他年轻 宋长文忍不住 哈哈笑起来 现在的小孩子 真是可爱 他忍不住伸手 在小鱼的脸颊上捏了捏 很宠溺 然后直起身 对顾念生说道 哎呀 我看你呀 也是时候要一个孩子了 这样 会更扎实一点 顾念生嫌弃地皱起眉头 不要 烦死了 他垂眸 捏了眼林小鱼 小家伙一双手 捏着他的裤子缝 玩得不亦乐乎 这家伙 到底有没有 把别人的情绪 当回事啊 看不出来他现在很生气 要把他丢出去吗 顾念生手握着拳头 手背上的青筋 都鼓了起来 他凭着最后的一丝耐性 咬牙切齿地 警告林小鱼 小王把你快松手 再不松手 我打你了 欠他恐吓小孩 松长文女士 不满地责备他 哎呀 你别总是对小孩子 一副凶巴巴的模样 这样 不利于你以后 跟自己的孩子相处 顾念生皱眉 埋怨的语气 记忆中 我小时候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松长文女士 一点愧疚都没有 慈母多败儿 慈父就不一样了 永远不要试图跟女人 讲道理或者评理 无论是老婆 还是妈 好喜欢顾叔叔 想要顾叔叔 当小鱼的爹地呀 本来在玩裤子的小家伙 一双小手 忽然抱紧他的腿 小脸也贴上他的腿 轻腻地蹭了蹭 肉乎乎的 隔着裤子布料 都能感觉到柔软和粉嫩 顾念生从来没有这么纠结过 明明内心很窝火 却又有种 怎么发火 都是拳头打在棉花上的 无可奈何 太阳头 对着天空 吐了一口气 把心中的火 给压了下去 宋长文看着小鱼 可爱的小脸 越看 越爱心泛滥 又忍不住伸手 摸摸他的小脑袋 这孩子真有意思 你在哪认识的 他抬起头 这才想起来问顾念生 和小鱼是怎么认识的 顾念生嘴巴两边撇撇 不说话 宋长文感觉很微妙 更加的疑惑了 怎么了 这时候 他们下方传来林小鱼 清脆响亮的声音 在厕所 这小子要干什么 顾念生警惕地低头 看着林小鱼 厕所 宋长文好笑地 对小鱼挑挑眉 然后又看向顾念生 跟他求证 是不是真的 在厕所认识的 顾念生脸色很难看 还是抿着嘴巴不说话 林小鱼的声音 接着响起 顾叔叔 可以 小家伙一脸崇拜 边说 还边张开双臂 做笔画 可画到一半 就被顾念生的大手 捂住了嘴巴 小家伙 小家伙嘴里 支支吾吾地反抗着 顾念生咧嘴 对他露出 森森的白牙 叔叔带你去买冰淇淋 他今天一定要好好 跟这个小王八谈一谈 一定要谈到 他不敢再想起那件事 说着 他一只手松松地 把他抱起来 听说要去吃冰淇淋 小鱼眼睛一亮 激动地猛点头 一双小手和小腿 很配合地 分别勾着顾念生的脖子 和盘着顾念生的身体 这样一来 就显得顾念生 抱得很专业 宋总先回去吧 我让七少东来接我了 顾念生对宋长文 打了声招呼 转身往机场里面走 诶 念 宋长文想跟上去 喊顾念生的 可秘书凑过来 小声提醒他 文姐那边在催了 他只好停下脚步 可目光还是舍不得 从顾念生身上移开 顾念生单手轻松地 抱着小鱼 小鱼乖巧地 趴在他身上 那幅画面 竟让宋长文觉得 特别地向往 文姐 见宋长文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秘书有小声地提醒 宋长文收回目光 转身回到车上 边走 边笑着问秘书 哎呀 念生也不是没有孩子缘吧 问完之后 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顾念生的身影 已经看不见了 秘书在一旁点头 是的呢 两人边聊边上车 宋长文坐在后面 看到车前面挂着的红色平安符 他脸上又露出愁容 自责道 哎呀 要是我早一点放手 或许他和夏夏 也有孩子了 他一直看着那平安符 眼里露出心疼 秘书也心疼地说 哎 夏夏也是个命苦的孩子 从小就没有了父母 和念生一块长大 没想到 他知道 后面的话不该往下说 很有分寸地省略了 看得出来念生结婚 对他打击太大了 不然病情不会突然嫁重的 听了秘书的话 宋长文更加地愧疚 以后控制住所有关于念生 和林一寝的新闻 我会尽量的 秘书点点头 又叹气道 可这样 也是治标不治本啊 哎呀 已经到了这一步 只能对不起夏夏了 因为我了解长林 不到真的没机会 是不会死心的 我不能让林一寝 一个女人来来回回的 在她和念生之间折腾 她言语间很明确地表达出了 她的想法和她的决定 果断利落 秘书点头 明白 夏夏那边也有情况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林泉在海市的旗舰店 位于海市最繁华的步行街 已经五年没有来过这条街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那些五年前就拿着大喇叭 在外面喊清仓大甩卖的店 至今还在清仓 也不知道他们的仓库 到底有多大 林一浅穿得很休闲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走在街中央 伪装得很成功 没有人认出她来 小哥哥 买了的话 能跟你合照吗 到了林泉旗舰店门口 林一浅有点懵逼 店门口被一群年轻的女孩子 给堵得水泄不通 其中最小的看上去 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随便着 拥挤的队伍里面 传来熟悉男孩的声音 是方赫阳 林一请目光往里面看 一眼看到 站在临时大舰的 销售台前后面的方赫阳 他身上穿着林泉专卖店员工的工作服 是白色衬衣 酒红色的围裙 上面绣着林泉的logo 他又戴上一副眼镜 配上那一身装扮 就像是大一新生 过来做兼职的 这家伙 林一浅看得哭笑不得 他摇摇头 脚步从侧面低调地 往店里面挤 那能领你回家吗 领回家 你们可是要养我的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抠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六十集 你家有绿帽子 方赫阳声音很温柔地 回答着每一个问题 回答完 还会很贴心地 给问问题的人一个微笑 他笑起来 有两个酒窝 特别甜 引得那些女孩子 花痴的尖叫 连一浅挤到店门口 慵懒地靠在玻璃门上 找有兴趣地看着 忙得不亦乐乎的方赫阳 排队哈 一个一个来 买一套合照一张 买两套合照三张 买三套 就可以加我微信了 方赫阳负责招待 合照 胸前还挂着 他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让买了三套的人扫 旁边几个售货员 负责拿产品和收银 每个人都手忙脚乱 忙不过来 这样的状态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人群才渐渐减少 方赫阳累得满头大汗 进店里面 他往收银台旁边的椅子上一坐 头往后一仰 对着天花板叫苦道 累死小爷了 他似乎还没发现 林一浅来了 林一浅看着方赫阳笑了笑 悠悠地开口道 哎呀 早知道 我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请那娃了 听到林一浅的声音 方赫阳猛地坐起来 一眼看到他 他脖子一歪道 小林总你什么时候来的 一个营业员笑着 替林一浅回答 林总都来了一个多小时了 文言 方赫阳皱眉 略带委屈的语气 那小林总 肯定看到了我为公司 拼命的一幕了吧 说着 他手指了指胸前的 微信二维码 更委屈了 瞧瞧我这般上的 还得出卖色相 他说着 将椅子往前拖了一点 双手扶在收银台上 趴了上去 小孩子一样 林一浅忍不住调侃他 我看你交了那么多美女的微信 心里乐开花了吧 方赫阳不满地反驳 这您就冤枉我了 我是很本分的人 他话音未落 门口忽然冲进来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女孩 看着她大叫道 太阳 真的是你啊 看到来人 方赫阳皱了皱眉 似是不太想见到的人 他懒洋洋地瞥了一眼 没有理会 女孩一点不在乎她的态度 跑到她身边 拉着她的胳膊 心疼地问 你怎么能在这里做这种事情 她一边问 一边盯着方赫阳身上打凉 看她身上穿着的林全工作服 她心疼得都要哭了 是你爸又把你赶住家门了吗 呦 这个柚子用得可以说是很巧妙的 林一浅的目光 往方赫阳脸上一瞥 方赫阳也正好往她这边看 两人目光对上 林一浅弯唇 耸肩 方赫阳也咧嘴 对她呵呵傻笑 然后目光迅速地 又回到那女孩身上 脸色变得冷冰冰的 开口的语气也是一样 你怎么来了 女孩带着哭腔回她 我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 发你跟她的合照 我问她的 她跟我说 你在这里帮人家做促销 说着 她又抱着方赫阳的胳膊晃了晃 我别这么辛苦了 我可以挣钱养你啊 这得喜欢到什么程度 才能做到养男人 她是不是还不够爱顾内肾 毕竟这么多年 她从来没有想过 要挣钱养顾内身 那多不好意思啊 我怎么可能让女人养我 你还是去养别人吧 方赫阳甩开女孩的手 并且站起了身 不要人家养就算了 还让人家去养别人 真是够虐的 太阳 我错了 我又再也不忍心了 女孩还想去拉方赫阳的手 被方赫阳给躲开了 方赫阳的脸色又冷了几分 我们已经分手三个月了 别闹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得玩了 我发誓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女孩说着说着 眼泪出来了 我见有脸 但方赫阳的脸上 没有丝毫动容 甚至更加冷酷 其实我也只是和你玩玩的 我又不是只有 怪你一个女人 不要当成 女孩可能自尊心被打击了 大声地吼道 方赫阳反而笑了 女孩子要给自己留点尊严 乖 她轻声说着 抬起手 在女孩的头上拍了拍 明明应该是摸头杀 是很宠溺的动作 可由她做出来 却没给人丝毫那样的感觉 反而给人感觉 有点冷 林依浅盯着方赫阳 不禁眯起了双眼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笑面虎 你会会会的 女孩被方赫阳的话 彻底伤了自尊 转身哭着跑了 林依浅收回目光 跟方赫阳的目光撞上 方赫阳沉下嘴角 又一副 单纯小奶狗的模样 她面无表情地 点点头道 我知道 你戴过绿帽子 方赫阳纳闷的表情 还夹杂着一丝尴尬 好像在说 你怎么就知道呢 店里还有别的员工 林依浅没再继续调侃 很突兀地转移了话题 今天表现得不错 好好干 她站起身 绕着店内看了一眼 每个人都在忙碌 她抿了抿嘴角 准备走了 方赫阳也站起身 跟在她身后问道 小林总 您这就要走了 林依浅疑惑地看着她 你有什么事吗 不过 我这都累了一上午了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方赫阳笑呵呵地摸摸肚子 她每一次咧嘴 给林依浅感觉 就像换一个人 有点坏 这家伙大概就是 匹游心生吧 她本来还不打算理会的 可看到她额头上 还有胃干的汗 还有胸前挂着的 微信二维码 心里有点愧疚 想了想说道 嗯 走吧 请你去吃小笼包 正好她也准备去吃午饭 说着迈开脚步 往门外走 好嘞 方赫阳贼兴奋 立即把身上的围裙 给脱下来 拿着手机 跟在林依浅后面跑 林依浅出门看到 方赫阳的摩托车 停在店旁边 她皱了皱眉 这家伙 怎么这么不道德 不知道这里是步行街吗 竟然还把车给骑进来了 骑管怎么也不管制她 方赫阳出来 见林依浅盯着她的摩托车看 以为林依浅要坐她的车 我骑摩托车带你吗 林依浅嫌弃地回她一个字 帅 她懒洋洋地戴上帽子和太阳镜 准备往她停车的方向走去 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 是白色 她们下飞机了 林依浅激动地接听电话 放到耳边 喂 白色 你们到 小鱼不见了 什么 林依浅紧张一声 把后面的方赫阳给吓到了 她收起嬉皮笑脸 脚步飞快地走到林依浅身边 这时候 林依浅只顾着担心小鱼 没有注意到方赫阳 紧张地问白色 你们现在在哪呢 在机场 我一转身她就不见了 林依浅文言 没做考虑 立马教她怎么做 去找机场警察调监控 我马上过来 吩咐完 她挂了电话 方赫阳关心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放我不吃了 我得走了 林依浅边往车子那边跑 边回方赫阳 跑了几步 她想到什么 停下脚步 转身伸手 对方赫阳道 对了 把你的车给我骑下 现在是午饭点 路上肯定有点堵车 摩托车 肯定比开车要快的 方赫阳知道 她肯定是要急着赶去哪里 伸手抓着她的手腕 拖着她 往她的车子那边走 你着急去哪 我送你 我速度肯定比你快一倍 林依浅觉得 她说的有道理 毕竟她已经很多年 不碰摩托车了 所以没有拒绝 方赫阳路上不停地超车 二十分钟到机场 一路上 耳朵里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包里的手机响了十几次 都没有听到 都是白色打过来的 她双手拿着手机 颤抖地回波过去 听到接听的声音 她激动地问道 怎么样 走动了吗 她边问边往机场里跑 电话那边的白色 语气没有刚才的紧张和着急 找到了 她后面一个字 拖长了音调 让林依浅好奇 发生什么事了 白色没跟她卖关子 监控调出来了 跟你老公在一起 林依浅的脚步 戛然而止 惊讶地张嘴 顾 顾念生 你还有别的老公 林依浅没心思 跟她开玩笑 她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书爱 云飞 小编C 第六十一集 书要当爹地的人 今天又不是周末 她不是应该在公司吗 为什么会在机场 也没听她说 要去哪里出差啊 不过 顾念参就算要去哪里 也不会跟她打招呼的吧 白色说道 监控画面上看到的情况 应该是小鱼看到了顾念参 就跑过去找她了 画面上还出现了一个女人 确定了那是你婆婆 小鱼还见到宋长文女士了 李依寝的心脏 差点跳了出来 她瞪着眼 张着嘴 好半天 嗓子才发出声音 她见到 忽然又意识到 方赫阳在身边 她话音还是断了 白色在那边半调侃的语气道 是的 见到她亲奶奶了 亲奶奶还很喜欢她的样子 文言 林依寝有些诧异 怀疑白色是不是骗她的 是 是吗 她脑海里浮现出 宋长文那威严严肃的模样 从小到大 对她的印象都是声人物尽 她会喜欢小鱼吗 林依寝咬着唇 眼中忽然有星光在闪烁 是期待 但又很忐忑 忐忑小鱼 会不会跟姑内生 还有宋长文聊起来 把她交代的话 全都给忘了 方赫阳注视着她 考究的眼神 目光里夹杂着 一抹趣味 你不用担心了 我找到他们了 在哈根达斯吃冰激凌 白色在那边半天一句话 句句都像是 往林依浅的心里 偷了一个定时炸弹 给她随时都有可能 会爆炸得紧张不安 可又不住去脑补那样一幅画面 顾念生带着小鱼 坐在一起吃冰淇淋 内心又无比地向往 迫切地想要见到那样的画面 知道了 我 林依浅准备跟白色说 她现在去找她 忽然来了一个保安 凶巴巴地问他们 这车子是你们的吗 这里不能久停 保安手指着方赫阳 停在路边的摩托车 林依浅这才想起来 方赫阳一直在她身边 她赶紧回想 她刚才都跟白色说了什么 她好像似乎没提到 孩子这两个字眼 知道了 我这就多早 方赫阳笑呵呵地 对那保安敬了个礼 走到车旁 抬起腿上去 然后对林依浅招呼道 小林总 我先把车停去停车场 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你 林依浅想让方赫阳先回去的 可方赫阳打完招呼 车子轰隆一声就走了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算了 给她发个信息吧 出发层很多人 选择在甜品店后机 哈根达斯冰淇淋店里 客人虽然淋淋散散 但空位置却不多 酷念生一只手 端着放满了各种 口味冰淇淋的托盘 另一只手 揣在裤子口袋里 走几步 回头看一眼 看到那小肉团子 还跟在她后面 她就放心地 继续往前走 终于看到一个空位 还是比较靠角落的位置 她赶紧走过去霸站 她坐下之后 林小鱼不紧不慢地抵达 小鱼很乖巧地 爬到顾念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顾念生把托盘 往她面前推了推 美好气地催促她 快点吃 她一双胳膊扶在桌上 皱眉嫌弃死了 小鱼歪着脖子 看着她问道 顾叔叔 你不吃吗 顾念生冷冷地回了小鱼一句 想了想 又把手机掏出来 给她道 你现在先打电话给你的家人 告诉他们 你在出发层的哈根达斯 她怕小鱼的家人找不到她 该报警了 到时候找过来 会不会反咬一口 说她拐卖儿童 嗯 好 小鱼很乖巧地 接过顾念生的手机 一双小手输入熟练的手机号码 拨出去 听到关机的语音提示 小鱼放下手机 白色叔叔关机了 此时 她的心都在冰淇淋上 说完之后 立即拿起勺子 开吃 顾念生有点疑惑 白色叔叔是什么人 好像上一次见到她 她也是说 找白色叔叔 那个白色叔叔 跟她妈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 隔壁老王之一吗 妈咪的好朋友 小鱼吃了一口冰淇淋 抬起头 看着顾念生 忽然神叨叨地 压低了声音道 妈咪说 谁都不相信 只相信白色叔叔 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 她一边说 还一边配合着摇摇头 摆摆手 很谨慎的模样 顾念生皱眉道 那你还跟我说话 求她赶紧远离 她这个陌生人 小鱼又摇头道 不是的 顾叔叔不是陌生人 是要当爹地的人 她是很认真的 顾念生无语 算了 和这小子聊天 能聊出心脏病来 你赶紧吃 吃完去找你家人 她四处看看 也没有看到有人找孩子 按理说 正常人家孩子丢了这么久 早该找保安了 找警察 也该找疯了吧 这会儿机场风平浪静的 一点风声都没有 齐少东在到达口那边 也没传来说 有人找孩子的消息 怎么回事啊 顾念生疑惑地拿起手机 看着林小鱼 刚刚拨出去的那个号码 这是M国N式的号码啊 她目光又回到小鱼的脸上 她已经全身心地 投入到吃冰淇淋当中 像是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 似的 吃相特别的凶猛 一只小手拿着叉子 每个颜色的球长一口 顾念生看着 忽然有一种无奈 摇了摇头 视线又移到手机屏幕上 这小家伙 应该是在M国长大的 没错了 想了想 她又点了下那个号码拨出去 得到的回应 还是一样的 关机了 这家人的心怎么就这么大 孩子丢了 还关机了 真够奇葩的 顾念生在心里吐槽一句 把手机往桌上一放 一只胳膊抬起来 胳膊肘架在桌上 手心拖着腮 郁闷地看着对面吃得 不亦乐乎的小家伙 看着她嘴巴沾了 五颜六色的冰淇淋 她嫌弃地皱了皱眉 一双手也是 脏乎乎的 还紧紧地抓着勺子 再挖中间那个草莓味的球 直到勺子满了 她才罢休 嘿嘿 草莓味的最好吃了 小鱼盯着勺子里的冰淇淋 缩着脖子 笑出了几层下巴 还舔了舔嘴唇 顾念生想 有那么好吃吗 正无语中 对面的小家伙 忽然爬到椅子上 然后又爬到桌子上 伸出肉肉的小胳膊 把那一勺冰淇淋 送到顾念生的嘴边 啊 顾叔叔 赶你吃 小家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顾念生有点意外 她没想到 她会把自己垂涎的食物 给她吃 她刚才那样子 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草莓味的冰淇淋 她见到过的小孩子 都是特别霸道 特别互食的 自己喜欢的 不会主动拿出来 跟不亲的人分享 包括她小时候也是 一瞬间 她竟有张嘴的想法 可看到那小家伙 那脏乎乎的小手 她立马清醒了 身体嫌弃地 往后痒了痒 我不吃 你自己吃吧 哦 被拒绝了 小家伙有点失落 翘着小嘴 爬下桌子 坐回位置上 把那一勺冰淇淋 全都塞进嘴里 顾念生看小云那吃相 怕她把他们之前 谈好的条件 给忘记了 她伸长脖子凑近她 压低声音道 小王八 咱们说好了的 吃了这冰淇淋 以后不许再听 尿尿的时间了 小鱼用力地点头 嗯 妈咪说 男子话 就要一言九鼎 小鱼知道 声音虽然稚嫩 模样虽然天真 但那小眼神 和说话的时候的神态 却莫名给顾念生 一种信任感 总算加了你一点 正常的东西了 顾念生撇撇嘴 看着小鱼 小声地嘀咕一声 没再说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李贤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六十二集 有个私生子也正常 顾念生懒得等 林小鱼挑口味 就把所有的口味 都买了一遍 在她的要求之下 每个球都不大 但小家伙一个人吃 肯定是吃不完的 冰淇淋慢慢融化 林小鱼吃的时候 衣服上都滴了很多 满脸都是 旁边路过的人 看到她 都忍不住议论 哎哟 这孩子嘴吃成那样 爸爸也不给她擦擦 估计呀 是个平时 不带孩子的爸爸 瞧这孩子的小嘴吃的 衣服都递的呀 洗不出来了 两个六十多岁左右的 老太太 从他们桌子旁边路过 看到林小鱼 直接停下来 指责顾念生 顾念生转头 嫌弃地瞥他们一眼 想到了上次 在机场 被老太太骂贱的事情 她就不明白了 现在的老太太 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呢 给小鱼擦擦 顾念生正郁闷着 林小鱼忽然抽了 一把纸巾递给她 让她帮她擦嘴 顾念生皱眉 冷冷地拒绝了她 自己擦 还真把她当她爹了 她和林一浅的孩子 还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呢 哼 小鱼生气了 再一次被拒绝 林小鱼放下纸 另一只手里的勺子 也放下了 缺着嘴 眼睛红红的 黑亮的眼球 逐渐蒙上一层水雾 顾念生脸上 没有丝毫动容 根本懒得理她 生气就生气呗 她还能把天 气出一个洞来 林一浅在暗处 看着那一幅画面 浅林小鱼眼泪汪汪的 都要哭了 顾念生还无动于衷 她心疼得好几次 想冲过去 大声地告诉她 小鱼的身份 可总还是缺少 那么一股子勇气 林一浅怕她知道 五年前 对她做了那样的事情 她会不会生气杀了自己 会不会更厌恶她 会不会连她爷爷那道圣旨都不顾了 那时候她们才十八岁 顾念生的眼里和心里都只有膝下 林一浅至今都不敢去想 她那天早上起床后 是什么反应 林一浅手扶在墙上 手指尖不知不觉 用力往下摁 指甲白得没有血色 看着小鱼最终 自己拿起纸巾 擦了嘴和手 擦了也跟没擦一样 林一浅屏住呼吸 转了个身靠在墙上 滑开手机屏幕 又拨去白色的号码 可得到的 还是关机的回应 这家伙 林一浅一头恼火 这是她第一次对白色发火 以前白色自作主张 帮她接一些活动 虽然不情愿 但她也能体谅 是想让她在那个圈子 站稳脚跟 可这次是涉及到小鱼 她怎么都不能输的小鱼 小林总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称呼 从她身边传过来 林一浅一惊 手抖了一下 差点把手机给抖掉了 她错愕地转头 方赫阳嘴里 含着一根棒棒糖 已经到她身边了 她脸色苍白 紧张地问道 啊 方赫阳 你什么时候来的 问完她下意识地 往哈根达斯那边看一眼 发现顾念生和林小鱼 已经不在那里 怎么走了 她顾不上方赫阳了 赶紧准备去找 小林总 林一浅刚迈开脚步 方赫阳一只手 忽然扣住她的手腕 把她拉住了 林一浅不解地转头 方赫阳微微猝眉 略带心疼地看着她 嘴角抿了抿 其实像顾家那样的豪门 有个私生子什么的 也正常了 别难过 说着 她松开林一浅的手 手算是揣进裤子口袋里 另一只手 又把棒棒糖 塞进了嘴里 林一浅一脸问号 所以这家伙早就来了 看到了刚才顾念生 带小鱼吃冰淇淋了 而且 以为小鱼是顾念生 在外面跟别的女人 生的私生子 她觉得 林一浅站在这里看半天 是在伤心难过 出于好心 过来安慰她的 这个误会 这逻辑 真的是完美的天衣无缝 其实也不完全是误会 最起码 小鱼的确是顾王八的孩子 是不是私生子 她也不好判断 林一浅无语地不知道 该怎么回方赫阳 方赫阳又拿下棒棒糖 问道 要不要我给你一个抱吧 她说着 张开双臂 等着林一浅 头怀送抱 林一浅甩给她一个白眼 然后 手指着几米开外的一根 大圆柱子 引导她看过去 看到没 什么 你想抱的话 去抱那根柱子 她又翻了个白眼 不再理她 脚步从她身边走过去 往哈根达斯那边跑 顾念生和林小鱼 刚才坐的位置 已经被服务员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她目光焦急地四处张望 都不见那熟悉的一大一小的身影 她着急之下 干脆拨通顾念生的号码 听到接通的声音 她立即问道 顾念生 你在哪呢 她心脏扑扑地 感觉要跳出来了 接着 听筒里传来顾念生冷冰冰的声音 什么事啊 简单的一个问题 把林一浅给问住了 她愣了愣 抬起头 看到对面的快餐店 随口问道 哦 我想问问你 午饭吃了没有 说完 她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 又没经过大脑考虑 补了一句 没吃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吃吗 话音未落 她又后悔了 可紧接着 就听到顾念生的回应 我在办公室 只等你一个小时 超过一个小时 就别来了 我 林一浅张开嘴 嗓子刚发出声音 一阵嘟嘟的盲音 从听筒里传来 一脸懵逼 她刚才不是在机场吗 怎么在办公室了 意思也就是说 她现在 已经在回公司的路上了 可是小鱼呢 不过 她倒是不那么担心 小鱼会走丢 因为 她还是比较了解 顾念生的 虽然对小孩子 没耐心 没爱心 但她最基本的 道德底线 还是有的 她应该会把小鱼 送警察局 或者机场工作人员那里 想着 她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拨通白色的号码 没想到 竟然拨通了 她松了一口气 小鱼 听到白色的声音 林一浅冷声道 白色 这样的事情 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她是真的很生气 没给白色接话的机会 又接着吩咐道 去查一下 顾念生把小鱼带哪了 刚才手机没电了 刚开机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收到顾念生的短信了 她给了我她助理的号码 让我跟她联系 应该是小鱼 告诉她的号码 林一浅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彻底落下了 但对白色的火气 还没完全消 声音仍然冷冷的 找到小鱼 立马带去酒店 看紧了 我一会就过去 不容质疑的语气 这边顾念生 挂了林一浅的电话 立马给齐少东打电话 那边齐少东刚接 她着急地问道 齐少东 你在哪儿 来了来了 我看到你了 听到齐少东的回答 顾念生两边看看 看到齐少东 在跟她招手 她挂了电话 脚步迎上去 走了两步 她想起来林小鱼 回头看到她两条小端腿 跟着她后面 跑得很吃力 最主要是慢 顾念生皱眉 烦躁地回去 弯腰 直接把她夹起来走 然后对齐少东催促道 快点去开车 看她火急火燎的样子 齐少东担心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Boss 这是怎么了 顾念生 顾念生边走边说道 四十分钟之内 你到不了公司 你就收拾东西 回家 文言 齐少东一秒都不再耽搁 他忙不迭地 把顾念生往停车场里 走了几步 顾念生想起来 把怀里夹着的小家伙 塞给齐少东 帮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哪个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威杨 领衔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六十三集 让他家人 拿一百万赎金 可小家伙的一双小手 却死死抓着他的衣服 就要他抱 嗯 要顾叔叔抱 他嘟着脏兮兮的小嘴 唯有一双眼睛 清澈透亮 泛着楚楚可怜的光 顾念参不想耽误时间 只好自己抱着 齐少东 这才注意到小鱼 这孩子也要一起 带去公司吗 提到这件事 顾念参就窝火 要不是这个熊孩子 他何必要等一个小时 直接就让那笨蛋 到公司找他了 顶多半个小时 越想 越对怀里的小家伙 恨得牙痒痒 觉得被耽误的时间 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转头 对齐少东吩咐道 一会儿 你联系他的家人 让他们拿一百万来数他 齐少东文言 一脸问号 他们这样 不成绑架小孩的了吗 他斟酌了一下 用商量的语气 回顾念身 要不送去警察局吧 送去警察局 太便宜他们了 这种不负责任的家人 不让他们付出一点代价 他们都不知道长气息 很显然 他的决定 是没法反驳了 齐少东撇撇嘴 默认了 反正人是他带回去的 赎金 也是他指使的 他顶多是个从犯 说话间 他们已经到了停车场 看到自己的车子 顾念身根本不看 齐少东的反应 加快脚步上车 上了车 他拿出手机 看了眼刚才 跟林依浅的通话记录 已经过去了六分钟 林小鱼上了车 仰着下巴 在车内到处看看 开始有点慌了 屁股往顾念身那边挪了挪 然后抱着他的胳膊道 顾叔叔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 顾念身面无表情地扫他一眼 卖你 他的样子看上去 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小鱼吓得抱紧他的胳膊 求他 要卖掉小鱼 妈咪找不到小鱼 会哭的 说着说着 眼圈红了 顾念身猝眉道 现在知道害怕了 小鱼眼里闪着泪光 用力地点头道 小鱼会很乖的 打电话 让白色叔叔来接我 他又讨好的用小脸 蹭蹭顾念身的胳膊 肉肉的小脸 顾念身的心又忍不住软了 但声音依然很正经地冷 那就先不卖了 小鱼文言 立马破涕为笑 最喜欢顾叔叔了 林小鱼示好的方式 就是用脸蹭人 顾念身嫌弃地把他推开 然后看着前面的齐少东问道 我上次让你买的巧克力 你买了吗 买了 我女朋友排了四个小时才排到的 前天就到公司了 昨天一忙 我就忘记跟您说了 说完 他透过后视镜 看了顾念身一眼 抓着方向盘的双手 用力紧了紧 他不会忘记了 上次夺走他所有巧克力的事吧 顾念身很满意地点点头 顿了顿 他又悠悠地开口道 公司年底 有员工欧洲一日游的福利 你现在可以做攻略了 文言 齐少东惊喜又诧异地问 那不是高层领导的福利吗 顾念身不耐烦地回答 你不想去 我就不用跟他们打招呼了 齐少东赶紧抛去一切疑惑 笑着道谢 谢谢总裁 巧克力的事情 他还是忘了吧 毕竟像顾念身这么有钱 又懂得员工刚需的老板 不多了 在顾念身不停地催促下 三十八分钟 到了每隔地下停车库 顾念身的专用车位 就在电梯旁边 下了车走几步 就是总裁专用电梯 他下车 立即走到电梯门口 按了电梯按键 林小瑜见顾念身走了 一双小手慌忙打开车门 太急躁了 他脚一空 直接滚到地上 齐少东看到 忙到他身边 把他抱起来 你这个小王八 那么着急干什么 他一边轻声责备 一边帮小鱼拍身上的灰 小鱼不让他抱 我不要你抱我 我要顾虚虚抱我 他不安分地挣扎着 齐少东不好掌控 只好把他放下 下地后 他两条小短腿跑得飞快 在顾念身一只脚 迈进电梯的时候 迅速地抱住 他后面那条腿 放开 顾念身低头 懊恼地看着林小瑜 再不放 就把你卖了 他手指着他 小家伙小脸上 讨好的笑容逐渐消失 嘴角沉下去 到底还是个孩子 一下午就害怕了 双手依依不舍地 松开顾念身的腿 嘟着嘴 毒气地轻哼一声 掀进了电梯 走到电梯角落 小脑袋抵着电梯壁 背对着顾念身 他还有脾气了 顾念身皱着眉 偏头看了看 小家伙的小脸 看不见 他没有理会 转头对齐少东吩咐道 把他 带去散了儿童乐园 我看着吗 不然你让我看着 齐少东想问 一会儿拿到一百万赎金 他能分到吗 心里纷纷不平地想着 行为却很现实 先按了总裁办那一层 然后乖乖地按了三楼 电梯到了三楼 齐少东到小鱼身后 抱齐小鱼 对顾念身打招呼 那我先带他去玩 尽快联系上他的家人 林小鱼这次 没有拒绝齐少东抱他 下巴搭在他的肩膀上 一双眼睛 红红地看着顾念身 满含委屈 却又很倔强 一声不吭 电梯门跟着和尚 透过门缝 顾念身最后一眼看到林小鱼 他眼中泪光闪烁 顾念身的心 莫名地抽了一下 抬起手 下意识地想要按开电梯门 门正好合上了 小家伙在他的视线里消失 打消了他那突然的念头 顾念身低头看着 抬起的那只手 缓缓将手心朝上 手指颤了颤 你们也是时候 要个孩子了 脑海里很突兀地 回想着宋长文女士的话 愣了愣 他放下手 揣进了裤子口袋里 仰头鼓着腮帮子 犹豫地吐了一口气 总裁夫人好 这不是林一浅第一次来美阁了 但却是第一次进来 而且还是以顾念身妻子的身份 踏进门那一刻 不停地有人跟他打招呼 他淡定从容地 抿着嘴角 掩饰心底那一丝 不由自主的小成就 不是因为总裁夫人这个头衔 而是因为 这个总裁是顾念身 每隔的总裁办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每个人都穿戴统一的工作服 脖子上挂着工作牌 林一浅边打量边走 到了顾念身办公室门口 顾念身的秘书 早在门口等他了 夫人 年轻的女秘书 年纪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 林一浅淡淡地打量了一眼 问道 你们顾总在办公室吗 在 秘书点头 然后伸手帮他把门给打开了 推开门的那一刹那 林一浅屏住呼吸 目光朝里面看去 一眼看到坐在办公桌前 埋头工作的男人 他身穿白衬衣 白袭好看的手拿着笔 笔签在纸上刷刷写着什么 那一幅熟悉的画面 仿佛就在昨天 他戴着耳机低头认真的写 而林一浅用书挡住自己 专注地偷窥 那样的情节 上演的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整整一个青春年少阶段 那时候 顾念生是他的全部 就连背好一篇英语课文 都是为了能在第二天 老师万一抽查到他 他能流利通畅地背出来 顾念生会不会欣赏他 戴了个新发卡 都要在门口故意磨蹭 等到顾念生出现 纵使他不会看自己 也会刻意在人群里 剥一剥头发 会刻意在他路过的时候 跟同行的人谈笑风生 假装没有看到顾念生 那时候的林一浅 真的好傻好傻 林一浅低头笑了笑 男人冰冷带点嫌弃的声音 从办公室里面传来 你站在那干什么 他忙不迭地收起思绪 抬起头看过去 你饿吗 迈开脚步走了进去 玉树在外面关上了门 你说呢 顾念生反问一句 对林一浅翻了个白眼 然后起身 拿着水杯 去到了杯水 就靠在饮水机盘 喝了起来 林一浅说道 我叫了饭菜 一会儿就能送来了 他目光四处看看 然后往沙发那边走 走近 他看到茶几上 摆放的果盘里 有一堆千丝巧克力 他眼睛一亮 好多巧克力啊 只有千丝巧克力 会让他秒变吃货 像是换了一个人 没出息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薇扬 领衔演播 舒艾 云飞 小编C 第六十四集 会不会是你的私生词 顾念生故作嫌弃地 瞥了眼林一浅 七少东放的 你想吃就吃 反正到时候也是扔了 一听说这些巧克力 最后的命运 就是被扔掉 林一浅毫不客气地 拿起一颗 拨开塞进嘴里 边吃边说道 千丝加不网购 不开饭店 我都很难买到 有时候找代购 还能买到假货 齐少东怎么这么厉害 每次都能买这么多 刚窍门进来的齐少东 正好听到林一浅这句话 扎心了老板娘 什么每次都能买这么多 每次这个黑心的老板 抢走的都是全部 是他女朋友排几个小时的队 买的全部巧克力好吗 齐特助一边在心里吐藏 一边微笑着 跟林一浅打招呼 老板娘在这里啊 林一浅嘴里吃着巧克力 看到齐少东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巧克力 嗯 齐少东 下次能买到 顺便给我买点呗 好 齐少东一个字还没落音 顾念生在那边阴冷的 开口问他 什么事 好强大的敌意 齐少东感觉脊背 凉嗖嗖的 他忙将目光 看向顾念生 跟他汇报工作 我跟那孩子的家人 说了要一百万 他们说要考虑一下 听到孩子两个字 林一浅竖起耳朵 紧张的嘴巴都停止了嚼动 巧克力在嘴里自己融化 顾念生冷哼道 考虑一下那就涨到一千万 你当所有家庭都跟你们顾家 一百万和一千万 只是一个数字 伸手就能来 张口就能给啊 齐少东明明嘴 斟酌着 要不要劝劝顾念生 就这么算了 林一浅找准这个时机 好奇的语气随口问道 啊 什么孩子 刚问完 包里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来看到 来电显示白色 他手指毫不犹豫地 点了下挂断 然后发短信过去 什么事 你老公说 要一百万 才肯把小鱼给我 林一浅抬起头 无语地看着顾念生 这家伙 给他等着 如果有那么一天 他一定要跟顾念生 要一百亿 林一浅咬牙切齿地 在心里立誓 然后给白色 回消息道 你等着他涨价吧 一百万 恐怕不行了 这家伙刚才说 要一千万 齐少东看着林一浅回道 就是上次在首都新海秀 坑了总裁的那个孩子 这次好巧不巧地又碰到了 跟瓷巴一样 缠着我们总裁 文言 林一浅的心里 不是滋味 他忍不住试探地 看着顾念生 玩笑地与其问他 会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啊 顾念生没有察觉到 他眼眸中那一某玩笑下 承载了多大的期待 顾念生甚至有些恼火 他作为他的妻子 竟然能这么大方地 跟他开这样的玩笑 给他的感觉 就是满不在乎 他带着一点嘲讽的语气 反问道 你给我生的吗 林一浅放在沙发上的手 手指往下一按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他又反问回去 我生的 你会要吗 问完之后 他屏住呼吸 心脏 却跳得很厉害 药药药 说药啊 这老板真是急死个人 说一声药 是少了块肉 还是多长个钉钉啊 齐少东看着顾念生 那冷酷的样子 恨铁不成钢地 想要过去 掰开他的嘴 替他回答了 在林一浅问题 问出口的时候 其实顾念生的心里 已经蹦出了一个 响亮的药 可这根本就是一个假设体 他又何必那么没有格局地 暴露了心思 呵呵 顾念生勾唇 低下头轻笑一声 然后看着林一浅道 你要是敢生出我顾 你是 你要是敢生出我顾念生的孩子 我就敢要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门忽然打开 一个中年男人 慌慌张张地走进来 打断他的话音 看到来人慌张的神色 顾念生一惊 脚步迎上去问道 四叔 方是什么事了 冯四 是宋长文身边的亲信 跟着宋长文 有二十年了 他这样一副状态出现 门都没敲 肯定是宋长文那边 出了什么大事 冯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 对顾念生说道 下下飞机途中出事了 高烧昏迷 飞机被迫在儿国降落 情况非常危险 刚才宋总打你电话打不通 下午他有个和政府 很重要很重要的会要开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 他让你先去儿国安排一下 林一浅的目光 又猛地回到顾念生的脸上 双手不由自主地紧握 顾念生脸色突变 紧张地放下水杯 走到冯四跟前 为什么会发烧 跟着第一声和护工呢 冯四焦急地说道 情况现在一时半会 也了解不清楚 飞机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说着 他抬起手 擦擦额头上的汗 气息渐渐平稳 顾念生没再说什么 立即转身去办公桌上 拿了他的手机 一副要走的架势 顾念生 你不跟我吃饭了吗 林一浅紧张地站起身 喊住顾念生 刚才那一瞬 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把顾念生留下来 甚至想求他 求他不要走 不要那么紧张习下 可冲动过后 他立马就后悔了 怎么可能 顾念生 怎么可能不在乎习下 怎么可能不紧张习下呢 那是他心中永恒的白月光啊 林一浅那一句话 语气略带委屈 是他从未有过的软 顾念生的心脏 猛地抽了一下 转头压抑地看着林一浅 这时候 冯四忽然出声道 少夫人 下下随时都有可能 有生命危险 而过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他看着林一浅 语气中略带责备 然后当着顾念生的面 他却毫无立场地 去宣布他的所有权 林一浅手握着拳头 往腿后收了手 他瞥了眼冯四 没有理会他 目光再看顾念生 又恢复了他一贯的清冷 我点了好多菜 怕吃不完 不过我一会儿 可以问问他们吃不吃 你路上注意安全 他云淡风轻的语气 说完之后 弯了弯唇 那一笑过后 便是转身 说不出的冷漠和淡然 果然还是顾念生的错觉 顾念生的手 紧了紧拳头 也冷冷地转头 大步离开 他高大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的那一瞬 林一浅往后 亮腔地退了两步 然后一屁股坐下 仰头靠在沙发上 看着天花板 笑了笑 老板娘 齐少东把顾念生 和冯四送走之后 又回来了 听到他喊自己 林一浅忙收拾好情绪 坐直了看过去 齐少东的两只手里 都提着袋子 林一浅认得袋子上的logo 是他点的外卖 他瞥了一眼 冷冷地对齐少东吩咐道 声调吧 齐少东不敢再质疑 转身准备出去 林一浅想到什么 又喊道 齐少东 齐少东停下脚步 疑惑地看着他 老板娘还有什么事吗 林一浅用好奇的语气问道 你刚才说的那个孩子 是怎么回事 这一个打岔 差点把小鱼给忘了 齐少东说道 总裁说 那孩子的家人带孩子不负责任 说要一百万 给他们一点教训 不负责任 是啊 林一浅对小鱼 的确是没有尽到责任 亏欠太多了 林一浅叹了口气 他又问齐少东 那现在 如果他们给一百万 你们就把孩子给人家吗 这个问题 正是齐少东 头疼的问题 他周整没说道 我也想知道啊 可谁知道总裁还没说完就糟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暗恋那点小事 作者 微扬 领衔演播 舒爱 云飞 小编C 第六十五集 顾王八 李大人 刚才总裁说要一千万 虽然他知道 肯定不是真的要一千万 可他也没给个明确的话 他也不敢自作主张 带那个小王八去交易啊 看着齐少东这么为难 没钱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哦 那孩子在哪儿 要不 我去看会儿吧 他清淡的语气 不露丝毫痕迹 在三楼游乐园 齐少东没有多想 他只是觉得 麻烦林一浅不好意思 会不会 太麻烦老板娘了 不麻烦 反正我今天也不忙 说着 他对齐少东 抿了命嘴角 齐少东没再客气 那我去忙了 还有几个棘手的工作 要去处理 去吧 他脚步跟齐少东一起出门 在电梯间门口 跟他分开 看着齐少东 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一浅加快脚步 走进电梯间 直接安德总裁专梯 三楼是每隔的休闲区 自住是下午茶 很多员工午休的时候 也会过来坐一坐 还有一项最人性化的设计 就是儿童乐园区 是为了方便那些 还在上幼儿园的 员工们的孩子 晚上放学早了 幼儿园的校车 可以直接将孩子 送来公司 放在儿童游乐区玩 那个时间段 会有固定的阿姨照看 让员工在工作岗位上 没有后顾之忧 这个点正是忙碌的时候 休闲区冷冷清清地 看不到人影 进门就是一个小吧台 有各种各样的饮料 设计很独特的 三角形椅子和三角形桌子 每个颜色还都不一样 超大的落地窗 能一览每个大厦后面的绿化园 很适合舒缓心情 所以 这才是那些高材生挤破脑袋 也想往美隔挤的原因吧 考虑公司的效益 也不会忽略了员工的辛苦 进门 有通往游乐园去的地标 林一浅顺着地标走了过去 想要顾叔叔 还没走近 她便听到林小鱼的声音 她激动加快了脚步 跑了过去 林小鱼坐在游乐园入口的 软包门槛上 怀里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公仔 小脑袋靠在旁边的软门框上 无论面前的年轻阿姨怎么哄她 她的嘴里 只有一句话 想要顾叔叔 林一浅心一紧 脚步停顿 小鱼面前的年轻女孩发现她 赶紧站起身 礼貌跟她打招呼 总裁夫人 她身上穿着每格女员工的工作服 还挂着工作牌 应该是齐少东喊她来 帮忙照看小鱼的 林一浅怕小鱼看到她会喊 紧张地想要躲开 可她快速瞄了她一眼 发现她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那副状态 跟着落魔一样 要顾叔叔 林一浅稍稍松了一口气 赶紧对那女员工招招手 女员工到她跟前 她小声地说道 齐少东让我过来帮忙看一会儿 你出去干活吧 哦 好 看着女员工走出了休闲区 林一浅才迈开脚步 轻轻地走到小鱼跟前 弯腰在她身边坐下 然后一只胳膊肘架在腿上 拖着腮看着她 小家伙一双水淋淋的眼睛 却没有了神 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般 声音越来越小 感觉是瞌睡来了 眼皮子缓慢地往下沉着 那边脸贴着软绵绵的柱子 小嘴被挤得微张 一滴口水在嘴角 眼见者叫低下来了 林一浅实在忍不住 美好气地笑着喊她 小鱼 伸手把她嘴上的口水给擦掉了 小鱼听到熟悉的声音 猛地惊醒 转头看到林一浅 她激动的小眼睛 立马有了神 那 噓 林一浅赶紧捂住她的嘴巴 嘘道 小家伙不解地眨眨眼 天真 纯粹 林一浅的鼻尖 有点泛酸 她努力地保持着嘴角上扬 凑到小鱼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小鱼 我们现在说悄悄话 可以吗 她松开小鱼的嘴巴 小鱼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要说悄悄话 妈咪不想让别人听到 我和小鱼说话 所以小鱼知道 悄悄话怎么说吗 林小鱼点点头 立马压低了声音道 妈咪 你是来接我的吗 问完之后 她还怯怯地往四周看看 看有没有人在偷听 林一浅抬起手 放在小鱼的脑袋上 轻轻地揉了揉 用聊天的方式问她 小鱼为什么 又缠着那个顾叔叔啊 难道血缘关系 真有这么神奇吗 这么狗血的吗 小鱼长这么大 两次回国 都能在机场碰到她 小鱼想让顾叔叔 当爹地 喜欢顾叔叔 林小鱼毫不掩饰 对顾念生的向往 她侧身 钻进林一浅的怀里 一双小手抱着她的腰 轻力地跟她撒娇 林一浅惊讶地愣了一下 然后低头看着小鱼 张了张嘴道 小鱼之前 小说找的爹地 就是顾叔叔吗 怎么会那么巧 小鱼嘟着嘴 点点头 不可以吗 她抬起头 看着林一浅 不明白林一浅 那愣争的表情 是什么意思 害怕她是不喜欢顾叔叔 她从林一浅怀里退出来 站起身 爬到门槛上站着 肉肉的小手 搂着林一浅的脖子 哄着她道 妈咪 你不要喜欢老王好不好 老王两个字 把林一浅一下子 从震惊诧异中 拉了回来 画风突变 她正眉问小鱼道 老王是谁啊 顾叔叔说妈咪 可能喜欢老王叔叔 可我不喜欢老王叔叔 她嘟着嘴 小脸往林一浅的脖子上贴 林一浅的脸 刷得黑如锅底 咬牙切齿 顾王般 你答应 时差的原因 林小鱼这会儿困得不行 林一浅让她在椅子上睡 可看到她小小的身子 窝在那里 十分心疼 她干脆给齐少东打电话 齐少东 你把这个孩子 家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我看能不能联系上 好的 能联系上 我就让她家人 把她接走了 虽然齐少东也想这么做 但是 她不敢 还是等总裁回来 给个准话吧 而且那孩子家人 好像也不着急找孩子 到现在没声音没图像 这孩子 怕是他们捡来的 太不称职了 你才是捡来的 林一浅想跟齐少东说 酷孽生回来怪罪下来 就往她身上推 可怕引起怀疑 只好先找个地方 给小鱼睡觉 那我带着她 去顾内生的办公室吧 她嚷嚷只要睡觉 我也困了 想睡一会儿 老板娘 你人真好 对孩子这么有爱心 还有耐心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专辑 还有留言点赞 打call哦 快见来说出口 与你相守